龚与匪眉头一脸 又是周俊楚 他不动声色将话收进怀中 跟夏宝道 你去上课 我去山里看看那宅子 这张话我暂且留着 方便我找到那片林子 夏宝乖乖点头 诺诺关心 阿匪哥哥 你要注意安全哦 到了国学府 龚与匪帮夏宝提着书楼 一起下了马车 小家伙朝他摆摆手 提着书楼 开心地蹦跆进学府内 小国师亲自送公主上学的事 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龚与匪一向甚少露面于人前 传闻就算花费千金 也求不来他算一卦 所以看见小国师 众人还是会不乏留脸 舍不得离去 只盼望他能扫过来一眼 或者能借机攀谈 见下板进学以后 龚与匪转身 同艳好告辞 不行朝山上的方向去了 此时 宫中的南薰殿外 重兵把守 这里关押着桀骜不驯的风宁郡主 夏子玲断了一个小手指 昨天太医来包扎时 他痛得哀嚎不断 最后直接昏了过去 到现在都没醒 但他就算经历如此遭遇 夏洪墨都不同情 觉得他是旧游自取 所以将他关在此处 禁闭思过 殿内 丝丝缕缕的黑气 顺着半场的窗缝缓缓钻入 夏子玲趴在床榻上 失去血色的苍白睡容 都带着一种痛苦的神情 黑气顺着他的鼻腔钻入 流淌进夏子玲的四肢百骸中 不多时 夏子玲悠悠转醒 他眼底闪过一丝奇怪的鬼色 随后 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 慢慢站了起来 他心中的仇恨 被放大了无数倍 夏宝 你害得我断了手指 还被皇上不洗 你真的该死 他指甲伸扣床颜 语气恶毒 脑海里 仿佛有个声音 在告诉他 去杀了夏宝在乎的亲人 让他痛苦万分 让夏宝也难受 夏子玲被这股神秘的声音驱使 他走到门口 猛地推开门 外头的侍卫们都没想到 原本被铁锁封死的门框 竟然被封宁郡主 从内直接砸开 侍卫们严阵以待 立声怒斥 封宁郡主 皇上下令 将您禁闭在此 请您立刻退回房间内 否则 别怪属下们无礼 夏子玲拿仇恨的双目 看着他们 脑海里 那个声音还在说 他们就是想阻拦你找回公平 所有人都在欺负你 对 没错 都是别人在欺负他 他又做错了什么 就算之前不小心杀了人 那也是因为对方惹他不开心 都是他们的错 夏子玲步步朝外走去 侍卫立即用银枪挑过来 却没想到 夏子玲身形敏捷的侧身一臂 随后 竟徒手抓住了枪身 他力气之大 侍卫怎么也拔不出来 两三个侍卫涌上来 试图按住夏子玲 却被他轻而易举地逃脱 他匹手一夺 直接刺中离他最近的一个侍卫的心口 虽刺得不深 但刹那间就溅了血 他脑海中的声音 像是更为兴奋 没错 让他们付出代价 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 夏子玲持枪一挑 侍卫便被扔向一旁 很快 夏子玲趁机转身 飞快逃走 他要去伤害更多的人 让夏宝伤心绝望 侍卫们没想到 风宁郡主何时有的这般神力 他们大惊失色 留下一个人 照顾受伤的侍卫 剩下的人全部去追夏子玲 同时 更是派了人去告知进军统领一声 那乡夏子玲在宫中急迟 他从未有过这样快的速度 仿佛风都被甩在脑后 现在 他满腔的愤怒无处燃烧 脑海里的那个声音 似乎被刚才的血色 激荡地兴奋不已 一直在他脑海里叫缩 杀光他们 他们全部都欠你的 你生来就是尊贵的郡主 他们凭什么给你吃苦 夏子玲咬牙切齿 你说的对 他们都该死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此时 他脸颊上有一条条黑线 可不得顺着肌肤底下蔓延而过 夏子玲飞快地跑过莲花池 准备直接去灰飞的浮华店 然而 在他经过的莲花池内 水面上忽然有水藻一般的黑发铺张开来 一双淡血色的眼眸 便慢慢探出水面 幽怜盯着夏子玲的背影 刚刚跑过去的 为何像是一团冲天的邪气 他刚想走出莲花池 却想起下板的忠告 如果他不在 幽怜不可以独自离开池子 幽怜趴在池子边 露出来的一双眼眸里 充斥着渴望 好想去看看那团邪气要做什么 然后亲手撕碎他 可是 宝不让出去 莲莲 幽怜忽然嘿嘿一笑 就算现在出去 不告诉板呢 他刚想起身 又缩了回去 莲莲算了 万一被宝发现了 又打不过他 还要挨训斥 此时 夏子玲就快跑到孵华殿 而不知危险 即将临近的惠妃娘娘 正在喂食肥宝 肥宝欢快地 在孵华殿的院子里奔跑 时不时汪一声 惠妃温柔笑着 坐在一旁石凳子上 他身后站着四名宫女 都很怕肥宝这只体型硕大的鳌犬 惠妃拿着桌子上晾凉的鸡腿 招手温和 肥宝 来 吃饭了 肥宝奔跑过去 咕咚一下 一屁股坐在惠妃面前 吐着红色的舌头 哈赤哈赤喘着粗气 黑如珍珠一样的眼里 满是对主人的喜爱 他飞快地摇动尾巴 很是快乐的模样 肥宝很懂礼貌 惠妃不放进他嘴里的食物 就算他再想吃 也会乖乖坐着等 就算现在哈喇子 都从狗嘴侧面流出来了 他还是乖乖的 惠妃倾笑 将鸡腿放进肥宝嘴里 只见他嘎吱嘎吱两下 就嚼碎咽进了肚子里 正当惠妃打算 在为他吃一只鸡腿时 身后的宫女突然纳闷开口 哎 风宁郡主 您怎么来了 皇上不是 不让您出门吗 惠妃抬眸看去 只见福华殿的院子门口 夏子玲手上 沾着方才侍卫的鲜血 她表情充满憎恨与怒火 五官显得有些扭曲 惠妃惊了一瞬 但她生性善良 看见夏子玲连鞋子也没穿 便贴心询问 郡主 怎么不穿鞋子 我拿一双宝的先给你穿着 再送你回南薰店好吗 夏子玲笑得残忍 她死死盯着惠妃 并朝她慢慢走来 她脑海里的声音告诉她 这是夏宝的母亲 你若杀了她 她定痛苦百倍 肥宝却一反常态 很失警惕 她护在惠妃面前 胸狠吼叫 喉咙里发出可怖的售吼 突然 夏子玲挥动手中的长枪 直接刺向肥宝 宫女们顿时发出尖叫 拉着惠妃连连后退 肥宝并非寻常的犬类 她比狼的攻击性还要强 面对夏子玲充满攻击的挥舞 她一口横咬住枪杆 喉咙里发出恶狠狠的吼声 只听到咔嚓一声断裂 肥宝硬生生地咬断了枪头 随后 她猛得四肢一跃 犹如巨大的黑影一般 略向夏子玲 她只要张口 就能咬断夏子玲的脖子 然而就在她快要碰到夏子玲时 她身上突然爆发出一阵黑影 直接将肥宝弹开 撞在了一旁的墙上 惠妃担忧至极 肥宝 她要过去查看肥宝伤势 四个丫鬟紧紧拉住她 娘娘小心 封宁郡主疯了 肥宝重新站起来 哪怕嘴角溢出血沫 她重新回到了惠妃身前 前身微微伏低 眼里神色危险 不惧危难 她要护主人安全 夏子玲手拿着断裂的长棍 冷笑连连 夏宝的狗都这么忠心 好 我就一病杀了 看她还怎么神气 她举着棍子挥舞过来 肥宝腾身扑起 一口咬住棍子 却没想到 夏子玲身上的黑色影子 再一次像伸出了刺一般 扎中肥宝的前肢左腿 肥宝感到剧痛 夏子玲抬腿一踢 直接踢中肥宝的肚子 将她踹到了一边 惠妃不顾宫女劝阻 扑过去抱住敖拳的脑袋 她泪雨阑珊 回头怒斥 风宁郡主 你这是在做什么 夏子玲笑得残忍 干什么 自然是把你们都杀了 宫女们吓得大叫 快来人 快来人啊 风宁郡主疯了 夏子玲再次朝惠妃走来 惠妃 你要怪 就怪你生了下宝吧 如果不是她多管闲事 我怎么会这么倒霉 凭什么大家的目光 永远追随着她 就凭她是公主吗 我又做过神妖措施 你们想关我的禁闭 她害我丢了一根手指头 你们怎么不去怪她 惠妃咬牙含泪 事情我听宝说了 是你不顾劝阻 抢了她的东西 在宅子里乱跑 因此跌跤摔进坑里 才会断了手指 你将自己的问题过错 全部推到榜身上 风宁郡主 你可知何为廉耻 夏子玲被激怒 怜悯也敢说我 罢了 等我杀了你 再把你的骨头敲碎 你就知道 断指有多么疼 说着 她猛地扑过来 宫女们连忙过来就会飞 然而 肥宝猛地从地上跳起 一瘸一拐地护住了惠妃 夏子玲的这一棍子 直接打在了肥宝的背上 惠妃痛哭不已 她一把抓住夏子玲 还要再打下来的棍子 你真是疯了 然而不知夏子玲 哪里来的神力 竟然单手甩开了惠妃 紧接着 她就要拿着棍子 朝惠妃的眼睛上刺来 而断裂的棍子那头 充满了参差不齐的目次 突然 凭空出现一道紫黑灵器 将棍子直接打碎 在夏子玲手中四分五裂 夏子玲一惊 回眸看去 只见幽怜身影隐秘地 趴在墙头上 下板竟然在宫中 留了帮手 幽怜掰着手指头 很苦恼 吃了她 不吃她 吃了她 不吃她 她挠了挠凌乱的发丝 可是她现在是个人呀 我若是吃了 宝会不会打我 但她体内又有邪气 还这么强 我要是不吃 岂不是天下大乱 哎呀 怎么办啊 就在这时 皇上的声音出现在门口 惠妃 你没事吧 朕听说风宁发疯 往你这跑来了 夏洪墨一踏步走进来 便看到夏子玲 浑身狼藉 面容猙獰 她五官都好像变了样似的 像个陌生人 透着邪恶的丑陋 见到夏洪墨时 夏子玲更是直接捡起地上断裂的枪头 朝她刺来 德权公公大惊失色 盲挡在皇帝面前 惊声尖叫 护驾 下一秒 她被夏子玲直接踢开 德权公公一头撞在了旁边的墙上 煞时昏迷不醒 夏洪墨一剑 惊怒 你敢当这正面前发疯 夏子玲猛地冲向皇帝 眼见着要刺伤她时 突然夏洪墨身上爆发出一阵看不见的金光 夏子玲体内的邪灵吓得立即缩了起来 这是真龙天子的气息 寻常邪碎 不得靠近 然而夏洪墨只能看见 夏子玲突然后退了一步 她呲牙凶狠 夏洪墨怒骂 你现在和一头野兽有什么区别 皇上做皇子的时候 就习过舞 伸手更是不错 她一把握住夏子玲的脖子 把她直接往旁边一甩 夏子玲重重撞在墙上 咳出一口血沫 夏洪墨目光冷冷 犯着无情 康王养出来的什么东西 对着朕也敢放肆 就在这时 更多的侍卫提着长枪跑了过来 夏子玲体内的黑影再一次腾起 众目睽睽下 夏子玲双手双脚并用 像蜘蛛一样顺着墙爬上屋檐 然后飞快地逃跑 夏洪墨速生命令 抓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如有必要 格杀勿论 幽怜那边纠结完 再一探头 却纳闷 一 结束了 但是 看着倒在地上夏宝的爱犬 以及桃远的夏子玲的身影 幽怜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夏宝一声 此时 夏宝正在课堂中 摇头晃脑地念书 突然脑海中临时一晃 幽怜声音传来 夏宝 你的家人 出事了 被挟碎 伤了 夏宝霍得一下站起来 刘夫子刚好走到他身旁 吓了一跳 公主殿下 你有什么吩咐吗 夏宝急急丢开书 迈着小腿就往外跑 夫子 对不起 我有急事 明日回来再向您告罪 他一溜烟冲到门口 燕好正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侍卫们 把马车牵到巷子里去 见夏宝冲出来 燕好惊讶 公主 您怎么出来了 不上课吗 夏宝连忙爬上马车 小手乱挥 快 快回宫 不知道是娘亲还是爹爹 出事了 燕好大惊失色 盲叫侍卫开道 等夏宝跑回宫中时 他气喘吁吁地冲到孵化殿 刚走到院子门口 就看见肥宝躺在地上 太医都围在附近 肥宝 太医们连忙让开一条道 夏宝扑过去 肥宝躺在地上 哈赤哈赤地吐着舌头 嘴角血沫 已经在地上堆积了一小摊 太医解释道 熬犬的腹部受到了剧烈的撞击 而且前肢有骨碎现象 一旁的小宫女扑过来 跪在地上 哭得伤心欲绝 小公主 您回来了 刚刚风宁郡主发了疯一样 想要伤害娘娘 您的爱犬挡在会飞娘娘身前 风宁郡主打了她好几下 肥宝半步都不退 还瘸着腿上来护着娘娘 夏宝水润的眼眸里 浓浓水雾已经聚集 眼泪啪哒一下 吊在了肥宝的大杂子上 她蹲下来 小手摸着肥宝断了骨头的前肢 她居然被生生地打断了一只手 肥宝该有多么疼 似是看到夏宝来了 肥宝的喉咙里 发出乌液撒娇的声音 像是安抚小主人 又像是疼痛的哼迹 夏宝微微运气 软白的指尖流泄出无数金光 在别人看不见的情况下 缓缓流入肥宝体内 玉桥搭量 接骨心声 她身上的疼痛 刹那间减轻不少 夏宝站起身 交代太医们 伯伯们 请给肥宝找一个软垫 好让她躺下来 接下来 她会慢慢恢复好的 她连忙跑向店内 恰好夏宝莫扶着惠妃走了出来 娘亲 爹爹 你们没事吧 夏宝扑过去 眨着泪眼 哭腔满满 好在惠妃看起来没有大碍 只是眼眶红通通的 像是受了惊 她伸出手摸着膀的脑顶 宝 还好你不在 若是你在了 她伤害你可怎么是好 夏宝莫咬牙 爹爹已经派人去追捕 一旦抓住夏子玲 格杀勿论 夏宝从惠妃怀中抬起头 她坚毅田静的小脸上 闪过一丝决心 爹爹 娘亲 那我先跟着太医伯伯们 再看看肥宝 一会儿我就回来 说着 她转身 迈着小腿走了出去 看似平静 实则眼底 已经掀起怒火巨浪 幽怜悄然无息地跟在她身边 询问 夏宝 我们 真的 去看那只熬犬 夏宝软弱清脆的声音 顺着风传来 她包子壁阴着奔跑 已经散了下来 此刻黑发飞扬 不 我们去猎杀 幽怜顿时来了兴致 精神抖擞 好啊好啊 杀谁 夏子玲 幽怜一顿 可是 她身上 有斜碎 跑得很快 抓不到 夏宝走到无人的小巷子里 她闭上双眸 张开小手 她再快 也不会快过风 只见平地 骤然有一股股小旋风凝聚 呼啸一般 刮过幽怜的耳畔 好像数万只洪水猛兽一般 带着千军万马的雷霆之势 幽怜心中暗惊 她们是水妖 夏宝居然 已经学会驾驭风了 风吹向四面八方 夏宝闭眸青念 无论夏子玲跑到了哪里 只要她还留存在这个世间 能被风吹到的地方 就会留下她的踪迹 忽然 她脑海里闪过树林里 夏子玲奔跑的场景 夏宝儿陡然睁开双眸 被眼泪洗过的眼眸 显得格外冰晶漂亮 找到了 夏宝儿化作一道金光 直飞天际 幽怜紧忙跟上 夏子玲赤着脚 奔跑在幽密的树林里 脚底不知踩到了什么 早已留下一串 滴滴答答的血迹 但她好像察觉不到痛似的 在林子里神情猙獰 横冲直撞 一群飞鸟被她惊得震翅飞走 她逃跑的时候 被趴在房檐上的那个家伙 重重给了一击 现在正觉得剧痛不止 脑海里的声音告诉她 只要杀一个人 吃了对方 她就能好受 可是这样的深山老林 怎么样才能遇到一个人 突然 夏子玲看到不远处 有个乔夫的身影 正被对着她在砍柴 夏子玲煞时露出贪婪的神色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此时她的模样 似鬼非人 乔夫正在砍柴 感到身后 有野兽似的粗喘声靠近 像是野兽 她连忙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小姑娘 衣衫蓝缕头发凌乱 正朝她猛扑过来 因着夏子玲 表情太过可怖 尤其是在这样的老林子里 不知世人是鬼 乔夫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 救命啊 有鬼 夏子玲张开嘴 瞅准乔夫的脖子 正想扑过去 一口咬住 她被脑海中的那个声音操控 竟生出了淡肉饮血的心思 忽然之间 地洞山摇 夏子玲脚下的土地 寸寸裂开 她急杀住脚步 低头查看 就在此时 无数根金线从地底腾起 直接将她束缚 金线带着灼烫般的热议 让夏子玲脑海中的梦魔 发出惨叫 乔夫吓得连滚带爬 赶忙跑了 几个眨眼的瞬息 夏宝欲风而来 她小裙子烈烈飞扬 乌发飘逸 神情冰冷 夏宝小手一挥 金线便猛地收紧 夏子玲体内的梦魔 感到极度不适 她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疼得呲牙嘶吼 与野兽没有分别 夏宝抬了抬小手 一旁一根粗宽的树木 被连根拔起 直接朝夏子玲砸去 夏子玲顿时赶到 自己的五脏六腑 都要碎了一般 她哀嚎不已 怨恨十足 夏宝 你敢杀我 我父王绝对不会放过你 夏宝细细地柳眉下 一双葡萄式的乌黑眼眸 凝着无情 口吻更是带着不拒 你伤我肥宝 还试图谋害我的爹爹和娘亲 我不去找康王的麻烦 已经是我手下留情 你以为我会害怕康王报复吗 夏子玲 这一次我不会再对你心软 你怎么伤我家人分好 我就找你数倍还回来 说着 夏宝伸出小手 掌心中 凝聚出疯刀一般的利刃 她一挥手 那棵巨树刹那间 被分割成几块 四面八方地 砸在了夏子玲身上 最终的一下 直接打得她左手脱臼 夏宝不顾夏子玲的哀好 张开两只小手臂 缓缓悬空 随后深深呼吸 金线便猛地吸附夏子玲身上 梦魔的法力 梦魔感到不妙 操纵着夏子玲的身体 拼命地想要挣脱金线束缚 幽怜躲在一旁的树后 顶着一片叶子看 她帮不上什么忙 夏宝一个人 就可以徒手捏死这一人一魔 夏子玲尖笑 夏宝 你是个妖怪 你会妖术 夏宝粉粉的唇 挑起一个冷笑的弧度 你现在不人不鬼 我们两个人 谁才是妖怪 说着 她小手缓缓攥紧 金线加剧了法力 梦魔感觉到 就算藏在夏子玲的身体里 也快被夏宝撕碎了 而且 这个公主 明显是想吃她的修为 梦魔用尽全力 操纵夏子玲的嘴说道 你要是杀了我 她 也活不成 夏宝半幅空中 收起冷笑 雪白的小脸上 满是灵动神通 犹如无情天道 我来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今天能杀了你 是你们该付出的代价 夏子玲的死活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既然来了 就不怕留下任何线索 你要知道 夏子玲自己跑进了深山里 就算死了 众人也以为是意外 夏宝挥舞小手 只见白皙 透着冰冷的粉 所以梦魔 你听明白了吗 我不仅想要你死 还要让你灰飞烟灭 让你明白 我夏宝的家人 容不得你欺负分好 夏子玲若是死了 那也是她就游自取 我虽偶尔会怜悯他人 但从不滥用同情心 你跟我打感情牌 简直痴心妄想 说着 她没心灵力猛地释放 梦魔根本承受不住 如此强大的灵压 她低估这只锦里妖了 她发起怒来 像是抱着浴室剧坟的很近 一心一意的 只要她死 梦魔破釜沉舟 决定拼死一搏 夏宝忽然留意到 夏子玲的鼻子里 流出浓浓鲜血 她小脸上细眉立刻一皱 夏子玲突然张嘴 喷出一团黑雾 幽莲急忙从树后跑出 直接奔向夏宝 夏宝催声大喊 小心 别过来 然而为时已晚 幽莲已经面色充满杀意 护在了下板身前 她二人立刻被一团黑雾包裹 幽莲只感到 眼前被什么东西遮住了 再一睁开眼 周围景象居然大变 她忽然愣住了 因为她居然回到了 从前和父母生活的 森林水潭边 她的族人 世世代代都居住在此地 因为此处人节地灵 方便修炼 幽莲的父母也是两尾余妖 他们一家三口 最喜欢在月夜时 幻化成人 在水潭上的巨石打坐 这一夜 他们还是像往常一样 在月夜下打坐 但幽莲知道 危险很快就来了 果然 水潭上的瀑布上方 隐约有火光靠近 这是来围捕他们的道士 眼看着惨剧 马上又要再一次在眼前发生 幽莲急忙扑过去 却被一道看不见的屏障 挡在了外围 她拼命拍打屏障 爹 娘 快跑 而石头上的家人 正在闭眸 专心修炼 他们地处深山 平时渺无人烟 临死前也不会想到 居然被一群道士找了过来 突然 一道黄服从天而降 直接贴在了她父亲的额头上 也几乎是同一瞬间 桃木剑刺穿了幽莲父亲的心口 幽莲扑在屏障上流泪嘶吼 不要 她眸中淡淡的血色 一时间变得汹涌身红 之前被夏宝平息下去的邪性 因为目睹族人惨壮 再一次从内心深处被勾起 惨剧在眼前重演 母亲护在她身前 却被道士用捆妖所制服 那时的幽莲修为不够 连法术也使不出来 她眼睁睁地看着父母被道士杀死 族人被道士们用火符逼出水面 逃向四面八方的林子里 而这些道士为了赶尽杀绝 竟然放火烧林 他们是鱼妖最怕火 仿佛只是一眨眼的时间 幽莲的族人死得死 伤得伤 有的修炼了两三百年的 被取出腰单 包皮剖心惨死 他们生活的水潭 一下子变成深红色的血水 幽莲眼睁睁地看着 却无能为力 她看着自己 被道士用绳索套住脖子 在地上拖拽 最后道士们发现 她是个不错的苗子 可以培养 日后做自己的杀人戾气 小幽莲就这样被带走 而水面上漂浮着的 是她的族人 父母 甚至手足兄弟 屏障外的幽莲 看得心内激起冲天的怨恨 她发过誓 要见一个道士 杀一个道士 为报血海深仇 幽莲却根本没注意 身后有一团不起眼的黑雾 伸出了肩钩一样的刺 正对准她的后心 此时 夏宝儿也是站在了 久违的冷宫里 她的娘亲 惠妃 白皙的额头上 破了一条口子 夏宝儿凭着记忆 直到这是她三岁时 发生的事 因她生病发热 看守冷宫的人 不肯为她请太医 惠妃为了救女儿的性命 就跪在冷宫门后 向冷眼旁观的摩摩们求情 谁知 摩摩们并没有怜悯她 反而嫌她吵闹 打开门 拿砖头砸破了她的头 嬷嬷们插腰怒骂 惠主子 尊称你一声平主 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主子了 你都在冷宫里待多少娘了 难道看不明白 皇上根本就已经把你忘了 生死有命 你可别在这里哭好了 哭哭啼啼 真是晦气 惠妃不顾额头上流下的鲜血 抹着泪回到房里 她抱起当时 病得躺在床榻上的夏宝 流泪不止 是母妃没用 母妃保护不了你 夏宝儿在一旁看着 小手趴在一道看不见的屏障上 水蒙的大眼睛里 涌起泪物 跟惠妃相处了这么久 她已经将她当成亲生母亲对待 看见她受苦 自己也于心不忍 此时的惠妃 眉眼中蕴藏一丝灰败 额头上的血色 更显出一缕诡异 她搂着怀中的女儿哭啼 等母妃以后能出去了 母妃就罚她们 全部来给宝赔罪 夏宝儿此时 乌黑的眼眸里 神色一闪 几乎是同一时间 她猛地回身 用法力 直接抓住了想要偷袭的一团黑物 孟魔根本没想到 在她制造的梦境里 这个小锦里 竟然还保持着理智 即便是看到最亲近的亲人受苦 她居然头脑清醒 夏宝儿小手中的金线 死死地抓着她 夏宝儿小脸上 神色冰冷 阿斐哥哥说过 孟魔会盗取人心中最深刻的记忆来重演 并伺机偷袭 你的把戏可以收起来了 因为这绝不是我娘亲 我娘亲说不出乏人的话 她足够善良 你伪装不出来 说着 她伸出小手 给了孟魔重重一击 困着夏宝儿的梦境 直接被打散 夏宝儿看到幽怜倒在地上 她急忙小手一伸 将它捞了起来 粉嫩的指尖 瞬间点住幽怜眉心 而此时此刻 同样被困在梦境中的幽怜 被一股灵力 猛地拽出了孟魔编造的幻境里 孟魔幻化出的分身 正想偷袭 却扑了一个空 幽怜怒火仍然未降 她在夏宝儿手里 嘶吼我要杀了那群道士 夏宝儿小手猛地拉住她 幽怜 你清醒一点 那群伤害你父母和族人的道士 不早就被你吃光了吗 幽怜猛地一顿 是啊 她被抓走的第三个月 就趁他们放松警惕 吃了好几个道士 因此吞了他们的修为 后来她将他们全部生吞火波 她自己也变成了 一个彻彻底底的妖物 幽怜血红色的眼眸 又渐渐变淡 她头一次当着夏宝儿的面 流出串串泪珠 我爹 我娘 幽怜气不成声 扶在夏宝儿肩头 痛哭 夏宝儿抬眸 看着依旧被金线束缚在半空的夏子玲 她一边安抚幽怜 一边口气冷冷 孟魔窃取了我们内心中最深刻的回忆 编造了一场幻境 好偷袭我们 夏宝儿无情的乌黑成澈流离眼眸 透过夏子玲紧盯孟魔 孟魔 你作恶多端 死不足惜 我们本井水不犯河水 可你偏偏要招惹我 你错就错在 不该碰我的记忆 更不应该动我的家人 她朝夏子玲伸出手 刹那间 风起云涌 锋刃像刀子一样 平地卷起 妖力威压 孟魔还不肯服 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向夏宝儿传送自己的灵石 告诉她 自己的过往 原来 三十年前 孟魔是被一群贪财的血士所养 他们利用她 在梦里盗取钱财 甚至杀人取命 孟魔张的血和人命 变得越来越邪恶 且更不受控制 所以 她反噬了 饲养她的那群邪士 最后被一个路过的 厉害的国师所制服 封在宅子最底下 永生永世 不得超生 也不得解脱 夏宝儿猜 这个国师 大概就是阿斐哥哥的师父 太树国师 孟魔将她的经历 传递给夏宝儿时 似是想引起夏宝儿的同情 可惜 夏宝儿小脸上 依旧是无情坚毅 你的过往 我没兴趣了解 我更没有多余的同情心 来可怜你这个 伤害我家人的坏东西 我不负责原谅你 我只知道 你欺负了我的家人 我以牙还牙 并没有错 说完 她再不给孟魔挣扎的机会 灵力大圣 金线吞噬孟魔的法力 刹那间 金光闪烁 孟魔在嚎叫中 化作一缕缕灰烟 消散于天地间 而她的修为 尽数注入了夏宝儿的身体里 孟魔的法力不低 夏宝儿险些消化不了 好在之前 她已有过类似的经历 这次只是皱了皱眉 便渐渐稳住了心神 此时 光芒炸破云层 流泻出一地微光 夏宝儿仰头 看着秋风拂过头顶 远处山上一片 摇动的叶子 仿佛金海 她甜静的小脸上 犹如披抚一层荣光 夏宝儿扶着幽怜离开 留下子灵一个人 躺在昏迷的地上 夏宝儿回去后 哪儿也不去 就陪在肥宝身边 夏宝儿墨心疼女儿 不忍让她总时时刻刻的 蹲在笼子边看肥宝 同时 更感念傲犬的忠勇护主 便让人单独腾出一间空旷的殿雨 给肥宝疗伤居住 有着夏宝儿的灵力帮池 再加上皇上重视 工人的贴心照顾 肥宝断了的前肢 随着时间的流逝 自己好得差不多了 又能在阳光下 追逐着夏宝儿玩乐 而夏子灵 被夏宝儿打断了三条肋骨 竟然还能爬出密林 当她出现在城门口的时候 浑身的狼狈和模样 差点把一个挑着扁单的老婆吓倒 夏子灵身受重伤 自然也记得自己 做什么食恶不赦的事 但是她被抓到夏宝儿面前时 大声斥责夏宝是妖怪 还操控了她的心神 让她变成了一个妖物 夏宝儿端坐龙椅 拼盐 冷眉皱出许多不悦和不耐烦 她冷笑 赤声 正看你被附身是不假 走火入魔也是真 事到如今还在满口污蔑宝 当真病得不轻 夏宝儿没了耐性 挥手换来侍卫 把她拖下去 三日后五门斩首 当众处死 夏子灵死到临头 游自愤慨 您凭什么刺死我 我父王 是您弟弟啊 夏宝儿像是听到了 耐人寻味的话一般 惊奇地挑了挑眉头 夏子灵 你脖子上长得 若是个脑袋 就该听说过 郑国王的一些事迹 难道你父王没告诉过你 郑在登基前 杀了三个皇帝 手足对郑来说 是多余的东西 惹恼了郑 该杀也不会含糊 夏子灵还欲在 争辩 却冷不防心口一痛 再一低头 竟是一把玉剑 刺穿了身体 她抬起头 瞳孔闪烁 不多时 就倒在了血泊里 夏宝儿丢开玉剑 闲勿的不再看一眼 伤宝儿的心 早该死了一次 若不是宝儿求情 还能留你活到今时 她摆摆手 拖下去 随便埋了 德权公公上前 拱手询问 陛下 那康王爷那处 如何告知桑迅 桑迅 夏宝儿吃笑 是喜事才对 这么一个不孝女 试图谋害妃嫔 更想刺杀朕 康王有几个脑袋 敢为了女儿再说情 杀朕等同于谋逆 现在朕不计较她的罪过 只将夏子凌处死 已经是格外开 夏子凌在忧城伤人无数 手上犯下的人命 也有五条之多 留着她 才是败坏天天威名 德权公公心领神会 奴才晓得了 这就去办 等等 夏洪莫叫住她 她思索片刻 改口道 将夏子凌的遗体 送去忧城 给那些被她迫害过的家庭处置 这是她欠别人的债 就算死了 也要让那些苦主人人 拓上一口 才算解恨 至于康王 剥夺王权 贬为庶人 她若是接受不了 再送一瓶酒酒 死得干脆利落 德权公公领命 转身退下 此时此刻 皇后宫中 紫玉脚步匆忙 从外先连走入 在皇后耳边低声说道 娘娘 大公主府上 刚刚派人进宫 称近日大公主运中 平平不适 皇后正在为下板挑声尘礼 听到紫玉秉奏的是 心头一惊 都快五个月了 怎么突然不舒服 拿本宫的令牌 去太医院请张太医 再带一位医女前去查看吧 紫玉匆匆转身去办 谁知 恰好碰上 德飞带着宫女来见皇后 紫玉朝德飞忙行礼 便急忙去太医院 请太医去了 德飞看着她的背影 还有些纳闷 皇后娘娘 紫玉脚下跑得生风 做什么去了 皇后便将大公主运中 不是的是说了 德飞落座后 感慨一声 大公主是个命苦的 小小年纪没了娘 虽有陛下和皇后娘娘体恤 但又遇到一个 不是良人的坏货 现在好不容易稳定了 有了身孕 却身体不适 她叹口气 想起此行目的 便道 皇后娘娘 臣妾其实是为了一件事来 德飞还没说完 皇后便笑着接话 可是为了板儿的生辰 小公主下板儿 要过七岁的生辰了 德飞有些讶异 您都知道了 正是此事 臣妾想请您帮忙拿个主意 送宝什么好 去年她生辰 臣妾送了一尊半人高的翡翠雕 天下新奇的玩意 几乎都被我们网罗来了 这次宝过生 臣妾实在不知送她什么 想送更贵重的 但惠妃那性子 您也清楚 花的不是她的钱 可她打心眼里 为咱们想着省银子 宝七岁了 按臣妾想的 怎么也不能潦草办了 皇后也正有此意 本宫确实有个想法 但此事不能让惠妃先知晓 否则 她定要劝阻了 德飞连忙凑过去倾听 于是 皇后和德飞两个人 议论到傍晚才散去 而他们口中 即将过生的小兽星 正翘着白嫩嫩的小脚丫 坐在软垫子上 肥宝乖巧地吐着大舌头 坐在她面前摇尾巴 小家伙伸着小白手 给肥宝扎了一个冲天便 玩得不亦乐乎 丝毫不知道 此时此刻 大公主府内 夏启悦疼得额头起了一层细汗 夏启悦靠在软垫上 肃白的手腕正伸着 给宫中赶来的张太一把脉 张太一行医多年 惊艳老道 这时 他抚须沉吟 眉头微微皱着 大驸马段书庵 在旁边焦急等待 张太一刚收回手 他忙问 张太一 请问我娘子的病情怎么样了 从有孕三个月开始 他就隔三差五腹痛 我们请的京城中 有名望的郎中来了 也摸不出脉象有什么不对 最近这个腹痛更是剧烈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夏启悦手放在龙齐的小腹上 面色苍白的追问 是啊 太一 我除了腹痛 也没有别的症状了 莫不是孩子有什么事 张太一道 若是滑胎脉象 便会有些虚浮滑坛 但公主脉象并不似这般 脉象在微臣看来 只是有些身体底子虚弱 微臣开一些安眠养胎的方子 大公主每日肩服 再观察几日看看 夏启悦和段书庵对视了一眼 都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有劳太一 他摸着小腹 心中祈祷 可千万别让孩子有事才好 夏子凌的事过去两日 大家都已知情 这个不讲礼数 目中无人的丰宁郡主 终于被处置了 一些被他欺负过的人 都在暗地里拍手称快 夏宝尔真日晨起得迟了 公主车架飞也是的 抵达国学府时 已经晚了半个时辰 小家伙连宴好地来 填饱肚子的两个肉包子也没拿 抱着小书楼 迈着小腿哒哒跑进学府里去 虽然向夫子承认了错误 可是坐在课堂里没过多久 小肚子就饿得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夏宝小手按着肚子 粉唇嚼起 可怜兮兮地扑扇着长睫毛 好饿啊 夫子在上面知乎折野 夏宝在底下 白嫩小手伸向自己装灵嘴的小药包里掏了掏 摸到浑原的什么 掏出来一瞧 竟然是上次周俊楚给的冬枣 已经五六天过去了 冬枣青色的皮 呈现出一种棕黄 看起来不太好吃了 但夏宝的小肚子 再一次发出咕噜噜的动静 他小舌头舔了甜嘴唇 干脆悄悄低头 一口咬下 清脆的枣子肉 带着甜滋滋的甜汁 刹那间充满口中 好甜啊 夏宝满足地瞇了谜大眼眸 又跟着咬了一口 两口 突然 他感到下池有什么东西猛地松动 紧接着就空了 小家伙瞪大了眼睛 艰难地咽了两下口水 他用舌尖顶了顶自己的某个牙齿部位 那里 空空如也 随后 夏宝吻了蚊口中的枣子肉 往自己白嫩粉红的手掌心中 吐出了一颗洁白的小牙齿 夏宝恋艳的水眸里 顿时染上一层惊慌 小牙齿 掉了 上次娘亲说什么来着 掉牙 是长大 夏宝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一时间 小家伙脸上满是无措 剩下的枣子 在清脆香甜 他也食之无味 中午用膳时分 顾学宇想带夏宝一起去吃饭 谁知 小家伙趴在桌子上 有气无力地摆摆手 顾学宇见他兴致不高 盲关怀询问 宝 怎么了 你有心事吗 夏宝抬起头 圆白的小脸上 带着困惑 学宇姐姐 你掉过牙吗 顾学宇一正 玄机笑了笑 当然 我已经掉了许多了 夏宝难为情地张开嘴 给顾学宇看自己缺了一颗的下牙 他乌蒙蒙的眼里 像是受了委屈似的 惹人怜爱 我现在讲话 是不是很难看啊 我少了一颗牙 顾学宇眼唇轻轻笑道 宝 你当然不会难看 这个牙掉了 还会再长起来的 不过你要是不吃饭 就长得不快哦 真的吗 夏宝眼眸中 立即重新换彩晶莹 当然 你瞧我的 之前也掉过 现在都长出来了 有了顾学宇的安慰 夏宝总算松了一口气 顾学宇拉着夏宝的小手 牵着他去用膳 一直到放学 夏宝都没再想自己掉了牙齿的事 可他刚抱着书楼 就快要走到学府门口时 却被人拦住去路 薛少插腰 眉目张扬 公主殿下 你最近可有闲暇时间 我俩再来比试一场如何 夏宝诺诺的低声 不要 我不想 他惦记着自己掉牙的事 想赶紧回宫告诉娘亲 谁知 薛少不依不饶 挡住他的去路 就比试一次吧 我勤学苦练 绝不会再输给你 夏宝往左 他便在左边站着 他去右 薛少又挡在右边 太可恶了 夏宝小粉全攥了攥 他奶胸的怒斥 说了不要 我没时间啊 你还不让开 薛少忽然一愣 你 你的牙 夏宝小脸上惊慌失措 他小手无嘴 赶忙低下头 就连耳朵根 都泛着秀愤的红 薛少反应过来 彭腹大笑 你真是个没断奶的小孩 现在才开始掉牙 夏宝抬起头 凶凶地垫着小脚 努力赶上薛少的身高 你笑森默 他开始说话漏风了 夏宝背齿咬唇 愤愤难平 初秋的日光下 夏宝雪敷红唇 漂亮可爱 像雌娃娃一样的 白嫩小脸上 满是气鼓鼓的神情 薛少太喜欢他 这副被欺负 又乃凶可怜的模样了 他顿时起了捉弄的心思 薛少暴毙 煞有其事地道 不过你掉牙了 要是长不出来 就不得了咯 你胡说 夏宝捏着自己的小拳头 雪鱼姐姐说了 会长出来的 那只是他安慰你 我家就有个家仆 小时候牙齿掉了 没长出来 说话都是阿巴阿巴的 夏宝大惊失色 圆圆乌黑的眼眸里 满是惊慌 薛少忍着笑 一本正经地告诉他 听说长不出来牙 看郎中和太医都不管用 不过 我有一个长牙的秘方 你要是答应跟我比试一场 我就告诉你 不然 你就一辈子 都是个没牙齿的小姑娘 会被人取笑的 夏宝更为生气 看见薛少幸灾乐祸的模样 他气鼓鼓地发出一声 重重的哼 随后 小身子直接撞开薛少 飞快地哒哒 朝外跑去 薛少在他身后 唉唉地唤了几声 夏宝都没回头 一溜烟跑了没影 回宫的马车上 夏宝全缩在角落里 一句话也不说 像个可怜的小粉团子 燕好担忧极了 公主 您怎么了 薛府里有人欺负您了 夏宝默默摇头 燕好转念一想 也对 小公主聪慧过人 怎么会被人欺负 他又问 那是遇到夫子布置了难题 夏宝还是摇头 不管燕好怎么说 甚至提议去买唐人 小家伙都靠在角落里 不言不语 平时听到吃糖 就露出的兴奋目光 这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底怎么了呢 回到宫里 夏宝没有回腐化店 反而直接钻进了 肥宝珠的店鱼里 燕好担忧之下 忙去通病给惠妃知晓此事 而夏宝将自己关在门内 他爬上小凳子 对着雕花飞蓝黄铜镜 轻轻张开小嘴 从前原本该有牙的位置 空空如也 稍稍吸气 就有凉风穿过 他小眉毛皱出一个哀愁的弧度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连连叹气 肥宝不知小主人在干什么 就蹲在一旁 学着夏宝的样子 张着嘴哈吃哈吃呼气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夏宝微微凝神聚气 掌心中腾起湛蓝色的灵力法术 想要帮自己 把牙重新长出来 但是尝试两三次 竟都失败了 难道 真如薛少所说 有的人掉了牙以后 是长不出来的 夏宝顿时偷偷掉了 几滴金贵的泪珠子 转身搭搭往床榻上一躺 藏进被子里伤心去了 到了晚上 夏宝的心情不佳 已经惊动了夏宝莫 他赶到的时候 夏宝卷着被子 把自己裹成了一条毛毛虫 惠妃坐在床榻边 温柔细语地说了好久的话 小家伙不是点头就是摇头 总之就是不肯讲话 夏宝莫心头一紧 来 宝 给爹爹看看 他伸手 将夏宝的小胳膊 从被子里拉出来 白白嫩嫩的小偶臂 没有伤痕 不是受伤了 脸上神色也不苍白 应该也不是病了 但小家伙之前明亮闪烁的眼眸里 此刻只有兴致缺缺的灰暗 夏宝莫了解女儿 猜到夏宝定是心情不好 夏宝莫耐心哄道 宝 爹爹带你去看星星 好不好 夏宝摇了摇小脑瓜 蔡大厨新学会了一道点心 让他做给你吃 小家伙还是摇了摇头 不仅如此 他还拧着小屁股 把自己缩进了被子里 夏宝莫担忧醋眉 他走向一旁 询问燕好 今日在学府内 可有人欺负过公主了 还是谁给了公主气寿 燕好忙说没有 奴婢后来 又去国学府问了一遍留夫子 都说公主殿下去上课以后 就没有什么异样不对 没跟同窗吵架 更没有哭和生气 会非叹气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小的孩子 会有什么心事 燕好思来想去 突然大惊 难道小公主是被什么脏东西给惊了 奴婢小时候 在村子里就有这样的说法 小孩子若是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就会害怕生病 兴许是因为这个 夏宝莫拧眉 那还等什么 去请小国师过来 宝儿若是真的碰到脏东西了 算得万一倒大眉 也不看看咱们宫中 藏着一位什么能人 燕好急匆匆地转身出去 不多时 公鱼匪着一身对筋宽跑 踏入殿内 他朝皇上和惠妃请过安 淡薄的目光 便略像床榻上的小人 下板听说公鱼匪来了 从被子里探出一双水光 澄澈的大眼睛 正眨巴眨巴地瞧着他 夏宏莫连忙让公鱼匪去看看 宝儿打下学回来 不吃不喝不说话 小国师瞅瞅 是被什么脏东西跟上了不成 若真的是 即刻给朕打的他 灰飞烟灭 不得超生 公鱼匪打亮下板一眼 他拱手对皇上和惠妃道 请陛下和娘娘先行出去 带我仔细查看一二 夏宏莫便领着 面色担忧的惠妃出去了 待殿内只剩下公鱼匪和下板后 公鱼匪慢慢坐在了床檐边 他垂下淡截 轻问 宝 遇到什么委屈了 可以同我说 三界之内 我能为你做主 不知为何 面对公鱼匪 下板渐渐地 眼泪汪汪 两颗大葡萄式的乌黑眼眸里 蓄起了泪水 他小声地哭 跟公鱼匪抽气道 阿斐哥哥 我可能要玩鸟 公鱼匪见他这般 不由得面色一肃 如临大敌 何事哭成这样 我的牙 它掉了 薛少哥哥说 有可能长不起来鸟 我见过没有牙的老嬷嬷 他们说话 都是阿巴巴的 说完 小家伙滋牙 给公鱼匪看他的惨状 只见原本是一排 整齐可爱的小牙齿 如今缺席了一颗 下板眼泪如同珍珠般 速速滚落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又怕外头的爹爹和娘亲听见 所以刻意压低了哭声 像一只受气包小猫 他小手揉眼 可怜至极 阿斐哥哥 等我牙掉光了 我很快就没办法跟你说话了 以后我会好好练字 争取每日都给你写一封信 说到这里 夏宝伸出小手手 抓住公鱼匪的衣袖 你也记得每天都要回一封啊 公鱼匪听到这里 已是哭笑不得 他薄唇倾牵起一个慢笑的弧度 宝 原来就是因为这件事 夏宝点点头 阿斐哥哥 你坏 宝儿的牙齿掉了 你还笑 公鱼匪伸出手指 替他开去面上泪痕 牙齿会长出来的 等你换完牙 就从小孩变成小姑娘了 夏宝的哭声一顿 他大眼睛扑闪扑闪 真的吗 你没骗我 可是薛绍哥哥说 不等他说完 公鱼匪淡淡打断 他在撒谎 是故意作弄你 夏宝反应过来 澄澈精亮的眼眸望着公鱼匪 是的 阿斐哥哥从来不骗他 一定是薛绍那个坏蛋 戏弄他好玩呢 想到这里 夏宝儿捏起小小的拳头 薛绍哥哥太坏了 说完 夏宝儿还跟着打了一个哭嗝 公鱼匪倾笑 宝儿不必生气 你已经掌握了梦魔的法术 有的是办法不动声色地捉弄他 以后我可以教你 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陛下和惠妃娘娘 都很为你担忧 正等在门外 夏宝儿想起 自己方才不言不语 小脸上满是忧伤 好吧 宝不该让爹爹和娘亲担心 阿斐哥哥 你帮我把他们叫进来吧 公鱼匪点头 他伸手摸了摸夏宝儿毛茸茸的发顶 宝儿如此听话 我答应你 明日你去学府时 一定能看到薛绍出球 今夜就先开心起来 好吗 夏宝儿眼中一亮 连点两下小脑瓜 公鱼匪打开门 夏宝儿伸着耳朵贴在门框上 险些摔进门内 奈何刚刚什么也没听见 但夏宝儿见夏宝儿 差点摔跤 扑哧甜甜一笑 爹爹 好笨啊 夏宝儿莫茸跑过去 乖宝 你总算肯说话了 要吓坏爹爹了 看来 小国师 驱鬼成功了 公鱼匪淡道 陛下 并非什么亡两作祟 具体缘由 让公主告诉您吧 说着 公鱼匪拱手告辞 转身离去 他还有别的事要做 回到观仓海的公鱼匪 坐在矮榻上打坐 室内没有点灯 唯有一地月光 照出淡蓝色的清幽之意 公鱼匪微合谋 只见凌空点画 一道符咒凭空出现 公鱼匪运气推动 挥掌顶去一息凌厉 刹那间 符咒像是长了眼一般 猛地飞出半场的窗子 直奔京城中的薛绍府中 此刻 薛绍正躺在床榻上 昏昏欲睡 那张无形的金服 悄无声息地贴在了他的脑顶 直至融入身体内 薛绍全然无觉 只觉得脑门忽然痒痒的 他伸手挠了两下 便没在意 当下饱出了一口气以后 公鱼匪正想继续打坐入定 谁知 闭上的眼中 竟看见天地日月 斗转调换 公鱼匪 也被直接卷入了虚空之中 他只是环顾了一圈 便知道 他又被师父太数真人 拽进了幻境内 脚下万千星辰 树道银河缓缓移动 周围黑夜绵延万里 孤月遥远又清冷地 悬在远方的空中 散着永恒的光芒 而太数真人 浮在一团金灰内 正垂着无情又僻腻的眼眸 看着公鱼匪 公鱼匪身姿轻烈 不卑不亢 他拱手 淡淡道 师父 有何吩咐 太数真人神情严肃 花白的胡子 更衬出几分先锋道骨 阿匪 你还要荒唐到什么时候 为师曾告诫过你 你修习的法术 只能用来帮助世人 现如今 你却去捉弄凡人 为了一条锦里腰 你当真想要前功尽弃吗 公鱼匪微微仰头 看着这个无上神明转世的 太数真人的幻影 他薄淡色的眉眼里 橙黄色尤其耀眼 只听公鱼匪不及不造地道 师父 我依旧在护着世间万民 一草一木 一花一树 我没有无视任何一个 渺小生命的脆弱 现如今 只不过是因为饱受了委屈 我替他无伤大雅地 捉弄了那个欺负他的人 为何这就会使得 我的修为前功尽弃 我不明白 更有一言 倒是想反问师父 下榜就算作为锦里腰 可他纯善 充满良知 北斗大汉 他诚心其语 发生山红 他第一时间解救百姓 在北斗他所留下的功德 早已不计其数 何况去北斗的途中 他还与我一起 制服了兴风作浪的两个水妖 你神目一眼 便可观世间众生顺息 为何这些他做下的好事 师父仿佛从不曾听闻和知晓 为什么一定要揪着宝石妖这件事 来阻碍弟子和他来往 太树真人怒目而逝 神奇灵溪施压而来 犹如十万座大山 骑压在公鱼匪的肩上 他却根本不躬身 不屈膝 不弯腰 身上的悬袍凛冽飞扬 定定地站在星河之上 神情坚毅 太树真人怒斥 倘若他是你的杰树 你也要固执己见 不肯悬崖勒马 回头是岸 公鱼匪宁谋晨曦 宝是我最真实的存在 如果天地一定要他做我的杰树 我不去应劫 如何配得上称神 我若因害怕躲避 又怎么算的 尚是无上生命 是劫我硬了 但他是我的岸 我不需要回头 太树真人的表情在看不清晰 他的声音充满无情 你执迷不悟 那我就让你看看 你纵容他的后果是什么 公鱼匪的脚下万千星辰 忽然变成连绵深邃的海水 天上月色陡转 变成一片乌云密布 沉沉下压的天空 云层中有紫色闪电 蜿蜒劈开宝雾 大海上浪潮翻滚 汹涌至极 公鱼匪转身 便能看到 海面上方悬浮着的那个姑娘 那是已经长大的夏宝 约莫十三岁上下 身姿出落得窈窕 眉眼精致漂亮 顾盼妩媚又清冷 跟公鱼匪那夜看见了 一模一样 只是现如今 他的眼眸中流淌着无情之色 更是仰着头 不知跟谁在说话 你们若敢这么做 我就掀了北海 海水吞噬江城 生灵涂炭是我的错 但我即便堕魔 也要你们后悔今日所为 他说完 云层中便又一道道金光 朝下板兜头披来 他素白的指尖轻轻一挥 金光便自动在空中瓦解 他早已灵力大掌 是雄聚一方的水妖 非等闲的人 根本奈何不了他 夏宝伸展双臂 刹那间风云变幻 一道道水龙卷风 从海面直直升起 滔天巨浪 骤然高出十几米的大浪 而不远处的百姓们 在岸上看到浪水如同高墙 下得四散而逃 夏宝指尖缓缓攥紧 他水灵柔润的眼眸 像是刚刚哭过 泛着星红色 他被齿咬唇 一字一句地说出 别让我恨你们 夏宝又说了什么 宫与匪却听不见了 泰树真人挥秀 收走了幻境 沧海变作桑田 星河道转 又变回之前的万里长夜 永恒孤月 泰树真人道 你看见了 到那时的夏宝 已是修为强大 不可小觑的水妖了 他体内的妖单和高僧舍利重合 为他修住了不死不僵之身 现在他做善事 是因为妖性没有被激发 假以时日 他若生了邪性 定让世人生灵涂炭 日月无光 宫与匪静静听完 面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他却问道 师父 那时我在何处 泰树真人一顿 没开口回答 宫与匪抬眸 眼中光泽流转 若是我在 定会劝祖宝 他不会这么做 我相信他 泰树真人半天没言语 到最后 无奈又气恼地叹气 赤儿 天道轮回 有自己的运行规则 岂会因为你的一己之见 为你偏爱谁人 阿匪 但愿你永远不后悔 宫与匪拱手 深深攻深 我不要天道理解 我会努力修行 宠护着宝 天道的是压下来 我替他顶着 多谢师父 尊尊教会 弟子不会放弃修行 更明心见性 宝是纯真善良的好妖 护着他 我永不后悔 泰树真人再没说话 只见星和日月 齐齐流淌 眨眼间 宫与匪已经离开了幻境 他重新睁开眼眸 此时窗外 日光细微 东方升起白日的清光 想到幻境内 宝站在海面上 那视死如归的 红通通的双眸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宫与匪撑窗 看着寂静的庭院 皱眉深思 薛扶此刻 爷的头发呢 一声尖叫咆哮 从薛少的房内传出 薛少一大早起来 贴身小丝瞪着眼睛 看着他发呆 少爷 你你你 你怎么秃了 薛少一愣 转身就跑到镜子前 左右一看 或 镜子里那么大一个光秃秃的 赠光瓦亮的脑门 竟然是他的 薛少难以置信 他往左扭头 镜子里的那个鲁蛋 也如此照做 爷的头发呢 头发哪儿去了 薛少崩溃大吼 他的事情 惊动了薛家老太爷 当薛少光着脑袋 站在薛老太爷面前时 老爷子将近七十了 上过战场 杀过无数敌人 平时不苟言笑 但看见薛少见眉心目 却顶个秃脑瓜时 老爷子府长 哈哈大笑起来 少儿这般 更显精神了 倒是有我薛家军 绝不拖泥带水的风采 薛老爷子的儿媳 薛夫人心疼万分 他拉着薛少的手 来回看他的脑袋 怎么回事呀 一夜之间就头发都没了 薛大人扭头 看向薛少的贴身小丝 你们夜里都守在门口 就没听到什么动静 小丝都快哭出来了 连连说自己不知情 半夜的时候 小的还进屋 给少爷茶壶里加水 也没看见有什么不对呀 薛少咬牙切齿 难道你的意思是 大半夜的 也还会自己把这头发剔了 他大哥薛温 听说薛少一夜之间 头发不翼而飞 专程过来看看 一进门 就笑得前仰后合 二弟呀二弟 你也会有今天 薛少怒瞪他一眼 薛温眉眼温和 笑得合不拢嘴 曾听说 从前有的人家 也发生过这般稀奇古怪的事 好像是叫鬼剃头 小丝盲道 不对 小的曾听懒娘说过 鬼剃头还得留点头发呢 没有二少爷这么一干二净的 薛温和薛老爷子 更是大笑连连 薛大人原本也想跟着笑 奈何薛夫人心疼儿子 暗中宁了他一把 薛大人只好清了清嗓 好了 刚才也安排郎中来看过了 瞧不出个什么原因 开了两副药 少儿先吃着 头发会再长出来的 也不要过多担心了 薛夫人眼眶却红了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这么多头发不见 你不心疼 我还心疼儿子 说着 他转身叫来丫鬟 说今日要去山里上香 给菩萨们说说这件事 薛少一气之下 干脆今日也不去学府了 直接跑去练武场 打了一套 烈烈生风的拳 而此时宫内 夏宝才被夏洪墨 从床榻中抱起来 小家伙昨晚已经软软诺诺的 给自家爹爹和娘亲 解释了伤心欲绝的原因 谁知 夏洪墨听后 大笑不已 他搂着夏宝告诉他 爹爹小时候 跟你一样爱吃糖 一口牙都黑乎乎的 那会你皇奶奶着急 哥哥弟弟们都笑话我 但爹爹就是不在意 没过多久 牙就长出来了 当然 他没告诉夏宝 那些笑话 他最狠的皇兄皇帝 都被他慢慢杀了 惠妃在庞安府留校 宝 娘亲跟你说过 牙齿掉了 就是在长大了 你很快要变成大姑娘了 有了父母的安慰 夏宝心情愉悦不少 早上起来的时候 大眼睛成彻晶莹 小鼻尖粉嫩可爱 他伸着小手 抱着夏宝莫的脖子 皇上正极有耐心地 为他一口口喂小鹿包吃 此时 燕好进来禀道 陛下娘娘 大公主府上派人进宫 说是想请咱们小公主 陪着一起去山上进香 夏宝莫挑眉 又不是什么结识 这会上香做什么 惠妃便道 前阵子听皇后娘娘说过 大公主自打有孕以后 一直精神不济 偶感腹痛 就连宫中的张太一去了 也没诊出为一二 恐怕是想去庙里求平安 夏宝儿听见 立即抬起小脑袋 懦懦地喊 大姐姐病了 那宝儿要去看她 夏宝莫看了看外头的天色 远处天际 有阴云卷着秋风 即将要来了 很有可能会落雨 她不舍得夏宝儿去山上折腾 就说 有近神 何必求纳远佛 把启悦传进宫里来 有什么想要的 都跟小国师说 燕好扑吃一笑 惠妃也跟着眼纯 柔柔解释 陛下 女子怀孕 自然是要拜宋子观音 小国师虽为天人 但到底是个男二身 夏宝莫听到这里 皱起眉头 这么麻烦啊 夏宝儿在她怀中扭着小身子 小手拽了拽夏宝莫的衣领 爹爹 姐姐病了 宝儿想去看她 求求你鸟 天底下最好 最英明神武的好爹爹 架不住夏宝儿的萌娃公事 夏宝莫最终点点头 燕好跟着 若是下雨了 就抱着小公主躲雨 秋雨后凉得很 再多带一件披风 惠妃又在夏宝儿的小腰包里 放上了几块点心 她温柔叮嘱 宝乖 记得和你大姐姐分享 替娘亲也问句好 夏宝儿穿戴整齐 一群月牙白 乌黑的发际间 坠着一颗颗小珍珠 她看起来圆润可爱 像个年华娃娃般 明眸善赖 娘亲喋喋放心 宝儿晚上就回来 说着 她牵着燕好的手 搭搭往外走去 应着是跟大公主出行 夏宝儿就没让燕好 叫上一大群侍卫 只喊了四个敬畏随行 避免劳师动众 反而引起百姓们 不好的言论 当夏宝儿见到夏启月时 她正趴在马车的小窗子上 夏启月被段书安扶着走了出来 那高高隆起的腹部 像是快压垮 这个瘦弱的女人了一般 夏宝儿顿时支起小身子 小手乱摆 大姐姐 夏启月抬起头 面色虚弱苍白 但还是勉强朝夏宝儿笑得温和 段书安将她送到了马车上 夏启月仿佛走路都费劲 一直在重重喘息 夏宝儿看着 忍不住宁起小眉毛 姐姐 有约好辛苦啊 夏启月笑说 是啊宝 这一阵子 姐姐遭罪不少 但是一想到腹中的孩子 就觉得什么都值得了 段书安在门口跟着道 宝儿妹妹 我今日要去拜访一位 已经退隐的名医 看看她愿不愿意出山 为启月整治 今日陪她上山的事 就有劳你了 等你们下山回来 我准备一桌真修佳肴 犒劳你 好吗 夏宝儿小身板 立即直挺挺起来 大姐夫你放心 交给我吧 段书安放下车帘 夏宝儿的马车 缓缓向前行驶 但马车看不见了 她才提着礼品 去拜访传说中退隐的名医 车内 夏宝儿歪头 好奇地看着夏启月的肚子 就像小山一样高的肚肚里 真的有一个宝宝吗 夏启月靠着软垫 看见妹妹好奇探究的目光 她笑了笑 伸出手握着夏宝儿的小手 轻轻放在了自己肚子上 宝儿摸摸看 能不能感受到 这里有个小宝贝 夏宝儿软软的五个指头张开 瞪大兴起的眼眸感受 她能察觉到宝宝的气息 可是 比最开始她没去北斗之前 摸到的 更弱了 夏宝儿皱起小眉头 很湿不解 难道所有宝宝的气息 都会这么弱 再看姐姐夏启月的面色 苍白无力 嘴唇泛着乌青 夏宝儿不懂怀孩子 到底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她小手脱腮 趴在车厢上 晃着小脚丫说了一句 姐姐 你的宝宝好辛苦 她肯定不舒服 夏启月叹了口气 是啊 最近姐姐总觉得肚子疼 相信也是因为宝宝难受 所以 这次姐姐 去拜宋子观音 叫上宝 因为宝是姐姐的小福星 但愿老天保佑 孩子一定没事 夏宝儿两只小手 紧紧地捧住 夏启月的瘦弱的手掌 她大大的眼睛里 灵气流动 说得诚恳 姐姐 你的宝宝 一定会平安搭 夏宝儿说完这句话 就看见像往常 她祝福别人一样 周围突然有淡淡的 金色光芒出现 像空中翻滚的四线般 他们缓缓地 要将夏启月包裹起来 只要进入夏启月的身体 那么锦里的祝福 一定会成真 可是 一想不到的是发生了 金线碰到夏启月的肚子 就好像被一层屏障 挡开了一般 刹那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祝福失效了 怎么会啊 夏宝儿自从获得人身以来 还从未遇到过失败的情况 难道宝宝真的要出事 上山的马车 行驶得平稳缓慢 夏宝儿就慢慢地感到困了 她趴在夏启月身边 小手一直护着她的肚子 就这样 进入了一个梦乡 梦里 一个威严苍脉的声音 跟夏宝儿说话 口吻像是含着警告 你违背天道 替断说安启月断腿痊愈 然 万物都有因果轮回 你强行破坏因果 夏启月夫妇 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孩子 留不住 夏宝儿站在一片黑暗里 她惊慌仰头 来回寻找声音的来源 小乃音懦懦地喊 你是谁啊 老伯伯 然而 这个声音却没再开口 她被一阵突然的嘈杂声 和马车剧烈地晃动惊醒 醒来时 姐姐夏启月 发出惊慌失措的尖叫 外头传来马匹受惊的四名声 侍卫们大声道 有山贼 保护公主 燕好急忙抱着夏宝儿在怀里 生怕她撞到头 夏启月急忙问 宝儿 没事吧 有没有磕着哪里 夏宝儿在咽好的怀里连连摇头 姐姐 我没事 外面不知来了多少山匪 朝着马车 搜搜射箭 旁边不远处 似是还有一辆马车 夏宝儿隐约听到了女子的惊慌呼救声 夏宝儿微微屏息凝神 闭上眼眸 用零食查探周围 所感应到的 外头的山匪 竟然有16个之多 他们像是有备而来 带着足够的见识 忽然 夏宝儿的灵石看到 他们的马车后方 有一个山匪举着弓箭 对准了马车的车窗 他急忙大喊 姐姐 趴下 夏启月急急俯身 几乎是同一时间 搜的一声剑簇射来 穿过窗子 订入车厢木板内 若是夏启月动作再慢一点 就会被剑刺穿肩胛骨 咽好大惊 大公主 夏启月方才 不小心撞击到了肚子 此刻疼得厉害 侍卫在外先连 公主 情况危急 请下马车 属下们掩护你们先行离开 夏启月动了一下 却觉得身上更加剧痛猛烈 她伸至自己的身体 动弹不得 夏启月推了燕好一把 快 带着板 先走 别管我 下板顿时急了 姐姐 我不走 我不要留你一个人在这里 燕好更是泪花涌出眼眶 大公主 奴婢扶着您起来 谁知 燕好的手 还来不及碰到夏启月 马车就又是一个剧烈的晃动 夏启月更疼得嘶嘶抽气 她知道 自己走不掉了 夏启月死死抓着燕好的手 一向软弱的她 却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 燕好 这种情况下 容不得你糊涂 我和宝儿 你至少要保住一个 现在你就带宝儿离开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走 她最后用全部力气 将燕好推出车厢 燕好抱着夏宝儿 滚落在地 被侍卫连忙扶起 夏宝儿在燕好怀中挣扎 燕好姐姐 放开我 我要留在姐姐身边 她不怕山匪 她也能保护得了姐姐 但是在燕好眼里 夏宝儿只是个小女娃 而且性命金贵 大公主说得对 现在她必须要保住小公主的命 这群山匪无非是药材 等一会她安顿好了小公主 再回来接下启月 两个侍卫掩护着燕好 转身就跑 剩下两个留下死痘 保护大公主 夏宝儿眼睁睁看着 他们的马车越来越远 而且 他们车后还有一辆 克斯包裹的马车 有一个贵妇人被山匪粗鲁地 拖了出来 他们直接抓走了 他脖子上的翡翠项链 夏宝儿伸出小手 宁气俱立 正要卷风平地起 给这群山贼重重一击时 燕好却抱着他 钻入了林子 他看不见马车那边的形势了 夏宝儿情急之下 小手一挥 两个侍卫和燕好 忽然感到脑袋一晕 纷纷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哪怕是晕了 燕好还紧抓着 夏宝儿的小胳膊 这让小人儿从他怀里爬出来 着实费了一点力气 等脱离燕好的怀抱 夏宝儿忙不迭地迈着小腿 飞也是地往回跑 然而 他没等跑几步 居然跟一个追过来的山匪 撞了个正对面 那个山匪满脸横肉 手提大刀 看见白嫩娇软的夏宝儿时 他眼里爆发出贪婪的目光 哟 老子发现什么了 小女娃 你怎么一个人啊 刚刚抱着你逃跑的奴仆呢 他边说 浑厚大手边向夏宝儿抓来 夏宝儿脸上没有精锯 白白的小圆脸上 满是镇定 他炯炯有神的双眸 波光流转 像一对上好的黑钥匙 只听他声音软糯地问 你的愿望是什么 山贼的手一顿 他盯着夏宝儿的眼睛 只觉得里头好像有漩涡 会将人吸进去一样 鬼使神差的 他喃喃自语说 有好多美人 美酒 大口吃肉 喝酒 花不完的钱 夏宝儿粉唇微动 不 你的愿望是 拿起刀 抹了自己的脖子 山贼感到 思维此刻无比混沌 他缓缓低头 看着手上尖锐的刀锋 耳边似乎一直有个声音 在蛊惑他 拿起刀 杀了自己 这样 就会进入地府 花不完的钱 享受不尽的美酒佳肴 山贼缓缓把刀提起来 放在了自己的脖梗边 对 你说的没错 他眼神直愣愣的 只有死 才能完成愿望 夏宝儿小脚退后一步 眼色中 翻滚的冷艳 几乎是一瞬间 山贼拿刀自吻 鲜血似箭而出 就在要喷向夏宝儿时 一道无形的风瓶 为他挡开了这些热血 夏宝儿眼睁睁地 看着山贼倒在脚下 就像一座坍塌下去的山 他连忙迈着小腿 前去找夏启悦 谁知 当夏宝儿赶到时 夏启悦竟然已经被山贼 脱了出来 他的裙子染着鲜血 像是已经吓晕了 山贼们围着他打量 穿得这么好 这么漂亮 别是哪个贵人家的小姐吧 什么小姐 我刚刚听这群侍卫说 她是公主 哎哟 今天能抢到公主 还能尝尝她的滋味 真是死了也值得呀 哈哈 一旁同样歪倒的马车 一位贵妇人已经头发凌乱 值钱的朱差 全部被抢走了 她瘫坐在地上 吓得直哭 我的钱你们都拿走了 还要抢什么 地上 横七竖八躺着受伤的家丁 夏宝儿看见夏启悦受伤 她眼神一冷 伸出两只小手 对准山贼的方向 夏宝儿专注零食 猛地释放出威压 山贼们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只能感到有人揪着他们 把他们全部提到了半空 待山贼们反应过来 顿时一大片哭蝶喊娘 不管他们怎么挣扎 就是落不下来 见鬼了 救命啊 他们生死力竭地哀嚎 贵妇人吓得不知所措 仰头看着半空中的这些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神仙显灵啊 此时 细小的羽珠 纷纷从天空飘落 夏宝儿漂亮的眼眸里 凝结冰冷 有的羽迪还没等落到地上 就幻化成一个个尖锐的冰镖 山贼们眼睁睁地看着 每个人眼睛都瞪得比同龄还大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突然 扑斥的几声 他们当中有一个山贼 就被这些羽迪变成的冰片 穿透了心口 只见方才还活生生的人 刹那间 就成了一具死不明目的尸体 鲜血顺着他的心口流下 很快染透衣裳 沿着下垂的斜肩低落 其余人反应过来 吓得尖叫大喊 然而为时已晚 细密的羽猪 变成了一个个杀人戾气 顿时穿透所有山贼的心口 这些人 眨眼间 死透了 夏宝儿小手一挥 这些山贼就纷纷倒在了地上 旁边的贵妇人 亲眼目睹这一幕 吓得直接惨叫一声 昏厥了过去 夏宝儿连忙迈着小腿 哒哒跑了出去 姐姐 她扶起夏启悦 小手抱着夏启悦的胳膊 轻轻摇晃 雨目中 夏启悦的脸色惨白的可怕 夏宝儿小手凝聚在她腹部 孩子的气息荡然全无 姐姐的小宝宝没有了 就在夏宝儿经碑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 她仰头看去 又是一群山贼装扮的人 他们骑着高头大马 仰着鞭子 朝夏宝儿他们这里赶来 因着雨势见大 夏宝儿看不清他们的面貌 只能听见 他们张狂的笑声传来 四当家的 听说东山那边的一群山贼 今日就蹲在这里打架劫舍 咱们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没错 读书人常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咱们今日就争当那一回黄雀 夏宝儿小小的身子 搂着夏启悦的肩 她双眸掀起冷冷的光泽 身边的少数雨滴 缓缓凝结成可供杀人的冰霜 叙事待发 哎 四当家 快看 那边死了一地的人 马蹄声渐靠近 夏宝儿小手微转 冰霜尖锐的那头 对准了他们过来的方向 待这群人靠近 围首有人突然大喝一声 这 这不是那个乖乖小女娃吗 夏宝儿被齿咬唇 耳朵警惕地听着他们的对话 这个说话的男人 声音也有些耳熟 那个人翻身下马 难以置信地靠近看了看 他没瞧见夏宝儿身边 凝结的小小冰霜 反而面色从疑惑 变得惊喜万分 女娃 真是你呀 夏宝儿抬起头 扑闪着长长的睫毛看着他 来人宽脸阔肩 腰别大刀 虎诺微微 是他在观音庙附近时 遇到的叫四当家的山匪 夏宝儿顿时眼眸微转 他周围的冰霜 又不动声色地变回雨滴 大大的眼睛里 蓄满了泪水 雨打湿了乌黑的发丝 黏腻在白皙的额头上 显得楚楚可怜 他别起小嘴 哭得伤心欲绝 山 山匪伯伯 呜呜 好吓人 有坏人抢了我们的车子 还把我姐姐吓晕了 山匪似当家忙 走进几步 一瞧夏启月面色惨白 大吃一惊 他忙回头招手 大呼 快 快过来大把手 这有个女娃晕了 裙子上还有血连 夏宝儿看着他们 帮忙把夏启月 抬进了原本的马车里 原本马车拴着的 两匹红枣马 早已不知跑去了哪里 此刻便有两名山匪主动下地 把自己坐下的马匹 拴在了马车车园上 夏宝儿面上像是害怕 小身子颤颤巍巍 山匪伯伯 那他呢 他用小手指了指 那边的贵妇人 四当家问道 这是跟你们一起的吗 夏宝儿摇摇脑袋 他也是被坏人 欺负的可怜婶婶 能帮我 把他也抬上马车吗 四当家大手一挥 你们 将这个官夫人 也抬进马车里 最后 四当家把夏宝儿抱起来 放进马车中 女娃 雨要下大了 下山的路不好走 我们的寨子就在附近 你先跟我们回去吧 小手扶着车框 像是有些犹豫 四当家便说 你姐姐身上 不知哪里一直在流血 我们几个都是粗人 更不能查看 现在宋下山 恐怕会耽误诊治 正好寨子里有个神医 她肯定能看你姐姐的病 说着 她还拱手道 小女娃你放心 伯伯我虽是强到一倍 但我们最手道上的规矩 你跟我们有缘分 我们宁可空手而归 也不会抢你的钱 何况我们寨子里的小姐 若知道我们欺负你 定饶不了我们 夏宝小手捏了捏 白嫩嫩的指尖 圆润可爱 她鼓着粉塞 说的有些不好意思 不是的伯伯 我还想麻烦你们 帮我做件事 有什么吩咐 女娃你尽管说 夏宝指了指不远处的林子 刚刚我的婢女和侍卫 护着我先走 但他们被追来的坏人打晕了 就在那个林子里 你们可以帮我也 把他们抬出来吗 四当家她笑两声 小事一桩 你在这里等着 说吧 她转身 跟山匪们安排去了 夏宝便扭头 小手摸着夏启月的冰凉的胳膊 缓缓为她度去灵气 她听力极好 此刻 偷听到外头 两个山匪正在说悄悄话 我记得这个女娃 好像是个公主 一瞧就知道 是个养尊处优的小家伙 没想到看了我们 还不怕 是啊 胆子也大 寻常姑娘跟我们回寨子 都吓得哭天腔地 她倒是不惧 夏宝抿了抿小嘴 嘟囔一句 你们不怕 我就不错了 夏启月此时悠悠转醒 痛苦地发出一声闷哼 夏宝连忙握紧她的指尖 姐姐 你醒了 夏启月睁开眼眸 虚弱地看了看身边的夏宝 宝 你没跑 他们 把你抓回来了 夏宝连连摇头 我碰到好心的伯伯 现在他们要送我们去看郎中 姐姐你别动 你流了好多好多血啊 夏启月这才一惊 手抚在自己的肚子上 她眼泪素素 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事 夏宝没有说话 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握着夏启月的手掌 她将奶白的小脸 贴在了夏启月的手背上 姐姐 你不会有事的 但她闭上水润的眼眸 脑海里响起的 都是那位神秘老伯伯说的话 她为大姐夫 祈愿一双健全的腿 却害得他们孩子保不住 这是那位老伯伯口中说的 因果轮回吗 这群山匪们侧马扬鞭 带着马车进入了深山 回到他们自己的寨子中 寨子犹如一个隐蔽的小村落 此时正值赏武 家家户户燃起吹烟 烟雨朦胧中 飘着饭菜的香味 四当家很体贴 抖开自己的披风 给下板照在头上挡雨 小家伙的小手 却抓着夏启月 放心不下似的 不肯离开夏启月的身边 四当家忙向寨子里大喊 花婶桑婶 快来搭把手 不多时 两个看起来身强力壮的妇人 匆匆走出来 他们将夏启月背在背上 四当家便说 快将那个 关在房间里的郎中叫出来 给这个姑娘整治 燕好从他们后头的马车上跳下来 急忙奔至夏宝身边 公主 您没事吧 奴婢带着您正往前跑 怎么突然晕了过去 夏宝口气懦懦地说 因为那个追上来的山匪 把你们都打昏了 燕好大惊失色 他没伤到你吧 否则 奴婢就去跟他拼命 夏宝小脑瓜摇了摇 他脚底打滑摔了一脚 那个刀 把自己的脖子划破了 燕好确认 夏宝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他松了口气 他们家小公主 就是福运乖宝 这种危急关头 还能化险为夷 这个人活该 死有余辜 燕好怒骂 他把夏宝抱在怀里 有些警惕地 看着山贼四当家 夏宝软落地道 燕好姐姐 这个是上次 在观音寺附近认识的 山匪伯伯 燕好自然有印象 可是山贼和山匪 在他心中 都不算什么好人 夏宝带出来的 剩下两名护卫 也紧紧地 护在了夏宝身前 四当家见他们这个架势 仰头大笑 我说小丫鬟 你完全不用担心 若是我们包藏货心 早就动手了 你们没醒过来的时候 这个小女娃 可是孤身一个人 我们要想抢财 怎会带你们 回到寨子里来 又怎会救人呢 夏宝鼓着粉塞 小手拍了拍 身前的侍卫 侍卫哥哥 燕好姐姐 你们不用紧张 伯伯是好人 四当家得意地 抖了抖眉毛 听到没 还是小家伙懂事 这时 一道婉转动听的声音传来 四叔 四当家回头 大笑招呼 大小姐 你快来瞧 我把谁带来了 一个冰婷身影 披着粉色斗篷出现 身边丫鬟 为她撑着伞 夏宝歪着小脑袋 看了一眼 当即甜甜喊道 漂亮姐姐 当初遇到的 那个丢了珍珠的新娘子 如今梳着新婚妇人的发迹 窈窍冰婷走来 姑娘看见夏宝 顿时一喜 是你呀 小妹妹 夏宝的粉雕欲拙 让人见之难忘 再没有小姑娘 能长得如她这般冰雪可爱 大姑娘看着四当家笑说 刚刚就听说 一向杀法果掘的四叔 竟然大发善心做好事 救了几个人回来 我本着好奇来看看 没想到 是跟我有缘的那位小公主 四叔 你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姑娘朝夏宝招手 这里雨大 进寨子里说吧 夏宝跑到她的伞底下 仰头看着这位山贼大小姐 她生得婉约漂亮 但让夏宝注意到的是 她的小腹也微微隆起 夏宝的小手被她牵着 慢慢往里走 小家伙懦懦地问 漂亮姐姐 你也有小宝宝了吗 大小姐一顿 笑得温和 是啊 已经三个月了 我可以摸摸你的肚肚吗 大小姐扑痴一笑 将夏宝的小手 主动放在了自己的腹部 夏宝睁圆了眼眸 感受着小小手掌下 那有力的生命气息跳动 夏启曰肚子里的小宝宝 气息虚弱 时而感受不到 这个宝宝 跟大姐姐肚子里的 完全不一样 这才是健康的小宝宝吗 夏宝浑身都被雨淋湿了 寨子里的大小姐 为她找来了一套 别的婶子家 没怎么穿过的小裙子 换上 小家伙披散着长发 眼睛灵动有神 正左右环顾 瞧着大小姐屋内的摆饰 她坐在圆凳子上 晃荡着小脚丫 大姐姐 夏宝懦懦地说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大小姐玩耳一笑 不嫣然 你虽不知道我的姓名 我却听说过你 当今最受宠爱的 弥府小公主 对不对 夏宝乖乖点了点头 不嫣然拿着熏笼 为夏宝熏干发烧 她道 公主出行 不应该是前呼后拥吗 为何两次见到你 身边都没有什么侍卫 你也不怕遇到危险 夏宝口吻娇娇 带太多人 会很麻烦大家 我娘亲说 天底下好人多 所以 嫣然姐姐你看 我这次遇到危险 就遇到山匪伯伯了 不嫣然含笑看她一眼 心中却道 是很巧 这小女娃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换作旁人 遇到抢劫的盗匪 哪里能全身而退 就算侥幸逃脱 马上又遇到另外一帮匪徒 不仅没受伤 还遇到了熟人 救了自己的亲人一命 弥府小公主 这个运气巧合 实在是让不嫣然心中感叹 老天爷偏爱的小姑娘 就算遇到了危险 也会化险为夷 夏宝原润白嫩的小脸上 却浮现了几分担忧 嫣然姐姐 我姐姐她流了好多血 小宝宝会不会有事 不嫣然面色一顿 不知如何跟她开口 许是自己也有身孕的缘故 十分亲和有耐心 不嫣然蹲下身子 看着灵动娇俏的小人 她温柔解释道 寨子里的那个郎中很厉害 她一定会努力就你姐姐 还有她腹中的孩 如果不幸失去了孩子 也没关系 你姐姐还年轻 还会再有小宝宝的 其实 不嫣然之前就看到了 被抬进屋子内的夏启悦 她衣裙下摆都是鲜血 孩子能不能保住 难说 但为了不让夏宝担心 不嫣然极尽温柔安抚着她 夏宝小大人似的叹口气 但愿老天爷爷能保护好姐姐 就在此时 外头突然传来嘈杂和女人的尖叫声 夏宝和不嫣然连忙出去查看 只见方才夏宝一起带来的那位贵妇人 已经悠悠转醒 跑到了院子里 她头发凌乱 神情充满惊慌 手里抓着自己唯一的钗子 对准了面前的山匪们 你们这群歹徒 光天化日 就敢行凶抢劫 知道我是谁吗 快将我送回去 否则我相公派人来找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人群中 传来一声凌厉的冷笑 好狂妄的口气 只见山匪们纷纷靠边 让出一条道路来 一个长着裹子脸 滋虚糊的男人 慢慢走了出来 她目光如炬 鹰眼似的带着审视 这就是寨子里的大当家 不嫣然的父亲 大当家看着贵妇人 插腰冷道 我原本也不是 多管闲事的人 我四弟不懂事 非要救你们回来 你却不识好歹 说这种狗咬吕洞宾的话 我看 留你一命 反倒是显得我们多事了 拿刀来 下板心觉不好 她伸出小手 拽了拽身边 不嫣然的衣袖 不嫣然心领神会 她低不可闻地叹口气 父亲 这一声呼唤 让大当家扭头看来 一张凶神恶煞的脸 转瞬间就变得十分慈爱 女儿 下这么大的雨 你怎么出来了 快回去 别动着我乖孙子 不嫣然暗自称怪父亲一眼 她还没出声 哪里动得着 她又看了一眼贵妇人 父亲 我身边的这位 小姐是我的贵客 她的朋友 自然也是我的朋友 你不要这般凶狠 小心吓到我的贵客 好好好 大当家连连摆手 我这就让人好好款待他们 你先回屋子里去 说着 她走上前来 拉着不嫣然 把她送进房里 嘴里还不住地嘟囔 女儿啊 你现在有身孕了 可不能像从前一样任性 左生去为你们在城里选宅子了 她不在 你更得小心注意 夏宝儿大眼睫扑扇 犹如两把小扇子 甜静的小脸上 存着打量的神色 她一直看着大当家的气韵 小家伙简单两眼 就看出了一丝不同 这时 那边的贵妇人还在惊慌喊叫 夏宝儿扭头朝她走去 她定定地站在妇人面前 仰起头 诺诺说 婶婶 他们是好人 你不要害怕 是我让他们把你就回来的 你要是接受不了 我可以把我的侍卫先借给你 等会你休息好了 就先坐自己的马车回家去 贵妇人定睛一看 吃惊道 小 小公主 居然是您 夏宝儿眨了眨眼 显然没认出她 妇人便道 我是薛家大夫人 梁昭仪的大嫂 上次宫宴 我们见过的 梁娘娘的大嫂 夏宝儿简单一想 就明白过来 这是薛少的娘亲 薛夫人今日本来是为薛少 突然变成秃头这件事 上山尽相祈福的 却没想到 遇上山贼抢劫 本以为小明要交代在此 竟又遇上最受宠的小公主 薛夫人有些疑惑 公主 您 怎么会和这群山贼在一起 看着她眼里的游移 夏宝儿软弱解释 薛婶婶 我们遇到了坏人抢劫 后来是这些薄薄路过 将我们救了 夏宝儿很聪明 她只解释了结果 并没有告诉她 自己原本就认识这群山匪 看着薛夫人的面色 夏宝儿神情充满纯真智能 薛婶婶 我姐姐受伤了 正在拜托她们救治 所以我暂时不会走 你如果害怕 可以先回去 薛夫人仰头看了看 落雨淋漓的天 这样一个深山老林 指不定会再遇到什么危险 小公主是皇上的心肩宝 她如果消失了太久 皇上也会派人来找 与其自己先离开 面对未知的危险 还不如跟小公主在一起 至少有个保障 薛夫人想清楚了 便说 公主殿下 臣妇怎能抛下你 自己先行离开呢 臣妇还是在屋内休息片刻 等你一起回去吧 说着 她朝夏宝儿躬身 进屋内去了 夏宝儿三言两语 安抚了朝廷命妇 被出来的大当家 全部看在眼里 她府长大笑 怪不得嫣然多次强调 让我一定好好招待小姐 如今看见小姐年纪不大 却风度高雅 不谋也很佩服 夏宝儿却懦懦地说 不伯伯 我们可以借一部说话吗 她眼眸中 清澈悠悠 这让大当家很是意外 四下宝儿这样年纪的小女娃 看到她早就吓得大哭不止 这个小小姐不仅不害怕 反而从容不迫 大当家微微挑眉 伸手让她一条道路 小姐 这边请 夏宝儿迈着小腿 搭搭走进一间屋内 大当家进来后 先给夏宝儿倒了杯茶 小家伙看了一眼 并没有喝 她自己用小手爬上椅子 坐着晃了晃脚丫 不伯伯 我爹爹说过 要与人打交道 首先要坦诚 我其实并非什么小姐 而是宫里的小公主 这件事就算我不说 我想丝伯伯也会告诉你 大当家坐在 铺了虎皮的太师椅上 翘着腿 手端茶 神情带着打量 下宝儿乌黑的眼眸望着她 只见这个大当家的脸上 并没有什么吃惊的神色 小家伙沉住气 心里有了打算 大当家皮笑肉不笑地 咧开嘴 笑得狂放 在我这个寨子里 你就算是外头来的乞丐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 我都不会对你怎么样 不然就算你是公主 要是做了对寨子不利的事 我还是会按照规矩办事 下宝儿抿了抿嫩唇 葡萄式的黑桶里 光泽流转 我跟你坦诚 不是为了拿公主的身份压忍 而是想跟布伯伯做一桩买卖 哦 具体说来听听 一个六七岁的小奶娃 能跟她做什么买卖 大当家忍着笑 静静等待下文 下宝儿田静乖巧的脸上 有着灵动和娇俏 顾盼之间 有一股独属于自己的威势 小家伙眼睫垂拢 遮住眼中流淌的暗泽 他口吻诺诺 仍旧带着小孩子家的稚嫩 布伯伯想必也听说了 我们出行的马车 遭到了山匪的袭击 不仅害得我损失了两名侍卫 还让我姐姐身陷险境 下宝抬起雨节 看向他 我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山匪 每次出来打家结社 一定都会留一波人在寨子里等着 但这山中道路错综复杂 竟然费功夫 他顿了顿 语气冷静 所以 我想给布伯伯一个机会 告诉我 那群剩余山匪的位置 大当家听到这里 彻底了然 这位小公主想做什么 他是想一网打尽 有仇报仇 追究到底 小家伙聪明的不像个孩子 他居然能通过他们现在的寨子 举翼反三 知道山匪们都喜欢藏在深山里 而下板之所以能肯定 他们山匪和山匪之间 能知道彼此位置 是因为山匪喜欢划分山头 何况四当家当时遇到夏宝时 就提到了东山头的那群山匪 很显然 他们是知道的 所以 小家伙很确定 他提的要求 这个大当家一定能做到 就看他想不想 一般做山匪的人 都会讲究一种江湖道义 即便是两个群体 很少彼此出卖 因为一旦这么做 混这个道上的人 就知道你是不可靠的 引起重愤 自然就混不下去了 大当家很清楚这个道理 所以 他笑了笑 这笑意里包含嘲讽 他看着夏宝 心想 到底是涉事未深的小女娃 这种要求 以为他会同意 大当家翘着腿 口气轻蔑 小公主啊 我想你是不太清楚 我们山头的规矩 你是我女儿的贵客 我自然不跟你计较 不过你的这个提议 很是不诚恳啊 这算什么买卖呢 你这是断我不某人的后路啊 夏宝眼睫扑闪 光泽浅浅 澄澈轻莹 他小身子坐得很直 说的话也更直接 不伯伯 你往深去想一想 就知道我说的买卖 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你一定做了许多年的山匪 这种朝不保夕 躲躲藏藏的日子 还没过够吗 就这一句话 让大当家的脸色一顿 他微微眯起眼睛 你到底想说什么 夏宝一点也不惧怕 反而流离式的眼眸 直直与大当家对视 目光既坦荡 又足够磊落 嫣然姐姐怀有身孕 来日一定会平安产子 难道也要你的小小孙子 跟着你一起 在山里过着这样的日子 我虽不知当山匪是否自由自在 但我知道 当一辈子山匪 可以说是生活逼迫 无计可施 但如果让自己的女儿女婿 甚至孙子孙女 都当山匪 这就是没出息的 小家伙用最稚嫩的声音 说出最直击心灵的道理 你明明有机会改变现状 却不肯踏出这一步 不伯伯 你真的不为嫣然姐姐 好好考虑吗 你只要帮了我 带我见到爹爹 你就是帮我剿灭山匪 护驾有功的人 即便你之前是山匪 但只要有我的劝说 我爹爹一定会 给予你一官半职 从此以后 你和你的孩子们 其余的叔叔伯伯们 都可以正大光明地 走在阳光下 没有人敢诟病你们 因为没有人敢反对天意 我爹爹 就是这个朝代的天意 小姑娘的话 铿锵有力 一句句 都砸在了大当家的心坎 她的表情 从最开始的嘲讽 直至面无表情 最后又渐渐争忠 这真的是一个六七岁 小女娃能说出来的话吗 她说的没错 如果有的选择 谁也不想过 朝不保夕 东躲西藏的日子 能活在阳光底下 不被官府追着逮捕 这是大当家 一直以来的梦想 更何况 这个小公主 提到了 她怀有身孕的女儿 当年 大当家是因为自己家穷 才在山头上占山为王 现在 这个可以摆脱过去的机会 摆在她面前 说她不心动 那是不可能的 但她还是有一些犹豫 因为 一旦过惯了这种这种生活的人 想要改变 是需要勇气的 何况 这话还是个奶娃娃说出来的 似是看出大当家的犹豫 夏宝儿最终静静地说出一句话 我也可以帮伯伯找到 你夫人的尸骨 这句话说完 大当家直接从椅子上滚落下来 爹坐在地 她眼里通红 竟然下意识涌满泪水 你 你说什么 你能帮我找到她 她并没有问夏宝儿 是如何得知 她夫人至今下落无踪 大当家只顾着追问 公主 您真的能找到她 夏宝儿轻轻解释 伯伯 我也是听寨子里的人说的 你的妻子 十年前离开的这里 音讯全无 不知生死 大当家脸上 此刻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 她的发妻 十年前得了一种疯病 不仅不认识大当家 发病严重时 还差点把幼年的 不奄然活活摔死 她的精神是好实坏 大当家从外托鲁结过 很多郎中回来 为她救治 但都无济于事 没有人知道 她为什么会得这个病 甚至有的寨子里的人说 她是撞了鬼 把魂魄惊掉了 就在一次 大当家夫人 差点将不奄然摔死的第二天 她清醒过来 想到自己差点杀死亲生女儿 为此痛苦不堪 留下了一封绝笔信 悄然离开寨子 从此音讯全无 生死不明 大当家从未停止过寻找她 可是林子如此广阔 她究竟是离开了 还是死在了这里 没有人知道 面对眼前 夏宝的镇定自若 乌黑双瞳里 大当家看见自己狼狈呆坐的身影 你刚刚提到她的尸骇两个字 难道她已经死了 虽然曾经有过如此设想 但当真的听到这句话时 她还是难以置信 夏宝点了点小脑瓜 她懦懦地说 布伯伯不用问我 如何知道沈身海谷位置的 这个天下 多的是讲不清楚的东西 只不过布伯伯 我刚刚说的条件 你慎重考虑一下吧 我们俩个取所需 我不会故意骗你临时胡舟 当你看到她海谷的时候 自然就会知道 我所言非虚 话说到这里 就已经够了 夏宝迈着小脚 跳下椅子 小身影路过爹坐在地的大当家 她扭过头来 长长的雨节微垂 布伯伯 我等你到明天 如果你不愿 我自然也不会强迫 而且我会记得你们 收留我的恩情 不会对爹爹说出你们的位置 你若想清楚了 派人来找我就好了 说着 小家伙摆摆手 税嫩的口音说了再见 转身蹦跋走了 大当家争着闪烁不定的双目 那里情绪复杂 一面 是听小公主说 她的妻子已经死了 一面 又是对这个小公主表现的惊讶 分明是一个六七岁的女娃娃 说起话来 还带着稚气 但她方才显露出来的从容淡定 以及要对伤害她们的山匪 赶尽杀绝的决心 她再也不敢小觑这位小公主 大当家仰头 透过半场的门缝 看着外头灰蒙蒙 还在落雨的天 要不要去找 找到了 就要面对妻子已逝的事实 到时又如何面对 那乡下宝蹦蹦哒哒走在长廊下 她刚刚抛砖引玉的做法 是跟陆丞相学的 丞相伯伯说过 要想跟谁打交道 那么 就要用她最在乎的东西引诱 她该做的都做了 之所以要找到那群山匪 是因为 她有另外一个打算 小家伙来到大公主下启月的门外 听到里头传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哎呀 她的孩子保不住了 你们别逼我呀 我治不好 下宝小脑袋一歪 咦 这是 下板探尽半个小脑瓜 扑扇着大眼睛从门内朝里看去 一身白衣 熟悉的人影 就站在桌子旁边 这不是神医叔叔吗 他面前的床榻 垂着长长的漫杖 挡住了昏迷的大公主 郭盛望旁边的丫鬟 面色不渝 郭郎中 我们四当家说了 这是贵客 您不救也得救 郭盛望的语气带着着急 我说小姑娘 你不用说我都知道这是贵客 这人我认的 是 郭盛望欲言又止 大概是顾忌到大公主的身份 不方便直说夏祁月的身份 郭盛望跺脚 哎呀 总之你看他流这么多血 就算怀的是个大罗金仙 也得没了呀 小丫鬟冷冷地回答 那你说怎么办呢 郭郎中 我们四当家说了 你要是就不好 你也走不了 郭盛望愁得直皱眉头 我好端端上山采药 你们将我不由分说掳来 好歹我还是朝廷官员 郑四品的太医 你们关了我这么久 不放人还要我救人 你们就是 欺负我们学医的 不伤人 不然我一个针灸我就 他威胁的话语还没说完 就被小丫鬟不耐烦地打断 总而言之 人就在这里 你不救 就别想离开 我说你这人 怎么这么不讲理 山匪寨子里的丫鬟 都这么蛮横吗 听着屋内二人要吵起来了 下榜懦懦地喊了一声 神医叔叔 郭盛望激烈争辩的语气一顿 他扭过头来 看见一个冰雪可爱的小家伙 站在门口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正扑衫扑衫地看着他 郭盛望用手揉了揉眼睛 完了完了 我被你们关了这么久 已经出现了幻觉 我竟然看见小公主来了 那边的小丫鬟 白了他一眼 朝下榜扶身 小小姐 这郎中不肯帮忙救治您姐姐 奴婢正要去给四当家回话 郭盛望哀哀地喊叫 你这人说话 讲究真凭实据呀 我不是不救 是救不回来 下榜拜拜小手 大姐姐你先出去吧 我跟神医叔叔聊 小丫鬟点了点头 转身出去 还带上门 郭盛望盯着下榜 看了又看 一向很要面子 爱干净的他 热泪盈眶 就差跪在地上大呼 苍天有眼 小公主 你是来救我的吧 这群山匪太可恶了 我好端端地采药 他们不由分说 就把我掳截过来 那些大山贼还说什么 要我等他女儿待产 我堂堂一个天下文明的神医 被他们关在这里 整整两个月 小公主 咱们什么时候走 下榜自己坐到了 下启月的床榻边 口气依旧娇软可爱 暂时不走啊 神医叔叔 我姐姐肚子里的小宝宝 真的没救吗 郭盛望连连爱生 我把过卖了 卖相极其虚弱 这种情况 大公主能保住孩子 除非天宫开眼 说完 他还是没忍住 追问道 小公主 你不会也是被山贼 掳截来的吧 下板摇摇头 我陪大姐姐上山 遭到一伙刘妃抢劫 是这群山贼伯伯救了我们 救人 他们无恶不作 还会救人 郭盛望显然大吃一惊 此时 夏宝伸出小手 轻轻握住夏启悦的手 看似在关心担忧 实则 在用灵力探索夏启悦身体里 孩子的气息 虽然几乎全无 但夏宝还是能感受到 微弱的回应 这就说明 大姐姐的小宝宝 还有救 夏宝一动乌黑灵动的双眸 看向了郭盛望 神医叔叔 你不要着急 等大姐姐好转 我们可以一起离开 这些山贼伯伯 善恶分明 不会伤害我们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要你帮我一个忙 郭盛望一愣 玄机皱眉 小公主 大公主这胎 我实在是没有能力保住 谁知 下板听后 却问起另外一个问题 你刚刚说过 天公开眼 就能让姐姐肚子里的 小宝宝活下来 对吗 郭盛望一正 这个 他的意思就是 除非老天爷开眼 否则没救 换言之 也就是说 大公主这胎 凶多吉少 毕竟又不是 谁都能像小公主这样 福气满满 但该怎么跟小公主解释 才能不让他伤心呢 郭盛望一时犯难 夏宝歪着小脑袋 澄澈眼眸里 满是流彩 神医叔叔 不然这样好了 你尽你所能 帮我姐姐周旋保胎 天公爷爷那边 我会想办法的 说完 小家伙从床榻边站起来 像是准备走了 郭盛望看着夏宝的表情 觉得他真是 胜券在握的样子 他心中难免感慨 果然是小孩子啊 老天爷哪有那么容易帮忙 何况大公主流了这么多血 这孩子怎么保 都是一个死 他不忍直说 免得打击小公主的积极性 郭盛望百般无奈点头 小公主 尽力试试 但只能保证三天内 因为三天后 可能胎儿死在腹中 到时 他就要开药 给大公主划胎 否则接下来 伤害的是大公主自己的身体 夏宝小手捏着下巴 认真思考 片刻后他道 不用三天 大概一天 我就可以做完事情 说着 他蹦跳出门 小脚步迈得很快 神医叔叔 今明两天 我姐姐就拜托你了 我也会努力的 夏宝说完 迈着小腿 跑向私当家 给他安排的房间 郭盛望看着他 远走的小背影 他无奈摇头 小公主真是天真 罢了 这可是他最得意的徒弟 他就再尽力试试吧 那边夏宝跑回房间 验好见他急匆匆的 还以为遇到了什么事 夏宝却跑到床榻上 踢到鞋子 他懦懦地道 燕好姐姐 我觉得有点困了 睡一会会 你不要叫醒我哦 面对夏宝的特别嘱咐 燕好汗手 公主殿下放心 奴婢给你守着 夏宝安顿好一切 便躺下来 闭上眼睛 微微运气 梦魔的修为 赋予了他掌控自己 和他人梦境的能力 但通过梦境找人 这是夏宝头一次 运用梦魔的法术 他要找到 之前在他耳边说话的 那个老爷爷 他一定就是老天爷爷 用梦境找人 很难 尤其是像这个老爷爷一样 从未露面 夏宝只听到他说了一句话 不过 梦魔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但凡你接触过他 他就可以通过 一丁点你的气息 进入你的梦里 夏宝就是利用 这位老天爷爷 说过一句话的机会 堵捉他在梦里留下的气息 从而顺藤摸瓜 进入他的梦境里 夏宝不知如何运用 只一瞬间 释放所有梦魔法力 他顿时沉入自己的梦中 周身也被一股 看不到的幽艳火光芒 所笼罩 老天爷爷 一声娇软的呼唤 传入太树真人的脑海中 他本在一处深山老林 寒无人烟的山洞中 打坐修炼 突然被这一声呼唤 吓得猛地受功 太树真人隐居山林已久 除了公与匪 从没有人能这样 闯入他的灵石 这个人是谁 仿佛是为了 回应他内心所想 下板下一句 诺诺之音传来 我知道 你就是老天爷爷 因为你提醒我了 大姐姐的小宝宝 保不住 老天爷爷 我是下板 是个小公主 先谢谢你善意地提醒 太树真人一阵重眉 下板 他提醒她 是为了告诉她 胡作非为 无视因果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怎么到他眼里 自己反而是好意了 甚至 还把他当成了老天爷 一时间 太树真人竟感到有些惭愧 他静静地聆听下板的言论 他的声音 还带着娇软和稚气 但思维清晰 话语有条不紊 你说我帮助大姐夫的腿支好了 是逆天而为 因为他早已是断腿 可是 阿斐哥哥说过 大姐夫的腿 是被人害的 如果是这样 属于他的公平 本来就迟到了 为什么还要带走他的孩子呢 太树真人保持沉默 并没有急着开口 很显然 小家伙也没有等他回答的意思 因为 他很快又继续说 我不知道天道如何运作 但如果因为这样 就要带走他们的小宝宝 这样的天道 实在无情和不公 太树真人这时 才用严厉的口气 说了一句 还口小儿 不得大放厥词 下宝那边 声音顿时变得欣喜 天公爷爷 我就知道你在听 太树真人 再次陷入无言 难不成这小家伙 刚刚说的这些话 除了真心所想 还是为了激将法 确认他在听 这个小狱妖 怎么如此古灵精怪 下宝脆生生地说 或许天道有一套 自己运行的法则 我现在好像参透了一些 所以我想问老天爷爷 如果我做了一件 特别好的事情 可以保住我姐姐的小宝宝吗 当大姐夫许愿 断腿痊愈的人 是我 我也愿意承担这样的因果 太树真人沉沉开口 你想做什么 人间京城的东山头 有两群 胡作非为的山匪 如果我说服 其中一股势力 带我去瓦解 另外一群山匪 这算不算做好事呢 既解决了两群人 在此山中 抢劫掠的事 我还能让有些山匪 归顺朝廷 小家伙说这句话的时候 充满了信心 太树真人 眉头擒着淡然神色 显然不信 他冷冷地说 你可知 世间有多少种人 就有多少种心思 你凭什么觉得 他们会听你的话 夏宝的声音娇软 带着一点俏皮 老天爷爷 这就是我该操心的事了 你不要为我担心 我心里有数 太树真人动作一顿 谁为他担心了 这个臭丫头 夏宝思路活跃 穷追不舍 老天爷爷 如果我方才说的成真 是不是就立下了 好生之德的功绩 算我亡羊补牢 你可以留情 帮我把姐姐的小宝宝 留下来吗 太树真人头一字 从一个腰的嘴里 听到好生之德四个字 他先是一正 随后轻蔑笑了笑 这个小锦里腰 看来还是不知天高地厚 他道 等你真的能做到 你口中说的这般 让一群穷凶极恶的山匪 不再作恶 自然是功德一件 夏宝欢喜非常 老天爷爷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我会努力的 说吧 小家伙在那边欢呼雀跃 太树真人第一次听到 这么充满活力 又有些吵闹的小女孩声音 从前他带公鱼匪修炼时 公鱼匪话比他还少 太树真人 何曾碰到过下板 这样机灵欢乐的小丫头 他深深皱眉 一时间觉得出声训他不合适 静静听着 也不太高兴 最后 太树真人广秀一回 莫要打扰我清修 说着 他直接关闭了零食 这不知轻重的小妖 竟敢直接闯入他的意识中 想到这里 太树真人猛地愣住 他修为不低 人世间 除了公鱼匪 再无敌手 早已不是肉体繁胎的他 怎么会轻易地 被小锦鲤腰钻入零食 难道 他当真是天生的 修炼法道的好胚子 那香 夏宝从梦境中醒来 虽然他和老天爷爷 没说几句话 但人世间 竟然已经过了两个时辰 傍晚时分 大雨依旧没停 夏宝坐起身 看着床榻边不远处 半场的窗子 他小手指轻轻挥舞 操控着雨滴 凌空写了四个字 借刀杀人 空中浮动的四个水字 娟秀灵气 夏宝黑桶里 闪烁着流光 顾盼自有威势 他一定要帮大姐姐保住孩子 也不连累阿斐哥哥 为他被因果 同时 他还要那些 欺负过他们的东山山斐 付出代价 夏宝小手攥紧 变成一个粉泉 刹那间 空中四个水字 怦然化成一颗颗 晶莹剔透的水珠 再变成点点晶莹的碎片 消失不见 次日一早 大雨哗啦啦地下了一整天 一直到这日清晨 大雨转为朦胧细雨 将远处的山林 都笼罩在一片水雾中 夏宝正乖乖坐着吃早膳 门口人影一动 他扭过头 看见大当家 红着眼眶站在门口 咽好见他情绪好像不对 忙挡在夏宝身前 夏宝小手摆摆 示意他不必紧张 小家伙软软询问 布伯伯 你考虑好了 这个跟山一样高大 有着鹰一样野心的大山匪 直接给夏宝跪下来 他扮带着哭腔恳求 小公主 请您帮我找找我的妻子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咽好一头雾水 公主 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咱们要帮这个山匪找人吗 夏宝不急着没回答 他从椅子上蹦跋下去 迈着小脚 过去将大当家扶了起来 夏宝甜甜一笑 布伯伯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带路吧 当年他可能从哪个方向走的 我就去那里 就在夏宝要跟着出去时 大当家有些迟疑 公主 现在外面还下着雨 小心淋着您 不然等雨停了再走 反正 他已经等了这么多年 不在乎更多一回了 夏宝乌黑流光的眸子 看了看落雨的天际 小脸甜静 粉唇轻轻道 就是下雨 才好找呢 如此 大当家虽觉得奇怪 但到底没再询问 他侧身 恭敬地让开一条道 夏宝就出去了 眼见他们两人 一前一后出门 艳好追了两步 哎 公主 您到底去哪呀 夏宝焦默的声音 从前途传来 他头也不回 艳好姐姐 你在房内等我哦 中午我想吃鸡腿 寨子里的四位当家 都听说了这个小公主 能帮大当家找妻子的事 所以此刻 纷纷披着缩衣 带着自己的心腹手下 等在了森林入口 不多时 大当家带着夏宝赶到 夏宝披着斗篷 将一头乌黑软发遮了起来 大当家暗中留意 只觉得 这些天上飘下来的雨丝 好似都绕过这个小公主了似的 老天爷 竟也舍不得打湿她的裙摆吗 大当家指着森林入口 只见阴下雨的缘故 宝物弥漫 幽静茂密的丛林 透露着一股未知和神秘 就算是常年混迹在山中的山匪们 也不会轻易走进深山里 因为山中道路错综复杂 一不小心就永远出不来了 公主殿下 大当家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 如果我妻子要走 只能从这条道离开 寨子里只有两条路能通向外边 一条是这里 还有一条连接着山下 但她若是进城 当年就会留下脚印 所以 她的妻子 一定是进了深山 夏宝铺扇两下眼截 大概打量了几眼森林 她开口娇软 知道了 伯伯们 你们就站在这里等我吧 等会我若是找到了 会喊你们的 说着 她就自己迈着小脚 要走进林子里 似当家在一边瞧着 急忙上前阻拦 哎 公主啊 这里头的林子 很容易迷失方向 你还是不要一个人进去的好 夏宝这么乖巧可爱 她也担心她的安危 但小家伙扭头 朝她笑得很乖 伯伯放心 我不往深了走 说吧 她在渡台步 走进林子里 这次众人围在外面 纷纷仰伯看着 直到夏宝小小的身影 彻底被茂密的树林挡住 再看不见 在场的人 都为这个小女娃 忍不住捏把汗 夏宝走到一棵大树下 她左右环顾了一圈 随后深深吐息 斩臂伸出两只小手 聚起灵气 一瞬间 山中风声大作 但凡 落在树叶上的雨水 全部凝聚到了 夏宝的手掌心中 若是有人看见 定要被吓住 因为 这简直是平地 卷起滔天的水墓 站在林子入口的 几个山匪当家 都听到了呼啸而过的风声 四当家很不放心 你们听 这林子里头 是什么声音啊 小公主不会有事吧 她说完 就想走进去一探究竟 结果被大当家 直接按住肩膀 大当家目光沉沉 她道 别去添乱 虽然大家心里都很疑惑 这个不过七岁的小奶娃 到底有什么能耐 但听林子里的风声 就像一大群路过的鬼似的 好一阵鬼哭狼好 山匪二当家听了 都忍不住瑟瑟发抖 感到害怕 而那乡下宝 她小手上悬浮的水球 体积巨大 定睛一瞧 里头还有无数个 一晃而过的鬼脸 风卷着山中 所有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 来到了这里 夏宝口气镇定 她懦懦地说 你们在山中盘旋已久 因没有人超度 所以久久不能离去 现在我要你们帮我找一个人 事成之后 自然会有人 将你们领到该去的地方 她看向眼前 错综复杂的林子 只觉一眼望不到尽头 风声呼啸 细雨斜飞 夏宝垂在额前的黑发 轻轻扬起 更衬出她眼中凌厉的波光 记住 我要找的人 十年前从这里离开 是附近山贼不大当家的妻子 你们当中若有人见过 认得她 帮我找到她尸骸的位置 会有重谢 夏宝之所以确认 这位山匪夫人已经死了 其实是因为 她看得出来 不大当家的五官面容 有欺王之兆 夏宝手里的水球中 灵体们发出阵龙发聩的吼叫 小家伙甩袖一挥 水球刹那间四分五裂 变成一道道河流一样的水柱 见凤走凤 无数个灵体带着水流争先恐后 朝前奔涌而去 之所以有水 是因为水能聚阴 连绵的山脉很广 夏宝若要用零食探汁 还不知要费多少功夫 但线下 召集这些灵体 就能省事不少 夏宝眉心灵气大圣 眼瞳的一圈外围 竟然引现金色的光鞭 她距离施展法力 借风召来灵体们 为她做事 随后 小家伙仰头 轻轻一跃 慢悠悠地坐在了一个 粗壮的树竿上 她从随身携带的小腰包里 掏出一块糖寒在口里 一边晃动小脚 一边等待 而这群白鬼 珊瑚海啸似的 在林子里横冲直撞 惊得所有飞鸟走兽相继逃离 刹那间 天色晦暗 浓云大片的吉隆 除了大当家 几个山匪抱在一起 瑟瑟发抖 四当家头上的帽子 干脆被狂风卷到很远的地方 这么大的动静 远在宫内关仓海打坐的公鱼匪 骤然睁开了博长冷淡的双目 她微微沉饮感受 便能闻到独属于下坡的气息 公鱼匪站起身 走到窗前 看着很远的地方 那雨幕中连绵不断的山脉 这是最深的一座山 每年阴迷路或被抢劫 死在山中的人不计其数 宝尔在山上聚阴 是要做什么 时间一点点过去 山匪们已经等了半个时辰 大当家的面色越来越凝重 她开始怀疑 是不是小公主 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就在她犹豫 要不要派人进去找的时候 夏宝的小身影 慢慢走了出来 带着独属的悠然和从容 布伯伯 找到了 大当家一震 面色又惊又喜 公主 她 她是不是 夏宝抿了抿小嘴 有些遗憾 伯伯 我找到的尸骨 你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看吧 她这句话说完 大当家眼泪 再次从眼眶垂落 虽早有心理准备 但真的听见这个消息时 她还是控制不住的悲怅 大当家红着眼睛点了点头 找到就好 能找到也好 至少让她有个长眠之地 不要在外面饱受风吹雨打 小公主 请您带路吧 夏宝转身就走 其余当家要跟上来 大当家摆摆手 示意不必 林子很深 但小家伙 好像知道怎么走似的 她时不时会停下脚步 扭头看向一边 空空如也的地方 那表情 仿佛在仔细聆听 谁说话似的 她每停一会 过后就知道 该从哪个方向走 大当家心里 顿时对下板更加敬重 她明白 这个小公主 是真的有大能耐 但是大当家总觉得 脚下的泥土有些奇怪 好像被水泡过似的 踩着发软 但大当家只是疑惑了一下 便没当回事 毕竟现在还在下雨 何况山里本就湿气重 也许泥土是比较松软 下板带着她 伸一脚浅一脚 不多时 就走到了一棵大树下 小家伙指着树底下 不薄薄 就在这里了 这里几乎没有人烟 厚厚的落叶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 大当家看了一眼 顿时冲过去 跪在地上 她颤颤巍巍的双手 从一层又一层的枯叶下 拽出来一块破布 这是一块青花小肠的样式 虽然年月过去 完整的衣物已经风化 只剩下零星的布料 但大当家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就是妻子当年的衣服 她双手猛地扒开 层层叠叠的落叶 看见几块不完整的枯骨 而最完整的 要数落在一旁 深深卡在你里的一枚银戒指 这是她当年送给妻子的 大当家看到这些 眼泪已经彻底收不住 那个找到她妻子的灵体 在夏宝身边声音虚弱地说 这个女人十年前跑到这里 大概迷路了想回去 在每个经过的树上都做了标记 我跟着她了一段时间 后来她不幸遇到老虎 就丧命在此了 所以尸还并不完整 夏宝听后只觉得可怜 她抿了抿小嘴 圆白的小脸上满是爱玩 夏宝很乖很聪明 挑了能告诉大当家的话说 不伯伯 婶婶也许是想回去的 只是林子茂密 她迷路了 现在她也许早就去投胎了 这一生的苦 下一辈子她会幸福的 大当家跪地哭嚎 惠芳啊 让你孤零零地躺在这里十年 说我对不起你 如果你走的那天 我没有离开寨子就好了 我来得太迟了 但你别害怕 这里太冷了 我现在就带你回家 她边说边脱下外袍 将剩下为数不多的尸骨 全部包进了衣服里 那没象征着 他们定情的银戒指 被大当家小心针放 最后她向妻子最后的买骨的 深深磕了几个头 脚步亮呛地 跟夏宝离开了林子 大当家走出林子时 其余山匪们都围过去 大哥 找到嫂子了吗 大当家憔悴万分地点点头 举了举手里包着海骨的布 她沙哑着声音 先回寨子 但这件事 暂时别告诉嫣然 她怀着身孕 我怕她伤心过度 几人都纷纷点头 夏宝在旁边看着 乌黑的眼眸里 光泽流转 看起来布勃勃很伤心 夏宝打算 让她好好调整几天心情 到时 再询问她 自己的事 小家伙刚想悄然离去 谁知 那边大当家就叫住了她 公主殿下 夏宝回过头 大当家满眼都是感激之情 谢谢您的帮忙 若不然 我永远都没法 为妻子亲手埋葬 我这就让人 将东山那群山匪的位置 画给您 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请公主尽管吩咐 我全部让人安排好 夏宝小手背后 点了点脚 显得很是稚气可爱 布勃勃不需要休息几天 调整心情吗 大当家笑了笑 缓缓摇头 已经找到了惠芳 我再也没什么心结 我还有余生的时间好好 和她说说话 当务之急 是把小公主的吩咐做好 她拍了拍胸膛 我不心虽然不是什么豪杰 但懂得报恩 夏宝点点头 那好 布勃勃 我还真的有额外两件事 想要麻烦你们了 愿洗耳恭听 请公主吩咐 几个山匪纷纷垂首 态度恭敬 夏宝诺诺道 第一 我这次是请了朋友来帮忙 他们比较特殊 我需要你们 在下个月初一的子时 在森林入口的地方烧纸前 有多少烧多少 这样才算感谢他们 第二 我还想让你们 帮我找一具海谷回来 从森林入口进去 往西三里地的方向 有一个两人环抱粗的枫树 树下埋着一个男人 请帮我把他的尸骨挖出来 交给我 前面那个事 听起来还能理解 后面这个 难免让人心中哗然大惊 小公主居然要挖别人的尸骨 她还知道位置这么清楚 几个山匪惊慌不定 不过转念一想 小公主本身就有能耐 她吩咐的是 只要照做 绝对没错 大当家一口答应下来 她立即安排 做事稳当可靠的三当家 去做准备 夏宝夏意识看向一旁 看似空空如也的空中 那里正有一个男人 几乎是半透明的 悬浮在雨幕里 她面容清秀 约貌二十岁上下 勉强能看到 她身上的一身对筋长袍 打着各种补丁 就是她方才找到了 大当家妻子的海骨 男人朝夏宝儿点了点头 躬身作衣 表达感激 待夏宝儿拿到东山 那群山匪的具体位置时 她将地图交给了 自己的一个侍卫 侍卫哥哥 劳烦你跑一趟了 帮我跟爹爹说 让她派击队官兵来 把这个位置的山匪全部剿灭 我再在外面玩几天 随后就回宫去了 侍卫领命 即刻离开去办 夏宝儿安排好一切 就跑去夏启月的房间里 看着郭盛旺 为她针灸保胎 而不远万里的太树真人 在幻境里看到这一切 老家伙气得吹了吹胡子 这小锦里妖 竟然真的让所有事情 都按照她希望的方向发展了 又是两日过去 也不知是郭盛旺穷尽毕生所学 为夏启月整治起了效果 还是夏宝儿的努力 终于感动了那位老天爷爷 大公主的韵脉 竟然比之前要好上许多 她的面色 也一日日地恢复了些 夏宝儿这两天哪儿也没去 就围在夏启月身边 看她吃药 小家伙忙里忙外 这日 她陪着夏启月用完午膳 大当家的女儿 不嫣然也来串门聊天 两个怀有身孕的女人 自然少不了孩子的话题 不嫣然轻轻摸着夏启月的肚子 寨子里的阿妈说过 肚子远古的 应该是个儿子 夏启月含笑 词和温柔 是男是女都好 都是我的孩子 不嫣然坐在一旁椅子上 却道 若是可以选择 我倒希望 我怀的是个女儿 夏启月微微一笑 你更喜欢姑娘 不嫣然点头 向一旁坐在床檐边上的下膀看去 女儿当然好呀 如果能像小公主这样 聪明伶俐 懂事乖巧 那是再好不过了 男孩子顽皮 不好管教 恐怕少不了惹我生气呢 下膀这时扭头看来 乌黑的眼眸眨了眨 嫣然姐姐 我也惹我娘亲生过气哦 她张开小嘴 呲牙指了指缺少的 那颗小牙的位置 因为宝太贪吃糖了 所以牙都掉了 娘亲也很苦恼 说完 她歪着小脑瓜 小脸精致可爱 也许 生个小弟弟 她就不会喜欢吃糖 也不会因为掉牙 让娘亲生气了 夏启月和不嫣然纷纷一顿 紧接着接五唇笑了出来 不嫣然伸手 将夏宝小小的身子 拉到自己怀里抱着 小妹妹 你真会安慰人呀 都说小孩子能看见 怀的是男是女 你摸摸姐姐肚子 看看是小妹妹 还是小弟弟 夏宝的小手 被不嫣然握着 放在了自己的肚子上 她一对叠意识的眼睫 扑闪扑闪 大眼眸里光泽流转 小家伙感受着 手掌下 不嫣然的孩子 传来强而有力的生命力 夏宝微微合谋 眼前有个场景 一闪而过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 爬在树上 夏宝睁开眼眸 收回小手 她甜甜一笑 嫣然姐姐 这个小弟弟 好调皮 不嫣然 顿时暗了暗眉心 竟是个男孩 她抓着夏宝的小手 让她放在夏启悦的肚子上 那你自己 姐姐怀的小宝宝 是男是女呢 夏宝沉吟闭眸 她姐姐夏启悦的孩子 气息依旧不稳 在娘胎里就很弱 而夏宝看到的眼前的画面 是一个奶白奶白的 两岁小男孩 坐在铺了软垫的床榻上 伸着小手要她抱 酒 酒仪 抱抱 夏宝刷的一下 睁开大眼睛 回想方才 她蒙的心都要化了 夏宝瞪圆了水眸 半晌才感慨 姐姐的小宝宝 好乖 不嫣然焦急询问 难道 她怀的是个女儿 夏宝摇摇头 是板的小外甥 夏启悦柔和一笑 那就借板吉言 这孩子 定是个乖巧懂事的 不嫣然 爱声叹气 我生的孩子就调皮捣蛋 大公主的 便是乖巧听话 难不成这孩子 当真随了母亲的性格不成 我爹说过 我小时候 很难管教 听他这么说 夏宝小手无嘴 痴痴笑出声 此时 外头忽然喧闹 嘈杂起来 有官兵来了 大家快跑 一时间 吵闹的声音 夹杂着不知谁的哭喊求饶 乱成一锅粥了似的 夏启悦有些慌张 支起身子 怎么回事 夏宝小手按了按他的肩 姐姐在这里等着 我去看一看 不嫣然本想和他一起出去 奈何 夏宝摆摆小手 他懦懦道 嫣然姐姐 你也别出去 小家伙自己迈着步子走出门 他站在二层阁楼的廊下 朝下张望 只见一群官兵 骑着红枣马 身配铠甲和金错刀 若仔细去看 不难发现 他们的铠甲上 还有不知从哪里建设上去的血迹 甚至每人的刀 都是些微出窍的样子 他们闯入寨子 队列森严 围首那人 夏宝实在眼熟 而面对官兵们的山匪们 护着寨子里的人 谨慎地后退 大当家站在当前 手放在腰间的刀柄上 他樱幕一扫 警惕询问 各位官爷突然造访 所谓何事 围首的将领翻身下马 他冷冷看了这群山匪几眼 奉命办事 倾角山匪 山匪当家几个人 心头纷纷一震 这时 一道娇诺的声音横插进来 向威叔叔 此次带兵前来的 就是长盛将军 向威 向威急忙朝下宝的声音方向一看 小公主趴在栏杆上 朝她笑得田径 正挥舞着小手 向威朝下宝的方向 单膝下跪 双手抱拳 身后的将士们 骑刷刷下马 一时间 铁铠交错声 震撼人心 向威道 公主殿下 末将受陛下吩咐 以剿灭东山山匪三百余人 没留活口 陛下很担心您的安危 让末将见到您以后 将您也带回去 下宝搭搭搭跑下阁楼 小手扶着向威站起身 全都是阿王 辛苦向威叔叔了 嗯 那我们回宫吧 说吧 她扭头 看着身后一群 或谨慎或警惕 或战战兢兢的山匪们 夏宝儿甜甜一笑 我和姐姐出行 被东山山匪袭击 是这群山匪伯伯救了我们 回去以后见到爹爹 向威叔叔 你可一定要帮他们美言几句 向威冷目 扫向山匪们 微微点头 公主殿下放心 末将知道 随后 向威挥手 便有四个宫女出列 走上阁楼位 下启月收拾行囊 夏宝儿走向大当家 说道 不伯伯 你记得下个月出一子时 在深山入口烧纸 剩下的事 我会替你跟爹爹说的 大当家绷紧下河 猴头滚了滚 目光感激 多谢公主 忽然 一个人影猛地 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郭盛望毫无形象地 大喊大叫 向威将军 我日盼夜盼 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你们是来就我们回宫的吧 这群山匪太坏了 把无辜采药的我 抓来软禁 你们快逮捕他们 向威脸上的肌肉动了动 他看着郭盛望 口气无情 郭太医 好久不见 陛下以为你死在了外头 郭盛望一把心酸泪 还不是被这群山匪抓来 我明明是个太医 又不是产婆 这个大当家 竟然让我等他女儿代产 夏宝儿小手无嘴 笑得眯起眼睛 向威却说 公主殿下刚又吩咐 这些山匪救了公主一命 我正要回宫起兵给皇上 所以我们不能抓他们 夏宝儿诺诺地说 是啊 神医叔叔 你这样说不对 你在寨子里的这段时间 山匪伯伯们 待你那么好 昨晚你还一下子 吃了他们两只烧鸡呢 郭盛望脸色闪过局促 嘴上狡辩说 那是因为我逃不掉 还不能化悲愤 为食欲吗 罢了 不抓就不抓 算我倒霉 谁能想到 一个大男人自己出来 也有被掳走的风险 说着 他哼哧哼哧地 走向后面的马车 自己爬了上去 夏启曰被宫女们扶着 也走向一辆马车 夏宝儿跟他坐在一起 临走前 小家伙从窗口探出头来 朝山匪们挥手 不伯伯 别忘记答应我的事 一定要做到啊 大当家朝他重重点头 公主放心 香薇看了这些山匪一眼 最后 他微微拱手 说了句告辞 便利落翻身上马 带着队列绝尘而去 他们走后 寨子里的人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四当家更是惊恶 大哥 我没听错吧 刚刚那个将军 是不是说 东山山匪全被杀了 东山头的那群匪徒 更是见财起义 杀人不见血的恶徒 他们人数众多 就连大当家他们自己 都不会轻易招惹对方 小公主 这才给宫里报信两天 东山的那群人 就被杀了 一个不剩 大当家暮色沉沉 老四 你现在明白了吧 再厉害的匪徒 跟朝廷斗 只有死路一条 大家纷纷感到骇然 而大当家也明白 这正是小公主 夏宝儿想让她看到的 夏宝儿拿到了 东山山匪的位置以后 按理说 她就可以离开寨子了 那会大公主 夏启曰的身体 已经好了不少 不是不能走动的程度 而小公主 特地留在寨子里 等东山山匪被摆平 才离开 这是因为 她要大当家看见 如果一意孤行 还是选择做山匪 下场绝不会 比东山山匪好 夏宝儿早就劝过她 要归顺朝廷 服从朝安 这样 以后的日子才会安稳 而她让大当家看到这一幕 除了威慑 还有一个深层含义 小家伙希望 她能选择安稳的生活 怕她一再犹豫 选择继续 现在东躲西藏的日子 所以 小公主 直接帮她断去了后路 大当家一时心中感慨万千 除了觉得夏宝儿 心思玲珑以外 还很感谢夏宝儿 因为她是那样的希望 她能带着这群寨子里的人 过上正常的生活 大当家心中 拿定主意 转身吩咐所有人 你们将东西都收拾好 也许我们很快 不用再做山匪了 也可以有家 可以堂堂正正的 走在大街上了 山匪们听到大当家这么说 心里各自一震 救了一个公主 就能得到这么大的回报 夏宝儿回宫以后 夏宝儿第一时间 从御书房 奔去浮华店看女儿 彼时 惠妃刚带着夏宝儿沐浴干净 正在给她擦头发 宝儿 爹爹的乖乖 夏宝儿一路急奔 闯了进来 夏宝儿仰起大眼睛 看着她 甜甜一笑 娇软可爱 爹爹 夏宝儿把惠妃挤到一边 拿走给夏宝儿擦头发的白金 动作轻柔地擦拭 她一边低头 看着夏宝儿的小脸 一边不满叹气 你看 出去玩了几天 好像瘦了 你遇到危险 怎么不想着第一时间 派人告诉爹爹 你虽然聪明 但面对山匪 你还是个孩子 哪里对付得了 要是遇到危险 可怎么办 夏宝儿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 夏宝儿小手挠了挠鼻尖 语气懦懦 爹爹 我这不是没事吗 也没有瘦 若是真的有 那一定是想爹爹想的 小家伙说完 将小脑瓜 拱进夏宝儿的怀里 面对萌娃公事 夏宝儿彻底松开了 紧皱的眉头 连责怪她的一个字 都说不出来了 若不是宝儿求情 那姓布的山匪 爹爹真想将他们连根拔起 夏宝儿连连摆动小手 爹爹 山匪伯伯们 救了我和大姐姐 看着小家伙紧张的小神情 鼻尖粉红可爱 夏宝儿无奈一笑 爹爹知道 所以打算放他们一马 夏宝儿黑眸一转 轻轻试探 只是放过他们 爹爹 山匪伯伯们也不想作恶 可是害怕被官府抓走 他掰着自己的小手指 低头说 可不可以赦免山匪伯伯们的罪 送给他们一个大宅子 让他们有地方落脚 还能好好生活 夏宝儿抿了抿唇 没有急着答应 夏宝儿粉蛇舔了舔嘴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爹爹 你知道吗 山匪不伯伯的女儿 嫣然大姐姐也有小宝宝了 可是 因为条件不允许 他们连出山请郎中都不敢 不然 怎么会将遇到的 采药的神医叔叔 强行带回寨子呢 我看到他 就想到爹爹 想到天底下 每一个父亲的心 作为一个父亲来说 一定是希望女儿无恙安稳 他们想改过自新 也需要爹爹 给他们一个机会 总不能等 嫣然姐姐的宝宝生下来 他们还要靠抢劫 才能生活啊 夏宝一番真情言论 终于让夏洪墨动容 他摸着自己女儿柔顺的黑发 宝 爹爹不是不愿意 而是爹爹害怕 你被这群歹徒利用欺骗 生怕他们 是故意在你面前示弱 好让你心软 你一向心地善良 不会见死不救 说到这里 夏洪墨话音一转 不过 听了你说的这些话 爹爹也相信 我的宝聪明伶俐 断不会轻易被骗了 想必你说的山匪 也确实是一个爱女儿的好父亲 既然他又救了你 爹爹就网开一面 给他一条活路 夏宝小脸上一阵欣喜 他小手抱住夏洪墨的脖子 谢谢爹爹 爹爹万岁 夏洪墨哈哈朗笑 摸着女儿的后背 只要你平安 爹爹还有什么不允诺呢 慧妃在一旁看着 笑得温柔婉约 陛下 您会将宝宠坏的 夏洪墨斜眼看去 什么宠坏不宠坏的 朕就是喜欢对女儿好 只要宝想做的 就是对的 没有好坏之分 因着夏洪墨答应了夏宝的请求 小家伙高兴地 在床上扭着小屁股 跳起了自创的舞蹈 只将夏洪墨和惠妃 看得笑声不止 没过几天 皇上就下旨 山匪不兴救护公主及时有功 册封为百夫长 他手下的所有山匪和喽啰 都能充军 这个官职不大不小 刚好够他们生活 不仅如此 皇上还赐了一间 二进二出的大宅子 一时间 全天下都知道 一群山匪救了公主 被昭安归顺了 得了大宅子 还有了官职 令无数正在漂泊流浪的江湖人 羡慕极度 看来 只要做好事 皇上还是会网开一面的 又过不久 不兴带着寨子里的人 搬进了宅子里 宅子占地宽广 各处做工精良 房颜精美 雕龙画洞 随处可见假山 水池 景致优美 他们何曾住过这么好的地方 自打不奄然出生以来 都是只能住在深山里 夏天的时候 饱受蚊虫蛇蜀折磨 每逢雨季 寨子里的嬷嬷们 就会被寒气侵袭入体 有的腿疼的都无法站立 更别说冬天 要储备多少木柴取火了 现在有了这个宅子 相当于小公主 给了他们一个温暖的庇护所 几个当家都是泪意朦胧 看着不大当家 而大当家早已眼眶通红 大当家顿时 朝着皇宫的方向 跪下重重叩手 这等再造针 他是要铭记一辈子的 他将一些会做饭的嬷嬷 安排去做了厨娘 年轻的小姑娘就做了丫鬟 年轻力壮的山匪 成了家丁 大家都有了去处 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不再东躲西藏 而不奄然的相公左生 原本是在城里 看了一个一进一出的小宅子 打算接不奄然进去生产 谁知一转眼 他们就拥有自己的房子了 一个晴朗的午后 夏洪莫单独 宣召公余匪到了御书房 德权公公一般都会留在室内 随时等待皇上吩咐 谁知 这次 等公余匪到了以后 夏洪莫挥挥手 让德权公公先出去 等御书房内 只剩下公余匪和他时 夏洪莫小声问 小国师 你能不能看到宝未来的姻缘 那个取走他的臭小子 现在在何处啊 公余匪原本冷淡镇静的眉头 陡然斜飞 扬起一个惊恶的弧度 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故作镇定 陛下 公主还小 为何看这个 夏洪莫拍了拍桌 还不是前几日 宝回来告诉朕 他看到那个山匪 有个怀孕的女儿 因为没钱 过得多么凄苦 朕就在想 以后万一拦不住宝嫁人 他可能也会怀孕生子 公余匪指尖不自觉地紧了紧 不知为何 眼底也出现了一层浮动的烦躁 所以 陛下要找出那个人 杀之后快 夏洪莫抬头看他 愣了愣 你说什么呢 当然不是 朕想提前找出来 看看能不能帮扶一把 公余匪的眼眸 更加深沉如宁墨 见他不为所动 夏洪莫以为 是自己没说清楚 他继续解释道 万一他是个穷小子 等宝嫁给他的时候 难道随他一起吃苦 朕现在就想知道他是谁 然后暗中提携照顾 等他娶宝的时候 好歹有点身份地位了 不然一想到朕的宝嫁过去受苦 朕恨不得扒了他的皮 夏洪莫暗来暗眉 快点帮朕看看吧 趁着朕没改变主意 不然一会 说不定朕就想先杀了他 公余匪只见微微妈撒 面上看着波澜不惊 实则 心内早已滔天巨浪 夏洪莫的话点醒了他 宝儿虽为小锦里腰 但有朝一日 他也是会嫁人的 夏洪莫还在那自言自语的念叨 这个人 要是品性不好 比如酗酒 祸爱打人 震都不能留他一命 脚太臭也不行 哦对了 口味跟宝儿的不一样 也不能活着 公余匪静静接话 不如公主聪明的人 不如也不要 夏洪莫一正 这个会不会太难了点 公余匪却十足镇定地回答 不会 若是不如公主聪慧 往后公主恐怕少不了为他操心 你说得有理 夏洪莫打定主意 立刻大秀一挥 你快帮宝儿看看 如果不满足朕说的这几个条件 朕就派人杀了他 公余匪心中烧鞍 能符合皇上的要求 恐怕天底下倒也不剩几个人 公余匪汉手 知道了 我全且一事 他找来一张宣纸 两指一并 博纯轻念口诀 只见 夏洪莫桌子上的一支狼豪笔 自己动了起来 公余匪和夏洪莫 纷纷屏息关注 只见毛笔 自己写下了一笔 突然 就好像被什么击碎一样 欲做的笔笔 竟从中裂开来 夏洪莫和公余匪 齐齐一愣 公余匪皱眉 他并没有做什么 为何笔眉写完 就自己断了 夏洪莫更是惊骇 这 这是什么意思 宝儿的音源裂了 公余匪抿了抿唇 沉吟半赏 他才慢慢道 这种情况说明 可能以后小公主 不会有姻缘 所以天公无可奉告 夏洪莫一听 喜不自胜 原地跳起来 鼓掌大笑 好好好 天底下还有这等好事 好的很 朕就杨板一辈子 他也不用为了哪个男人 伤心流泪 在夏洪莫沉浸在自己 高兴里的时候 丝毫没留意到 公余匪眼底 一闪而过的疑虑 他还有一句话没说完 普天之下 但凡会补挂算命的人 都不能算自己的命 他刚刚念的口诀 除非是答案跟他有关 否则 玉笔不会开裂 连一个完整的字 也没写下来 然而 也有一种别的可能 那就是 宝儿或许没有未来 和谈姻缘 不管是哪一个 都足够让公余匪 眉头紧皱 他一定要保护好宝儿 不让他受到谁的欺负 但一切尘埃落定 已是入冬时节 11月的天 刮着能冻掉鼻子的风 夏宝儿抱着暖炉 闭着眼 躺在马车里打盹 忽儿马车一停 燕豪轻轻地说 公主 国学府到了 夏宝儿白嫩的指尖 揉了揉眼睛 困意出醒的模样 十分可爱娇俏 因着暖炉 轰得两个脸颊 如同云霞飞散 更衬出眼睛的明亮幽黑 燕豪为夏宝儿 系了一件 孔雀宝蓝色的披风 脖子上还围了一圈 白虎球 小家伙提着书楼 走下马车 就听见不远处国学府门口 一阵喧闹声 薛少今日一身滚鞭红袍 罕见地戴了一个挡风的棉帽 跟他周身狂傲的气质 实在不符 此刻 他正提着一个柔弱书生的耶领 滋出一口白牙 见眉心目扬着羞怒 你刚刚盛失嘲笑 我是秃子 周围的学子们 聚在一起 交头接耳 指指点点 被薛少抓在手里的书生 吓得面色煞白 他连连白手 薛小爷 我 我岂敢笑话您 您听错了 薛少不依不饶 他怒瞪眼 我分明就听见了 笑声是从你这边传来的 书生根本敌不过他的力气 只能任命地被薛少抓在手里 顶着一张无辜的脸 吓得双腿发抖 薛少将他扔开 对着周围围观的学子们 大声怒道 你们闲着没事 就去读书 老关注我 头发长得长出来干什么 薛少也生气 自从上次 一夜之间他没了头发 郎中来了 都说不出个缘由来 最后 老郎中只能说 也许是最近薛二少爷压力过大导致的 老夫开几包静心凝神的药方 调和着吃吧 不仅郎中毫无办法 甚至他娘 去上山求佛都失败了 回来的时候 说是遇到了山匪 但被小公主搭救了 总之 薛少已经顶着寸草不生的脑门 大半个月了 他一开始 不想来国学府上课 免得被嘲笑 但耽误这么久不来 就说不过去了 今天硬着头皮来了 还是觉得周围都是窃窃私语的议论声 薛少觉得晦气 正想进学府时 察觉到身边不远处 有一道绿色视线定定地看着他 薛少一扭头 就看见下膀站在不远处 他穿着月白色的裙子 披着宝兰披风 翘生生地站在马车前 一双精致漂亮的眉眼 明晃晃地含着嘲笑 薛少情不自禁地按紧了帽子 转身就想跑进国学府里 若是按照以往 他定要在下膀面前吵闹几句 但今天 只想快点脚底抹油 薛少哥哥 下膀根本不给他机会溜走 脆声声地喊了他一声 薛少站定步子 觉得耳根子都烫红了 太丢人了 眨眼间 下膀已经走到了他身边 他扑上着乌黑雨节 歪着小脑袋 仔细看了看薛少 咦 听说薛少哥哥一夜之间 头发不翼而飞 能不能将帽子摘下来 让我看看这奇观呀 薛少羞怒 公主今日倒是有闲心情 看我的笑话 不怕去学堂迟到吗 下膀摆摆小手 还有一会夫子才来呢 不过薛少哥哥 我曾听说 有的人年少时掉了头发 以后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我看你年纪轻轻 一定要小心哦 薛少咬牙 这个小家伙 竟然拿当初他吓唬他的话 又还给了他 薛少气道 不需要公主为我担心 说吧 他怒冲冲地朝前走去 下膀粉唇勾起一抹笑意 小白牙晃着明白的光 他小手轻轻一动 此时不知从哪里 刮来一阵寒冷的东风 竟将薛少的帽子 从头上吹掉 一个完整的 圆润的光秃秃的脑瓜 就露在众人眼前 下膀带头 无嘴娇俏笑出声 连带着周围的人 都忍俊不禁 薛少顾不得发火 急忙弯腰捡起帽子 转身就跑 下膀 你等着 带走到无人处 薛少想起下膀说的话 有的人莫名其妙 掉了头发以后 就再也不长出来了 他该不会得的 就是这种邪症吧 不然为什么 都半个月过去了 他的头发 半点都没长出来 薛少找了一个 没有人经过的池塘边 他低头看着水面倒影 摸着自己空空如也的脑袋 一张具脸皱在一起 私生 真有这么邪门 课上 刘夫子正在讲 下膀五岁那年 学过的知识 小家伙百无聊赖 小手脱腮 水蒙蒙的大眼睛 扑上来去 好无聊啊 不然去找老天爷玩一下吧 下膀打定主意 顿时微微凝稀运起 刹那间 虽然还睁着眼眸 但意识已经进入了一片虚空 这是他运用梦魔的法术 强行将自己的声音 传递到了太树真人那边 彼时 太树真人正在打坐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 胶软的呼唤 老天爷爷 太树真人 眉头微微一皱 这小孩 怎么又来了 太树真人屏蔽无感 决定不回应他 谁知 梦魔的法力 就强大在于此处 哪怕屏蔽感官 也能轻易地 被潜入近意识里 夏宝儿在他耳边 不厌其烦地 分享自己的生活 老天爷爷 我知道 也许是你帮了我 薛少哥哥嘲笑我牙齿掉了 吓唬我再也长不出来 现在他没了头发 也能体会我的心情了 太树真人心中暗翅 这小家伙 还不知道是阿斐 为他做了这一切 夏宝儿又在他耳边呼唤 老天爷爷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在睡觉吗 太树真人 忍无可忍 我不是老天爷爷 我们修行之人 更不用睡觉 夏宝儿软糯的声音 带着一只半解的了然 哦 这样哦 老天爷爷这么厉害 还要再修行 夏宝儿说到这里 想到公于斐 小家伙 跟个小大人似的叹口气 对啊 阿斐哥哥那么厉害 也要继续修行呢 夫子说过 学无止境 原来是这个道理 太树真人打坐的手掌 微微捏成拳头 他强作耐心道 你不好好上课念书 为何总来打扰我清修 从我的灵石里退出去 夏宝儿可怜兮兮的 咕弄了一声 可是人家无聊 夫子教的书 我五岁的时候 就倒背如流了 不过 小家伙虽然抱怨 但还真的听话 果然消失在了 太树真人的灵石里 还给了他一片清静 太树真人微微吐息 正要再次打坐 突然 老天爷爷 那我上完课 还觉得无聊的话 能来找你说话吗 夏宝儿软糯的声音 再次闯了进来 太树真人暗了暗眉心 小孩子 为何这么烦人 当年他收公余匪为徒时 公余匪也不过五岁的年纪 从小 他就沉默寡言 冷静自持 不像这夏宝儿 活泼好动 话还多 太树真人怒道 你若是喜欢说话 就别停 夏宝儿一听 当即高兴坏了 果真不和他客气 一会说到宫里的爹爹和娘亲 一会又讲起北多的风景 就算太树真人的态度冷淡 夏宝儿还是欺而不舍地跟他聊天 谈论时 太树真人即便表达不喜 小家伙也全然不在意 最后 太树真人先受不住了 他清修几十年之久 耳边好久没有这么吵闹过了 他无可奈何地说 你歇一会吧 为了堵住夏宝儿的嘴 太树真人主动念起了经文 这是世间从未被记录过的神眼 其中藏匿着修行的真理 太树真人原本以为 以夏宝儿目前的法力修为 定然是听不懂的 却没想到 小家伙顿时安静了下来 不仅听得津津有味 遇到疑惑时 还会出声询问 太树真人鬼使神差的 为他一一解答 好学是天下人都有的资格 太树真人 从前就是维护一方水土的神明 只不过有了公寓匪接班后 他就退隐山林 开始修炼更高的境界 即便不洗夏宝儿锦里腰的身份 却不会因此不给他答疑解惑 一整天下来 太树真人偶尔还能听见 夏宝儿那边 有毛笔刷刷的动静 小家伙勤奋地将一些 他认为有用的知识点 全部记在了纸上 他刻苦好学 中午用膳的时候 为了学习 不肯去深思堂 顾学宇见他埋头在纸上写东西 便也没打扰夏宝儿 只是去深思堂端了一些好饭好菜来 摆在他的桌子上 小家伙便一只手拿着一只鸡腿 另外一只小手捏着笔杆子 他吃得稀溜 声音都变得含糊不清 太树真人皱眉 将他当成半个子弟教训 食不严 寝不渝 夏宝吃得粉唇油乎乎的 听到这话 撅起小嘴 可怜兮兮的 他将鸡腿放回碗里 依依不舍的表情 就好像会被心爱的人 老天爷爷 你知道鸡腿的滋味吗 如果我想请你吃鸡腿 圣食药烧给你啊 虚空中 传来太树真人暴躁的反驳声 我又并非一个死人 烧给我做肾 你自己吃 我不沾浑腥 夏宝儿糯糯地嗡了一声 小家伙缩了缩脖子 颇为惋惜 唉 老天爷爷 吃不到这些美味 修炼一定很辛苦吧 太树真人捏了捏拳 不愿继续这个话题 他开始反问夏宝儿 方才他都教了一些什么经文 更是提到许多疑难的知识点 没想到 夏宝儿只听他说过一次 便知道举一反三 对答如流 太树真人心中 微微感到惊讶 到了夏宝儿放学时分 已是黄昏带着金灰泼洒 他软糯地和太树真人说再见 夏宝儿离开意识后 太树真人陡然觉得 耳边安静了 他重新运气屏息 开始打坐 小家伙今天受益匪浅 心情都变得极好 他拉着书楼蹦跳出门时 看见公鱼匪 站在一片夕阳的金灰下 正静静地在等他 阿斐哥哥 夏宝儿张开小手 直接扑进他的怀中 公鱼匪今日一身月牙白的长服 静无意中 跟夏宝儿穿了一样颜色的衣裳 他笑得温和淡淡 薄 今晚街市上有五龙的 很热闹 我带你去看看 夏宝儿一听 灯时欢呼雀跃 阿斐哥哥 你对我最好了 他下意识点起小脚 要亲在他的脸颊上 公鱼匪脸色一变 连忙挥手握住夏宝儿的小脸 他两指轻轻夹住夏宝儿脸颊两侧 将他的小嘴挤成了嘟嘟的样子 好在夕阳惊鸿 才不至于 让他的一脸通红 被夏宝儿看出端倪 公鱼匪强行压下不自然的神色 他轻了轻嗓 薄 不渴 这里人多 夏宝儿挠了挠小鼻子 似懂非懂 难道 以后要给阿斐哥哥香香 要等到没人的时候 恰好此时 艳好让侍卫驱赶马车 到了国学府门口 夏宝儿和他讲明 晚上要跟公鱼匪逛街市 让艳好先回宫去和娘亲 还有爹爹说一声 艳好却脸色一红 有些局促 他斟酌着开口 公主 奴婢要向您回宫跟娘娘 和陛下说 可以吗 因为今晚 奴婢有事先不回宫 已经和娘娘提前说过了 本想等您下雪了再告诉您 没想到 您也不回宫 下板眨了眨葡萄式的黑毛 艳好姐姐 你要做什么去 艳好羞红了一张脸 支支吾吾的 说也说不清楚 这时 他们身后 传来一声温润的呼唤 艳好 公主殿下 下宝回头 看见叶景凡拿着一个包袱 穿着对金青衫 快步朝他们走来 这下 艳好的脸红的能低血了 当叶景凡走近 他急急地称怪 你为什么过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巷子口等我吗 哎呀 叶景凡笑得温和 他忙说道歉 我买了你喜欢吃的葱油饼 看你来了就凉了 想先送过来 你要是和公主还有事办 先拿着饼垫垫肚子 我再去巷子口站着等你 下宝的大眼眸 左看看艳好 右看看叶景凡 小家伙聪明伶俐 顿时恍然大悟 叶好姐姐 你和叶大哥哥 今晚要出去玩吗 叶好急忙红着脸解释 公主 奴婢可不是和他相约 就是上次叶大哥给奴婢那么些地契 奴婢想找机会还给他 顺带请他用个饭 您千万别误会 叶景凡看了看叶好 也随着他的话说 是的 公主殿下 您别怪叶好 他并非想偷懒 下宝小手背后 精致可爱的小脸上 透着一股灵动 我当然不会怪叶好姐姐了 叶好姐姐 要是和叶大哥出来 我一百个一千个同意 叶好姐姐 我和阿斐哥哥 晚上也要去接事 不如 晚上我们一起去用膳啊 叶好红着脸 看了一眼叶景凡 后者笑着点点头 叶好才说 那 那也好 公主殿将下宝抱上马车 随后自己弯腰也坐了进去 叶好和叶景凡 相继上了马车 四人朝街市出发 唯有相宁 孤苦伶仃的 回宫去通禀消息 给皇上 还有惠妃娘娘 在马车上时 下板介绍了公鱼匪 给叶景凡认识 寻常人见到公鱼匪 都威慑于他的通天之能 几乎所有人 都想得到公鱼匪的不算 但叶景凡为人温和 一句请公鱼匪 帮忙看他命和运的话 都没说 这让公鱼匪 对他的印象 便好了一些 当夜幕初上 樊心点缀着墨色苍穹时 在了街市口 因着今晚人来人往 马车不能进街市里 下板他们 就下车不行进去 此时 繁华热闹的夜市上 早已人来人往 公鱼匪将下宝 护在了身侧的位置 避免行人磕碰他 大家途径一个 卖糖葫芦的小摊子 摊子前 已经排了不少人 下宝小脚一停 走不动了 他睁着圆润漂亮的眼眸 看着锅里 还在做的糖葫芦 一颗颗饱满肉多的山楂 滚着金黄色的糖浆 一口咬下去 还能听见糖衣碎裂的脆响 小家伙满眼都写着 想吃 叶景凡自觉年长他们几岁 要做起照顾人的身份 见下板想吃糖葫芦 他笑了笑 公主 你们在此等候我片刻 我去买一点来 说吧 叶景凡果真去排上了队伍 下板小手 被公鱼匪钻在掌心里 他晃了晃小脚丫 燕好姐姐 叶大哥哥真的好体贴 娘亲说过 你要是喜欢他 就在一起吧 燕好的脸色 顿时红得像猴屁股 他嘴硬狡辩 公主 您怎么也跟娘娘一起 打去奴婢 公鱼匪却罕见地开口 他声音淡淡 宝和娘娘说得倒是不错 叶景凡此人 气韵中上 晚年实财无忧 且专一本分 这样的人 天底下不多 燕好跺了跺脚 就差求饶了 小国师 您别跟着公主拿奴婢开玩笑了 燕好的目光 看向那边排着队的叶景凡 他生得清秀 有书生一样的儒雅 脾气好不说 还很有耐心 更读过一些书 还会做生意 燕好有些气馁 叶大哥条件好 奴婢哪里比得上 做朋友都怕拖累他 夏宝小手猛地插腰 扬起雪白的小脸 他懦懦地道 谁说的 燕好姐姐是宝唯一的贴身服饰小姐姐 多么尊贵 谁敢小瞧 夏宝挥舞拳头 黑羞打了两下 小脸满是认真神情 若欺负燕好姐姐 宝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 燕好笑了出来 公主 您真是太可爱了 就在这时 燕好余光看见 叶景凡拿着四个糖葫芦不方便 他连忙跟夏宝说了一声 就走过去帮忙 趁着此时 夏宝悄悄告诉公与匪 阿匪哥哥 宝认识了一个藏在虚空里的老天爷爷 他今天教了宝好多修炼的法术 公与匪微微皱眉 他牵紧了夏宝的小手 宝 天底下怪人多 也要小心心怀不轨之人 不要因为他年纪大 就失去防备 是什么样的怪老头 来教他的宝 夏宝鼓了股粉塞 老天爷爷人很好的 虽然总是不耐烦 但宝知道 他很热心 恰好这时 叶景凡和燕好 拿着糖葫芦走来 两人便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因着今夜有五十灯会 各个酒楼都挤满了人 叶景凡带着他们 进了一家两层酒楼 这家店装潢古雅 门庭客人极多 因着菜肴可口 价钱合适 之前在京城里也小有名气 但就是这样人头挤挤 叶景凡竟然还能带着夏宝他们 在酒楼里找到一席之座 周围坐满了客人 这一桌空下来 好像是单独为谁留下的 夏宝和宫与匪 还有燕好先行坐下 便看着叶景凡 走去账台那边 和掌柜的交流 不多时 叶景凡回来 坐在了燕好身边 他笑着说 叫了几个招牌菜 还有两道酿园子 公主好食甜 一定会喜欢 燕好有些惊讶 叶大哥 你还和这里的掌柜熟悉 叶景凡一正 他拱手道歉 我大概忘了说 这家店是我开的 夏宝和燕好 齐齐睾睁大了眼眸 叶景凡被他们看得 有些不好意思 燕好愕然 你不是说 你经营这几家 营收不好的店铺吗 这 这也叫不好 他指了指周围 门庭满客 生意红火 叶景凡忙解释 我确实经营几家商铺 不过现在酒楼的收益不太好 前几个月开始 客人就少 现在看着人多 是因为沾了灯会的光 有时候门庭冷落 开张一整天 只有一桌客人 说到这里 叶景凡叹口气 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前几天还在想 是否要将这个店盘出去 否则留在我手里 也是浪费 这一会 店小二端这四五盘 琳琅满目的 真修佳肴上来 夏宝食指大动 公余匪为他加了一个酒酿园子 酒酿园子里 竟然有着甜甜的桂花线 小家伙吃到嘴里 顿时分香四溢 甜而不腻 他幸福地眯起眼睛 胡伦说 好好吃哦 大家纷纷动快 最后夏宝道 叶大哥哥 好奇怪啊 你们家店里饭菜这么好吃 怎么会生意不好呢 公余匪捏着茶盏 一直没说话 这时 却忽然淡淡开口 有人截走了他的财运 当然生意不好 燕好和叶景凡都是一愣 燕好知道 小国师一向不夺管闲事 除了公主和国事 他别的都不操心 好不容易 他为叶景凡的店铺开了金口 燕好连忙帮着叶景凡 多问了几句 财运还能被劫走 公余匪单看他一眼 自然可以 别说财运了 命都能借 何况财 他修长的双指一并 在地上画出了一条 无形的线 燕好和叶景凡看不见 但夏宝儿却清清楚楚地瞧见 阿斐哥哥画出来的线上 有好多泛着青光的奇怪脚印 看起来不似人脚 倒像是鸡脚的印记 公余匪指着酒楼对面的赌方 他们吸着这边的财气 看样子已经有好一阵了 叶掌柜 你这酒楼 是不是还偶尔会出一点事故 叶景凡回忆片刻 恍然点头 对 要么是我的店员切到了手 要么是从楼上下来崴了脚 还有客人在门口大打出手 最严重的一次 是后厨起火 差点整个楼都烧没了 夏宝儿小手眼唇 这么严重了 叶景凡愁眉不展 小国师 请问他们使的是什么高明的法术 这个赌方两年前才开 在那之前 我这个店收益可观 却没想到短短两年 就频频出事 说着 他叹口气 赚不到银子没关系 就是别伤的人才好啊 龚与斐薄纯微敏 弧度冷硬 高明算不上 就是一些不入流的把戏 他口吻里 带着淡淡的轻面 下宝儿小手脱腮 他垂着长截 看着地上那些青涩的脚印 想开口问阿斐哥哥 但是碍于燕好和叶景凡还在场 小家伙先忍住了好奇 龚与斐却问道 你可知无鬼运才 验好挠了挠额头 很是困惑 啥意思 叶景凡面色一顿 显然是听说过的样子 他点点头 知道 我们这种行走的商骨 常有人因生意不如意 所以不振聚财 龚与斐修长的指尖 在桌子上轻轻地 有节奏地敲着 无鬼运才 就是借助小鬼的能力 将别人的财运 偷来给自己 效果甚好 五个小鬼可以不起人门户 不破人相拢 而取人之财物 他停顿了片刻 看向叶景凡 但也有坏处 小鬼毕竟不是人 所以办事时手脚不利落 像烧毁你的店铺 害你店中小二受伤 以及引起宾客纷争 诸如此类的事 隔三差五就会发生 叶景凡的面色愈发沉重 他紧皱眉头 仔细思索 反倒是验好坐不住了 他焦急恳求 小国师 那您能帮一帮叶大哥吗 赚不到银子 也罢了 要是谁受了伤 闹到衙门去 叶大哥被连累 要吃板子可怎么办 龚与匪不动声色地垂眸 将手中一盏茶喝尽 他才缓缓道 这件事不用我过手 这个赌方也开不了多久 除了叶掌柜 本身气运不错 有祖先庇佑以外 料想不会出大事 同时 这个赌方用术过度 即便无鬼运财 给他们带来了财富 但向鬼打交道 一向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只管等着 时日一到 他们自会瓦解 龚与匪不爱管闲事 这次出言提醒 也是因为叶景凡特别照顾夏宝 他对叶景凡有些微的好感 否则 是不会多嘴的 在公寓匪言里 万事万物 自有他的规律和来去 天底下不公平 不顺利的是那么多 天道自然会记录奖罚 他何必插手多管一遭 夏宝却晃着小脚 说道 这个赌方 我好像去过啊 上次太子哥哥带我来过这里 里面有很多漂亮的石头 切开就是玉 不过 夏宝记得 赌方大堂 一进门就有一个流水一样的池子 里面供着金蝉厨一样的金像 缓缓流动的水 视为聚财 吸附着来赌方之人的气韵 待久了 就会变得运气低迷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好赌的人 很少能赚的盆满钵满回去 大多数都是赢一点 却赔进去的更多 叶景凡听到下板这么说 眉头皱得更深 公主所说 恐怕是赌石 但我曾听有人提起 这个赌方里 基本都是普通石头 切到玉得寥寥无几 下板知道这是赌运气的把戏 但在运气这块 他就没输过 所以他默默地抿了抿 粉嫩唇瓣 没有接话 突然 不远处传来一声尖叫 原来有个店小二 再次踩空 从二楼的楼梯滚了下来 他恰好撞在了帐台上 眼见着放在台子上的 一壶滚烫的热茶 就要掉下来 泼到坐在附近的龟袖头上 情况危急 下板小手指一挥 原本要撒在龟袖身上的茶壶 顿时落在了旁边 啪的一声乍响 热水似箭 瓷片飞射 万幸没有伤到人 原本喧闹的大唐 顿时吵嚷起来 你们这什么店啊 怎么这么多小心 烫着我了怎么办 龟袖不依不饶 跟他同行的公子 更是怒不可恶 这个店小二笨手笨脚 你们还将热茶壶 放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若是从头上泼了下来 皮都要烫掉了 周围的人也指指点点 哪怕店小二和掌柜的 连连赔罪道歉 这群人的不满声 也达到了极点 叶景凡只好起身 连忙过去安抚众人 对不住各位客官 我是这里的东家 以后我们一定会谨慎服侍 这次所有人的菜 我都免单 再额外送一碟花生米 一盘牛肉 请诸位消消气 他在那边陪礼道歉 这边燕好瞪大了眼睛 他气呼呼地问 该不会 又是那无鬼运才闹的吧 公与匪的目色从始至中 都凝着淡然和幽远 见他微微点头 燕好实在为叶景凡打抱不平 这些坏人 做这么缺德的事 也不怕遭雷劈 夏宝乌黑的眸子一转 桌子下 他晃晃小脚 叶大哥哥给这么多客人免单 怕是要损失不少钱吧 燕好 可不是吗 对方算计他 他还要吃亏 真倒霉啊 夏宝小手戳了戳 自己粉嫩的脸颊 语气松快 没关系燕好姐姐 吃完饭 我们去对面赌方里 把这些钱钱拿回来 燕好一愣 公主 你要去做什么 龚与匪原本面无表情 听到这句话 他轻轻移动手掌 捏住了夏宝的小手 他微微挑起长眉 示意他不要此刻出头 为此 龚与匪甚至低声沉沉道 宝听话 这件事我去摆平 你不要露面 好不好 能做无鬼运材的人 必是不择手段 心思狠毒之人 他只想将夏宝 保护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 那些冲锋陷阵的事 就交给他去做 夏宝鼓了鼓粉塞 显然不同意 他脚狭灵动地眨了眨眼 没关系的阿斐哥哥 我们一起去 我也不会做什么别的事 就是迎几块好石头 给叶大哥哥解气 烟好坠坠不安 公主 赌方那么鱼龙混杂的地方 你还是别去了 不然让陛下和娘娘知道 会责罚奴婢的 下宝小鼻子 发出一声轻轻的哼 上次太子哥哥都带我去了 弟弟和娘亲也没发现啊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叶大哥哥是好人 他见不得好人受气 叶景凡安抚好客人们回来后 就见下宝把筷子一放 诺诺地道 走 我们去对面 玩一玩 下宝他们 去一边的小摊 各自买了一个面具戴上 公鱼匪牵着他的手 走到了赌方门口 此时正值夜色高悬 赌方牌匾上 四个烫金大字千金散尽 一发光 咽好不满的嘀咕 好大的口气 这不是明摆着 坑人的钱 他们四人走进去 大堂内用金碧辉煌来形容 都不为过 半人高的招财翡翠玉树 摆在正中的池子里 两只金蝉橱蝉蝉喷着水 水底是一层厚厚的铜板 今夜赌方里的人 好似比平时更多 大概有不少男人 骗家里的妻子 今夜出来看武师 实则进来赌方一只千金了 下宝左右看看 这个赌方内的空间 好像扩大了 之前他和太子哥哥来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大呢 他们四人穿着布斐 尤其是下宝 虽带着面具 身姿却娇俏活泼 一双藏在面具下的大眼睛 更像是会说话似的 一看 就像是谁家的小小姐 出来玩的 店小二顿时迎了上来 他陪笑询问 小少爷 小小姐 你们来 是想玩点什么 小二的目光 下意识看向几个人的腰包 下宝装满了零食的小腰包 鼓鼓囊囊 店小二却心想 这肯定是个肥羊 带了这么多银子 今晚都得送给赌方了 他更加热情地介绍 我们方里 有三七桌 也有五五桌 也有全赌桌 生怕下宝是个小孩子听不懂 店小二仔细解释 三七五五 就是您抽到了玉的话 您要和我们对分 您七我们三 全赌 就是不管赢了多少 都是您自己的 当然了 这样的上桌价格一百两起步 叶景凡问道 你只说赢了 赌输了的话 也是我们付钱 店小二皮笑肉不笑地 呵呵两声 公子 这是自然 不然您来玩 哪有赌方给您出钱的道理 下宝此时开口 声音软糯 不必问了 我们就去玩最贵的那一桌 店小二一听 这女娃到底是天真 恐怕还不知道 赌鱼石是什么吧 上来就狮子大开口 要最贵那一桌 恐怕到时候输得多 就要哭鼻子咯 店小二笑咪咪地 做了个请的姿势 小小姐 请这边来 天字房有请 他们走到了 最里面的一间屋子 进去前 店小二又再次将人拦住 他陪着笑脸说 小少爷 小小姐 按照我们方里的规矩 起玩家是一百两 每开一个石头 再加十两 以此类推 公鱼匪面色不渝 眼眸更是泛着冷冷的光泽 下巴摇了摇他的手 公鱼匪便从袖子里 掏出一张二百两的银票 扔在了店小二怀里 没办法 谁让小姑娘喜欢 他再不支持 也只能奉陪 店小二看到公鱼匪出手 如此干脆利落 一时惊喜不已 各位客官 您里面请 我这就去上一壶好茶 点心来 下板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去 天字房此时 只有寥寥几个 看似十分有钱的富商 在挑石头 桌子上堆了数百个 外表平平无奇的石块 燕豪忍不住到 这么多 奴婢看得都要头晕了 叶景凡却靠近 小心低语提醒 公主 这几个人看起来 都不像是真正的富商 我常听说有的赌方 会专门雇人来作陪 通常会哄骗真正的客人 花费千金 你看他们 看似都在观察石头 实则余光 好像都在关注咱们 下宝朝他点点头 软软的小声说 叶大哥哥 放心好了 我知道怎么做 说完 小家伙黑羞爬上一边的高椅子 他翘着小腿 一双灵动大眼 闪烁着惬意 下宝看着桌子上的石头 左右来回瞧了瞧 一旁有个富商见状 便主动围过来 跟他说话 小姑娘 头一回来玩吧 看你年纪这么小 伯伯我可以告诉你几个诀窍 那种石头外表光滑 体积不大不小的 就一定有余 他指着最近的一个石头 那个就不错 下宝仰头看他一眼 懦懦的说 哦 不错的话 就让给伯伯你吧 你打开我看看 富商一愣 完全没想到 小姑娘不仅不上钩 还反将一军 他善笑两下 我再看看 再看看 下宝看了半天 都迟迟不选石头 另外一个富商忍不住 凑上钱来 小姑娘 要不要伯伯帮你挑一个 下宝铺扇睫毛 摇摇头 伯伯你若闲着 就帮我喊电小二过来 我有话问他 富商一愣 这小女娃是什么意思 她还是按照下宝的意思 转身 去喊了电小二过来 带小二来后 下宝昂着雪白下河 小二 你们做生意 都不讲究诚实两个字了 这里没一个待遇的好石头 我要换房间 电小二惊讶 怎么会呢 小小姐 这是我们最贵的房间 比其余房间的 其实都要多 您还小 会看走眼的 不然您再瞧瞧 下宝小手环抱 态度端得高雅 语气更是不容置会 你们做生意不成 还不给我换房间完 那将钱都退给我 我不完了 这就走 下宝从椅子上跳下去 真像是要离开 电小二急了 好不容易遇到 这么几个待宰的羔羊 哪里就这么轻易放走他们 小小姐别急 我给您换个房间 您别生气 来玩的嘛 重要的是开心 说完 电小二就领着下宝他们 到了隔壁的地子间 这里人多 刚刚就有一个人 切了一块翡翠出来 不然小小姐在这瞧瞧 下宝走过去 在桌子边 扬起眉眼戏看 众人还以为 他是谁带进来的孩子 下宝爱了一声 扭头对电小二道 这样吧 我给你五百两 你把你们这里所有的石头 都给我放到大堂去 我开多少石头 就付多少钱 怎么样 电小二听到五百两这个树 眼睛都快拖矿了 他哆哆嗦嗦地道 小小姐 这 这可开不得玩笑 下宝儿转身去晃了 谎公于匪的手掌 后者无可奈何 轻飘飘地扔出一张银票 下宝儿诺诺道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的 我要玩石头 今天你们方 我包场了 电小二看着银票上 赫然写着五百两的大字 他颤颤地说 这 这我做不了主 我去问问我们东家 下宝儿微微点头 电小二忙不迭地转身 就朝后院跑去 下宝儿小手指挥两下 叶景凡帮他搬了一个椅子 放在正堂中 背靠流动的水池 公于匪煞神般 站在下宝身侧 虽然下宝儿的举动 引来了好几个 好奇围观的群众 但看见他身边 冷着一双眼眸的少年石 大家都没怎么靠近 烟好看了看周围 只觉得这里环境复杂 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 他拽了拽下宝儿的小袖子 低声说 公主 咱们玩这么大 毕竟 以前也没听说过 小公主会堵石头啊 下宝儿朝他几眉弄眼 灵动的眼眸里 满是俏皮 他也小声弄弄回应 他们偷了叶大哥哥那么多钱 今天有多少 我赢多少 燕好还要再说话 这时 电小二已经慌忙跑了回来 一到下宝儿跟前 他便点头哈腰 做足谄媚恭敬之态 小小姐 我们东家说了 难得碰上您这么小的顾客 只要今日您高兴 甭说完五百两的了 一千两都行 小的这就让人去将石头都摆过来 下宝儿挥挥小手 电小二转身去安排 内心已经乐开花了 他们少冬家都觉得 碰上这么个年纪小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财主 那简直是发财了呀 明摆着的宋财童子 哪有往外赶的道理 电小二招呼几个身强力壮的护院 你们搬三个大桌子过来拼在一起 那边几个 你们去将所有房间里的客人请出来 把石头都拿过来放在桌子上 快着点 赌方里的人一瞧 这是来了一个大主顾啊 各个隔间里 玩得正在信头上的客观 不在少数 这会儿突然要被请出来 自然都不高兴 抱怨声此起彼伏 什么样的主顾 还值得你们把我们往外赶 你们还想不想做这个生意了 就是啊 难道他一个人出的钱 能有我们加起来多 电小二陪着笑脸 各位爷 今日是一位小小姐 赏脸来我们房子里 涂的就是开心 你们要是不介意 可以留下来看看 全当凑个热闹 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 这里有个傻姑娘 马上要当冤大头了 快来看笑话 当众人走到大厅 果然看见一个小姑娘 坐在椅子上 晃着小脚 虽然戴着面具看不见脸 但是从气质上就能分辨出 定是哪户大家小姐 有人悄悄地问电小二 她出多少钱包场 电小二比出五个手指头 五十两 五百两 电小二低声纠正 那人顿时惊愕 好大的手笔 再一看到下宝 如此娇小稚嫩 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定是个白送钱的了 但是人群中 有一个经常来赌食的赌徒 她看着椅子上的小身影 挠了挠挠门 王三星觉奇怪 她怎么会觉得这个小女娃 好像很眼熟的样子 就在她纳闷的时候 赌方里的人 已经将房子里所有的石头 摆在了桌子上 足有上千个形状各异的石头 众人心想 这回 这个女娃可要挑花眼了 她们当中 难免有人喜欢指点 我看这个外皮 有些发青的石头 肯定不错 你看走眼了 这个不行 那个表面沙沙的一定好 选这个 她们七嘴八舌的 指点江山 谁知下板 只是扫了两眼 就从椅子上跳下来 她站在桌子前 小手招了招 示意电小二过来 一旁伺候的小二 急忙上前 裴笑说 小小姐 你有什么吩咐 夏宝眼眸乌黑 闪烁着光泽 怎么你光用桌子放石头 我若切开了玉 不打算找东西给我装吗 她小鼻子发出一声哼哼 去找个麻袋过来 店小二一愣 麻袋 这女娃口气这么大 没完了 好 她等会 就等着看笑话 店小二一言 拿来一个不带子 夏宝小手活动两下 便开始挑石头了 只见她最先查看的 是离自己最近的石头 小家伙伸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拿在手里端向以后 就扔在地上 店小二立刻哀哀两声 小小姐 您这是要还是不要啊 夏宝没有看她 还在往地上扔石头 不要的 如果要石头 我就拿给你 让你切开 一旁有人呵呵冷笑 这小姑娘八成什么都不懂 在这里摆谱呢 指不定有什么地王子 天水壁 都被她扔在地上了 夏宝对于耳边的鸡渣 庄家根本不在意 只见她扔在地上的时候 就有几十个了 忽然 夏宝捏着一块 看似丑陋 平平无奇的石头打量 随后 她抛给庄家 这块勉强可以 切开吧 一旁的好事人 又开始嘀嘀咕咕 这个外皮犯黑 一看就不行 是啊 还有缺口 缺口里都没有颜色 这小女娃 还指望开出什么宝贝 庄家垫了垫石头 看了一眼垫小二 垫小二点点头 庄家才开始切割 她自己想花钱 别人何必阻拦 下板却继续挑着 桌子上的石头 不要的 她就扔在地上 庄家慢慢拿着大法条具 轻轻地从石头边缘 慢慢切开一个口子 好赌的王三 就在一边撑着脖子看 突然 庄家的手顿住了 王三眼尖 直接看见了 里面闪耀的黑泽 昌华玉 是不是昌华玉 她先激动地喊了出来 众人的目光被吸引走 顿时围着看 庄家屏息 慢慢切开 打磨掉石头的外皮 只见方才还丑陋无比的石头 现在 竟然是一块 纯黑剔透的玉石 这个昌华玉 纯净无杂质的 仅仅是鸽子弹大小 就能卖到三百两 何况是这个女娃挑出来的 犹如手掌大小的 那不得五百两起步啊 庄家毕恭毕敬地 将昌华玉 双手呈给夏宝 夏宝拿着看了一眼 这个石头 她曾在德飞娘亲的寝宫里 见到过 块头跟板砖差不多大 因为德飞娘亲耗食咸菜 所以她让人用这种玉 拿去鸭菜缸子 她将石头抛给叶景凡 叶景凡受宠若惊地接住 这这这 你拿回去吧 我有个娘亲说 这个鸭咸菜 可好吃了 可惜就是个头太小 王三听不下去了 她挤到夏宝身边 小小姐 这么好的一块玉 价值百两啊 您 您就拿去腌菜 夏宝鼓起嘴 透过面具看了她一眼 是啊 怎么了 你没听说过千金难买我乐意吗 王三还想在纠缠 却冷不妨肩上被人点了一下 顿时一种经外麻痹的感觉袭来 左手插那肩梅的知觉 好半天才好转 她扭头一看 小姑娘身边站着一个冷眼少年 那驾驶仿佛一个守护神 王三没再靠近了 就站在一边 眼巴巴地 羡慕地看着 店小二在一旁咬牙 猜测下板 大概是凭借运气选到的 她骑轰道 小小姐 你运气这么好 不如再选几个 一次好运 总不能次次都是好运 下宝嗡了一声 我本来就是要将好石头 全部挑出来的 你不要着急 店小二被她对了一个语色 说吧 她点起小脚 继续挑选石头 渐渐地 下宝扔在地上的不要的破石头 已经一百多个了 忽然 她眼睛一亮 伸出小手 直接从石头底下 两只小手拖出了一块外皮圆滑 泛着银青色的大石头 足有下宝小脑瓜的大小 下宝让店小二拿给庄家 店小二忙说 小小姐 这个石头这么大 要是你切坏了 可不能反悔 下宝鼓了鼓粉塞 我何曾说过会后悔 你切就是 相比店小二的轻视 负责切割石头的庄家 却有些小心翼翼 她做这行快十年了 这种重量和皮料的石头 可能会出好货 但是这个概率也不是绝对的 不过 她想到下宝刚才的运气 她觉得这个小姑娘 一定有两把刷子 庄家切割的时候 小心翼翼 王三挤在旁边看 激动不已 好像买石头了是她 随着石头的外皮渐渐掉落 王三刹那间瞪大眼睛 大喊了出来 机械玉 是机械玉呀 众人哗然大惊 机械玉自古以来 就称为本国四大玉士之一 其数量稀少 价值珍贵 已经不是用价钱能来衡量的了 更何况这么完整的 未被分割的一整块大玉 庄家切开来以后 整块积雪玉在烛光下 比池子里的明珠还要精亮 色泽红润 内里纯粹 不掺杂质 价值连城的好宝贝 庄家递给下宝的时候 双腿打摆子 就差跪下来了 方才还在指指点点的客观们 顿时不再说话 他们当中 有很多是专门玩玉的富商 买玉之前 都会对石头悄悄打打 或者观察一番 或者拿火烤一番 总是各种办法用上 只为了买到带玉的石头 可这么多法子 竟然不如这个小姑娘 看一眼管用 夏宝让叶景凡捧着鸡血石 笑咪咪的有点满意 这个拿去烟咸菜 肯定够了 王三受不了了 欲哭累的喊 小小姐 您别这么说了 这是让我们的心 都在滴血啊 放在别人家 要供起来的宝贝 在大小节口里 就是个压菜缸子的 夏宝不以为意 宴好却已经目瞪口呆 小公主的福运 已经好到逆天的地步了 接下来 夏宝根本不跟赌方客气 他接二连三地 挑出来许多石头 切割后 分别有孔雀石 杨枝玉 蓝田玉 秀玉等 没有一个反品 最差的 可能还要数孔雀石 但一块也价值百两了 短短一个时辰 小家伙就已经翻倍地 从赌方里赚回了钱 叶景凡的手中 快要拿不下了 燕好更是紧张万分 他凑到下巴尔边说 公主 要不要奴婢 去叫附近的府衙 安排补块来 一会好送我们回宫 否则 奴婢都怕被抢啊 下巴尔摇摇头 还没玩完呢 燕好倒吸一口凉气 小祖宗位 你还要玩什么 下巴尔转身 坐在了椅子上 他翘起小脚 颇为闲情意志 看着一群 嫉妒到眼红的客人们 他道 各位叔叔伯伯 我出来乍到 挑了几块好玉带走 但我觉得有好事 大家见者有份 你们说是不是 所以我有个想法 若各位叔叔伯伯支持 那我更高兴 在这个赌方里 岂不就要十两 切一个石头 最高五十两封顶 我也不要多 你们每人给我六十两 我负责帮你们挑石头 除了本金五十两 和给我的六十两 我保证你们 还能再赚百两 若有愿意的 现在将钱 给我旁边的大哥哥 就可以了 他话音刚落 众人呼声如同海啸 纷纷挤到了 叶景凡跟前塞钱 叶景凡和燕好忙的 轻声喊叫 冷静一点 一个个来 下巴尔悠闲自在 哼着小曲 又走到桌子边挑石头 短短一会 他就帮这里不少人 都切到了好玉石 赌方的人在一旁 都看呆了 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自己来玩 赚了一大笔 还要踩在赌方的身上 又赚一笔 这哪里是送财筒子 这简直就是聚宝盆 把财都聚到他那里了呀 赌方里本就好玉不多 本来就是抱着 让大部分人输的心思 才好赚钱 可没想到 来了一个小姑娘 这场面控制不住了 殿小二和护院试图阻止 奈何被热情的赌客们推开 情急之下 殿小二只好挤开人群 跑向后院 少当家 不好了 他推门 闯进一扇门 来到碧玉辉煌的一间雅士 一个手带两个玉戒指 穿着锦衣 头戴浴室的男子 便抬头看来 他举着乳白玉酒杯 皱眉 前头什么是吵吵闹闹的 殿小二将下榜来买石头 还带所有人一起发财的事 三言两语 急急地说了出来 怎么办啊 少东家 小的和护院们都拦不住 那群赌徒 谁拦着他们发财 就要谁的命啊 少东家也是头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他惊得从椅子上站起 还有这种事 回过神来 他怒放酒杯 你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说过 擎贼先擎王吗 既然赶不走人 就将那个小女孩请过来 让我来探探底 到底干什么来的 殿小二忙不迭 转身就去 他将少东家的意思 原原本本告诉夏宝 小家伙去眨眨眼 我是来玩石头的 又不是跟他聊天搭 不去不去 殿小二很是为难 小小姐 您就赏个面子吧 我们少东家听说 方里来了一位能人 还是个小姑娘 很是好奇 已经摆了好茶 敬待您了 夏宝儿眼珠子 滴溜溜一转 他招手 示意叶景凡靠近 小手眼纯询问 叶大哥哥 我们赚了多少了 叶景凡忙的一头汗 不算公主 你买到的玉石的话 这会有1200两了 小家伙歪头 那你的酒楼 亏了多少钱 这些钱够不够 叶景凡 哪里还敢说不够 多谢公主的帮忙 别说今年亏的钱了 就是去年下半年亏的 也补上了 何况还有这些玉石 就连我经酒楼 收益最好的那会 也没有来钱 如此之快的 夏宝儿心满意足 地点点头 他转身看着殿小二 要去见你们的少东家 也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我平时不轻易见人的 是他求着要见我 所以我得收点钱 嗯 多少好呢 就一百两吧 不多不少 店小二一愣 裴笑说 小小姐 您这不是折腾小人吗 这这这 不妥吧 夏宝儿拍了拍 小手上的灰 说得轻快 不妥就不见 反正我就这一个要求 店小二见他油颜不尽 哪想到小孩子如此难产 他忙说自己无法做主 转头又跑回 少东家屋内 将夏宝儿的要求告知 少东家养尊处优多年 头一次吃这种闷气 何况 更是来自一个小孩 他暗自咬牙 非要弄清楚 他是什么来头不可 于是少东家挥秀 你去柜子里 拿一百两白银给他 等店小二走后 少东家眉宇里 闪过一丝阴影 他扭头走向内间 这里 是他休息的地方 平时 也不许丫鬟进来打扫 若有人进来 便会知道 他在这里 供着五个小鬼 内室 拉着厚重的窗围 红黄的烛火 显出十二万分的骇人和诡异 靠墙的供台上 摆着五个讨勇式的小人 每个人物表情 或喜或怒 形状不一 台子上 放着新鲜的瓜果 还有燃烧剩一半的香 少东家重新点燃了三只香 举在手上 鞠了三宫 神仙 我好吃好喝地供着你们 现在有人来闹事 你们可别忘了摆平他 说着 他将三根悠悠燃烧的香 插进了香炉里 香头的点点火光 忽明忽暗 就好像有人在吸食一般 下宝和公鱼匪走到门外时 少东家已经又在前头的桌子后坐好了 见下宝和公鱼匪 带着面具进来 他连忙起身 笑着相迎 听说方才小小姐在我们方里所向披靡 会演独具 在下实在拜服 所以唐突帝将您请过来 请小小姐不要怪罪 来 请坐 用茶 下宝和公鱼匪坐下 但小家伙声音糯糯 说道 我们不喝 天色已晚 还急着回家呢 这位少东家 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听这说话的口气 分明就是个乳秀未干的臭丫头 少东家压下眼中阴影 他皮笑若不笑地说 敢问小小姐 是出自玉石世家吗 下宝摇头 不是啊 少东家眼色一转 似笑非笑地说 那怎么能辨认这么多玉石 莫不是 小小姐有什么法子 下宝虽然年纪小 可聪明得很 他仰头 懦懦地说 请恕我无法告知 少东家眉头一挑 这小姑娘 还挺会拿架子 少东家留意到 他戴着面具 身边的那个少年 身姿挺拔 气质清流 也不像普通人 他一眼就看出 这两个人 或许是有备而来 如此 少东家便有些 阴瑟瑟地笑了笑 我忘了介绍 我姓于 明金科 是京城玉伤羽满的儿子 小小姐应该有所耳闻 京城里的那几个 卖玉石的铺子 都是我们的 上来就自报家门 这就是想拿身份压人了 不过 下宝听到他说了 自己的名字以后 面具下的小脸 忽然正了正 这个少东家 说自己叫于金科 小家伙顿时皱紧眉头 前一阵 他在林子里 邀请无处可去的魂魄们 为自己寻找 不勃勃弃子的尸骸 那个帮他发现了的灵体 也说自己叫于金科 他提了一个要求 称自己的尸骨 被埋在某处 想让下宝找人 帮他挖出来以后 送他回家 现在尸骨 大概还在不勃勃那里存着 下宝正想抽空去一趟 可是 那个灵体说自己叫于金科 父亲也是个 做预事生意的商人 但眼前这个少东家 为什么也说自己是于金科呢 下宝尘银之际 这个少东家 便以为他怕了 于家在京城里驻扎多年 实力背景自是不必说 少东家阴色里 带着几分冷笑 小小姐既不是出自御市世家 来我的赌方里玩 也不守规矩 自己赚钱便罢了 还带着所有客人一起 三方当中 我损失最大 小小姐 你这是做得可不到义 若是把你家长辈喊来了 只怕也要向我赔罪 我看 不如我不计前嫌 你将今日切开的玉石都还回来 我就不与你计较这件事了 可好 否则 你就是踢管砸场子 到时候 可别说我欺负小孩 下宝铺山两下长劫 眼里光泽流转 声音稚嫩清脆 赌方开门接客 我既不是没有付账 你们向我夸下海口 要了五百两的天价 我也招付了 我也不是带人闹事 否则 你这个房子 我已经砸了 我已是很有礼貌 反倒是少东家你 口气蛮横 还要从我这个小孩子的兜里 将钱抢回去 你不讲道理 若是你想跟我爹爹聊一聊 我也不怕 少东家哪想到 这个小孩 这么难缠 灵压力齿的小东西 欠收拾 少东家手掌背后 轻轻抹撒片刻 纸上戴的血液戒指 散着暗光 此时 有道道黑影 从内室里顺着地面 逐渐蔓延过来 若是寻常的人 定是看不见 但龚玉斐和夏宝 微微一转眼 便瞧了个一清二楚 下板还没说话 龚玉斐已经扫了一击眼封过去 他冷冷起唇 不顾少东家就在面前 赤道 滚 刹那间 黑影仿佛被什么击中 骤然退缩 以落荒而逃的速度 回到了内室 少东家一正 他万万没想到 龚玉斐骂的是他请来的舞鬼 还以为眼前的这个少年 就在他面前猖狂放肆 少东家何时受过这样的气 他猛地拍桌站起 你说什么 龚玉斐面具下的一双冷目 透着动人的寒气似的 我说你 要找死 何必用这种折损福报的方式 说着 他牵起下宝的手 转身往外走 这里阴气聚集 十分晦气 少东家吃饼 怒不可遏 正要追上前 你站住 将话说清楚 谁知龚玉斐没有回头 只是挥了挥手 突然轰的一声响 内室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倒下来了 少东家急忙转身进去内屋查看 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一惊 供奉无鬼的烛台 不知何时倾倒 竟然烧着了旁边的帘子 火势越来越大 少东家急忙呼唤 快来人 救火 待火势平息后 下宝他们一行人 早就不知所踪 少东家站在烧毁一半的房屋前 满脸黑灰 他恶狠狠地咬牙 娘的 什么东西 上门找茬 店小二颤巍巍地说 大少爷 咱们不会 惹上什么脏东西吧 少东家邪腻他一眼 下一秒直接踢了一脚垫小二 少在这里怪力乱神 收拾残局去 他如是怒斥 少东家心里很清楚 在邪的东西 比得过他房中的这五个小鬼 他们现在威力 还没全部被释放出来 否则 今天晚上就让那个臭丫头 横尸在此 少东家招来手下 叮嘱说 去城中各大当铺盯紧 看看最近有没有人大批量 典当玉石 还都是好货的那种 他就不信 抓不住这个丫头 赶在他面前装神弄鬼 恐怕是不知道他有多饿 而那乡 马车中 车窟路踏破月色 正缓缓向皇宫方向前进 下宝摘掉面具 露出一张软白的小脸 他软弱说 叶大哥哥 这些玉石 你先在家中找个地方藏好 不要急着去换银子 反正这些玉就算放久了 也不会不值钱 但要人几日 免得那个坏蛋找麻烦 叶景凡看着怀中一大兜子 价值连城的玉 连连点头 小公主您放心 我本也没打算点档 这都是您给我的恩赐 我会好好珍藏起来 若以后公主有需要了 我再拿出来给公主用 下宝摆摆摆小手 我说送给叶大哥哥 就是给你了 不要再还给我了 何况 我娘亲说 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过日子 没钱可不行哦 他大眼眸看了看燕好 又看回叶景凡 燕好的脸色顿时又红成一片 公主 您又打去奴婢 您饶了奴婢吧 说着 他将头偏向一边去 休暖不语 叶景凡也跟着温润一笑 将叶景凡送回他的宅子里以后 夏宝他们就回宫了 公主缉陪夏宝 走到了福华店门口 爸 临走前 他喊住了他 夏宝回过头来 月色下 眼睛亮晶晶的 阿斐哥哥 什么事啊 公主缉低声嘱咐 无鬼好记恨 今夜你小心 夏宝甜甜一笑 放心吧 阿斐哥哥 还怕我对付不了吗 在梦里 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公主缉陪心知 夏宝说的是实话 他吞噬了梦魔的修为和法力 如今也能娴熟运用 在梦里 确实没有人能轻易是他的对手 但他难免担心 为此 他轻笑一声 总之 你凡事注意 回去睡觉吧 好梦宝 夏宝乖乖点头 阿斐哥哥 你也要好梦哦 望着他转身 迈着小腿哒哒 跑进店里的身影 公主缉陪轻轻一笑 惠妃给夏宝沐浴完 小家伙钻进被子里 眼看着燕好 吹灭了烛火 留下一世脚白的月色 夏宝昏昏欲睡 没过一会 他听见外头 传来雨滴落在屋檐上的响声 娘亲在他身边睡得很熟 夏宝一时兴起 又开了零食 钻进了太数真人的脑海里 老天爷爷 你睡觉了吗 没过一会 那边传来太数真人不耐烦的声音 小孩 你怎得如此精力旺盛 次次饶我清修 休怪我发怒 夏宝听他似乎有点生气 零食里的声音 很是委屈可怜 我只是听到外面下雨了 想问问老天爷爷 您在的地方 会不会下雨啊 太数真人睁开眼 看着山洞外 月色中轻轻摇晃的深山野林 他苍迈地说 自然会 风霜雨雪 是万事万物都要经历的 夏宝翻了个小身子 原来老天爷爷住的地方 和我们一样 最近要冬天了 天气转冷 老天爷爷别忘记穿暖灰雕 太数真人重新闭上眼打坐 他轻轻斥责 好啰嗦的小孩 还不睡觉 下一秒 夏宝果真没在接话了 因为他已经昏睡了过去 可是 却忘记关掉零食 太数真人还能听见 他均匀的呼吸声传来 这小家伙 怎对如此粗心大意 而梦魔的坏处就是 这个小家伙不关零食 太数真人 也只能一直听着他的声音 这可让老头儿怎么清修 他原本定心 尝试继续打坐 谁知 那边传来小家伙的 一个香香屁声 太数真人虽闭着眼 但额头上绷起一道青筋 可恶的小孩 就在太数真人决定大声呼唤他的时候 突然 他感受到 有五道黑影萦绕在小家伙身边 他们是用临时沟通 太数真人看不见他那边的情况 但他早已半人半神之身 明显地察觉到 一丝诡异 正如太数真人所感受的 此刻 浮华殿内 不知何时潜入了五个黑影 他们像一道道黑雾 缠绕在床榻上方 似乎在寻机靠近下宝 若是寻常 小家伙肯定就会醒了 但今天晚上他玩了太久 这会儿很累 正睡得香甜 完全没意识到有黑影的接近 五道黑影 发出小孩子般的嬉笑声 充斥着诡异 时不时暗影里 还会有一双双诡异的红眼睛 他们离下宝越来越近 然而 就在此时 大胆孽触 在我面前 也敢放肆 突然 从下宝眉心中 射出一道雷霆万军的仓后灵力 直接将其中一个黑影 打得魂飞魄散 剩下四个小鬼见状 惨叫着四散而逃 太树真人微微收敛气息 运气压下法力 他本不想多管闲事 可是 想到他徒弟公与匪 次次都说下宝的好话 何况要是下宝受伤 公与匪又要难过了 他这个徒弟 会做出什么事 难以想象 而且 这个小女娃 平时也就吵闹了一点 性子纯真 坏倒是不坏 太树真人心内 闪过许多道情绪 最后他收整心神 对自己多番强调 他绝不是对下宝 生了恻隐之心 他只是公正 路见不平 顺手相助一把罢了 那乡下宝睡得正香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不知道 有一位老神仙 平时百般嫌弃他 关键时候 却将要伤害他的小鬼 打得魂飞魄散 夜深人静 小雨连绵 就连月色 也躲到了层层阴云后 赌坊里的少东家 此时正在府中 因赌坊后院被烧 他只能将五个小鬼 弃身的陶涌 暂时放在书房内 突然 最左边的一个陶涌 竟然从那里 直接碎裂开来 少东家大惊失色 急忙捡起碎片查看 只见原本是一个 死物的陶涌 竟然流出 丝丝缕缕的黑血 他自从养了五个小鬼 为自己增加财运以外 也经常把这些小鬼 放出去玩 任由他们 吸取某些负伤的精神 和洋气 今晚 这五个小鬼 定是去找那个 离奇的小姑娘报复去了 可是 看着碎成片片逃瓦的小人 少东家咬牙 烛光下 他的目光显得阴影寒冷 这是碰上硬茬子了 难道 有人比我的小鬼 还要厉害 次日一早 夏宝起床时 下了一夜的小雨 已经停了 夏洪墨早早地 就来给女儿穿衣裳 并道 入冬了 宝今日穿多些 夏宝乖乖地应了一声好 又说 爹爹 今日宝 可以去玩一玩吗 不去国学府 夏洪墨眼睛一亮 就差痛哭流涕了 他的好女儿 一年那么多天 都想着要上课学习 这回 总算肯休息一次了 夏洪墨连忙抱起他 乖宝 你跟爹爹说 今日你是想去做什么 爹爹都奉陪 我们是去骑马 还是游湖 还是赏花 不然我们去登山 好不好 夏宝白白小手 爹爹 今日宝要去看修竹哥哥 夏洪墨皱眉 修竹 是谁 惠妃听言 笑着解释 是德飞娘娘的外甥 夏洪墨很是不满 找他做什么 他能陪你玩的 爹爹也能 夏宝小脸板着正经 不行啊 爹爹正物繁忙 不可以偷懒 宝去看看修竹哥哥 晚上回来的时候 给爹爹带一根糖葫芦吧 夏洪墨叹气 女儿长大了 不念爹爹了 也罢 那你买两根 爹爹和你一起吃 好吗 夏宝顿时甜笑点头 惠妃忍不住称怪 陛下 宝现在不该吃太多甜的 你别太浇灌 夏洪墨将夏宝放下 自己整理了两下衣领 毫不在乎的说 朕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浇灌也是朕的宝贝 谁敢说她不好 惠妃说不过皇上 只好作罢 夏宝穿好小衣裳 走到门口 和爹爹娘亲挥挥手 就拉着艳好 快速跑出院落 今日天气晴好 但入冬的天 还是冷得很 夏宝挑帘看向车窗外 到处都挂着一层薄薄的雾霜 许是昨夜下过雨的缘故 太阳透着一股冷意 街边热腾腾的小摊贩 正支起棚子 一锅大肉包子 刚刚出炉 下板尖尖下河下 围着一圈白色兔绒领 她小手搓了搓 望着肉包子 眼睛发亮 燕好姐姐 我们买一个吧 燕好向外看一眼 公主 您才用过早膳 这还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 小家伙吸了吸粉白的鼻尖 煞是可怜的样子 她水汪汪的眼睛 扑闪扑 可是 肉包子好香啊 燕好敌不过小公主的可爱公鸡 任命递下了马车 小家伙挑着帘子 看着燕好 一边往手中喝气 一边买包子 就在这时 本有一人蹲在不远处的墙根 也啃着肉包子 大口大口咽着 突然 她余光一扫 看见一张极其精致漂亮的粉白面孔 下板四处看了看 便放下了帘子 但光是看见她一眼 王三就激动万分 她三下五除二 将手里的包子都塞进嘴巴里 然后站起身 跌跌撞撞地跑到马车边 小小姐 小小姐 居然还能再见到您一面 嘿哟 我今日真是行大运了 能再次碰见贵人您 下板听见动静 挑开帘子 歪头纳闷 你是 小小姐不记得 我也是自然 但我可受了小小姐好大一份恩情呢 王三说着 又凑近了一点 点脚仰头套近乎 小小姐昨夜 在千金散尽那个赌方里 大发慈悲 帮我们选玉石 你还记得吗 昨晚我没有六十两 但是小小姐并不计较 随手赏了一块岁玉给我 这不 我一早就去点当了五十两 买了三个大肉包子 可吃过瘾了 夏宝垂下长长的睫毛 看着王三 动得脸上一身红疮 他穿着刚够避寒的棉衣 两只手揣在袖子里 动得直吸鼻涕 饶是如此 脸上还是恭敬的陪笑 夏宝抿了抿粉唇 露出一个甜甜的笑 原来是这样 你不必感谢我 我不过举手之劳 既然有钱了 该去买件好衣裳才行 不然等下雪了 就更冷了 王三没想到 如此金尊玉贵的小姐 不仅漂亮聪明 还如此富有善心 跟着她 不愁吃喝 她连连硬试 您说的在里儿 其实昨晚 不是我第一次见小小姐 我之前一直觉得您眼熟 昨晚彻夜回忆 总算想起来了 大概是一两年前 您也来过赌方 那时您就破了好几块好玉 而且您说过 您看得到玉的颜色 跟我们这种 什么也瞧不出来的普通人 不一样 夏宝儿柳眉宁了宁 回忆了片刻 好像确实有这么见识 她说的 应当是那回 和太子哥哥去赌方吧 夏宝儿给了一个 态度平和的笑意 我也是一时玩笑罢了 王三还要说什么 这时 燕豪已经捂着两个肉包子跑来 哎 你什么人啊 离我们马车这么近干什么 前头的车夫 听见燕豪的声响 连忙回过头来 也跟着呵斥王三 夏宝儿摆摆小手 这位小伯伯跟我说说话罢了 他看向王三 道 我的包子也买来了 现在要走了 小伯伯再见 不管夏宝儿身份多么高贵 他带人一向礼貌 从不拿公主的架子欺负人 就算面对衣衫破旧的王三也一样 燕豪瞥王三一眼 警惕地上了马车 就在夏宝儿要放下车帘的瞬间 王三连忙又追了马车几步 他喊着 小小姐 这几日你一定要小心 燕豪怒了 探头出去骂道 一大早的 你就说这样晦气的话 看我们家小姐脾气好 就想欺负是不是 王三连连摆手 走到马车边 仰头解释 因为昨晚小小姐在千金散尽 赌方里帮了我们 但是 他左右看看 压低声音 那赌方里的少东家 可不是好惹的 是个牙子必报的人 昨晚听说 他将小小姐请了进去 后来你们离开时 他那后院就着火了 小小姐既在赌方里 没让他占着便宜 说不定 他会来找小小姐算账 燕豪不满说 那又如何 还怕他不成 他赶来 本姑娘就把他剁成十八段 与毕 燕豪正想催促车夫 现在就驾车离开 但夏宝眼眸一转 他抬起小手制止 小家伙趴到了车窗边 软弱地询问 你对这个赌方的少东家 很了解 王三有些得意地 昂昂脑袋 他拍拍胸膛 小小姐 别的不敢说 您别看我现在这个落魄的样子 从前我王三家里 也算是京城的一个富商 只是因为家道中落 加上我又好赌 才把家业拜完了 但我在千金散尽 玩了好歹有四五年的时间 开这个赌方的少东家 还有他背后的瑜伽的事 我都门清 下板目光流转 顾盼神飞 他缓缓说 小伯伯 我正想多多了解这个赌方的事 不然这样吧 你跟在我们马车后面 我正好要去拜访一个哥哥 一会见了他 我一道请你喝杯热茶 王三面色一喜 还有这样的好事呢 不仅能和小小姐说上话 还能喝茶 王三当即连连答应 马车缓缓朝前行驶而去 燕好先开帘子 回头看了一眼 那王三果然老老实实地 跟在车后面 一脸喜气洋洋 燕好不解 公主 咱们带着他干什么 下板白净的小脸上 出路角色 眼波流转间 心思白转千回 他招招小手 示意燕好把耳朵贴过来 随后 下板小声跟他嘀咕了几句 燕好听后 盲点头 原来如此 奴婢知道了 不一会 马车就到了柳府门口 燕好先行下车 拿着下板的令牌 去跟门房说来拜访柳修竹 门房一听 竟然是弥妇公主来了 他忙不迭转身跑进去 不过一会儿 柳修竹就急忙飞奔而出 宝儿妹妹 下宝扶着燕好走下马车 他看着柳修竹 顿时甜甜笑出一口小白牙 修竹哥哥 我让你替我安排的事 都做好了吗 柳修竹的脚步放缓 他的目光 慢慢看向马车后跟着的王三 想到燕好方才跟门房说的话 他不动声色点了点头 宝儿妹妹 你交代的事 我何曾办错过 来 请进门 我们去偏堂里 一边喝茶一边说 夏宝转过头 邀请王三 小伯伯 跟我们一起来吧 说着 他率先提群 走在最前面去了 王三自打进了柳府的门 就惊恶不已 京城首富柳氏 谁然不知他们家的鼎鼎大名 王三仰着头 看着路过的牌匾 这是镶嵌了金子的吧 经过长廊 王三发现 就连这搭建廊亭的木头 居然都是上好的 房朝的金丝楠木 更别说 他一路走过去 看见养在庭院里的丹顶鹤 角落里放着的一株半人高的珊瑚树 还有假山流水上贴着的银片 为了让水流动起来更好看 甚至 王三还瞧见 一个角落里 拿几块上好的白玉石 堆砌出的禅忆佛印 千斤一块的白玉石 就那么在地上摆着 种种豪奢 让王三看愣了眼 他何曾见过这样的巨妇 想必 昨夜小小姐说的 那位拿千斤好玉来腌咸菜的神仙 也是出自此家 今日真是张了小小姐的光了 他们一行人 走到了偏堂内 进去后 地龙熏得如同春日一样暖和 夏宝脱了外袍 他和善田笑 小伯伯 别拘谨 坐下歇歇巴 王三忙不迭点头 然而 带他进了门 突然之间 夏宝小脸一冷 声音无情 给本公主将她拿下 此时 不知藏在哪里的刘府护院 直接将王三按在了地上 柳熊竹反手关上了门 艳好站去夏宝身边 王三的胳膊被拧着 动都动不了 脸只能贴着地 他惊慌大喊 公主 原来你是公主 这就好解释 为什么这位小小姐 气质从容不迫 与旁人不同了 不过 这不是重点 王三忙问 公主啊 您这是干什么 草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 夏宝的声色 透着一股清零 昨夜我去赌方里的时候 戴了面具 直到离开我都没有摘下 为何你一眼就能认出我 还故意跟我提起 赌方的邵东家 想寻报复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究竟有何意图 你若是不说 我就不客气了 柳修竹站在夏宝左边 凶神恶煞的帮腔 我家这院子里 有一口井很深 丢下去个把人 根本不会引起注意 要是不想死的憋屈 劝你老老实实地交代 王三刹那间 感到很是惊惧 这个小公主 看起来单纯无害 原来心思如此缜密 今日他若是敢说谎 他相信 这个小公主 并会狠心 让他死得悄无声息 果然是皇家出身 这种城府 别看他才七八岁 王三却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王三哭着大喊 公主 您相信草民啊 我真的不是任何人派来的 也不是那个赌方 少东家的人 草民跟您 完全是偶遇 我也不是能掐会算的人 怎么会知道 小公主要经过那条街呢 那你是如何将我认出的 下板冷冷追问 王三认命地说 因为您的眼神 昨夜草民一直在观察您 公主您下意识 会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就是垂节的时候 又偶尔会抬起眼 而且公主虽戴了面具 但簪花 好似还是昨日那个 草民从小就识人善变 公主如果不信 可以去胡花巷子 去打听一下 我从那出生的 那里的人都知道 我虽没别的本事 但总能注意到细节 下宝看向燕好 燕好已经有些吃惊 他小声告诉下宝 公主 奴婢今早顺手 给你沾上的 好像确实是昨天带过的 听到这里 下宝心中大概有数了 他看着被压在地上的王三 见他害怕的额头上全是大汉 面色因焦急变得通红 下宝仔细瞧了瞧他的面相 确实是有着小聪明的人 但不算恶人 这时柳修竹愤愤不平 什么 你还敢偷偷看我们家 宝妹妹的眼睛 小爷我都没盯着看过几回 看我不把你狠狠打一顿 说着 他露袖子就要上 下宝将他拦住 他摆摆小手 扶小薄薄起来 柳修竹正了正 毕竟是宝发话 他只能点点头 两个护院松开了王三 王三的眼神 还透着害怕和胆怯 他揉了揉酸疼的手腕 夏宝儿转身坐在了一处椅子上 并伸出小手 邀请王三坐在他对面 他声音懦懦地解释 小伯伯 希望你不要介意 因为你出现了突然 我并不知你 还有那样观察人的本事 所以 勿将您当成包藏货心的歹人了 夏宝儿看了看柳修竹 后者从袖子里 掏出一个长条墨色球纹锦盒 递给了王三 王三颤颤地打开一看 眼睛顿时直了 这 竟然是竖着摆放的三块黄金 夏宝儿小手放在自己的膝上 神情端庄优雅 这是我对你的赔礼 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们方才的鲁莽 王三连忙说 不敢 草民不敢 公主和柳少爷 英明 他哪敢有意见 王三不是傻子 当柳修竹掏出这个长河的时候 他就明白了 这个小公主 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 若他真是歹人 恐怕今日就得死在这里 但要是污蔑了他 比如现在 小公主就会投其所好 给他点好处安抚 而这位公主 看人真准 知道他最喜欢的 就是钱 原本王三还有点害怕 但现在看到金子 觉得被怀疑一下 有什么的 小公主警惕 那也是因为人家是公主 身份尊贵 谨慎点又有何不可 王三恨不得当场磕头认大哥 公主殿下 以后有事您用得上草民 我定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夏宝粉唇一千 甜甜地笑 倒是不用你上刀山 下火海 我只有几个问题 想问一问罢了 说着 他小手一抬 示意王三坐下再说 王三捧着盒子 坐在了他对面 柳修竹坐去了 夏宝身边 宴好边疆昨夜 夏宝去赌方玩 遇到他们少冬家的事 又和柳修竹说了一遍 柳修竹皱眉 我对于家不熟悉 这个 恐怕要问我祖父 王三急忙道 我熟 这个于家 人家都说 他们是吃人 写馒头发家的 夏宝尔长节扑闪 兴眼淘塞 透着一股灵动 人写馒头是何意 王三喝了一口茶 梅飞色舞地说了起来 相传 这于家的大掌柜 于非凡 早年是个穷的 叮当响的小子 他老家也不是京城的 在一个很远的村子里 那会还有一任妻子里 当时他跟着一个路过的 云游商人 开始做生意 背井离乡 把妻子 和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 都留在老家 自己就上京城来打拼了 这于大掌柜运气也好 来京城以后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三四年的时间 就赚了不少钱 这时 刘府的下人 过来给王三添茶 王三陪着笑双手 端着茶盏送过去 徐徐茶汤从湖中倒入 他闭着眼吸了一口 茶气真香 见他这样试快的模样 柳修竹皱了重眉 他暴毙冷冷说 你说的不对吧 这于大掌柜现在的妻子 可是上一任 玉州巡抚的明珠 王三作了两口茶 哈哈一笑 又继续说 大少爷别着急 我话还没说完呢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此话不假 于非凡在京城发了家 某次跑伤的途中 经过玉州 因此结识了 玉州巡抚家的大小姐 这于非凡五官端正 又富有远见着实 当即就被大小姐看中了 说到这里 王三停顿了 低头又几枚弄眼的品茶 燕豪等不及 连忙追问 你别说到一半又停下了 后来呢 后来如何了 夏宝小手撑着夏河 若有所思的回答 后来 恐怕就是这位于大掌柜 抛弃糟糠妻子 与别人洗劫连礼 令祖家庭的故事了 王三眼中一亮 当时鼓掌叫好 公主殿下当真聪明伶俐 京城第一人 他抹了一把嘴 公主说的没错 这个于非凡和玉州巡抚家的 大小姐看对眼后 就一封修书 将老家的那个元妻给修了 听说 他那妻子守着家徒四壁的房子 等了他足足七年 却只等来一封修书 没过多久就死了 多么造孽呀 这于非凡真缺德 不管赚了多少钱 都不往家里寄 可怜他那媳妇孩子 不知吃了多少苦用 他发起死后 很快他又迎娶了 玉州巡抚的大小姐 日子过得风风火火 生意越做越好 你们说 这是不是吃人血馒头发家 柳修竹你没 于大掌柜不是有意儿吗 正管这于家不少商铺呢 王三黑幽一声 大少爷 您可说到重点了 这个于大少爷 就是千金散尽赌方的少东家 他就是于非凡 跟发起生的儿子 在发起死后 他一个人独身来投奔父亲 好在这个于非凡 还不算丧尽天良 也肯认这个儿子 但老天有眼 于非凡新娶的第二任妻子 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他们全家都只有于大少爷 这么一个独苗 不过这个少东家 为人阴邪很辣 我看也不像个好人 说到这里 王三哼哼两声 下板静静听完全部 圆白稚嫩的小脸上 满是一痘 他问道 于家只有一个于晶科吗 王三听了 笑起来 公主殿下 您这话说的 那当然 不然于家还有第二个儿子不成 宴好吃笑他 你这一番话说的精彩 就像茶楼里说书的似的 谁知道真假 万一是编出来 胡我们的呢 王三顿时把茶盏一放 一本正经地说 您去街坊邻里打听打听我王三 大家都说 我是京城里的白小通 各家各户 但凡有头有脸的人物 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他拍了拍自己的嘴皮和腿 全靠我平时各个街坊往返 朋友多 听到的事 就更多 反正我绝对没说假话 那于家若是有第二个儿子 我早就听说了 于家就于晶科一个大少爷 往后家产 都是他一个人的 夏宝儿听到这里 心中大概有数了 他抬起长节 眨了眨眼眸 事情我了解的差不多了 小伯伯 你可以先走了 今日之事 不要对外提及 不然惹祸上身 我也帮不了你 王三连连点头 公主殿下放心 我不想往外说的话 哪怕打死我 撬开我的嘴 我都不会吐露半个字 不过 您打听于家的少东家 是要做什么呢 夏宝儿不渝 柳修竹便瞪眼呵斥 公主自有公主的道理 你别多嘴询问 赶紧走 王三被凶 不满地撇了撇嘴 我只是想和公主说 那于晶科为人心狠 手段也脏 小心他对公主不利 夏宝儿甜甜笑道 小伯伯 多谢你的提醒 不过我也有一事要叮嘱你 今夜你用过晚膳后 直接睡觉吧 害时以后 不要出房门 王三听了以后 连忙记在心中 他点点头 告退离去 等出了门 他才摸着脑门奇怪 小公主这么提醒他 是因为什么呢 难道今晚 他要遭遇不测 王三想到这里 吓出一身冷汗 急忙飞也是的逃回家中 紧闭门飞 谁来也不开 那边下板在刘府里 用过午膳 让燕豪把马车里 给刘府长辈们 准备的见面礼 都拿了过来 他声音懦懦地说 修竹哥哥 第一次上门 如果空着手 会显得很失礼 所以我简单带了一些礼物 你帮我分给你祖父 还有你爹爹娘亲吧 我还有事 要先走了 下次有机会 我再单独请你吃饭饭 说着 夏宝儿挥挥小手 转身要走 柳修竹急忙追了两步 公主 这就走了 你要去哪 用不用我送你 夏宝儿哒哒往外抛去 燕豪跟在夏宝儿身后 不多时 主仆二人就离开了刘府 柳修竹看着厅堂内 夏宝儿留下来的礼物 他翻了两下 打算随便看看 但 小家伙实在是细心 他虽没见过柳家的长辈 准备的礼物 却很是事宜 给柳家老爷的是一幅长寿百字图 出自明家画笔 给他爹准备的是文房四宝 还有他娘 是京城里已经绝版的两盒洛神胭脂 心思巧妙细腻 让人不得不喜欢 而且 夏宝儿为了避嫌 并不当面送礼 否则 就有点像未来媳妇 上门见家长了 柳修竹微微品味 怀疑夏宝儿生就一颗七窍玲珑的心 然而 夏宝儿走了没多久 就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找上门来 宝儿妹妹 宝儿妹妹 四皇子夏元彤 跳下马背 直接冲进门来 四处呼唤 门房跟在他身后 殿下 您怎么回来了 老太爷前几天还念叨您 夏元彤是刘老太爷的嫡外孙 一向受宠 何况又是皇子 身份尊贵 这会儿 他在院子里横冲直撞 也没人敢阻拦他 夏元彤扭头 问门房 听说我妹妹板来 刘府完了 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刘府之内 谁能有我熟悉 我可以带着她玩 把妹妹 眼下去哪了 不等门房说话 旁边横插一道挑衅的哼笑 夏元彤 你就那么着急 公主玩得尽兴 已经用完午膳 回去了 四皇子侧目一看 他的死对头柳修竹 正摇着扇子 站在廊下 穿得金尊玉柜 气质轻贵 偏偏表情欠揍得很 夏元彤怒道 你与宝妹妹 何时那么熟人 听说她来找你玩 能玩什么 像你这般不学无术 还爱投机取巧的人 别带坏了我妹妹 柳修竹的笑意一将 立即争执起来 胡说八道 我做的哪件事 不是正事 外公前几人还夸了我 倒是你 小肚鸡肠 对我充满偏见 若不是我优秀 公主怎会来找我玩 她不告诉你 第一时间提到刘府 只想到我 也许在公主心中 我也像个哥哥呢 夏元彤怒不可遏 指着柳修竹 你这破人 还好意思说 自己是板妹妹的哥哥 你也不看看 你长几个眼睛 你也配 大冬天的拿扇子扇风 你是烧包 柳修竹也被激怒 我就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难不成你比我多一只眼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猛地冲向彼此 他们纷纷抓着对方的肩膀 你推我我推你 剑或者头顶头 俩人都使足了蛮力 门房在旁边交集劝说 刘府的下人们聚集起来 全部上前拉架 直到一声严肃的呵斥 胡闹 像什么样子 他们俩才双双放手 立即就被家丁们拉向两边 夏元彤瞪着柳修竹 宝儿喜欢每个哥哥 但绝对没有你这个哥哥 柳修竹 你不学无术 柳修竹不甘示弱 我对公主真心实意 把她当成妹妹对待照顾 你管得了我怎么想吗 你说我不学无术 夏元彤 你挥金如土 有本事花 没本事赚 够了 一柄拐杖伸过来 在夏元彤和柳修竹的脑门上 可敲了一把 两个少年捂着脑袋 委屈又愤怒地垂下了眼睫 刘老太爷年过六十 但精神硕硕 不怒自威 看看你们 像什么样子 弥府小公主 事情做得滴水不漏 你俩倒是为了她 兄弟系强 学学小公主 她才七岁 就比你俩都要懂事 老太爷发怒 没有人敢说话 最后 刘老太爷一指 去 你俩跪祠堂 老规矩 一个时辰 不准吃不准喝 夏元彤哭丧着脸 外公 我也要跪吗 我好不容易来一次 我 不等她说完话 刘老太爷瞪眼 快去 夏元彤和柳修竹 灰溜溜地走了 那边夏宝 直接让马车 驶向一处 普通的民宅 带她跳下马车 发现宅子门口大厂 正有来来往往的家丁 在对大门上的牌匾 悄悄打打 站在屋檐下的一个监工 正是四当家 她扭头一看 夏宝刚从马车上下来 四当家急忙跑去 小公主 什么风 把您吹来了 夏宝甜甜一笑 伯伯 你们好忙啊 房子还住得舒服吗 因着她的面子 夏宝墨给了这群山匪 在京城落脚的一处大宅子 四当家哈哈一笑 声音朗朗 自然是好的不得了 你别说 做梦都更香 这不 我们大当家闲之前的牌匾 不够磅礴大气 又让我们欢乐而易服 这时 一个路过的老婶子怒斥 什么大当家 我们已经上了白道 就不能这样再称呼 四当家急忙拍了拍自己的嘴 桑婶子别生气 我嘴皮子太快了 没错 该说我们大老爷 夏宝小手舞唇 咯咯一笑 他懦懦地说 不伯伯可在 我是来找他的 四当家马上到 不巧 大老爷一早 就陪着嫣然小姐 去挑孩子用的针线了 夏宝眨眨眼 那四伯伯 你可知道 之前我拜托你们做的事 都做了吗 四当家连忙点头 您交代我们初一去烧纸 我们全部都去了 小公主 您还真别说 当时可邪门了 我们拖过去的八个麻袋装的纸钱 点燃的瞬间 全着了 从没见过火燃得这么快 当时那阴风阵阵 我都害怕 夏宝不动声色 抿了皿粉唇 水雾蒙蒙的眼眸里 如琉璃般成澈 那可有按照我说的 在一个大树旁 找到一具海骨 四当家忙说 有有有 我们正愁怎么办呢 因为您在宫里 我们不好将海骨送过去 也不知道您要来有什么用 就一直收起来了 大老爷说 我们得恭敬点 所以 每天我们 还给那海骨上香嘞 夏宝忍君不禁 水蒙咪了迷 那海骨在何处啊 四当家攻身 公主随我来 我带您去 燕豪胆子小 拽住夏宝的衣袖 公主 真的去看吗 您不害怕呀 夏宝白白小手 这世上来来往往 不是死人就是活人 没什么好怕的 燕豪姐姐 你就在这里等我吧 说着 夏宝跟着四当家走远 燕豪原地 琢磨了一下夏宝说的话 顿时更加瑟瑟发抖 小公主是不是故意吓唬她 什么世上不是死人 就是活人啊 那死人 不是早就没了吗 此时冷风吹来 燕豪打了个寒颤 他连忙站去门口人多的地方 看着他们换牌匾 这群山匪办事很地道 夏宝让他们挖来海骨 他们就照做 也不多问 现在挖出来了 便找一个体面的房间 放在一个供台上 做事很是周到 夏宝走进房中 挥挥小手 四伯伯 你去忙吧 我跟这个叔叔 坐一会 四当家瞅了一眼 桌子上的不完整的枯骨 他犹豫再三 那行 我不走远 小公主有事 您就喊我 四当家走时 带上了门 室内光线 顿时阴暗下来 夏宝水眸微眯 原本紧闭门窗的屋内 忽然有风平地而起 夏宝两只小手掌心相对 凌空催出一团水雾暗影 他指尖轻轻一抛 指尖刹那间 水雾依附于零散的海骨上 摇摇晃晃的虚光 幻化出一道鬼影 夏宝水眸呈现淡淡的暗蓝色 像深潭幽泽 他看着这个人 于金科 我也按照你的请求 将你从山里带出来了 这个雾气一样的人形 实在虚弱 大腿下几乎看不见了 只能依靠夏宝的灵力 呈现虚影 实在是死得太久了 又没有人安葬 也无人几百 若不是夏宝 恐怕他最后的下场 就是魂飞魄散 于金科微微躬身 他斯文和煦 多谢恩人 请您将我的尸骨 带回本家中 有了我家人的安葬 相信我就能进入轮回 再次转世为人了 夏宝却抿了抿粉嫩的唇瓣 眼前的碎发 轻轻被风扬起 可是 你说的本家 可是京城的富商瑜伽 正是 我爹于非凡 是京城里几家 连号铺子的掌柜 恩人 你一打听就知道 夏宝却有些犹豫 想了想 还是说道 此事恐怕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现在瑜伽 有个大少爷 就叫于金科 倘若你没有说谎 那他是谁 难道 你还有个弟弟 面前的灵体大惊失色 不可能 我娘死时 父亲和他 唯有我这么一个孩子 难道是我第二曲的 那位夫人 又生了一个 夏宝尧摇摇小脑袋 我打听过 于大掌柜 只有一个儿子 就叫于金科 而现在 那位于大少爷 正管着于掌柜名下 许多店铺 于金科 难难自语 这 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我爹 又收养了一个义子 他一边说 一边脸色更加灰败 江白的死气 又增加了一份 一定是我死了 我爹不能后继无人 他说不定又养了一孩子 而我 他可能从未在意 之前 我娘还和我说过 我爹给我取名金科 是给我寄予了厚望 他希望我以后 能好读诗书 为瑜伽考取个功名 也算不负养育之恩了 没想到 我死了以后 我爹就把这份厚望 给了别人 许是伤心过度 他的灵体十分不稳 变得更加透明薄淡 跟一团水雾 没什么区别了 夏宝尔却很镇定地说 金科小叔叔 会不会这件事另有隐情 你爹爹于大掌柜 如果再想要一个孩子 为何不和现在的夫人生一个 反而要去收养一个呢 于金科一愣 他如动嘴唇回答 难道是那位二夫人 无法生育 夏宝沉住气 但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坊间并没有于夫人 不能怀小宝宝的传闻 我想问问你 你死后 一次都没回过家中吗 于金科点了点头 我死在了五谷之地 没有人安葬我 我就不能离开海谷周围 若不是见到恩人 我还不知道 要在林子里飘多少年 夏宝声音糯糯 目光却极其坚定 带着一丝试探 那你 还记得 自己怎么死的吗 于金科陡然睁大眼睛 仿佛心口被人用力气 砸中一般 他 怎么死的 于金科像是很悲痛 他双手敲了敲自己的头 惊慌失措地喊 我想不起来了 我 我不记得我怎么死的了 于金科很是慌张 我只记得我从家里 拿着我娘给的玉佩 上京城来找我爹 一路上 我省吃俭用 怕路费不够 想着见到我爹 一切都值得了 但是我不记得了 我为什么死在了山林里 我忘了 他崩溃痛苦 水雾式的灵体 呈现出即将要消散的烟雾气 下板连忙小手猛聚一小股水风 用自己的法力 稳住他的浑石 他稚嫩的语气中 透着淡定 和安抚人心的力量 金科小叔叔 你别急 我既然将你带出深山 就一定会帮到底 你的死因 我会替你查清楚的 你现在要冷静 才能配合我 我们才可以找出真相 于金科渐渐冷静下来 他缓缓点头 好好 恩人 请你帮帮我 下宝呼出一口小奶昔 那我现在要问你一些问题 你冷静地回答 不要着急 于金科急忙答应了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打扬过你所胜不多的尸骨 你的头颅骨和大腿骨上 都有几道刀伤 所以 我初步猜测 你或许是被人害死的 你现在好好回想 你是否和谁一起同行的 于金科皱眉 仔细回想 捂着眉峰 很是痛苦 想破脑袋都想不起来 他摇摇头 我不知道 会不会是我被山匪袭击了 下宝斩钉截铁说 可能性很小 我之所以没说 你是被匪徒袭击 是因为你刚刚说 你本身没带多少钱 那些山匪的目的不是商人 只是想要钱财 如果你一穷二白 他们不会抢你 可是 你刚刚又提到了玉佩 要知道 不管你是被山匪所杀 还是为他人所害 都是死在了野兽出没的山林里 你死后 野兽只会吃你的肉 不会吞噬你的玉佩 会拿走你玉佩的人 唯有人 但我来之前调查过你的父亲 从前你们一家过得很清贫 所以我想 就算是玉 也不是什么上等的好玉 犯不着是山匪抢走的 而很有可能是被同行之人拿走的 于金科愣了愣 跟着下板的引导 思路也逐渐清晰 你是说 有可能是同行的人害了我 可是 我想不起 有谁跟我一起走的了 我只记得 我从家中出发 要去京城 找我爹 别的我都忘了 下宝看着他痛苦万分的样子 明起粉嫩的唇瓣 当人死后变成魂体 就缺少了做人时的七情六欲 而变得很是执拗 这些灵体 只记得生前没完成的执念 别的事 都忘得很快 下板觉得这件事 一斗从生 光靠问的 恐怕根本毫无进展 下板想起那个动用写法招财的坏蛋 心里就更加坚定 要为眼前的于金科找出真相 他诺诺道 金科小叔叔 你带我再去调查一番 事情到底如何 一定会水落石出 这几日 我会用灵力维持你的精力 你就暂时在这里休息 于金科轻轻点头 他目光中 却透着一丝疲惫和无可奈何 声音沙哑地说 恩人 谢谢你 如果有下辈子 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来报答你 如果这件事毫无眉目 请你也不要为我费神了 我已经死了 就算查出真相 对我也毫无用处 如果我爹现在日子过得很幸福 我不想再去打扰他 他过得好就行了 夏宝被他的善良打动 他捏紧小拳头 不行 如果帮你调查清楚真相 说不定 你就能回到你家的祖坟里了 不仅能去投胎做人 也许 下一辈子大富大贵 我一定会帮你弄明白的 说吧 他小手一挥 收走了水雾 于金科的灵体 又像烟一样 吸附在了那些海骨上 夏宝只见轻点 隔空在海骨上定了几道法力 他没查清楚之前 可不能让于金科魂飞魄散啊 小家伙转身出去后 跟四当家打个招呼 四伯伯 还要请你们 再帮我看护这句海骨几天 麻烦你们了 四当家笑着说 公主您这话说得见外了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 夏宝想起刚刚 他用灵力聚集于金科的魂魄石 速度很快不说 他灵体周围 还有一圈淡淡的烟 他思考了片刻 朝四当家甜甜一笑 四伯伯 那个香 你还可不可以每天上一注 四当家忙点头 当然 这是应该的 谁知道 这是哪个可怜人 能有口香吃 说不定还请他保佑保佑我 早点娶上媳妇呢 他笑得大大咧咧 一口白牙 红木咪起 夏宝站定小脚步 他歪头打量了一回四当家的面相 四伯伯想要姻缘 嗯 这不是已经来了吗 四当家一愣 来了 在哪呢 夏宝还没来得及回答 那边宴好就匆匆走来 喊道 公主 办完事了吗 好啦 我们现在回宫吧 小家伙朝四当家挥挥小手 提着裙子跑向宴好 两个人一边说话 一边走了 四当家大手 搓着下巴的胡茶 思生思索 公主说 我的姻缘已经到了 哪呢 我怎么就看不见 他想到自己今年都三十五了 比大当家就小六岁 人家大当家都要做爷爷了 可他呢 还没娶上媳妇 以前日子不安稳 不敢拖家带口 现在稳定下来了 怎么也要过上老孩子热炕头的日子 可是他长得五大三粗 又只有蛮力 每个女人会看上他 就在四当家琢磨的时候 远处有一声咒骂传来 吴胡子 你要死啊 就会站在那里发呆 没看我摔倒了 还不过来扶我一下 四当家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急忙看去 原来是厨娘巧娥 正倒在一处草丛里 旁边的菜框散落一地菜叶子 这女人一向泼辣 快三十了 还没人敢娶 发起风来 比男人还厉害 四当家快步走过去 这不就来了 他将巧娥背在背上 带她去厨房里搓了两把药酒 巧娥看着四当家憨厚的模样 又见她卖力帮自己的忙 她抿了抿嘴 戳了四当家一把 行了 滚一边去 梯子里有馒头 你拿一个回去吃 四当家嘿嘿一笑 拿起馒头就走 谢了呀 看着她粗壮的背影 巧娥一声称怪 这呆子 她摸着受伤的脚踝 想着刚刚四当家的蛮力 难免有些面红耳热 搓得还挺热乎 别说 这手大就是好 巧娥心情不错 站起来 又忙活做饭了 那乡下板坐在马车里 正在回宫的路上 忽然马车一停 验好先连茶看 她有些恼怒地说 王三 怎么又是你 王三急忙跑到下板的车窗前 小家伙白嫩地指尖挑帘 贵气十足地问 王三小叔叔 你还有事 王三阴着是跑来的 气喘吁吁地说 公主啊 求您再给草民一个指点吧 今晚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要是草民因为一个意外 不小心出了门怎么办 会不会真的送掉小命 她回家后越想越怕 谁知道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 还是找小公主 再确认一下更好 所以她又跑了出来 蹲在公主一定会经过的大道上 烟好极了 因为王三扒着马车 就差爬上来了 她挥手去赶 你真当我们家小公主是神仙呀 害怕的话 自己去求佛 来骚扰我们家公主干什么 下板见她当真害怕 便白白手 验好姐姐 没事 我来跟她说吧 王三小叔叔 你之前好赌 身上有邪气 今晚可能会见血 所以叙事后不要出门 天亮就可以化解 但你既然害怕 不如就这样 说着 小家伙伸出白嫩小手 拽下王三一根头发 她轻轻吹了一口气 交给王三 将头发贴身放着 别弄丢了 希望她能保你平安 王三如获珍宝 她急忙双手接过发丝 然后放进自己贴胸的口袋里 多谢小公主搭救 草民感激不尽 她跪下光光磕头 下宝白白小手 马车便载着公主离开 燕好坐在马车里咕弄 公主 您刚刚吹的那口 是仙气吗 下宝乌黑 眼眸一转 笑得咯咯甜美 燕好姐姐 你真以为我会先发 那只不过糊弄王三小叔叔的 不然她没有心理安慰 一整晚都会害怕 燕好心想 果然如此 她竖起拇指 公主 还是您厉害 黄昏时 晚霞如同千军万马一般 山呼海啸地 从西边的天空卷开 犹如一张气势辉红的泼墨画卷 照出家家户户的吹烟 不多时 天色彻底入夜 繁星点点 寒月勾悬 一片冰冷的月色 笼罩在王三家的茅草屋顶上 王三的院子 平时甚少打理 所以显得有些潦草 一堆枯叶都堆在角落 马棚早就废弃 之前原本有两匹马 都被她拿去卖了 换来的银子都进了赌方 王三缩在自己的床榻上 被子蒙头 瑟瑟发抖 她已经在家闷了一天了 距离小公主说的虚实 就差半炷香的时间 今晚说什么 她都是不会出门的 但是突然 王三感到一阵尿急 她连忙从床底 抽出两个尿壶 竟然都满了 王三催了一口 关键时刻 我咋就这么倒霉呢 她原本想忍一忍 但是人有三急 没过一会 就觉得自己快憋炸了 痛苦啊 王三便起了侥幸心理 小公主说的虚实 还有一会呢 她现在悄悄出门 就站在墙根旁发泄一下 应该不会出事吧 王三打定主意 不再犹豫 她急忙掀开被子 打开门 探出头去左右看看 院子里很静 唯有月色皎洁如霜 夜晚的寒意 带着冷风偶尔呼啸过去 院子里有一棵早已枯死的老树 清风一吹 便在风中抖着枝条 那影子落在地上 活像白鬼乱舞 王三不敢走远 就跑到废弃的马厩附近 脱下裤子 一番释放 哗啦啦的水声流出 她舒服不少 王三还没解决完 身后就有怪声 她皱了皱眉 回头看去 什么东西也没有 唯有一地摇晃的影子 王三没当回事 又把头扭了回来 可是突然 她僵住了 脸色刹那间 毫无血色 因为王三想到 现在没有风 那些树枝怎么会晃的 想到这里 王三感觉到背后阴森森的 她猛地回头 谁知这一眼 差点吓晕了 树枝上趴着四人飞人 光着头 皮连着皮的恶鬼 足有十几个那么多 他们张开獠牙 眼睛的位置 空荡荡的 只有两个血洞 王三大吃一惊 她急忙揉了揉眼 靠 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她揉完眼睛的下一秒 那些树枝上趴着的 犹如蜘蛛一样的恶鬼 已经跳下来 手脚并用地爬向了她 王三吓得尖声大叫 来人啊 救命啊 但她的房子 就好像被隔绝了似的 没有人听见她的呼号 天空中的月色 是极其冷的冰蓝色 更显出诡异 王三吓得裤子都没提 转身就想往房间里跑 奈何 一只恶鬼 直接挡住了她的去路 老子的亲娘来 王三吓得惊声尖叫 在院子里提着裤子 跑来跑去 突然 恶鬼扑上她的肩 直接把她扑倒在地 眼见着恶鬼尖锐的指甲 就要刺破王三的后心口时 王三忽然手忙脚乱地 从靠近心口的兜里 摸出一根头发 她双手紧握 大喊 公主救命啊 小公主救救我 突然之间 这根头发 猛地爆发出一阵金光 踩在王三后背上的 这只恶鬼 刹那间惨叫着 化成一堆黑灰 随风飘散 王三连忙爬起来 举着头发 对准了那些站在附近 蠢蠢欲动的恶鬼大叫 来呀 你们赶过来 我老大揍死你们 来一个死一个 来呀 这些恶鬼不敢上前 距于头发上的金光 王三更加得意 举着发丝朝前几步 吓得这些恶鬼 纷纷后退 滚出我家 一群憋三 还欺负我 再过来 让你们灰飞烟灭 然而 就在这时 他手里的发丝 忽然断了 金光消失 王三傻眼了 亲娘啊 生死关头 小公主 您别开玩笑啊 金光不见的瞬间 这群恶鬼 仿佛逮着了机会 他们顿时张开 可怖的血口 朝王三鬼哭嚎叫 直奔他来 王三转身想跑 却被自己 还没提上了裤子绊倒 脸猛地着地 王三痛苦不已 哎哟 眼看着这些恶鬼 争先恐后的 马上就要抓住 他的脚踝了 突然 十几道金蓝色的 风平第二起 如有形一般 他们卷上空 一个人影 缓缓出现在风中 王三提着裤子站起来 仰头一看 当即瞪大了眼睛 风中的人 乌黑的柔发披散 直至腰间 穿着月牙白的裙子 背影娇小玲珑 狂风垂着他的发梢飞舞 围绕在周身的 尽数是仓后的灵力水波 不是夏宝 又能是谁 王三喜极而泣 公主 老大 您总算来救我了 夏宝回过头来 奇怪的是 他稚嫩秀美的小脸上 竟然面无表情 跟白日理小公主的灵动 大相径庭 夏宝冷冷起唇 往后站站 王三连忙照做 跌跌撞撞 缩到了后头的墙脚边 他抱着一根扫帚 瑟瑟发抖 呜呜 公主殿下的表情 怎么这样冷酷 其实 夏宝是做不出表情 白日理吹头发画精气的法术 是刚跟老天爷爷 学来没多久 头发乃人的精血索化 他将法力束缚在上面 晚上哪怕是在睡梦中 只要头发法力生效 他也能千里之外赶来 老天爷爷教得不完整 夏宝只学了皮毛 但对付眼前这些恶鬼 肯定足够了 这些恶鬼 似乎感受不到夏宝的法力 但看着他身边 飞玄似刀锋般凌厉的蓝锋刀刃 又有些惧怕 可是夏宝身上的气息 实在甜美 恶鬼是低等生物 完全没有思考能力 只知道 吃了它 不仅饱餐一顿 还能凌厉大涨 终于有一只恶鬼忍不住 朝夏宝而猛扑过来 小家伙立即挥动小手 却突然发现 糟了 因为还不够灵活运用 老天爷爷教的法术 现在这只是他的分身 根本没办法施展威力 夏宝看着自己白嫩的小手 皱眉沉丝时 被第一个扑来的恶鬼 直接撞倒在地 王三看得大吃一惊 小公主第一下就被打倒了 眼看着许多恶鬼 都要扑过去 啃食小公主的身体 王三撞着胆子 举起扫把 你们不准伤害小公主 滚开 他飞快跑过去 想将夏宝身上的恶鬼扫开 然而就在此时 压在夏宝身上的恶鬼 忽然被他猛地踹开 小家伙如有神力 恶鬼被踢得 直接砸碎一道墙 夏宝从地上站起来 他捏了捏拳头 不能用法术 我就来硬的了 说着 他不惧这些恶鬼的可步 举起粉拳 迎面而去 夏宝动作敏捷迅速 他秃地飞身一跃 膝盖直接压着恶鬼的脖子 将这只不人不鬼的东西 死死按在了地上 随后 小家伙小手团拳 一拳拳地抱捶恶鬼的脑袋 拳拳到肉 恶鬼的脑袋 肉眼可见地扁了下去 很快忽然爆炸 化为一道黑灰 夏宝站起身 看着近处的一圈恶鬼 乃因无情 还有谁想挨揍 这些恶鬼仿佛知道夏宝在挑衅 一时间拳树猛扑过来 吓得王三举着扫帚 过来相助的脚步一顿 下一秒 他转身尖叫着跑开 娘的 太吓人了 王三躲回墙根 瑟瑟发抖 眼见着夏宝一拳一个恶鬼 打得毫不费力 甚至小公主 就像长三头六臂一样 就算恶鬼要从背后偷袭 他也能回身 精准地一脚将它踹出好远 王三忍不住情绪激昂地大喊起来 公主殿下 太厉害了 将这群玩意打得屁滚尿流 突然 王三感觉头顶上 有什么生物的滴吼声慢慢靠近 啪哒一下 湿润的透明雾 从上往下 滴落在他的脸上 王三一愣 手指抹掉液体 不解端向 啥玩意 他抬头一看 差点下得魂飞魄散 不知何时 一个恶鬼 竟然从夏宝那边 顺着墙头爬到了他的头顶 近在咫尺的恶鬼面貌 被王三一览无遗 那黑洞洞地 失去眼睛的窟窿 张开的大嘴里 冒出的血腥臭气 还有那一颗颗密密麻麻的尖牙 跟人完全不一样 王三下得腿软 一屁股跌坐在地 恶鬼趁机 猛地向下扑来 夏宝迅速扔了一块 沉甸甸的石头来 将恶鬼的头部击穿 恶鬼趴在王三身上 刹那间没了气息 王三尖叫 闭着眼大哭 太恶心了 真的臭啊 好在恶鬼的尸体 逐渐化为一道黑烟 消失不见 不过半炷香的时间 小家伙就将剩下的恶鬼 全部收拾了 轮到最后一只恶鬼的时候 夏宝一手抓了他的胳膊 一只小脚踩在他的腿上 然后 小手猛地一拉 将恶鬼的四肢掰扯分家 于空中怦然炸成黑烟 顺着风消散 王三惊魂未定 摊在地上大口喘息 夏宝拍了拍小手 来到他面前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扮上 随后小家伙伸出手 将王三从地上拉了起来 王三却鼻涕和眼泪齐飞 就差给夏宝磕头了 公主殿下 您以后就是我的姑奶奶 亲姑奶奶 我平时也不做最大恶极的事 他们怎么就缠上我了 夏宝的表情无喜无怒 连粉唇 都不曾牵起一丝糊度 乌黑的眼眸里 满是镇定 浑身披着月光的白蓝色 就像是觉醒的神性 他口气僵硬地说 你那么好赌 气韵都被吃完了 这些东西不找你 找谁 要想不被缠上 首先自己要戒掉不好的习惯 多做好事 抚韵自来 王三感恩戴德 连忙跪在地上磕头 是 谨遵小公主教会 忽然间 王三感觉身子一空 竟然摔了出去 待他重新睁眼 窗外居然天亮了 他吃了一惊 扭头一看 怎么是从自己床榻上滚下来的 王三急忙跑出门去 院子里阳光扑洒 时光静好 小公主用恶鬼砸坏的那面墙 也好断断的 仿佛昨晚经历的惊心动魄 只是他的一场梦 王三挠了挠挠门 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 当他去掏心口的头发时 却发现 那根被他小心放好的头发 不翼而飞了 不久后 远在宫廷里 下板也醒了过来 他伸着小懒腰钻出被子 腌好和会飞 便上来为他穿衣 小家伙想到昨晚的经历 咕弄心想 等有机会 还要再跟老天爷爷 好好学一学 现在只掌握了 在别人的发丝上 依附法力的办法 但真正的分身出现以后 又没办法使用法力 还好有梦魔的法力加持 短暂失去灵力 也不弱 今日学府休目 夏宝得以在宫里溜达 他没忘记 要帮于荆轻询问 失忆问题的事 小家伙吃完早膳 直接迈着小腿 搭搭跑去了观仓海 然而 让夏宝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刚走到观仓海门口 就听见里头 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 小国师大人 奴婢知道 您休息仙法 要断绝七情六欲 奴婢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但这个荷包 是奴婢绣了很久才做成的 送给您 希望您能用得上 夏宝正想踏步走进去 却被燕好一把抱住 主仆躲在了门后 夏宝纳闷 诺诺问 燕好姐姐 我们为什么要藏起来啊 燕好满脸 写着八卦的兴奋 公主您没听见吗 里头 有个宫女正在送东西 给小国师呢 嘖嘖 该是多么大的胆子 连小国师这样的冰山 都敢靠近啊 真不怕冻伤了 夏宝很是不解 她扑闪眼睫 跟燕好一起 趴在门后 探头看向院子里 只见宫与匪站得很远 一个小宫女 双手捧着精致的荷包 正忐忑地站在她面前 从夏宝的角度 能看见宫女 因羞难而微红的脸颊 小家伙很疑惑 送东西 为什么要脸红 燕好还在她身边 兴奋得低语 哎哟 这个做工 远远瞧着就不错 丝线肯定用的是最贵的 这得省吃俭用好久吧 那边 公鱼匪冷着脸 垂着博蛋的眉目 眼里是远山式的冷情 你拿回去吧 我用不上这些身外之物 小宫女没想到 自己这么快就被拒绝了 来之前 可是做足了心理准备 鼓足勇气的 她有些尴尬 咬了咬下唇 还不气馁 可是 奴婢看您身上 从没有荷包 猜想您应该缺一个 公鱼匪再次开口 更加不留情面 不但是因为不喜欢 你就这样上赶着 送别人不喜的东西 小宫女急了 忙问 不是的不是的 小国师大人 你喜欢什么 奴婢也能努力做一做 公鱼匪薄唇微动 吐出几个字 喜欢你现在消失 小宫女愣住了 下一刻她反应过来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转头捂着脸哭着跑了 艳豪捂着心口 感慨万分 真是个狠人啊 这么不留情面 夏宝虽然觉得 小宫女伤心很可怜 但是她更偏心公鱼匪 这时 她帮公鱼匪狡辩道 肯定是阿匪哥哥 不喜欢荷包 夏宝迈着小腿跑进去 娇娇懦懦懦地喊 阿匪哥哥 公鱼匪正要回屋 拼见呼唤 侧过身来一瞧 顿时 她那薄冷的脸上 迎出一抹轻笑 就好像 她的七情六欲 这不就来了似的 到了屋内 夏宝没有问 刚才荷包的事 她一心想着 帮于荆轲解决问题 原本公鱼匪 想好了解释的措辞 却没想到 小家伙压根没有过问 夏宝 阿匪哥哥 上次我在山林里 请了一位灵体来帮忙 她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都与公鱼匪说了 公鱼匪听后 冷眉皱了皱 她看着夏宝 小家伙在她对面 正襟危坐 像是在等待一个答案 她似乎长高了些许 乌黑眼眸灵气逼人 稚嫩的脸颊 也出具美人的尖尖下合 公鱼匪沉沉开口 宝儿 你可知如鱼金科这样的亡魂 很有可能是被人害死的 一旦她见到 娶她性命的凶手 就会记起来一切 当那时她的怨气 便不好镇压了 当务之急 你应将她埋葬 入土为安才是 夏宝儿撅起小嘴 有些怜悯地说 可是鱼金科小叔叔 就这样被埋了 不在本家的目的里 她会不会不能转世为人啊 被人害死 还不能投胎 实在可怜 小家伙伸出手 拉了拉公鱼匪的衣袖 可怜兮兮地晃了晃 阿斐哥哥 我一向言出必行 已经答应他 一定会帮他解决此事 如果他真的是被人害死的 我们应该帮他找出真凶 或者帮他回忆起死因 好不好 我有信心 不会让他产生怨气 会将他平安送走的 面对夏宝儿的要求 公鱼匪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他无可奈何轻轻溃叹 罢了 他尸骨何在 你带我去 夏宝儿一喜 猛地起身 扑进公鱼匪怀里 小手搂上公鱼匪的脖子 谢谢阿斐哥哥 公鱼匪陡然耳根一片粉红 鼻息间闻到的 全是夏宝儿身上的甜香 他只要微微低头 就能闻到他的发顶 不等他说话 燕豪已经急得上前 拉开夏宝儿 公主啊 你已经七岁了 要注意男女受受不亲 夏宝儿不以为意 他仰头嘟囔 阿斐哥哥是哥哥 我没亲 说着 小家伙率先跑出门外 回过头来 招招小手 阿斐哥哥 燕豪姐姐 你俩快点啊 办事要趁早 别等天黑了 公鱼匪倾笑跟上 但夏宝儿的马车 还没到山斐们的府邸时 就又被一个人拦住了 小家伙挑起车窗帘 果然是王三 又扒在了马车外 夏宝儿痴痴一笑 王三小叔叔 你总是拦我的车架 小心我生气啊 王三连连白手 公主 草民是来感谢您的救命之恩的 昨晚情况凶险 多谢您梦中搭救啊 夏宝儿故作疑惑 嗯 什么搭救 我没有啊 王三一愣 这 怎么可能呢 昨天您给了我一根头发 让我贴身放着 说能保护我 果然我梦见一堆恶鬼要吃人 头发变成了您的模样 当时 您还往发丝上吹了口气 您记得吗 夏宝儿五唇咯咯甜笑 这是我骗你的啊 给予你心安的 并不是真的 我哪里有仙术 随便吹口气 就能救人了 王三纳闷 怎么会这样 莫不是我真的做梦 夏宝儿挥挥小手 我还有急事要办 下次再聊吧 马车陆路驶离 刘王三一个人原地纳闷 他摸着脑袋 百思不得其解 夏宝儿自然不会说 不然 岂不是将法力告知外人 燕好撇嘴哼了哼 这个王三不学无术 就想着套公主的近乎 连做这种梦的谎言都编得出来 还有什么干不成的 燕好不懂 但公语匪听了 却暗自沉眉 王三说的 朝头发上吹口气 就能分身出现的法术 他似曾相识 因为 这是只有他师父会的大乘神法 没有师父领进门 是学不会的 他看向夏宝儿 小家伙眼神纯志 不像撒谎 也许 这只是巧合 带马车到了山匪的府邸门口 大当家恰好出门 见夏宝儿来了 他连忙止住步子 公主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夏宝儿从马车上跳下来 田校说道 不伯伯 你这匆匆忙忙 是要去哪 山贼大当家 自从有了正经事干以后 连穿着打扮都变了一番 现如今 像个体面的商人 他道 之前码头上出了点事 我正要去处理 公主昨日来时 我恰好不在府中 今日我便不出去了 请公主留在府中用膳再走吧 夏宝儿说 布伯伯你有事就去忙 昨天我已经找过四伯伯了 我坐回就走 你不必操心我 雨滴 他还摆摆小手 快去吧 布大当家犹豫片刻 还是拱手公身告辞 实在是现在有责任要担着 不能随性而为 他走后 夏宝儿与公余匪走进院子 却发现四当家正在干活 他旁边站着一个 长相清秀衣裳干净的妇人 正给他递去一个饼子 你早点吃 不然一会凉了 女人叮嘱道 四当家对着木头椅子 悄悄打打 他口里咬着烧饼 含糊地说了一声谢谢 头也没抬 夏宝儿瞧见 小手眼唇一笑 四伯伯期待的姻缘 来得可真快啊 他轻车熟路地 带着公余匪来到了 昨天放海谷的房间 烟好害怕 还是躲在门外不远处 夏宝儿推开门进去 一阵烟熏缭绕 他拿小手挥了挥 瞧见海谷前面的香灰盆里 竟然插了三只巨粗的香 四伯伯真是热情 生怕这鬼也吃不饱 夏宝儿扭头 懦懦地说 阿斐哥哥你快关门 我要聚精会神 把于金科小叔叔叫出来 给你见见了 公余匪转身河门 却道 不必这么麻烦 我来 说完 他指尖轻点 手臂缓慢一体 一道如烟雾般淡色的灵体 就被他从海谷上抓了出来 夏宝儿由衷感慨 阿斐哥哥 你好厉害 于金科看见夏宝儿 很是熟悉地笑了笑 但在看向公余匪时 他极其惧怕地后退了两步 有神 他色缩不已 恨不得藏回骨头中 公余匪身上的神光 在靠近半寸 足以灼伤他 公余匪脸没到 已经虚弱到这个地步了吗 寻常的鬼 都不会这么惧怕 他身上的气息 只有那种 快要魂飞魄散的灵体 才会一丁点法力 都无法承受 夏宝儿连忙点头 于金科小叔叔 至少去世了十年之久呢 公余匪收敛神兮 雨色淡淡 如是这般 再有半年 必将魂飞魄散 夏宝儿看向公余匪 玲珑漂亮的眼眸里 是澄澈的水光 他娇诺说 对吧 阿斐哥哥 他这么可怜 咱们就帮一帮他吧 公余匪见他央求恳切 小脑瓜又蹭了蹭他的肩 他终究叹气 侧目看向于金科 现在我们要进入你的记忆里 去找当年发生的真相 你若能感到疼痛 是正常的事 不要惊慌 避免惊魂 于金科认真点头 神仙 我听你的 公余匪一挥手 于金科的魂 就回到了那具海骨上 接着 公余匪站在了夏宝身后 他慢慢低头 宝 这个你应该会的 孟余的法力十分有用处 只要用心潜入 不怕不知道 说着 他右手垫在夏宝的右手下 寻寻善幼教导他 盯着这具海骨的眉心 气沉于心 去找他身上的光 夏宝微微屏息凝神 小脸鼓了起来 一副极其认真的样子 公余匪侧手看见他的表情 一时争忠 不知为何 小家伙稚嫩出现娇俏的脸 总跟他记忆里 夏宝十三岁的样子重合 公余匪轻轻晃头 甩掉眼前幻影 他心中默念道德经 但夏宝怎么样也找不到 海骨上的光 他试了好多次 都失败了 焦急下 他仰起头 正要说话 却没想到 恰好公余匪低头 俩人的唇 极其简单地擦了一下 公余匪眼中 倒映出夏宝 完全懵懂的成车双眸 他刹那间 心跳如骨 脸色胀红 他慌张往后退 直到撞在门上 额头上 也陡然蹦出两个龙角 夏宝还没看清楚 刚要揉揉眼睛 再仔细瞧一遍 狼狈红脸的公余匪 还没来得及直起身 直接猛地挥秀 他用强大的灵力 将夏宝送进了 于金科的回忆中 眼前的夏宝 刹那间闭上眼 昏睡过去 公余匪快步抱住了他 他低头 见夏宝面容甜静地 睡在怀内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差一点就被他知道了 此刻 于金科的梦中 夏宝正站在一大片林子里 他纳闷地挠了挠鼻尖 刚刚阿斐哥哥是不是撞到头了 竟然磕出包了 那是包嘛 又看着不像 小家伙正咕弄呢 不远处传来交谈的声音 他连忙迈着小脚跑过去 藏在树后 悄悄看过去 有两个身穿不一的青年 正走在没有人经过的小路上 其中一个 夏宝一眼认出来 就是于金科 只不过这会儿的他 还是个活人 所以面色透着活泛的气息 眼瞳黑黑的 一副老实的模样 他拿脖子上的白金擦了擦汗 把腰上的水囊拿下来喝了一口 还剩下不多的水 但他慷慨地分给了同伴 金科兄 谢了 当夏宝看清楚这人的长相时 他大吃一惊 这 不就是现在赌方的少东家吗 夏宝咬紧小白牙 这个人 是个冒牌货吧 此时 听那个冒牌货开口道 金科兄 我真佩服你 你从老家过来 在路上 怎么也要不行两个月吧 你可真辛苦啊 要是我 早就受不了了 于金科大大方方笑了笑 我也是命苦 我娘前阵子去世了 我没有什么本事 家徒四壁 所以想上京城 投靠我父亲 但不想给他添麻烦 所以没告诉他 打算走到了再说 冒牌货有些惊讶 金科兄 你别怪我说话难听 您父亲在京城做什么职务 于金科不介意摆摆手 崔景 你盛世想说 我看起来不像是有在京城做事的父亲的人 其实我也知道配不上 我出生的时候 家里很穷 父亲在我很小时 便跟人出去打拼赚钱 我父亲果敢 眼光独到 所以赚了不少钱 也在京城立足了 我此番 正是要投奔他 下板皱眉 原来这个冒牌货 叫崔景 崔景迟疑了一下 询问道 那你父亲离开的时候 你还是个婴孩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能认得你吗 于金科拿出贴身存放的一块玉佩 成色不好 甚至还有裂纹 他哈后一笑 这是我爹当年娶我娘时 送给他的 我娘一直保存完好 只要我拿出这个玉佩 我爹自然会认得我 崔景目光一转 故作惋惜 但是听你说的 他在京城发了财 怎么也不帮衬你和你娘一把 不是我说 你看你这些 多露脚指头了 若不是你跟我讲 我还真不知有个父亲那么有钱 于金科面色有一瞬灰败 但很快鼓起精神 他笑着说 我娘说过 我爹是个好人 他肯定有自己的苦衷 我不怪他 以后等我见到他 我也会好好孝顺他的 这是我娘令医院 崔景点了点头 他拱手说 金科兄 你真是高义 我崔景佩服 我们俩相遇在这密林里 也算有缘 不如就此拜为兄弟 以后有事 你随时招呼我 与金科为人单纯老实 当即点头同意 自然好 不知金科兄 出生于何年何月 几亥年 人申月 白露那日 崔景暗自记了下来 他道 你年长我一岁 我理应含你一声哥哥 于金科点点头 好弟弟 你此番上京 是做什么去 崔景语气四十无奈说 我家里穷 打算去京城找点事做 跟你这样好命的可比不了 于金科却白白手 我不算好命 但你我既然有缘 崔景弟弟 你放心 我绝不会不管你的 待见到我爹 他是京城有名的富商 我恳请他 帮你安排个活计做 应该不成问题 那就有劳金科兄了 两人就这样成了兄弟 于金科为人热情善良 一路上也多番照顾崔景 下板跟着他们走了一路 恨不得上去大海 让于金科注意崔景 因为 若是于金科留意观察 就能看见崔景眼里的杀意 终于 他们在山里走了一段路以后 入夜了 于金科睡梦中 被崔景拿石头砸死 崔景下手狠利 根本没有迟疑 一下又一下 将于金科后脑上的皮肉都砸开了 露出了森森的白骨 此时天上开始打雷闪电 下起大雨 雨幕里 崔景就好像恶鬼一般 他举着鲜血淋漓的大石头 对着已经了无声息的于金科大笑 金科兄 实在对不住了 只怪你掉以轻心 你知不知道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的道理啊 你放心 你死后 我也会好好孝顺你爹的 说完 他弯腰 直接从于金科的怀里 掏走了那块玉佩 一道闪电子雷劈下来 崔景的面容很是猙獰 他将于金科的尸体拖到林子里 便不管了 朝着京城的方向离开 夏宝看到这里 莫名心惊 原来有时候 人真的比鬼还可怕 他从于金科的记忆里醒来 刚睁开眼睛 就听到阿斐哥哥冷声呵斥 大胆灵体 不准妄动 夏宝急忙睁眼看去 于金科似是已经跟着夏宝 看见了自己失去的记忆 但是此时的他 并不像之前那么虚弱 而是被怨气充满了身体 整个人的眼神赤红又危险 他满眼都写着恨意 鬼嚎的声音响撤房顶 我要报仇 崔景这个小人 冒充我的身份 霸占了我爹 还将我杀了 害得我差点不能转世投胎 我要杀了他 公于匪双指掐绝 冷音怒斥 你别糊涂 要是你破了杀戒 对人动了手 就当真犯了轮回的错 不能再投胎为人了 我不管那么多 我一定要崔景血债血长 于金科的双目突出 极其可怖 就在公于匪要出手 将他强行束缚时 于金科的灵体 猛地破开窗户 飞了出去 公于匪皱眉 不好 下宝跟着一惊 小脸上满是慌张 阿匪哥哥 他跑了 我们快追 公于匪两手掐绝 一袍飞动 眉眼沉冷 但 他已经捕捉不到于金科的气息 京城方圆百里内 都感应不到他的痕迹 这怨鬼居然藏了起来 公于匪成了沉眼神说道 他现在被怨念驱使 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理智 我们若不早点找到他 只怕他会害人 到时怨气受到人血滋养 更是麻烦了 夏宝满怀歉意 对不起阿匪哥哥 我应该听你的 不该多管闲事 但说完 他重新振作信心 我自己闯的祸 我自己来解决 他不是要报仇吗 一定会直接去找他的仇人 我们这就去找那个冒牌祸 公于匪见他表情 闪过一丝自责 温身安抚 宝 你要帮人的心是好的 这个于金科怨念深久 如果你没有将他带回来 他可能并不会魂飞魄散 而是变成一种的妇灵 围祸一方 将经过那段山路的人 全部害死 所以你是做了一件好事 现在我们要去 将这件好事收尾了 来 我牵你 凡是有我在 你不要害怕 公于匪伸出手 夏宝毫不迟疑地 将小手交付在了他的掌心里 公于匪牵着夏宝 飞快跑出房门 央好见小公主和小国师 都行色匆匆 忙跟过来询问 公主 咱们这是去哪儿 去千金散尽赌方 找一个人的麻烦 燕好一愣 玄机撸起袖子 奴婢早就看 那个少东家不爽了 他挑了一个顺眼的板砖 追着夏宝和公于匪的身影 就冲了出去 一炷香的时间 他们就来到了赌方外 此时还是白天 赌方还没开始做营生 但是燕好气势汹汹 上前啪的一下 踹开赌方大门 阳光刹那间乍卸一地 里头休息的店小二 正围在一起吃饭 没想到门会突然被人暴力破开 他们纷纷扭头看来 燕好拿着扳砖插腰 你们少东家在哪儿 店小二门对视一眼 闹市的 他们纷纷摔下碗筷 一副要硬碰硬的模样 夏宝儿却从燕好身后走出 他瞇了迷眼眸 少东家在哪儿 叫他出来见我 这声音多么熟悉 简直是千金散尽赌方 所有人的噩梦 因为这不就是那日 赢了数十块好玉石的小小姐吗 当日接待过夏宝儿的店小二 扒开人群 吃惊地看着夏宝儿 小小姐 你又来砸场子 我们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夏宝儿白白小手 我不赌玉 专找你们少东家 店小二皱眉 下意识就说 少东家不在 宫与匪根本不跟他们废话 侧着身 直接要走向后院 店小二几人一看情况不对 纷纷扑过来阻拦 谁知 夏宝儿和燕好 只是看见宫与匪微动衣袖 这些人就全部被掀翻在地 下板连忙跟上 燕好举着板砖 从一群摔在地上叫疼的小二们 挥了挥砖头 都老实一点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时 赌方对面的酒楼 正是叶景凡的 他今日正在帮忙楼里的生意 盖音之前 太数真人 隔空打的一个小鬼 魂飞魄散 这几日 无鬼都没办法出来偷彩了 所以叶景凡家酒楼的生意 好了不知几倍 人手都不够用了 然而就在此时 楼里的掌柜方才看见燕好 踹开对面赌方的门 他急忙喊 东家 您快出来黑 之前跟您一起吃饭的那位燕好姑娘 拿着板砖 进去找人拼命了 叶景凡连忙放下抹布 他急匆匆走来 什么 目光看向外头 只见赌方的门 果然被踹开了 叶景凡清秀如书生的面上 闪过担忧 燕好不会受伤吧 他急忙转身 左右环视一圈 抄起墙角的扫帚 就往外冲 叶景凡知道 自己虽然柔弱 但绝不能看着燕好一个姑娘受欺负 而此时 龚玉匪和下板已经来到了后院 之前于金科养小鬼的屋子 眼下房门紧闭 龚玉匪不跟他客气 徒手击飞门板 刹那间四分五裂 目屑乱飞 他们走进去的时候 发现于金科正在拿血画桃涌 他将自己的胳膊上 割出一道血口子 正在徐徐往铜盆里放血 另一只手 拿着毛笔 在画桃涌的眉眼 场面太血腥 燕好忍不住胃里翻涌 退出去扶着强吐了 崔景根本没想到 会有人突然闯进来 他大喝一声 额头青筋爆出 谁准你们进来的 滚开 龚玉匪眼色极深 他微微扬起下颌 眼神流露屁腻姿态 在京城里我的眼皮底下 也敢有人借用这种邪术害人 若今日不管叫 则是我监察不力了 崔景血流如注 根本不觉得痛是的 脸上的表情尤其猙獰 说失去理智也不为过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敢管我的事 有几条命 龚玉匪不跟他废话 下板察觉到周遭 突然狂风涌动 他看了看龚玉匪的表情 阿匪哥哥好像生气了 小家伙很识时误 连忙退到一边 他不用动手 阿匪哥哥一定能将这个坏人收拾了 只见龚玉匪一挥袖 门窗就被死死合上 崔景的第五只桃涌没有画完 写法根本不算成功 但饶是如此 他还是决定给龚玉匪一个厉害瞧瞧 只见崔景不知从哪儿拿出火石 猛地扔进沾满血的铜盆中 刹那间血混着一些纸张燃烧起来 而内侍也渐渐涌出四股黑气 夏宝儿凝了凝小眉头 这就是那五小鬼吧 怎么如今少了一个呢 崔景怒好 你们伤了我一个桃涌 我还没找你们算账 现如今你俩找上门送死 好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专门请来的邪神威力 夏宝儿歪头疑惑 扑扇的大眼睛里满事不解 他什么时候伤了其中一只小鬼啊 难道是阿斐哥哥做的 只见崔景象是用足了威力 四股黑烟几乎是鬼哭狼嚎地朝他们涌来 龚玉匪却没眼沉静 甚至还能奋出审来 两只修长指尖 朝夏宝儿的方向轻轻一点 便有一个无形的金罩 笼罩住了小家伙 下一秒 四股黑烟直接包裹住了龚玉匪 基本上只能看见龚玉匪的衣袍和黑靴了 夏宝儿乌黑的眼眸中流露出了一丝担心 然而 他没看见的是 被黑雾缠绕的中心 龚玉匪本人 额头上渐渐长出两个龙角 他的眼眸变成沉沉的金黄色 就连黑发也变成了披肩的银白 刹那间 龚玉匪释放神兮 四股黑雾 这才察觉到不对 然而已为时已晚 龚玉匪徒手抓住其中一只黑雾的破绽 他眉眼无情 仿佛在看一个蝼蚁 修长的指节微微用力 这股邪神黑雾就被他徒手捏碎 剩下几个 甚至不需要动手 龚玉匪身上的神兮 就像是数千把看不见的金光刀刃 利落地将这些邪念滋养起来的黑雾 收拾得干干净净 眨眼间 他恢复了原样 而内室里的四个陶涌 彻底碎成废瓦 崔景难以置信 从椅子上跌坐在地 他以血滋养的无鬼 本就应该是具有极强法力的 为何在这个少年的手中 就好像不堪一击地指 崔景声音发颤 你到底是何人 少年杨眉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仿佛神明垂眸 他声音不带一丝感情 长生经 龚玉匪 长生经 那个神话传说中 与昆仑山比肩的仙境 龚玉匪 这人 居然是传说中的神明国师 崔景还来不及表达自己的恐惧 就被龚玉匪一拳打晕过去 他转过身 发现夏宝正整个小身子 趴在金照上 他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小家伙模样娇俏 似乎在努力辨别 他们在说什么 见他如此 龚玉匪倾笑出声 眼中冰雪融化 转为唇边一缕柔和 他只见一点 金照应声而灭 龚玉匪笑着道 抱歉宝 我忘了 金照里听不见声音 下板睁着水润圆溜溜的眼眸 阿匪哥哥 你刚刚和他说了什么啊 怎么他听了一句 就瞪大眼睛 你吓唬他了 没有 龚玉匪很淡定 扭头看了一眼昏死在地上的崔景 他只是问我是谁 下宝铺扑上两下长截 这个笨蛋 连阿匪哥哥都不知道 还学别人养小鬼呢 龚玉匪挑唇 望着他神情可爱 给了一个宠溺的轻笑 下宝左右看了看 纳闷地说 不过 这个崔景都有时间在这里放血 这就说明 于金科小叔叔没来找他 奇怪 那于金科会去哪里呢 龚玉匪沉吟片刻 忽然长眸涌出寒色 我竟忘了 怨鬼会去找生前最深的执念 他不在这里 也就意味着 被崔景害死 并不是他最痛恨的事 他心底深处有别的执念 下宝想了两下 恍然大悟 小手拍在一起 我知道了 他肯定是去找他爹爹于富商了 我进入他记忆里以后 他曾跟崔景说过 他爹一定是有苦衷 才对他不管不顾 所以我想 他的执念 一定是想弄明白 为什么他爹 不管他和他娘亲 一旦想通 下宝就急着去确认 他下意识主动拉住了龚与匪的手 推门向外跑去 阿匪哥哥 我们现在就去与府看看 小家伙拽着他的指尖前端 且握得很紧 龚与匪从未有过这样平凡心慌意乱的时候 脑海里 在山贼家中 下宝不慎与他擦唇而过的景象 不断出现 龚与匪从来自是冷静 没想到现在却克制不住心魔 他掐了一个清静绝 好半天才缓过进来 下宝拉着龚与匪 从艳好身边跑过 小家伙匆匆留下一句 艳好姐姐 你会先回宫等我哦 艳好看着他俩一阵风似的跑了 他捏住手里的砖头 不知所措 小公主这是 找完麻烦了 就在此时 叶景凡举着扫帚冲了进来 艳好 你别怕 我来帮你了 让叶景凡万万没想到的是 赌方里电小二横七竖八地躺着 艳好拿着板砖站在中间 反而像那个诗暴人 叶景凡急忙杀住脚步 却还是慢了一秒 他冲进了艳好的怀中 为了防止他摔倒 叶景凡护着他 俩人因惯性摔在了地上 艳好趴在叶景凡身上 两人四目相对 不约而同的 红了耳根 艳好急忙站起身来 叶大哥 我我我 我没事 叶景凡也很不好意思 他腼腆说 你没事就好 我以为你被人欺负了 我去后院看看 说着 他落荒而逃 看着叶景凡的背影 艳好悄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 烫得惊人 夏宝拉着龚鱼匪跑了一会 遇到了难题 他不认得鱼府在哪里 现在若是回去 叫赌方里的店小二带路 恐怕也迟了 龚鱼匪见他皱着两条细眉 粉白的小脸上 有着困惑 他倾笑不已 主动牵着夏宝的手 还是你跟着我走吧 夏宝跟在他身边 像个雀跃的小精灵 他扑扇着长截 眼眸大而有灵 眉心的红质 愈发衬出小姑娘的娇艳 阿斐哥哥 你对京城很了解吗 龚鱼匪轻恩了一声 我要保护国土上的人民 自然就要了解 记住他们 何况我已来京城许多年 所以对这里不算陌生 夏宝却挠了挠小鼻子 用空着的 没被牵着的右手 掰了掰小手指 阿斐哥哥 他歪头疑惑 你最多不超过13岁八 为什么你说 你来了好多年啊 你是不是出生就到这里来了 龚鱼匪抿了抿唇 没有回答 因为他们已经到了鱼府门前 夏宝自然也没再追问 他已被鱼府门口的景象惊住 好多人 不知今日鱼府办什么喜事 门口锣鼓喧天 宾客迎门 有个管家模样的人 正在门前招呼来客 夏宝尔点着小脚 仰博看了半天 忽然 他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小家伙呼喊 王三小叔叔 王三正要走进鱼府的门 听到有人喊自己 他立刻回过头来 人群后 一张娇嫩的粉白面孔 实在显眼 尤其是他身边的冷农少年 这不小公主和他的守护人吗 王三堆了满满的笑脸 都快看不见眼睛了 他跑到下榜面前 小公主 真巧啊 你也来参加这鱼老爷的寿宴 寿宴 王三笑着说 是啊 今天鱼大掌柜60岁寿宴 要么说生意人就是阔绰呢 他广开家门 设宴一板鱼桌 只要京城里愿意来喝寿的 都可以来吃饭 我就是来蹭饭的 嘿嘿 小公主 您和这位大少爷 是来给他喝寿的吧 至于大掌柜 面子真大 下榜摇摇头 我们是来找人的 王三顿了一下 盲说 公主殿下 有没有我王三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下榜抿了抿粉嫩唇瓣 他悄悄点脚 在公鱼匪耳边滴雨 阿匪哥哥 我们应该怎么找他呀 公鱼匪正仰头观察鱼府的气韵 想从中找出 是否有怨鬼藏身的痕迹 听言 他轻回 只需要找到于非凡 就能等到他现身 下榜表示同意 他诺诺道 王三小叔叔 这于府看样子挺大的 你若是看见于大掌柜 就来和我说一声可好 我也想祝他长命百岁 王三连连点头 语气透露着艳羡 哎哟 这个于大掌柜 今天真是走运了 能被小公主祝福 真是求都求不来的好事 两个字 羡慕 下榜咯咯一笑 和公鱼匪牵着手往前走 我也祝你一句 生活平稳 不愁吃穿 王三恨不得给当场跪下 他就差T类纵横 小公主 有您这句话 我减兽十年也成了 三人一同进了于府 四处都是宾客 与掌柜的六十大寿 确实热闹 但环顾了一圈 只见热闹交流的人群 却不见寿宴的主角 于非凡掌柜 王三急着帮下榜找人 小公主 您和大少爷在这转转 我去别处看看 如果看见掌柜 我就跟您说 说着 王三挤进人群里 很快没影了 下榜和公鱼匪 走在园子里 四处查看 鱼非凡 不愧是有名的富商 宅底建造的奢华辉煌 处处透着有钱的底气 下榜正鼓着白白嫩嫩的小脸 四处寻找可疑的影子 就在这时 一块奶糕突然被递到了面前 小家伙一愣 扭头看去 公鱼匪从一旁提供 糕点茶水的桌子上 顺手给他拿了一块 快到傍晚了 你这么久没吃东西 怕你饿了 公鱼匪语气温吞 吃点吧 不着急 与金科跑不远 下榜摸了摸自己的小肚肚 嗯 阿斐哥哥一说 我就觉得有点饿了 他两只小手 抓着两块不同的糕点 站在桌子边大块朵移 小家伙吃东西时 大眼睛迎润着吃到美食的喜悦 更显得玲珑眼眸 炯炯有神 再加上他长得娇俏精致 顾盼之间 韵态十足 下榜吃得嘴唇晶莹 公鱼匪看了几眼 仍觉喜欢 他伸出指腹 为他擦掉唇角的糕点碎屑 下榜却没留意到 他这样轻易的举动 他只觉得有些奇怪 阿斐哥哥 今天是余大掌柜的寿宴 难道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吗 为什么崔景作为他的假儿子 不留在府中等着给他过寿 去放血养鞋神啊 公鱼匪听见他的疑问 并没露出惊讶之色 反而像是早就预料到了一样 他看着不远处的 这些热闹的宾客 慢慢问到下榜 宝 如果你过六十大寿 也会像他这样 邀请所有不认识的人 一起进门吃饭腰 下榜认真想了想 笑眯眯地回答 不会 我过生辰 只想和爹爹娘亲 还有阿斐哥哥 以及我的哥哥们一起 小家伙挠了挠鼻尖 或许 这个余大掌柜 就喜欢热闹呢 公鱼匪眉眼内色泽深沉 犹如宁墨汪洋 他声音淡淡 透露着神明般的洞悉 还有一种可能 他或许在等人 等一个 平时不敢出现的人 下榜一正 惊公鱼匪这么一说 他好像突然醍醐灌顶 与此同时 王三来到了相对僻静的 鱼府后院 既然要帮小公主找大掌柜 那前院没有 自然要到 至少有外人进来的后院看看 王三是浑水摸鱼进来的 他猫着腰 贴着假山后的墙跟走 争取不被发现 但这鱼府太大了 他去哪儿找鱼掌柜 还是个问题 就在此刻 他忽然听到远处 有两个人一边交谈一边走来 老爷 我已经按照您 说的挨个看过了 没有哪个年纪近三十的人 胳膊上有红质 王三贴在假山后屏息 心想 这不是迎宾馆家的声音吗 下一秒 一道略显沧桑的叹息声响起 我真正的儿子流落在外 至今下落不明 我都六十岁了 何年才能再见到他 王三悄悄从假山的缝隙里看去 说话的人 身穿克斯袍子 手带碧玉班纸 虽年过六十 但保养得意 不见老太 看起来 充满有钱的底蕴 这不是鱼掌柜 还能是谁 王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听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 鱼飞凡不是只有一个儿子 正在做赌场的邵东家吗 怎么就真正的儿子流落在外呢 难道 王三卫发现了天大的秘密 而惊骇不已 他正想着 等于掌柜和管家走过去了 他再赶紧到前院去告诉小公主 突然 天空好像一瞬间变得黑压压了起来 王三抬头看 只觉得有什么东西飞快掠过头顶 带动一阵疾风 还不等他反应 假山外 就传来肉体怦然倒地的动静 脑袋上刹那间恢复光亮 仿佛刚刚那个一闪而过的巨大黑影 是王三的错觉 王三从假山后疑惑地探头看出去 顿时大惊失色 只见管家已经倒在地上 昏迷不醒 而原本于掌柜站的位置 只留下一滩血污 再一看天空 经历过恶鬼袭击的王三 深深明白过来 这个于掌柜 定然是被什么滚活地抓走了 这还了得 他急忙跑向前院 给夏宝和龚渔匪通风报信 王三一路跑到夏宝他面前 此时夏宝刚刚吃了两碟糕点 喝了两杯花茶 小脸红扑扑地 犯着甜静的可爱 王三气喘吁吁地过去 焦急地说 公主不好了 我看见于大掌柜 被一团黑影带走了 夏宝和龚渔匪对视一眼 夏宝忙到 哪个方向 王三急忙一指 后院那边 小道往东 龚渔匪冷声吩咐 现在你去疏散 于府所有的宾客 不管用什么办法 让他们都走 说吧 龚渔匪和夏宝一前一后 飞快朝后院走去 两人快得就好像一阵风 王三留在原地待了待 他反应过来 驱散人群 一定是不让恶鬼 伤害更多的人 一时间 王三的英雄气概 从心底涌出 百姓需要他 人民需要他 王三不管不顾 爬到一旁的桌子上大呼 着火啦快跑呀 着火啦 只见原本还喧闹的场面 刹那间 只剩下惊慌的尖叫 王三站在桌子上 看着宾客们 甚至于府的部分下人 都落荒而逃 他心中对自己的举动 感到很是满意 神仙要做神仙的事 但他作为凡人 也能出一份力吗 那边夏宝和龚渔匪 追到了管家昏倒的地方 龚渔匪看着地上的血污 长眉紧锁 怨鬼伤人见血 事情变得棘手了 夏宝也跟着 察觉到事态的严重 他小脸紧绷 这个鱼金科小叔叔 肯定藏起来了 但是他挟持了鱼大掌柜 所以跟着血污的气息 一定能找到他 说吧 小家伙挥挥手 阿斐哥哥 你站去一旁 让我来找人 夏宝小手微拢 掌心内 咒风聚集 额前碎发飘扬 眉心红至瞩目 为我寻人 他向空中一抛 风声呼啸而去 犹如千军万马 势不可挡 龚渔匪顺势抱住夏宝的腰 直接循着风声腾云而去 几乎只是两个眨眼的瞬间 他们俩就来到了 渔府内的祠堂前 如果不是逢年过节 祠堂是不会开门的 但此刻 祠堂院子外的门却半场 龚渔匪将夏宝护在身后 推门走了进去 院子里摆设对称 一条十字小路 直通祠堂大门 小路上 几滴鲜红的血滴 刺痛了夏宝的眼眸 实在是显眼 于金科小叔叔 一直都是温和谦逊的口吻 真的会伤害自己的爹爹吗 龚渔匪牵着夏宝 靠近祠堂门口 夏宝正要伸手推门进去 却被龚渔匪一把握住小手 他微微摇头 示意夏宝厅里头的动静 而内里 恰好传出与掌柜压抑着的哭腔 而啊 这么多年 你究竟去了哪里 我找你找得好苦 你知不知道 夏宝从半场的门缝往里看去 于金科现在 简直不能用人形来形容了 他站在源源不断的黑气中 脸皮上的肉 往下无规则地搭拉着 脸上还有当年临死前留下的血污 双目赤红 这副样子 可不至极 但 于掌柜却丝毫不怕 爹坐在他面前 仰着头哭喊 说这是他的儿子 难道 这是因为父爱吗 只听于金科的声音 根本没有被感动 反而透着无情 你找我 你有找过我吗 你难道不是 认了一个根本不是自己血肉的儿子 并且心安理得地活到了今天吗 你可知道 我在那林子里躺了多少年 多少个冰冷的日夜 被野兽啃食海骨的滋味 你知道吗 于掌柜气不成声 人也显得苍老许多 而啊 我是你的父亲 我怎会不知道 那是个冒牌货 从你出生的第一天 我就抱着你 彻夜地不睡觉 你一哭 我就能惊醒 你是我的骨肉 我怎么会认错人 我记得你胳膊上 有一颗红色小痣 那个假货一进门 我就知道他不是你 但我只敢试探 他你的下落 否则 我害怕他永远不告诉我 我就失去了 找到你的机会 我以为你遇到了什么难事 所以我每年大寿 都会大肆半夜 有钱没钱的 都能来 为的 就是找到你 你是我的儿子 我不需要辨认 看见你的长相 我就知道你是 我儿 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到底受了多少苦 于荆轲不为所动 声音却有些哽咽了 你何必装的假意申请 你有把我当过你的孩子吗 这么多年来 对我和我娘不闻不问 不管我们死活 你在京城 倒是娶了新夫人 笑要快活了 我和我娘受苦的时候 你在哪里 于非凡 今天 我就要杀了你 为我娘报仇 于大掌柜吃了一惊 我何曾不管不顾 每个月 我都往家里汇银子 出食做生意 岂不艰难 我宁可自己吃馒头 也要省下钱来把钱 都给你们 怕你们吃不饱 饿肚子 原来 你娘竟是 从没告诉过你 下一刻 于掌柜反应过来 她苦笑说 她一定是恨我 怪我的 荆轲 你想杀我 我毫无怨言 但是 你这个样子 杀了我 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爹欠你的 不用你动手 我愿意自己死 到时我们父子俩再团聚 于大掌柜说完 就转身寻找合适的力气 下宝在门外 瞪大了眼眸 白嫩小脸上 浮现出惊恶 于非凡定然是 爱他自己的儿子的 否则 不会是于金科要他的命 他还怕于金科 沾上后果 小家伙再也忍不住了 猛地推门进去 不行 看着下宝和公于匪 走了进来 于大掌柜泪眼里闪过疑惑 你们又是 被非误包括的于金科 显然惧怕他们二人 急忙冲向一旁的窗子 奈何公于匪反应更快 他修长双指一并 凌空一挥 门窗刹那间紧闭 被无形的金服笼罩 于金科碰到窗子 金服骤然间 灼伤了他虚弱的灵体 他惨叫着后退 于非凡听到自己儿子的痛叫 他立即明白过来 公于匪和下宝 定是道士一类 他亮枪站起身 身胎双臂 挡在于金科面前 你们别伤害他 我儿没犯过伤天害理的事 你们不能收了他 下宝皱着小眉头 粉唇抿了抿 可是他刚刚还想杀你 我欠他们母子的 死也甘愿 这不关你们的事 于非凡说到这里 情绪激动 眼泪喷涌 相比之下 公于匪面似无情 眼神冷淡 他盯着于大掌柜的于金科 你为了心中的执念 在山林里徘徊十多年 不肯离去 我原本以为你最恨夺走你性命的人 原来 你的执念 是你父亲为什么抛弃了你 既然他就在眼前 你为何又不问问 他新娶了夫人 怎么没再有一个孩子 于金科浑身发抖 金服带来的创伤 让他疼痛难忍 他捂住耳朵 你闭嘴 我不想听 公于匪仿佛洞悉一切的神佛 眉眼垂着淡淡的慈悲 他看向于非凡 于大掌柜 我劝你还是将所有事情 全盘托出 你儿子于金科 再有半年的时间 就会魂飞魄散 如果心中执念不解 他作为怨鬼 是不能依存于天地间 不死在我手上 也会死在其他道人手中 你现在将事情告诉他 能让他放下心中的执念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而不是随他去死 公于匪停顿片刻 说出了一个无情的事实 因为 就算你死了 你们也无法团聚 于金科害了人 势必魂魄潇散 你会转世轮回 而他则不配 于非凡浑身一颤 他扭头 看向气息虚弱 已是阴阳相隔的亲生儿子 多番悲痛下 于大掌柜 选择说出 当年抛弃他们母子的缘由 原来 当年于大掌柜 确实赚了一些钱 但他想着家乡的妻儿 所以过得很是节俭 每月有大笔银两 都寄往老家 后来去了豫州 确实结识了巡抚的女儿 但那时巡抚的女儿 已与另外一名穷书生 暗中互通情谊 可惜巡抚不同意 被逼无奈下 豫州巡抚的千金 才选择将自己的计划 告诉于非凡 他想假意先嫁给他 再伺机逃脱 只要离开了父亲的管辖范围 他就可以和穷书生 双诉双妻了 而给予于非凡的好处是 于非凡可以利用 豫州巡抚家的背景 为自己的生意 好好扩充人脉 这对当时刚刚起步 空有头脑 而无背景的于非凡来说 是一桩多么好的交易 他也想过 先跟老家的妻子说一声 但书信往往都需要一个月有余 何况当时情况紧迫 他已经来不及先跟妻子通气了 于是 于非凡思虑了一整夜 终于同意了巡抚千金的提议 他们两人的计划 原本天衣无缝 却万万没想到 意外发生了 巡抚千金喜欢的那个穷书生 因不相信 千金跟于非凡只是做假戏 在他们成亲的当晚 跳河溺亡 对此 巡抚千金单肠寸断 伤心欲绝 好几次他都想自尽 随着爱人离去 都被于非凡拦了下来 在于非凡的不断安慰下 巡抚千金终于放弃了轻声的想法 并且还要履行承诺 帮于非凡发展他的生意 有了巡抚家的背景介事 再加上于非凡聪明的经商头脑 他很快声名确起 并大赚一笔 于非凡越来越有钱 名气也越来越广 他甚至想着 很快就能与妻儿重逢了 奈何 有好事人得知 于非凡在老家还有妻子和孩子 便故意将于非凡求 巡抚千金的事 告诉给了他老家的妻子 于非凡的妻子因此是大病一场 清醒过来后 精神就变得不大正常 好的时候 会抱着年仅七 八岁的于金科说 你爹一定是有苦衷 而不好的时候 则动辄又哭又骂 撒破打滚 并将家里有关于非凡的东西 全部烧掉撕毁 再后来 于非凡在京城站住脚跟 也有了一大笔积蓄 他决定找个机会 和巡抚千金合理 再将自己的发妻和儿子 接到京城来 却没想到 竟得知了妻子的丧训 于非凡悲痛万分 当即决定要回到老家去 将自己唯一的血肉 接到身边来 奈何此时 他的生意出了大问题 碰见朝廷彻查 一时半会都走不开 这样一耽搁 于金科便自己决定 回到京城来投靠亲爹 才有了后面 被剑裁起义的崔景 残忍杀害的事 听完这一切 于金科彻底明白 为什么幼年时 他母亲有时候哭有时候笑 哭的时候 骂他爹是个抛弃弃子的东西 笑的时候 又说他一定是有苦衷的 他爹写了很多信 但他娘不识字 生气的时候 全部烧毁了 后来于金科长大 也没能看到 当年他爹寄来的信 到底写了什么 实际上 那上面包含于大掌柜 对妻子的歉意 字字忏悔 并祈求原谅和重逢 事到如今 于金科也才明白 为什么他爹和巡抚的千金 成婚十余年 也没有一而半子 于大掌柜抹着泪说 那个崔景一进府 就说 是我多年不见的儿子 我一看见他 就知道他是假的 我儿子 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因为他娘的关系 就算不能对我恶语相向 也不会合颜悦色 而那崔景 满眼都是陪笑 我为了做生意 漂泊多年 看了这人的眼神 我就知道 他心底在想什么 我之所以没有拆穿他 是因为我 根本打听不到你的下落 我儿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找你 我也想过 和他撕破脸 可他若抵死不说你的行踪 我这一辈子 岂不是到死 都不能再见到你一面了 于金科气不成声 身上的黑气 渐渐消散 他又成了那个 下宝曾看到的 比水雾 还要虚弱透明的魂 于大掌柜想要伸手 就抱一抱 这个分别了十多年的骨肉 却只能穿过 他透明的身躯 阴阳相隔 白发送黑发 无异于是世上 最为悲痛的事情之一 此时 随着于金科的眼泪四落 他的身躯变得点点晶莹 随着风慢慢飘远 身形愈发透明了 龚鱼肥冷眉皱了皱 于金科 我现在要为你保去轮回 你还有什么话 再跟你父亲说 于大掌贵极了 他朝龚鱼肥和下宝磕头 哭得苍老可怜 神仙 能人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钱 都给你们 求求你们救救我儿子 我跟他才刚刚重逢 怎么他就又要走了 或者 能不能拿走 我的十年阳寿 只求他能留在我身边一年 半年也行 于非凡嚎啕而哭 求你们了 金科从小就受苦 我没给他带去半分福气啊 龚鱼肥微微摇头 声音淡淡 没有办法 人死不能复生 他在山林中徘徊十多年 已是极限了 倘若不在魂魄消散前 进入轮回道 他会真正消失在天地间 若有缘分 下一世 你们还会重逢 于非凡跪地痛哭 声音沙哑 下一世 那得是多少年啊 我已经六十岁了 茫茫人海 我又如何再去找他 他看向于金科 泪眼阑珊 样子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儿子 是爹对不起你 下一世爹给你当牛做马 于金科抬起头 文若书生般的面孔 却露出一抹庆幸的笑 爹 其实我不怪你 能给你做儿子 是我的幸运 人人都说 我于金科的父亲 是京城鼎鼎有名的 富商于非凡 如果还能选 再有下一世 我还愿意做您的儿子 对了爹 您别自责 杨林中前 握着我的手说了 他相信你的人品 你一定是有苦衷的 如果我有一日见到你 你想向他解释 就叙道几句 他肯定会听见的 于金科自知时间不多了 他想替父亲擦掉眼泪 奈何无用 他只能叮嘱 如果可以的话 爹再说个品性优良的义子吧 至少等你老了 还有人照顾你 不然我走的 也不放心 我相信这位神仙大人说的 我们有缘 就还能碰见 于金科朝公于匪 和夏宝拜了拜 他由衷感谢夏宝 小小姐 如果没有您 我恐怕永远是 山林里一个尘尸 谢谢您 带我沉渊昭雪 带我回到了父亲身边 我现在 死而无憾了 他的身体逐渐透明 脖子以下 尽数变成光点消失 随后 于金科欣慰地笑了笑 爹 我得走了 您老保住身体 金生父子缘分浅薄 来世再让我孝敬您 公于匪掐绝 水袖一扬 于金科便随风破窗 渐渐飘远 于非凡追到窗户边 伸出手 却什么也没抓着 金科 我儿 你别走 六十岁的老人 扶窗痛哭 哀求的声音 回荡在祖词内 于金科一入轮回 金生情愁 尽数放下 于金科彻底消失后 于大掌柜 爹坐在地 一拳又一拳地 砸在自己的心口 不断喊着 妻子和儿子的名字 私人已逝 追悔莫及 他哀哭不断 早知如此 我求什么名利 要什么钱财 我赚了这么多钱 就不回我儿子的命 公于匪早已见惯人间生死 他垂下淡漠的眼 只施舍了两分怜悯 就在他准备转身 带夏宝先出去的时候 谁知 小家伙突然猛地 扑进他怀里 夏宝紧紧地摟着 公于匪的腰 将头埋在他的胸膛上 失声痛哭 公于匪浑身一震 双手都不知该放在哪里 夏宝哭得伤心欲绝 阿匪哥哥 金科小叔叔好惨 他那么善良 却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 这个天道命运 为什么有时那么无情 他在林子里忍了十几年 却等不来他的家人 那么多日夜 他是怎么度过的啊 现在好不容易回到 自己爹爹身边 却马上就要离开了 公于匪的迟一两下 将手慢慢放在了 夏宝的肩膀上 因为小姑娘的哭腔 他心生不忍 方才的怜悯 好像多了无数倍 他缓缓摸着夏宝的秀发 温身安抚 生死有命 这一世受苦 下一世 他定会过得安稳 天道是公平的 坏人会被正法 好人的福报 虽然会迟 但一定会来的 别哭了 哭得他心也要碎了 夏宝却依旧浮在他的心口 爱哭不断 小手紧紧攥着 公于匪的衣裳 宁的衣服发皱 又说实在放心不下 宝的祝福最是灵验 不妨愿于荆轲下辈子 平安顺遂 夏宝猛地抬起头 泪眼汪汪地看着他 他抽气询问 真的 公于匪没料到 他会突然仰起头 他垂眸 与他的泪眼 四目相对 夏宝的眼中 澄澈晶莹 有着对于荆轲的无限怜悯 他独鼠得善良 让一对水眸 更加意义生辉 公于匪情不自禁看了一正 他的目光 更是不由自主地向下 看见了他粉嫩的唇 邪念几乎是这一瞬而起来的 他很想一场方泽 但念头刹那间一闪而过 就被公于匪急忙压下 他慌乱地一开眼神 点了点头 是真的 下一秒 夏宝放开了他 他迈着小脚 跑到窗户前 对着于荆轲消失的 空空如也的地方 大喊 荆轲小叔叔 下辈子 祝你一定长命百岁 发大财 行大运 金榜提名 家人为座 小家伙一连串说了这么多词 公于匪哭笑不得 就连坐在地上哭得于大掌柜 也被夏宝的情绪感动了 这个小女娃 跟他的儿子非亲非故 却能这么善良 于非凡忍住眼泪 跟夏宝说了许多句谢谢 夏宝小手扶着窗 仰头看着被风刮过的天空 斜阳泼洒 黄昏已至 离开的人 带着亲人的思念和哀伤 奔赴了下一个故事 而活着的人 还要坚持生活 这也许就是等待重逢的意义 这一刻 夏宝并不知道 从天而降一缕微光 落入了他的眉心 慈悲怜悯 亦是功德 也是属于他的神性 夏宝眼睛红彤彤的 被公于匪 牵着离开于府 随后几天 王三因为做事得力 被于大掌柜赏识 聘请他成为府邸上的小管家 夏宝说的话 倒真的应验了 王三从此走上正途 吃喝不愁 而燕好和叶景凡 选择报官 抓了谋财害命的崔景 有了于大掌柜的指控 崔景入狱 在牢狱中受尽折磨而死 而于金科的海骨 也被于大掌柜好生安葬 灵牌上了于家祠堂 后来 于大掌柜还辗转托人 去将发妻的灵卫请回来 山贼里的四当家五虎 因着帮夏宝保管海骨 还诚心为于金科上香 也得到了于大掌柜的生意支持 山匪们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一切都往更好的方向去了 不久 京城迎来了第一场出雪 纷纷扬扬 银白辽落 夏宝这日却遇到了很奇怪的事情 他从国学府下学以后 燕豪竟然和他说 公主 奴婢得去和叶大哥见一面 已经跟侍卫说好了 您坐马车 先行回宫 好不好呀 夏宝笑弯眉眼 月牙似的 染着星星点点的笑意 燕豪姐姐 我知道 你现在就是要和叶大哥去优惠嘛 快去吧 我自己可以回宫搭 燕豪羞的跺脚 公主 您这又是从哪里看来的词呀 别打去奴婢了 夏宝铺扇长睫毛 无辜地说 戏曲都那么唱 我听过的 小家伙嫌艳豪啰嗦 主动登车 趴在窗户上摆摆小手 你快去吧 别让叶大哥哥等急了 马车陆陆离开 燕豪站在原地 不一会 叶景凡从拐角走了过来 他笑着询问 你们娘娘出的是什么主意 还要骗小公主 这不好吧 燕豪叹了口气 不是我们娘娘的主意 是得飞娘娘的 今天是我们公主的七岁生辰 宫里大家联合起来 想给他一个惊喜 叶景凡挠了挠头 那你一时半会 也回不去宫里 要不我带你去走走 燕豪脸色一红 好吧 别去太远的地方 我还得掐着时辰回宫呢 两人并肩 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夏宝回到宫内 自己抱着小书楼 乖乖地走在宫道上 可是 更加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平时来来往往 总能看到好多宫女和太监 今天却寥寥无几 大家都干什么去了啊 夏宝心中疑惑 他跑回福华店 竟发现 店内也空无一人 娘亲 嬷嬷嬷 夏宝懦懦呼唤 却没有人回应他 小家伙不解地皱了皱小鼻子 他又快步跑去 夏洪墨的玉树房 也没有人 再去了爹爹睡觉的寝宫 只有一个守门的小太监 夏宝忙问 公公 我爹爹去哪了 小太监低着头 眼观鼻鼻关心 回公主 奴才不知 夏宝一惑皱眉 他转身 搭搭走下台阶 又分别去了皇后 德飞 梁昭仪 还有太子的东宫 甚至 还去了太医院 找郭盛望 居然 全都 没有人 小家伙站在空荡荡的公道上 扑闪着长睫毛发呆 一个长辈也没有 这是不是意味着 夏宝小脸上 顿时洋溢着巨大的喜悦 他可以随便玩了 平时娘亲和爹爹 总是害怕他一个人 所以动不动就安排人跟着他 现在 燕豪姐姐不在 娘亲和爹爹 还有德飞娘亲都不在 天底下 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 夏宝儿开心地快飞起来了 他毫不犹豫 扭头蹦大着小腿 直接朝宫外跑去 夏宝儿穿着小靴子 踩在白雪上 发出咯吱咯吱的动静 这时候 没有人站出来告诉他 公主不可以跑 小心摔跤 他自由自在 想跑多快就跑多快 夏宝儿开心至极 小身子一跃 粉唇发出一声欢呼 呦呼 实在太快乐了 以至于快乐到 他跑出了皇宫 而此时此刻 全部挤在 宫与匪的 观仓海的皇帝 和众妃子们 正大眼瞪小眼 宫与匪站在角落里 抱毙冷着脸 他紧皱的眉头 明显压抑着不耐 夏宝儿站在最前面 有些纳闷 怎么回事 按照道理 宝儿该找到这边了呀 德飞一身珠光宝气 他斩钉截铁地说 宝儿肯定是还没找完呢 宫里多大 他又走不快 夏宝的生母会非焦急 那我们要不要往前挪一挪 外面下着雪 臣妾怕他摔跤 四皇子哈哈一笑 惠母妃别忧虑了 宝灵活着呢 之前夏宝找不见的人 居然全部挤在这里 他们打算 给夏宝一个惊喜 等夏小姑娘出现 他们就跳出来 给夏宝吹拉弹唱 甚至烟火都准备就位 夏红墨要给女儿 最盛大的一场生辰宴 宫与匪忍无可忍 陛下 何必挑选我这里 夏红墨理智气壮地说 宝儿找不到我们 肯定会来找你 从小就这样 所以小国师 你再忍忍 太子扭头看了一眼公于匪 暗自琢磨 他妹妹宝儿 竟然这么依赖 这位小国师 皇后安抚众人 我们再等等 宝衣会来了 我们也别一股脑 都冲过去 吓到孩子 但记得 欢乐热闹 少不了 大家点头表示谨记 他们根本不知道 此时此刻 夏宝儿已经跑出宫廷外很远 小家伙在街市 买了一个糖葫芦 一边吃 一边往京郊蹦跳走去 他要去山上坐一坐 看看在高处 看灯火万家的感觉 夏宝儿没看见的是 此时天际擦黑 而云层里 好像有紫电 悄然划过云端 他一边吃糖葫芦 一边走在 无人空旷的山路上 银白色的雪地 被月光照彻得更加晶莹 夏宝儿旋转跳跃 步伐踩着自由的节奏 心情快乐到了极点 甚至 小家伙愉悦地不行 还会用小手 从雪地上隔空拽起一朵冰晶雪花 用法力将它放大 然后抛向空中 刹那间 雪花怦然碎裂 细细飞扬 夏宝儿头一次感到 这么自由快乐 他一口气跑到山顶上 气喘吁吁地 撑着膝盖休息 看着山脚下 京城中的房屋 错落有致 灯火通明 夏宝儿席地儿坐 把下巴搁在膝盖上 大眼睛 看着黑夜流光 城镇灯火 他觉得这一刻 心里很是平静 怪不得阿斐哥哥 要守护天下人呢 原来太平 是这么好的一个词 就在此刻 天空上突然炸起响雷 仿佛就在下巴的头顶 下巴疑惑地仰着小脑袋 看着天上渐渐阴云密布 数十道子雷 就像蛇一样 在云层中穿梭 时不时将天空分割的 极不规则 下巴站起身 他的指尖微微一动 察觉到很不寻常的 天地灵力动荡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与此同时 远在宫廷内 还在等待下宝回来的众人 总算感觉到不太对劲了 太子仲梅 外面天都黑了 宝就算再贪玩 也不会这个时辰还没回宫 依我看 他也许根本就没往这里来 说到这里 太子余光 悄悄看了一眼公与匪 看来刚才是他想多了 他妹妹还小 依赖看起来 有权有能力 有法术的过失 那不是很正常 这会儿 夏洪墨也意识到不对劲 早在刚刚 他就让德权出去 询问外头留下的工人 看他有没有人瞧见下宝回来过 谁知德权公公匆忙跑回来 不好了陛下 娘娘们 大事不好 小太监们看到公主回来以后 许事发现我们都不在 以为可以出去玩了 就在半个时辰前 公主殿下 已经自己跑出宫去了 惠妃当即就吓昏了过去 德妃和梁朝仪 连忙一左一右地搀扶住了他 皇后脸色煞白 强坐镇定 夏洪墨更是阴着一张脸 你们干什么吃的 朕说要给公主惊喜 让你们放松对她的看管 你们就是这样 不管不顾任由她出去 还愣着干什么 给朕出去找 宝儿若有半分损失 你们全部都要掉脑袋 四皇子夏原童急坏了 眼睛通红 这可怎么办 宝儿和曾自己独身 一个人出去过 一想到他的妹妹那么可爱 走在外面 都是会被人牙子盯上的程度 如果被拐带走了 这可如何是好 太子已经忍不住了 率先夺门而出 我去骑快马在城中搜寻 店内众人四散分开 有的出人一起帮忙找 有的出力 有的留下宫内等待 夏宏儿若扭头看向宫与匪 只见小国师 一直沉着眉眼 夏宏儿若快步朝他走去 语气焦急 小国师大人 快帮朕起一挂 看看宝儿如今 夏洛何方 他万万不能有事 宝儿是朕的心头肉啊 宫与匪实则没有太过于担忧 因着下宝儿现在 法力高强 不需要人保护 寻常的妖物都伤不了他 可是 宫与匪不知为何 今天从早上起来 就心头隐约感到不安 就在他皱眉沉吟的此刻 窗外突然传来闷雷巨响 德权公公担忧不已 糟了 这是不是要下大雨呀 小公主还在外面 怎么办呀 众人听声 只知道是雷暴雨要来 可是 唯有宫与匪 刹那间睁大了眼眸 他的巫桶里 流露出惊慌和紧张 别人听不出来 但宫与匪却是很熟悉这个声音 是雷劫 无论是修行的道士 还是妖闷 都要历经久劫 雷劫是第一关 也是最难抵挡的 很多修炼有成的妖物 基本上都过不去这一关 闷雷有远极近 密密麻麻地想在众人的头顶 公与匪猛地推开门去 外头已是狂风大作 板要危险了 公与匪踏不出门 急色匆匆 他转头告诉夏红墨 我去找公主 今晚雷电惊人 恐怕会有不好的事发生 陛下现在调令禁卫军 让城中所有百姓都回到家里 不到天亮不要出来 说完 公与匪急忙离开了 他脚步快的 就像是乘风一样 夏红墨不知他这样吩咐的意义 但公与匪毕竟是小国师 他说的话应当不会错 皇帝立即速生 德权去找巷威 让他兵分八路 维护城中百姓安全 勒令他们即刻回到家中 紧闭门窗 不到次日天亮 不准出 围者关入大牢 德权公共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连忙应声去照办 与此同时 远在山顶上站着的夏宝 他头顶上的乌云 竟然聚成了漩涡的模样 夏宝留意到 除了他这里 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么密集的紫电和乌云 这会是什么妖物来对付他了吗 小家伙想过要回到宫里去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来对付他的 那他绝不会带回家 夏宝聚精会神 盯着头顶上方 乌云密不处 漩涡中紫电涌动 几十条电光 像游动的蛇 带着令人胆战心惊的咆哮怒吼 成为了天际的叨叨响雷 小姑娘 就在此时 一声苍老的呼唤 吸引走了夏宝的注意力 他扭头看过去 一个背着许多木柴的老乔夫 站在山坡下喊他 小姑娘 雷公出来了 要下大雨咯 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回家呀 快走吧 去我家避避雨也行 面对老伯的好意邀请 夏宝正想摆摆小手说不用 但是 突然之间 他看见天上一道紫雷 直劈而下 眼瞧着 就要砸在老伯身前的土地中 夏宝急忙呼喊 小心 他一挥小手 老伯被推离好远 险些躲避 而紫雷就砸在他和老伯中间 刹那间 滔天的雷急 就像是长了眼一样 在地上飞快地 分成树式道 什么子一样的雷光 向下板袭来 小家伙连忙侧身躲避 他一个不防 脚腕被雷光碰了一下 瞬间皮开肉绽 他大大的眼眸里 顿时吟出眼泪 好疼 这些雷急 追得太紧了 夏宝不得不回身 忙得张开小手 迅速掐绝 仓后的灵力平地而起 如水波一样 围绕在他周身 护着他的安全 夏宝眼眸隐约闪过金光 眉心中的红质更是发烫 然而 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雷急 竟然穷追不舍 且 慢慢地打破了他的屏障 夏宝吃惊不已 他不得不聚精会神 用全身灵力灌注 维护水波屏障的完整 然而 就在此时 天上一道紫电坯下 夏宝的水波 一瞬间四分五裂 直接被打散 小家伙也随着惯性 摔出去好远 他本就皮肤娇嫩 脸颊上顿时擦出一道浅浅的口子 鲜红的雪珠阴了出来 为他娇俏的面颊上 留下一层瑰丽的暗影 夏宝小手撑着地 亮枪爬起来 他用手背擦掉脸颊上的血 他仰着头 看天上的浓云越来越重 细眉微皱嘛 小脸满是严肃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妖怪欺负他 此时 原本喧嚣热闹的城镇街市内 竟为军们身骑黑马 穿着冷铠 快速经过十大湖 天雷危险 天亮再出 皇上有令 全部回家 为者入狱 法办 百姓们匆匆逃回家中 街道上到处都是慌乱的群众 一位老人站在自家院子里 看着远处的一处山头上 大片大片的浓云 变成了下卷的玄屋状 他暗自吃惊 身后的儿子也看见了 上前询问 爹 那是啥东西啊 老人到底还是见多识广 他叹息 这是山里头有精怪 修炼成气候了 在渡劫呢 咱们赶紧进屋吧 这雷来得凶猛 可别伤着咱们咯 老人的儿子连忙搀扶着他进屋 顺便问道 爹 这雷这么凶 那你说的妖物 是不是要惨了 哎 肯定凶多吉少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家住在河坝前头 有一天晚上电闪雷鸣 我正在睡觉呢 听到外头好多村民喊 不得了咯 有蛇被雷劈了 我们当时都跑出去看 黑夜里 大雨倾盆 什么也看不到 但是能闻到一股被烤的浇息 那种味道 就好像以前 我跟你爷爷进山打猎 用火烤的兔子肉的气息 后来第二天一早 雨停了 我们后头的河也干了 那条河里 盘踞着一条 两人那么粗 长三米的大黑蛇 已经浑身焦黑 死透了 那头上 都快长出两只脚来了 我们村子里的老人就说 这定是黑蛇肚结不成 被雷公给劈死了 今晚上的雷 比我见识过的那一次 还厉害呢 山顶上 地面上的子垫 就像是长了眼睛似的 对下宝穷追猛感 小家伙身上有摔跤时 碰上去的脏痕 脸上的口子 流出来的血珠 已经凝了 他一边在树林里狂奔 一边毫无目的地往前跑 他只知道 自己不能回到京城河宫里 不然 这些子雷 一定会伤到爹爹和娘亲 他瞅准机会 猛地回身 两只小手一具 刹那间 卷起平地风瓶 那些子雷打在风瓶上 一时间找不到突破口 只知道猛烈撞击 风瓶似乎支撑不了太久 小家伙腾出空当 钻进了太树真人的意识 彼时 太树真人正在打坐修炼 夏宝的意识刚闯入的时候 他像往常一样 皱眉闭着眼去的 你怎么又来了 真是 老天爷爷 夏宝的声音 显得有些仓促慌张 伴随着 隐约就在身后的雷点乍响 这个声音不对劲 太树真人猛地睁开眼 他严肃追问 小家伙 你在做什么 夏宝跑得气喘吁吁的 我 我好像被一只大妖怪缠上了 天上好多子雷 他们都追着我跑 我只会风河水 但都打不过他 怎么办呀 老天爷爷 太树真人的声音 竟然罕见地带着一丝交集 傻娃娃 这哪是什么妖怪 这是天地间最为上乘的雷姐啊 你这是在渡劫了 一步行插踏错 就要灰飞烟灭了 灰飞烟灭 这个词对夏宝来说 很是陌生 眼前的子雷 已经快要将风瓶打破了 头顶上的浓云越聚越多 云层里已经不是几十道雷电了 而是上百道 原来不是大妖怪 而是雷姐 夏宝很伤心 他懦懦地说 老天爷爷 为什么会这样啊 宝一直都在做好事 天宫为什么这么坏 要用雷姐来欺负我 太树真人的声色 比夏宝本人还要焦急 你是妖 正是因为好事做多了 功德越来越高 所以修为和法力也逐步上升 自然会引来度劫 这只是第一步 但只要平安度过雷姐 后面的都好办了 这是天道最难的一关入门 女娃娃 你听好了 我只教你一个自保的口诀 一旦你被子雷击中 此口诀还能为你保全原神 不至于行神俱灭 太树真人正在快速说着法诀 却没想到 夏宝那边传来她的一声惊呼 老伯伯 别过来 有危险 下一刻 夏宝的意识 被迫离开了太树真人的脑海 因为她的灵力全部救人了 太树真人从蒲团上站起 眉头紧皱 不好 都什么时候了 这个女娃娃还想着救人 真是不要命了 此时 正在山头上 追随着雷电的方向 欲风而动的龚与匪 忽然听见了师父的声音 阿匪 下板正在山头上 你速去 龚与匪的眼色极其深沉 已经变化为沉金色 她道 师父 你怎会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子雷之声 恐怕就有数百道 这个雷公真是的 对付一个女娃娃 用这么狠吗 你赶紧去救人 龚与匪 抿了抿唇 师父何时 与宝认识的 就宝 他不是一直不喜欢 他是妖吗 而下宝那边 就在他和太树真人 说话的时候 方才那位 被他推远的老乔夫爷爷 又强撑着大风 爬上了山 就为了救他 女娃娃 小心啊 山头容易被雷打着 你快过来 老乔夫看见地上 有子电来回窜流 他吓得不敢上前 下宝急忙挥手 老爷爷 你快走 不要管我 老乔夫焦急不已 下宝在他眼里 还是一条人命啊 他马上颤微微地道 女娃娃你等等 我回家去叫我儿子来救你 你别害怕 小心啊 别乱动 他活了六七十年 还是头一次看到 有子电能在地上 如同长了脚似的走 就在老乔夫转身的一瞬间 天上一道雷电落下 眼见着就要砸在他身上 下宝挥动小手 风平刹那间调转方向 将老乔夫安稳地包裹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那些原本被风平抵挡的子雷 直接涌向下宝 小家伙没来得及抵抗 被树到子雷击中 刹那间 天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雷响 龚鱼匪赶到时 下宝被子雷直接带向空中 甚至 被卷入了数百道 雷电游动的乌云漩涡里 一旦进入其中 宝面对的 可能就是雷劫失败 形神俱灭的下场 龚鱼匪再难等待 他咬牙催生法力 额头龙角生出 不过眨眼的瞬间 一声龙吟响彻天际 老乔夫看见 一条活生生的巨大银龙 直入雷云中心 下宝只感觉 自己的两只手臂 连带着两个脚踝 都被雷边拽住了 他们散着的子电 是不是想刺一样 引起下宝的剧痛 他感到自己 被拽到很高的空中 然后固定在了某处 怎么挣扎都动弹不得 充满油蛇式的 闪电的漩涡云层中 下宝就被钉在半空中 他眼见着雷云 一点点朝他聚拢靠近 下宝小手拼命 想要合起来催动灵力 但雷边死死地捆住了他 一道雷击陡然落了下来 他根本没有办法躲避 生生受力行 下宝男人这样 粉身碎骨般的疼痛 面色刹那间变得苍白 发出一声痛呼 自打他变成九公主以来 何曾受过这样的伤 而另外一边 自从下宝被抓进了雷云中 公鱼匪就在云堆里 迷失了方向 下宝疼痛的呼声 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到底是哪一边 他心慌则乱 龙身团角风云 天地变色 一场暴雨倾盆落下 是要将大地砸出洞一般 紧接着 一道道天雷从头顶落下 正中下宝身上 他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小家伙脸色苍白 乌黑的眼眸中 写满了不屈 他仰头 看着雷电交加的 远不可及的苍穹 下宝没有哭 也没有闹 因为 他听懂了老天爷爷说的话 他们是妖 生来就比神仙和凡人要低一等 哪怕做了好事 也要经历最惨痛的雷姐 经过九死一生的折磨 才算突破关卡 下宝不后悔帮人 他最开始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积累功德 他只是想做好事 可是 雷劈在他身上 真的好疼 他想到了宫里的娘亲和爹爹 如果他就这样死了 他们一定会很伤心 下宝咬牙 勉强抬起头 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下 我 我不可以死的 雷公爷爷 你可不可以手下留情 漫天响雷 仿佛没有神明会眷顾在乎他这个小小鱼妖的话 回应他的 只又是数十道霹雳子店 这些雷吉 将下宝的衣服打得蓝绿 小脸上划痕更多 下宝痛得闭了闭眼 他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如果他是独来独往的一尾小鱼 也许今日死在雷劫之下 也甘愿认了 可是 他想到温柔娇弱的娘亲 还有答应爹爹 要为他养老的话 他还没看到黄奶奶身体好起来 更没有看到大姐姐的小宝宝出生 下宝暗自给自己打气 宝坚坚强 你还不能死 还有好多亲人 在等你 而且 他还要等到十三岁 嫁给龙龙 今日 可是他七岁的生辰啊 下宝的信念愈发坚定 身上的疼痛 仿佛也感觉不到了 大宇顺着他的小脚低落 但下宝的被控制住的双手中 陡然凝聚起巨大的蓝薄 就像是水的连衣一般 一圈又一圈地荡漾开来 下宝漂亮的眼眸 微微眯起 湿如的发贴在白腻的脸颊上 他眼中的光芒 愈发像宝石般的色泽 凌厉平地而起 带着雷霆万钧之势 将地上凝结的雨珠 刹那间汇聚成贯穿雷云的冰锥 砰了一声巨响 粗大的冰锥卷起立风 直接和下宝头上的一道道子雷撞在了一起 刹那间 披下来的子雷四散而消失 冰锥化作千千万万个雨滴 砸在地上 汇聚成蜿蜒的小溪 下宝这一下 引得云端之上 雷步七十二金刚纷纷慢慢垂首看下来 他们看似像人 实则是外表更像是石头所作 盯着下宝的目光里 没有眼珠 更没有慈悲 有的 只是金刚怒目 小小鱼妖 好硬的骨头 雷云重新聚拢 就像山一样 沉甸甸地悬在下宝的头顶 方才那次还击 已经是他用尽全力的结果了 如果再来一下 下宝肯定挡不住这样的雷霆威力 此时 一道蓄力的雷击 直接都投劈了下来 下宝被这一击打得 浑身如碎骨一般 宫与匪伤痕累累地冲出云层时 看见的就是这一幕 他的小姑娘 被雷鞭死死拽着手脚 动弹不得 而雷杰击中他后 元神都漏了一下 宫与匪清楚地看见 下宝的元神 那位乳白色身子 头顶一点红的小吉里的模样 带着金光乍现了一瞬 倘若下一次劈中元神 下场只能是行神俱灭 从千万道雷电里 厮杀出来的宫与匪 已经很难再保持龙身 他一袍也被撕破多处 嘴角溢着淡淡的鲜血 手拿削铁如泥的龙骨宝剑 在下一道雷落下来时 宫与匪毫不犹豫地飞身上前 直接将下宝抱在怀中 子雷直接击在他的后背上 被打的地方顿时血肉模糊 甚至人身也快维持不住 背后隐约出现了几个龙铃 宫与匪疼得呲牙 但还是将下宝死死地抱在怀里 小家伙原本虚弱至极 在昏迷和清醒的界限 他慢慢抬头 看着身边的龙鱼匪 阿匪哥哥 他的声音细小可怜 宝没有做错事 龙鱼匪眼眶通红充血 他声音低雅 我知道 这是雷杰 渡过去就好了 宝 我陪着你 下宝觉得 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流失 鲜血顺着他的指尖 滴滴答答的 如同下雨一般落 这具身体是九公主的 原本的九公主已经死了 是下宝用灵力 在维持着这具身体活着 可现在他受了重伤 灵力不稳 就快要死了 雷击一下 又一下地劈在龙鱼匪的背上 他不曾喊痛一声 只为了怀中的下宝 能够安然无恙 下宝抬起小手 他鼻子下 也开始流出鲜血 这是五脏六腑 也要受不住的情状 龙鱼匪急了 连忙用修长的纸截 抹去他鼻下的通红 可是 鲜血止不住 越来越多 下宝握住他的手 竭力恳求 阿斐哥哥 如果我死了 你帮我跟我娘亲 还有爹爹说 我贪玩掉下悬崖 让他们不要来找我了 如果我还能转世投胎 我会努力来找他们的 就让他们当宝不乖 不听话吧 这样的话 爹爹和娘亲 也许能好受点 龙鱼匪目色通红 他咬牙说不行 你会没事的 区区雷结 有我在 我帮你破 下宝却没有意识地昏了过去 龙鱼匪扭头 目光赤红 他盯着雷云上方 三十六部雷匠 缓缓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长剑 眼神愤怒冰冷 龙鱼匪长剑直指天云 额头龙角生出 半场的胸膛上 也隐约可见龙鱼片甲 他愤怒质问 千万道天雷 对付一个只有百余年道行的锦里妖 是否太过于不公 他从未想过成仙成佛 为什么要受此酷刑 你们知道他救了多少人 做过多少好事吗 天底下那样多的妖邪扑不诛 反而来欺负这样的好妖 这算什么规矩 又是谁的天道 放肆 三十六部雷匠齐齐发声 如同轰鸣的千军万马 带着让人胆破的威力 他们的声音汇聚成了一道 龙鱼匪阻挠天节 可曾想过后果 你千年道行 如此就要毁于一旦 你难道想重蹈覆辙 龙鱼匪用手背擦去嘴角的鲜血 眼中的金轮之色 充满了邪性的鲜红 他的剑锋仿佛感受到主人的嗜血 剧烈地颤动起来 发出嗡鸣的龙吟 他喊笑两声 极尽嘲讽 我只守护我在乎的人 错在哪里 说吧 龙鱼匪不再废话 他利落回身 用手中龙骨剑 斩断束缚着下宝手脚的雷鞭 小家伙瞬间落入了他的怀抱中 轻盈地像一根羽毛 他紧闭眼眉 脸色惨白 毫无泄色 龙鱼匪抱着他转过身 面对云端上的雷神们 他冷灭地问 是不是只要打过你们 他就不用再受雷解了 三十六部雷匠 当即一起发出怒斥 大胆 一旦出手 便是向天庭宣战 龙鱼匪扬起眉梢 在你们看来是宣战 在我看来 是为了保住他的性命 他手中见光刹那间大作 犹如千万条龙银咆哮 带着威慑的震撼 龙鱼匪眼中的金光 似乎愈发邪性 也更加不受他的控制 他满心满眼 都只有一个想法 救了宝 此时此刻 龙鱼匪怀中的下宝 似有所感 虚弱地睁开一条眼缝 透过模糊的视线 好像看到阿斐哥哥 笑得很是四拧 而他的额头上 像长了两个龙脚 那是什么 下宝想要仔细看一看 甚至想伸出小手摸摸 奈何他实在是太虚弱了 不过眨眼的瞬间 又昏了过去 龙鱼匪身体里 感到热烈的血脉 冲击着浑身 好像有什么要喷波而出 带着毁天灭地的狂愤 就在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横插进来 犹如远天之外 一声清冷的督促 阿斐 修得起妄念 是太术真人 龙鱼匪持着剑的手 微微一顿 妄念 心魔 此时 太术真人坐在一团金光里 浮在上空 驱走雷雨的几分阴郁 他浮沉一扫 下膀身体中的高僧射粒子 大放光芒 三十六部雷 将一栋无情的金刚木砍去 大概是沉引了片刻 雷云渐渐收拢 退散 不过刹那的瞬间 云开雾散 雨去雷霄 一轮扁平的弦乐 再次出现在薄沙式的云后 太术真人来得及时 垂目看见龙鱼匪 和掩掩一息的夏宝 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叹口气 眨眼的瞬息 就消失在空中 龙鱼匪连忙抱着夏宝俯身 飞着一片茂密 少有人质的山林里 找了一汪波光淋漓 宽阔的湖泊 他站在岸边 缓缓将小人放进水中 夏宝是锦里腰 只要有水 就能缓和过来 之前 夏宝为了救皇宫里的人 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容器 让天地灵气穿过身子 再流向宫廷 驱走摒弃 那一次 夏宝就元气大伤 被放回自己的池子里后 不多时就缓了过来 可是 这一次让龙鱼匪皱眉的事 夏宝被放进水中 没一会 就自己浮了上来 与溺水的普通人没有两样 他根本没有力气 再来自愈 龙鱼匪愁眉不展 最后 他选择入水 紧抱夏宝 他用指幅按在他的眉心 徐徐为他送去一些灵力 好帮助他 尽快好转起来 但 就在此时 龙鱼匪感觉心神晃了晃 似是妄念又起 他垂手 望着夏宝 渐渐红润的双唇 唇瓣上沾着清澈的水珠 看起来十分可口 他正正看着出神 但等到龙鱼匪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唇上已经是柔软一片的触感 他竟不知觉中 身体更加诚实的俯身 碰上了夏宝的唇瓣 龙鱼匪将夏宝按入水中 但 就是这样的 令龙鱼匪心跳怦乱 他在干什么 身体里 仿佛有自己的另外一个先生回应 在给宝儿度入法力 助他好转 用得着嘴对嘴吗 那个先生沉默了 就算在水里 龙鱼匪也绝尔根红烫 他都做了一些什么 夏宝儿虽说是个百年的余妖 但他真正接触人士开盟 也才七岁 可是 龙鱼匪又暂时没有分开 任由水里 他们二人的发丝纠缠在一起 一些细小的水珠 附在夏宝儿的眼角眉梢 为他衬托出更加精致的俏丽 七岁的夏宝儿已经如此 何况十三岁的他 那样的妩媚动人 每滴每一根睫毛 都在轻盈地撩动龙鱼匪的心弦 师父太数真人的话 犹在耳畔 小心妄念 修行之人 最忌讳被心魔掌控 后果严重者 堕入修罗 万劫不复 龙鱼匪知道 他不该贪恋意识的欢意 但在此时此刻 内心深处的想法 如同洪水般 犹豫着要不要放开夏宝儿的时候 突然 他回过神来 与一双清澈的巫童对视上 夏宝儿醒了 他正在阿斐哥哥的怀里 缓嘴碰着嘴 龙鱼匪惊愕 连忙放开了夏宝儿 心中顿时被一股 难以言喻的愧疚包裹 他都干了些什么 宝儿受伤昏迷 他就趁人之威 龙鱼匪想说点什么话 但他们在水里 他张了张嘴 却是无声 唯有脸颊烫得通红 但夏宝儿好像没察觉到不对 反而心中感动万分 刚刚阿斐哥哥 一定是在竭尽全力救他 小家伙拉住龙鱼匪的手 转身往湖泊深处游过去 为了报答阿斐哥哥的救命之恩 夏宝儿决定 待他在水里游一圈 小家伙裙摆和黑发在水底飘扬 美的好似会勾人的妖鬼 但他的眼神偏偏这样清澈 让龙鱼匪无地自容 似乎宝儿 并不知道他做这件事的意义 夏宝儿身姿灵活 拉着龙鱼匪往湖心深处游去 越往下 就越跟波光灵灵的水面有所不同 月光只能照耀在水面上 形成浅浅的一层波光 而若是往湖底游去 就变得深蓝浩瀚 他们身边游过肥瘦的鲫鱼 夏宝儿调皮地用小手一把抱住 急于惊慌失措 甩着尾巴往前游 小家伙便毫不费力 躺在湛蓝的水波中间 拉着龙鱼匪 让鲫鱼带着他们前行 好不容易到了湖底 这里一片山丘式的崎岖泥土 夏宝儿小脚踩在了上面 急于好不容易被放开 晃着尾巴飞快游走了 龙鱼匪呐喊地看着夏宝儿 不知他想做什么 小家伙朝他比划了一个手势 阿斐哥哥 看我的 只见夏宝儿小手微微合拢 凌厉在掌心中 催生出极大的一个冰蓝色的水球 下一秒 小家伙挥手一扬 水球在湖中心爆裂开来 竟变成点点晶莹的小水泡 这些水泡就好像夜空里的星星 带着碎光 犹如漫天星辰倒转 龙鱼匪仰头看着湖底的绚烂 他知道 这是夏宝儿为了答谢他 送给他的一场星河浩瀚 这时 夏宝儿拽了拽龙鱼匪的衣袖 他回过头去 却冷不防 感觉夏宝儿小脸凑近 下一刻 唇上柔软的触感再次传来 龙鱼匪浑身僵住 宝场冷淡的双眸中 此时此刻满是惊恶 夏宝儿小手捧住他的脸 粉嫩柔软的嘴唇 但下一秒 夏宝儿用自己的小手 覆盖在龙鱼匪的手臂上 原来令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方才为了护着夏宝儿 手臂上被子雷劈出一道 深可见骨的伤 龙鱼匪一心都吸在了夏宝儿身上 忘了伤口带来的疼痛 这会儿被夏宝儿碰到 才感觉到巨疼 伤处可不 皮肉翻出 可见一小结森骨 夏宝儿的小手附在上面时 那些犹如星辰的水珠 有一些便聚拢了过来 他们纷纷贴在龙鱼匪的伤处 经过水波的亲吻 夏宝儿的灵力催化 龙鱼匪的筋骨愈合 皮肉恢复原样 小家伙有些得意 仰起夏河看着龙鱼匪 顺便摆着小腿蹭到他跟前 像是求一个爱抚 和一个鼓励的夸奖 到了水中 就是他的世界 玉桥搭梁 重塑击鼓 现在他比之前 更为厉害了 龙鱼匪还沉浸在 方才夏宝儿的主动中 他神色恶然 夏宝儿歪头不解 长睫毛扑闪扑闪 下一秒 小家伙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再次游过来 小手还要捧住龙鱼匪的脸 再亲一口 龙鱼匪急忙退开 身形一动 便浮到了水面 他几乎是狼狈地逃到岸上的 坐在地上大口喘息 哗啦一声水面被破开的动静 夏宝儿迈着小脚走上来 阿斐哥哥 你怎么了 宝儿 你方才 那样是为何 夏宝儿无辜地眨了眨眼 学你的动作 给阿斐哥哥疗伤啊 疗伤 那根本不是 龙鱼匪不自然地倾壳 从地上慢慢站起 面对夏宝儿 精亮圆润的双眸 他嘴唇红润 不似刚才毫无血色 龙鱼匪心中 只为自己的情难自禁而愧疚 他耐心解释 宝儿 其实我方才实属逼不得已之举 只是为了杜琳丽给你 但男女受受不侵 我往后再也不会如此了 你也不要学这般举动 会不合适 夏宝儿听后 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小白牙俏皮可爱 没关系阿斐哥哥 我不介意 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 夏宝儿转了一圈 龙鱼匪的确来得及时 他身上那些因雷结而留下的伤口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愈合能力 比龙鱼匪想象中的更快 小家伙转过身 对着月色 举起自己粉嫩的指尖 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阿斐哥哥 只是他的声音带着困惑 我好像觉得自己有一点不一样了 龙鱼匪台长 徐徐灵力流出 为夏宝儿烘干了衣裳 哪里不一样 夏宝儿说不上来 他小手钻了又松 就是觉得 身体里好像有一股力量 快要冲出额头似的 夏宝儿运气丹田 屏息凝神 顺着身体里的这股法力游走 突然 他猛地打出一掌 一道水波夹杂着电光 擦着湖面飞到对面去 直接横腰劈断了几棵树 断裂的树根 徐徐冒着灰烟 哇 夏宝儿望着这一幕 张圆了小嘴 他连忙回头看向龙鱼匪 阿斐哥哥 龙鱼匪看着对面 几棵树木已经变成了礁锡 板儿的能力愈发厉害了 从前也不是没有过 妖物渡劫后大难不死 定会功力再上一层楼 但是如夏板儿这样 仿佛一下子增加三百年道横的小妖 几乎前所未有 如师父所说 假以时日 宝儿定会成为雄霸一方的锦礼 若是可以 礼悦龙门离他也不远了 但仙与魔 只不过是一念之差 若修炼得好了 侥幸没有走火入魔 就是仙 要是不幸行拆踏错 就是魔 龙鱼匪并不担心 他的下宝会变坏 因为 他的心就是一颗纯金的琉璃 澄澈又善良 但龙鱼匪还是叮嘱说 宝 从现在开始 你更要小心隐藏你的能力 不然我怕 下宝哥哥一笑 如同银铃般清脆 他飞快抢答 你怕有人抢走我 因为宝太厉害了 暴露身份 就会被抢走的 对不对阿斐哥哥 龙鱼匪一愣 玄机点点头 倾笑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在他的世界里 还不清楚 一旦暴露 自己是个法力高强的妖物 会被多少邪道士 趋之若鹜 他们恐怕 都想来抢夺下宝 变成自己修炼的法宝戾器 在宝心里 天下没有绝对的恶 所以 龙鱼匪也不反驳 毕竟 他一定会保护好小家伙的 两个人手牵手回宫 皇上和一群人 还在等他们 让龙鱼匪不知道的是 下宝另外一只 从史之中 没有张开的小手里 攥着一片龙鱼 这是方才在水下 为龙鱼匪疗伤时 夏宝在他手臂上发现的 夏宝和龙鱼匪 回到宫廷中 夏洪墨已经在大殿里 来回转了十几遍 他根本没办法 安心坐下来等待消息 当见到龙鱼匪面色淡淡 牵着夏宝走进来的时候 夏洪墨眼眶通红 他和慧妃快步走过去 当即将夏宝搂进怀里 你这孩子 让爹爹担心的不行 去哪里了 为什么自己偷跑出宫 慧妃累在眼眶里打转 回来就好 宝儿 没受伤吧 他将夏宝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 见他小脸依旧白净 浑身上下没有半点伤痕 这才放下心来 夏宝声音软糯 透着乖巧 爹爹 娘亲 各位叔叔伯伯哥哥姐姐 让你们担心了 因为宝回宫 看见大家都不在 就想着出去自由自在地玩一会儿 没想到遇上大暴雨 好在有一位好心的 乔夫老爷爷收留了我 等雨停了我下山 就碰到阿斐哥哥了 夏宝用小手 擦去会飞脸颊上的泪水 娘亲不哭哦 呼呼 宝儿以后再也不会贪玩了 夏宝诺本想板着脸训斥一顿 实在是心里后趴大过一切 要是因为一时疏忽 让乖女儿出事 她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夏宝儿察觉到爹爹的低气压 使出杀手锏 撒娇地拱进皇帝怀中 娇诺地说 爹爹 刚才的雷声好大啊 都把我吓到了 宝儿想 如果爹爹在身边就好了 今晚爹爹留下来 哄我睡觉叫巴 夏宝墨的心彻底被萌化 什么生气的教训 都说不出来了 有什么是比女儿安全回来 更重要的事 夏宝墨再次将夏宝儿 紧抱在怀中 英俊的梅总算书展 没事就好 有惊无险 小国师功不可没 公与匪神色淡淡地 接受了夏宝墨的褒奖 又崇辱不惊地 收了皇上的赏赐 此时皇后笑了笑 还好是有惊无险 但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可不能将我们宝儿的生辰漏了 他看向夏宝墨 陛下 宝儿一定还没吃什么东西 不如现在臣妾吩咐上善吧 大家伙为了宝儿的生辰 也准备了不少东西呢 夏宝墨深觉有理 便点头同意 大殿内 众人各归个座 德飞先送了两箱紫玉 他带了必喜的手 拉着夏宝儿的小手 满脸都是愧疚 宝儿 这个惊喜宴会的主意 是我想出来的 却差点害得你走丢 母飞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夏宝儿拿小脸贴了贴得飞 最漂亮的御手 他扑扇长节 说得情真意切 德飞娘亲 你已经为宝儿费心了 一番好意都是为了我 怎么会是害我呢 夏宝儿看着满堂真修 他意味深长地说 今天是宝儿七岁的生辰了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更是一个重生的好日子 只有阿斐哥哥知道 他刚刚如何死里逃生 夏宝墨带头鼓掌 听听朕的女儿 出口成章 各位爱卿 跟你们家中女眷相比如何呀 众位大臣汉言 又来了 又开始秀闺女了 不就是没你家公主 聪明机灵乖巧吗 真是气死了人哦 在众人的祝福下 夏宝儿过了一个 非常充实的生辰 劫后余生 却能被家人围坐 小家伙双手合十 许了一个很切切实实的 生日愿望 他闭眼 小嘴轻轻嘟囔 四皇子提耳朵过去想偷听 被太子一把拽走 太子瞪了四弟一眼 你想干嘛 四皇子摆手 我这不是看宝儿 那么认真许愿 想听听他许的什么 万一帮得上呢 太子抿了抿唇 身以为然 这时下宝儿睁开眼眸 笑嘻嘻地说 就不告诉哥哥们 等愿望实现了 宝儿会说的 太子暴毙 口气霸道 反正不管宝儿要什么 我都会想办法弄来 四皇子不甘示弱 紧跟一句 我也是 太子看他 私生 夏元彤 你最近总跟我抢妹妹 四皇子拱手求饶 躲到皇后身后 母后 宁桥大哥 妹妹是大家的 他非要据为己有 太子追着他做事要打 两个人围着皇后 和夏红墨绕圈 下板看得直哥哥娇笑 德飞在一旁吼道 夏元彤 别跑了 我看的头都要晕了 最后 太子被皇后一把拉住 皇后笑着道 好了 宝乖巧懂事 几个哥哥轮番疼爱 本就是好事 犯得着争强吗 夏红墨喝了一杯博酒 说着 是啊 元宇再过不久 也到了该娶妻的年纪了 皇后 正一直忙着忘了问你 太子飞的人选挑选的如何呀 殿内有不少大臣在场 听到皇上这么问 纷纷竖起耳朵 太子听到这话 神色就淡了下来 看起来有些狂傲不羁 他说 父皇 母后 儿臣有心求学 无心成家 年纪还小呢 夏红墨却不认可 正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与皇后结发为夫妻了 你现在还不明白 年少时的发妻 将会陪伴你一生 这很重要 太子撇了撇嘴唇 正想说点什么 但 袖子却被人握住 夏元宇低头 看见自家宝贝妹妹 正养着脑袋 扑扇着漂亮的水眸 瞧着他 他眼中似有清泉流出 让太子镇定不少 他意识到 现在绝不是反抗父皇的时候 这么多大臣都在场 他一直说不喜 反而不好 于是 太子干脆低头 沉默不语 皇后拿帕子沾了沾唇 回禀说 其实臣妾也一直暗中相看 女儿的妻子 说好找也好找 说不好找也不好 臣妾觉得 与其求出身高门 不如求一个知书达理性格温和的 但毕竟是做太子妃 也要聪明才好 夏红末点了点头 似是认可 众位大臣在底下 家里有侍领女儿的 纷纷在心里琢磨 皇后这番话 无异于告诉他们 选太子妃 可以不看家事 但一定要温和 还要聪明 光是这两条 其实就能刷掉不少闺秀 毕竟现在大多都是家中娇滴滴的小姐 不好找啊 夏宝举起杯子 打破蛮场诡异的气氛 像个圆润的小珍珠 坐在众人的中央 她懦懦地说 祝宝生辰快了 祝太子哥哥 快点遇到喜欢的人啊 夏元宇这才有了几分笑意 还是妹妹对她好 明白她的心思 太子妃千好万好 都不如她喜欢的最好 生辰艳散后 艳豪指挥着一群小太监 搬着大家准备的礼物 往浮华店走 夏宝趴在灰妃怀里 走到浮华店门口的时候 她挥挥小手 阿斐哥哥 公与斐回过头来 月色下 她身姿清零 目光如远山白雪 透着凛冽 但与夏宝四目相对时 她温和一笑 什么是宝 夏宝的眼神清澈乖巧 想跟阿斐哥哥说 好梦哟 对了 阿斐哥哥 你今天是一个人去找的我吗 公与斐一正 不知夏宝这话为何意 但她下一秒就点了点头 轻笑说 是的 我自己上的山 惠妃听了 忙说感谢 一番客套寒暄 惠妃才带着夏宝 跟公与斐告辞 半夜 小家伙躺在床榻上 此刻 爹爹和娘亲 都在身边睡着了 她的小手从枕头下 摸出来那块龙鳞 即便在黑暗里 这块龙鳞 也散发着淡淡的银色 将夏宝眼里的疑惑照亮 龙鳞足有她巴掌大小 跟她之前在龙龙身上比对的 好像差不多 可是 为什么会在阿斐哥哥身上发现啊 夏宝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 公与斐还跟她说 是她一个人去的 夏宝想起在雷姐里 快要昏迷时 明明感觉到被阿斐哥哥抱着 而她头上 也长出像龙角一样的东西 但是她现在回忆起来 觉得当时视线模糊 周围的雷电又光线复杂 不知道会不会看错了 但 这个龙鳞 到底是为什么出现在阿斐哥哥身上的 抱着这样的疑惑 小家伙捏手捏脚下床 将龙鳞放进自己平时装零食的小囊中 再躺在爹娘的中间 安心地睡觉了 无论如何 她一定会弄清楚的 夜深人静 浓雾卷上公道 弥漫在各个角落 仿佛几个时辰前的一场特大雷暴雨 不复存在 空气中只是散着湿润的气息 龙鳞的住所关沧海的院子内 有棵老树还垂着水珠 室内 龙鳞打坐入定 于幻境中 主动跪在了太树真人的面前 感念师父 今日出手相助 他不卑不亢 声音清冷 一团金光中的太树真人 看不清他的表情 只是一开口 声音略显苍脉 也带着担忧 阿斐 心不动 则妄念不动 你可还记得 为师最初告诉你的 龙族性邪 若要重回神位 必先摒弃天性 你心念已动 小心走火入魔 万劫不复 龙鳞抿着脖唇 他自然知道自己已生心魔 但还不严重 他拱了拱手 请师父放心 徒儿定会压制 根除心魔 此事跟宝无关 弟子一心想救他 原本以为 太树真人这次 一定又会说几句 下宝的不好 却没想到 他竟默许了龙与匪的说话 没了 还道 他雷姐已过 如今正是走上正道的时候 你好好引导 对他不是坏事 龙与匪暗自挑眉 有一丝狐疑 师父从何时认可了榜 太树真人先是一阵沉默 最后他一挥浮沉 将龙与匪撵出幻境 并附有一句遥远的训斥传来 少管师父的事 最近有一位老熟人去找你 管好自己吧 日子平和地过了几天 这日 天刚蒙蒙亮 山匪当中的吴火就起来了 因着前几日答应 要去码头上帮忙抬沙袋 他们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生 山匪们都很珍惜太平的日子 每个人都力所能及地 在城里做着事 原本不搭当家 现在已经是百夫长了 按理说 他们不需要单独接活干 但最近吴火和府中的 雏娘巧娥 没来远去地搭上了线 两人感情极好 似当家吴火琢磨着 等明年夏天 就可以把婚事操办了 成亲娶媳妇 可是要花不少钱 她不就得提早做准备吗 所以 经过认识的人介绍 她趁着今天没什么事 要去码头上帮忙 多赚点银子回来 吴火到得很早 工头还没到呢 她就已经拿着菜饼子 蹲在了码头边 这可是巧娥一大早就给她送来的 不仅吃着香喷喷 心里还暖洋洋的 她正埋头吃东西 听到旁边两个 也来做事的工人交流 你听说没 江湖上 有人悬赏千金 要绑架小公主呢 啊 谁那么缺德呀 人家小公主在宫里待得好好的 凭啥绑人家 嗨 还不是听说小公主是福运化身 据说有了她的影响 皇上都变得更加人均 连敌国也被压制得死死的 所以啊 那些人心怀不轨 就想把公主绑架了 你说 这叫什么事啊 看别个乖巧 就要绑人家 土匪嘛 这不是 吴火听到这里 怒不可遏 他将饼一丢 大步走过去 揪住那个工人的领子 恶狠狠质问 从哪听说的 谁要动小公主 是谁不想活了 吴火本就长得人高马大 现在吹胡子瞪眼 吓得手中的那个工人 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我 我从圣楼听来的 兄弟 你别紧张 皇宫守卫森严 想绑公主也绑不到啊 吴火而气得瞪眼 绑不到 想就可以了吗 想也不行 说着 他将工人一丢 转身就要去问问大哥 看看知不知道这个圣楼 是什么狗屁地方 后头那个工人 见他气势汹汹 以为要去找圣楼的麻烦 他见吴火虽然凶悍 但也不像坏人 于是颤巍巍地提醒他 大兄弟 这个圣楼是江湖上的组织 很神秘 掌握很多秘心 而且天底下厉害的杀手 全都是他们那儿的 你若是背景不够 千万别招惹 吴火而侧过头 眼神凶悍 管他天王盖地虎 动小公主 那就是自找麻烦 说吧 他快不走了 留下的工人们面面相去 都觉得奇怪 这怪人 什么来头 不知道 可能是从前受过公主的恩惠吧 此时 还不知情的夏宝 正在园子里 和肥宝追逐嬉笑 肥宝好像又长大了一圈 站起来跟熊那么高似的 声音震吼如雷 一般工人真是不敢靠近 河宫里只有夏宝 毫不畏惧了 五公主夏翩翩 忽然远远地跑来 高喊着 宝 救救我 夏宝扭头 拼言急忙迈着小腿 哒哒跑去 五姐姐 怎么了 谁要欺负你啊 夏翩翩神情焦急恐慌 似是被谁人追赶 但跑到了下膀跟前时 连忙躲去他身后 四一觉得嬷嬷追着我 我怎么都甩不掉 他话音刚落 那边就有一群嬷嬷 举着什么东西 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 五公主 您等等奴婢们啊 肥宝往下膀身前一站 这群嬷嬷杀住脚步 隔了一段距离 看着五公主和小公主 嬷嬷们陪笑 为首的那个梅嬷嬷 陪着笑 小公主 您也在这儿呢 夏宝的小脸 裹在一圈白胡蓉中 更显得精致娇小 她眨了眨眼 指着嬷嬷们手中的针线 你们拿这个追着五姐姐 难道要扎她 嬷嬷们一惊 梅嬷嬷连忙白手解释 奴婢们哪敢 这不 过完年 五公主就要满十一岁了 梁昭仪娘娘的意思是 让五公主殿下 跟着奴婢们 开始学针线女工 但五公主不喜欢 趁着奴婢们不注意 自己跑出来了 夏翩翩站在下膀的身后 满脸写着抗拒 我生来虽是女子 但我外祖和外祖母 甚至我母妃都提过长枪 拿过宝剑 为何到了我这里 就必须要拿绣花针了 我不学 嬷嬷们受了梁昭仪的吩咐 不敢不从 线下 不停好言相劝 五公主殿下 您这可就冤枉昭仪娘娘的 一片苦心了 她只是希望您多一项才艺 因为您不是也不喜欢琴棋书画吗 夏翩翩撇嘴 阴气十足的面上 露出了为难 仔细想想 好像确实如此 母妃让她学琴 她对牛弹奏 让她下棋 她没有耐心坐不住 更何况读书画画 那都是斯文人才做得了的 夏翩翩一时难为情 下板见状 小手牵住她的手 五姐姐 要不 板和你一起去瞧瞧 夏翩翩咕弄着说 九妹 做女工很无聊 要一针一线的缝 你不会喜欢的 夏宝圆溜溜的巫童眨了眨 甜甜的说 那也要试了才知道啊 五姐姐就全当陪我了 走吗 小家伙两只爪爪 抱住五公主的胳膊撒娇 她歪头懦懦的说 五姐姐总要给宝做榜样才行 夏翩翩见自己妹妹如此可爱 竟觉得宝的话有几分道理 她是做姐姐的 再怎么无理取闹 也不能当着妹妹的面 何况 她自己喜欢五腔弄棒 那是她个人爱好 总不能也拉着小妹 跟她一起 成天跟个男孩子似的 夏翩翩顿时说道 也罢 九妹若感兴趣 我自然也是要做表帅的 说着 她牵起妹妹嫩软的小手 转头让嬷嬷们带路 四一局的几个嬷嬷们 顿时喜笑颜开 可算是把这个难题解决了 五公主夏翩翩多么倔强的性子 决定了一件事 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好在还肯听小公主几句话 美嬷嬷向夏宝投去感激的一瞥 夏宝回忆甜甜的笑容 眼睛里顾盼神飞 拨光练艳 原本为了顺着夏翩翩的性子 嬷嬷们将绣布 绣线 绣绷绷子等物 都搬到了跑马场 这回有了弥府小公主的陪同 夏翩翩又愿意回到绣楼里去练了 夏宝一进去 就被里头精巧的织布机 以及四面墙壁上悬挂的袍衣的 精美给惊讶住了 绣楼是四一局里绣娘们平时待的地方 主要为了给皇上 皇后和各公娘娘 皇子公主们缝制衣服上的花纹 他们每一个都翘首细致 夏宝走到一位绣娘身边 看着她手腕翻转 纷飞两下 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 就出现在了一群为白 哇 小家伙圆圆的眼眸里满是精亮 绣娘大姐姐真厉害 被她夸赞的绣娘很是腼腆 文言脸色一红 公主谬赞了 奴婢会的都是些简单的 您若是喜欢 奴婢教您可好 夏宝确实感兴趣 但她没忘记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小家伙扭头 看向身边的夏翩翩粉唇一千 笑出一个甜美的弧度 吴姐姐你教我吧 宝儿也想绣蝴蝶 夏翩翩一正 笑得有些尴尬 她压根没有认真学过 什么绣蝴蝶根本不会 但望着妹妹两颗葡萄式的 大眼睛里的纯真和渴望 她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不会 于是夏翩翩清了清嗓 道 九妹我还不是很熟练 要不我们一起和这个绣娘学习一下 夏宝儿正有此意 能哄得吴姐姐愿意拿起针线 就是她的目的 小家伙立即点头表示同意 没摸摸他们忙搬来绣凳子 于是夏宝儿和夏翩翩 就围在绣娘身边 有模有样地拿起了针线 绣娘很耐心地说 穿针引线看似简单 公主们可千万要动作轻慢 小心扎着手 她话音刚落 那边夏翩翩就哎呦一声 原来五公主动作太快 将手指给扎出了一颗血珠 五公主是出了名的急性子 平时五刀弄枪很势在想 拿起针线时就总会受伤 夏宝儿掏出自己的小帕子 附在夏翩翩受伤的手指上 她吹了吹气 呼呼至五姐姐 不痛哦 夏翩翩没想到 自己还要被妹妹安慰 看着夏宝儿紧张的小模样 夏翩翩一颗心都融化了 她扑哧一笑 大大方方地道 薄 我没有这么脆弱 你放心好了 从前练舞的时候 更加容易受伤呢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不知为何 夏翩翩好像受到鼓舞 她坐着身子 放慢动作 跟秀娘学着一下 右一下的穿针引线 夏宝儿也趁机捏着针 燕豪在一旁紧张 公主 宁可不要扎到手 小家伙头也没抬 嗯 燕豪姐姐放心吧 起初 夏宝儿只是跟着秀娘看了几眼 便开始自己动手秀蝴蝶的羽翼 她的动作由慢变快 不知不觉中 竟然已经秀出了蝴蝶的一半翅膀 秀娘忍不住惊讶 小公主 你领悟得真快 怪不得宫里的人都说 迷福公主聪慧非常 简直一点就通 夏宝儿看了看那边 夏翩翩的进度 还在秀蝴蝶羽翼的外轮廓 为了不让吴姐姐半途而废 小家伙假装自己累了 剩下那半蝴蝶翅膀 先不秀了 忽作的屁屁疼 吴姐姐 你练一会 宝儿要出去透口气 夏翩翩头也不抬 好的 我先学剩下的 一会来教你 夏宝儿点点头 带她走出去以后 眉眉眉趁机上来 双手递上一盏茶 公主 奴婢有事要丙揍 她压低了声音 夏宝儿看了看她 嬷嬷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没嬷嬷左右看了看 见只有烟好 没有闲杂人等在附近 便道 公主 您别嫌奴婢多嘴 这件事 奴婢压在心里很久了 今日碰到您 见公主如此机敏乖巧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将此事告知 公主可知道 在后宫的西宫里 住着一位莲夫人 莲夫人 夏宝儿困惑地 挠了挠小挠瓜 梅嬷嬷见她的反应 猜到她可能不清楚 盲姐是说 您不知道 也情有可原 因为这位莲夫人 已经足不出户好多年了 她是六皇子的生母 却因为产子时出血太多 自那以后身体不好 很少再出门了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极少侍奉在皇上跟前 以至于现在好多人都忘了 还有她这么一位主子 夏宝儿百里透红的面颊上 有存疑惑 嬷嬷 你和我说这个 是想我找太医 去帮她瞧身体吗 梅嬷嬷连忙摆手 莲夫人有一个婢女 名叫小童 奴婢也是 偶然跟别的工人 唠嗑时才知道 这小童 不仅因为莲夫人失宠 而不将主子放在眼里 甚至 最近她出宫 带了一包奇怪的东西回来 别人问 她藏着掖着不给看 奴婢们心里都怀疑 这小童是要争宠 买了不好的药 公主别怪奴婢多嘴 这是十有八九是真的 小童自是自色貌美 好几次都等在皇上 经过的宫道上 伺机上前给皇上请安 这不是想争宠 背着主子爬龙踏 又能是什么 夏宝儿陷入了沉默 一双细细的柳眉 微微拢着 垂下来的眼睫 盖住了目光 不知她在想什么 梅嬷嬷还在继续说着 这位莲夫人真是可怜呀 六皇子现在还在外面 游学没回来 她就因失去圣宠 连丫鬟都敢起到头上去了 夏宝儿听完全部 才懦懦地说 嬷嬷 你说的事情 我知道了 等我有机会见到皇后娘亲 也会告诉她的 梅嬷嬷怒几声 又夸了夏宝儿心善 这时里头有秀娘喊她 她急忙先进去了 带她走后 艳豪撇了撇嘴 这个梅嬷嬷 人在私一局 管得还挺宽 都注意到莲夫人那边的事了 夏宝儿恬静的小脸上 浮现着镇定 她转眼看向庭院里的 栩栩日光 口气淡然又焦默地说 梅嬷嬷只不过想卖我一个好 拿工里的一个消息交换 回报我刚刚帮了她的事 否则吴姐姐不配合 她就要被良娘亲训了 艳豪想了想 忍不住道 公主 还是您聪明 一下子就看出她的意图了 夏宝儿抿了抿唇 笑得纯真 也只有这一个原因了 按她所说 莲夫人已不设宫廷的事 还闭门不出 毕竟现在没什么人脉 没嬷嬷犯不着 为她的事打抱不平 唯一有可能的 就是想跟我说 婢女小童为了争宠 不惜有一些下作手段 艳豪 公主要如何处理 可要奴婢先去打听一二 就在这时 门内传来夏翩翩的呼唤 九妹 我秀成功了 你快来看呀 夏宝儿跟艳豪道 艳豪姐姐不及 待我再想想 说着 小家伙转身进去 门内 夏翩翩被秀娘们围了起来 她手里 举着刚刚完成的秀品 很是高兴 夏宝儿凑过去瞧 乌眸里满是欣喜 吴姐姐 你好厉害啊 夏翩翩的蝴蝶 虽然有些歪歪扭扭 她心里成就感十足 原来秀女红 也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无聊 夏翩翩来了兴致 拉住夏宝儿的小手 九妹 来 你不是 只秀完了一半 剩下的我教你 夏宝儿欣然同意 姐妹俩坐在一起 一会说几句悄悄话 一会又一起五唇切笑几句 今日冬天的光芒和煦 他们坐在窗子下 光影头射下来时 照的姐妹俩 头上珠钗一发光 两个小姑娘 脸上都有笑意 好一幅姐妹闲坐芙蓉满面图 不一会儿 夏宝儿手上的蝴蝶也成型了 与夏翩翩的镇翅飞蝴蝶不同 夏宝儿手下的这一只 收拢羽翼 翅膀成滑泽 仿佛叙事待发 不可小觑 秀娘上前 剑壮笑着说 五公主的秀品 可以拿去做手帕 小公主的这只蝴蝶 适合放在荷包上 两人都将秀品交给秀娘 让她去做剩下的加工 不一会儿 夏翩翩就拿到了 自己的紫色秀帕 到底是自己秀出来的 夏翩翩真爱非常 挂在了自己的腰间 而夏宝儿手拿荷包 一时纠结 该送给谁呢 她也用不着啊 两人结伴离开秀楼 夏翩翩兴高采烈的 我以同秀娘说好 明日我还来 学着怎么秀花 九妹 等我学会了 再做东西来送你 哈哈 夏宝儿手拿荷包 贫笑答应 五姐姐 那你可要加油了 妹妹想要的东西很多 包在我身上 两人正低着头 研究夏宝儿手里的荷包呢 突然 夏宝儿感觉有人上前 直接抢走了她的荷包 下一刻 夏翩翩怒吼 薛少 你干什么 夏宝儿看过去 薛少今日身穿红色紧袍 头戴沾帽 依旧满脸桀傲不逊 笑得肆意 她高举荷包 夏翩翩 你一个堪比男孩子的姑娘 还会秀东西了 让我瞧瞧 夏翩翩捏拳 这是宝儿妹妹的荷包 你赶紧还过来 薛少看向夏宝儿 眼里的腥味更浓 哦 那我就更要好好看看了 泽泽 这个荷包做工真好 我正好缺一个 宝公主 不如就送给我吧 夏翩翩一拳挥过去 却没想到薛少反应极快 她侧身避开了 薛少哼笑 夏翩翩 我是你表哥 你还敢对我动手 打又打不过我 劝你少费力气 夏翩翩追击不断 你说我表哥就能抢东西了 还来 薛少身形灵活 来回躲避 不还 我是来给姨母拜早年的 你对我动手 小心她训你 夏翩翩咬牙 训就训 你先不讲道理的 俩人打闹来去 薛少伸手极好 夏翩翩总是落鱼下风 最后 夏宝儿静静地看了一会 突然问道 薛少哥哥 你的秃头治好了吗 薛少的动作一顿 他咬牙切齿 小公主 你怎么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 夏宝伸出小手 那你把东西还我 我就不说了 不然的话 我天天派人问候关心你 薛少哥哥的头发 今天长出来了吗 你也不想工人天天 在薛府门口这么喊吧 薛少一正 你 夏翩翩捧腹大笑 二表哥 你再厉害 都比不上我这酒妹 他跳起来 一把将荷包拽了回来 薛少自知赤别 他本只想跟他们开个玩笑 没想到夏宝儿一针见血 他皱了皱鼻子 语气风流 小公主 你这荷包要是不打算送人 不如卖给我呗 我真的缺一个 夏翩翩狐一看他一眼 缺一个你自己买去 这是我妹妹自己秀的 凭什么给你 自己秀的好啊 薛少眼中一亮 我就喜欢这种公主做的 弥妇公主号称福运天将 有了这个荷包 说不定我也沾点喜气 夏翩翩护着荷包 递给了夏宝儿 就不给你 自己买吧 薛少胡搅蛮缠 我看这个荷包也平平无奇 我花重金买 算起来是你们赚了 也不行吗 夏宝儿拿着荷包 为了拒绝 他说着 这是我要送给别人的 不能给薛少哥哥 薛少立即追问 送谁啊 不会是宋国学府那个姓周的吧 他闻周周的 看起来一拳就能打倒 你给他就是浪费 夏宝儿鼓了鼓粉塞 不满说 这件事跟郡楚哥哥有什么关系 我才不送他 那你到底送给谁 薛少追问 送我 一道清冷的声音横插进来 众人一震 扭头看去 公鱼匪不知何时来的 已经走到了夏宝儿附近 今日他一身玄色太极袍 发丝禁术玉冠 一点碎发扬在并边 更衬出先锋道鼓 神仙中人的俊美 公鱼匪伸手拿走夏宝儿手中的荷包 攥在掌心中 他挡住半个夏宝儿的身影 看着薛少 这是给我的 薛二公子有何意义 薛少感觉到 公鱼匪凉嗖嗖的视线 好像带着冰刀子似的 挂在他身上 他纳闷地问道 你方才都没来 怎么这就是给你的了 公鱼匪不冷不热地说 我早与板约好的 还要同你交代 薛少皱眉 两人对视间 发出一道无形的 看不见的摩擦火花 不知为何 薛少总觉得 公鱼匪幽深的双目 看得他有点 脑壳凉凉的 薛少下意识按紧了帽子 夏宝儿抓着公鱼匪的袖子 从他身后探出半个头来 没错没错 我要给阿匪搁个搭 夏偏偏不忍自己的表哥 正没面子 他将刚刚自己绣的手帕递过去 你要是真喜欢女儿家的东西 我把我的手帕送你 也是刚刚绣好的 薛少低头看了一眼 当即痴痴 什么绣工 好像虫子爬 我又并非真的稀罕 不要了 说吧 他道 不奉陪各位了 我还要去给姨母拜早年 经过公鱼匪和夏宝时 薛少还重重哼了一声 夏偏偏见薛少走远 扭头跟夏宝儿和公鱼匪笑了笑 我这表哥总出稀奇百怪的事 九妹和小国师别 和他一般见识 我先跟他一起回去了 免得他给我母妃乱告黑状 说吧 夏偏偏匆忙跑远 追着薛少离开 他们走后 夏宝儿才呼出一口奶昔 这个薛少哥哥 真馋人啊 公鱼匪不动声色皱了皱眉 四座无意询问 他总纠缠你 也没有经常这样 就是喜欢逗我玩 真是坏人 夏宝儿咕弄两句 便也没将这事放在心上 他朝公鱼匪伸出小手 阿斐哥哥 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 荷包还给我吧 想想送给谁好呢 拿回去送给娘亲 但是娘亲有很多漂亮的荷包 要不还是送给肥宝吧 给他挂在脖子上 谁知 公鱼匪常只捏着荷包 却迟疑地问 不能送我吗 啊 夏宝儿征圆了眼眸 阿斐哥哥不是不喜欢吗 谁说我不喜欢 夏宝儿铺扇长截 眼神无辜 上次啊 我和燕豪姐姐看到 有个宫女小姐姐 送给阿斐哥哥的荷包 那个精致 做工巧妙 阿斐哥哥都说不喜欢 公鱼匪伯唇闽成一条线 眼神清零零的 原来小家伙看到了 宝儿 我不是不洗荷包 公鱼匪解释道 因为不认识他 所以不收他的东西 夏宝儿似懂非懂 他挠了挠小鼻子 那他为什么 要给阿斐哥哥送东西呢 公鱼匪沉默了 他看着夏宝儿 纯真稚嫩的眼神 他的小姑娘 大概还不知道 男女间的喜欢是何物 他还太小了 并没有长大 这时 一旁的燕豪哈哈一笑 想也没想就说 肯定因为他喜欢 小国师大人 公鱼匪 燕豪下一刻觉得 自己好像说错话了 不然为什么 小国师的眼神凉嗖嗖的 他下意识 捂住了自己的脖子 夏宝儿歪了歪小脑袋 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就在公鱼匪 准备给他解释一通的时候 小家伙大大方方地 挥了挥小手 那荷包就送给你吧 我也喜欢阿斐哥哥 他似乎并没弄懂 这样的喜欢 到底有什么区别 公鱼匪暗自说了口气 他朝夏宝儿温和一笑 随后 当着他的面 将荷包系在了自己的腰间 宝儿 我还有事要忙 你回去吧 改日我再去看你 夏宝儿乖乖点头 朝他挥了挥小手 公鱼匪看着他的背影 直到夏宝儿消失在公道拐角 他脸上平淡的神色 渐渐转为一股高深莫测 他的老熟人要来了 一定不能让宝碰上 夏宝儿和燕好 正走在公道上 准备回复华殿 却听到一丝嘈杂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你好大的胆子 私自携带欲物出宫 可知是何罪 快点将东西交出来 让我们检查一番 夏宝儿看过去 是一个怀抱包裹的宫女 被巡逻的侍卫揪住了 咽好疑惑 诶 那个好像就是 莲夫人身边的小童 夏宝儿圆圆的眼眸 打亮着小童 只见她身形瘦弱 面色有些苍白 不知是不是被禁卫军下的 她双手抓着一只包袱 和对方拉扯 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是莲夫人恩准奴婢出宫的 小童越是反抗 就越是可疑 最后禁卫军们也没了耐性 猛地扯开包袱 只听得撕拉一声响 包里的东西哗啦啦地掉了下来 日光下 地上躺着的 竟然是三四只金钗 还有一套完整的红宝石头面 小童一惊 急忙蹲下身 将所有的东西剪拾起来 禁卫军们煞石拔剑 怒言相向 果然想要偷到宫中玉物出去贩卖 立刻拿下 小童着急忙慌地解释 不是的 奴婢没有 她急得满脸通红 却也说不出别的理由来 艳好捏着下巴嘟囔 公主您瞧 这个小童果然如眉眉眉说的 不仅不将连夫人放在眼里 还敢偷东西出去卖 太可恨了 夏宝一对细眉轻轻皱起 小脸上有着疑惑 艳好姐姐 我觉得此事另有蹊跷 嗯 不但艳好追问 夏宝已经迈着小脚 往小童那边走去 小童姐姐 小家伙甜甜呼唤 你怎么还没出宫去 禁卫军们扭头 见是小公主来了 连忙松开了小童 攻身行礼 小童怀里捧着那些首饰 跪在地上颤颤地看着夏宝 口吻疑惑 公主 夏宝走到她面前 用小手将她拉了起来 我不是让你快点 将东西送出去翻心 再拿回来吗 你慢慢吞吞 连母妃知道就不好了 小童目光闪烁 惊疑不定 她愣愣地看着夏宝 一旁的禁卫军问道 公主 您能知道这个宫女 要把东西拿出去倒卖的事 倒卖 夏宝小嘴园张 水润的眼眸眨了眨 大哥哥们 你们误会她了 是我偶然一次发现 连母妃的首饰都救了 颜色老实 她又不想麻烦 宫里斯市局翻心 所以我就让小童姐姐悄悄地抱出去 打磨光亮再带回来 原本想给连母妃一个惊喜 怎么会是倒卖呢 夏宝小手 拽住小童的衣袖 你们瞧小童姐姐 她如此老实本分 胆小孱弱 哪里有胆子把东西拿出去卖 禁卫军们对视一眼 又看了看小童 她现在还在轻微发抖 弥妇公主或许说的没错 这宫女这般胆小 岂敢无视公归 禁卫军们低头拱手 动作发出铿锵铁铠碰撞的声音 请公主殿下树碑纸等疏忽 夏宝白白小手 不要紧 你们排查严密 也是职责所在 她晃晃小童的衣袖 小童姐姐 既然都耽误了时间 今天先别出宫去了 我们一起回连母妃那儿吧 小童望着公主眼中的一派 成车纯真 鬼使神差地点点头 禁卫军们看着小公主 蹦蹦跳跳地 带着宫女离开 便也没再将此事放在心上 转步去别处巡逻了 但走到无人经过的拐角时 下宝转身 乌眸光芒深深 透着打量 小童姐姐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为什么要卖玉物 小童一惊 连忙跪了下来 她垂着头 方才被禁卫军吓唬出的恐惧 在此刻终于忍不住 随着眼泪扑苏苏地掉落下来 公主殿下 感谢您刚才出言相邦 奴婢愿意告诉您实情 恳请您不要说出去 奴婢之所以倒卖玉物 并不是因为自己贪财 而是连主子她 快要撑不住了 下宝和燕好 都是微微惊恶 燕好率先质疑道 你别胡说 连夫人好歹未居 正三品非位 哪怕身子不好 也一直有太一条理 前些年听说好了不少 什么撑住撑不住的 也不嫌晦气 你这么说你家主子 一点也不好 小童哭得伤心 奴婢不敢撒谎 连主子 她自打生下六殿下 就留下了就急 这么多年来 虽仰赖太一条理 但就在两年前 六殿下想要去游学 连主子为了成全她的心愿 就假称自己好了不少 每日强打精神 实则只有奴婢知道 主子她总是夜里可血 每逢天寒地冻 更是身体难挨 主子自己都说 跟针扎似的疼 燕好怀疑的目光 渐渐淡了下去 下宝不解地看向她 为何六哥哥要去游学 连母妃就一定要好起来呢 燕好细心解释 因为后宫有规定 若生母身体不适 要按孝道伺候左右 哪儿也去不了 而且六殿下一项 以天赋异禀的武学才能著称 前几年出去游学 听说也是去军营历练了一圈 还生情过流寇呢 下宝若有所思的点头 看来连母妃是不想耽误 六哥哥的前程 小童的哭声饱含悲痛 如果将主子的病情 上禀皇后娘娘 势必会引来太医的诊治 到时大家就会发现 主子病重 六殿下一定会被陛下召回 主子他不愿影响六殿下 所以就让奴婢悄悄出宫买药 拿回来后 我们自己兼着服用 可主子的银钱有限 药物所需费用昂贵 没过多久 主子的积蓄所剩无几 走投无路下 才让奴婢拿东西去卖 燕好听了都觉得感伤 忍不住到 连夫人好糊涂 都这个时候了 有什么比性命更重要呢 六殿下前程固然重要 但若是他出了神妖事 最为悲痛的 还是六殿下呀 小童带着哭腔说 主子为了不让六殿下担心 每次往来的信件中 从未提及自己的病情 所以现在 殿下还不知道 主子已经病入膏肓了 下宝小小的脸上 有着哀叹之色 虽然他很小 但是他能明白 每一位娘亲的牺牲和伟大 小童姐姐 我和你一起去看看连母妃吧 小童抬起头 面色有一丝欣喜 拿手被抹去眼泪 公主 您真是好人 主子自打狮虫以后 几乎没有什么人上门探望了 您去了 他一定很高兴 说着 小童躬身带路 不多时 下宝三人 就来到了连夫人的宫殿前 小童捧着手势进去 下宝跟在身后 便瞧见有一位瘦弱的美妇人 在廊下秀东西 主子 小公主来看您了 连夫人抬起头 一张近乎于苍白的瓜子脸 展现在下宝眼前 大概是因为病了太久 她的肌肤呈现出透明的白 日光扑洒下来 连夫人看着 就像随时会被一阵东风带走似的 下宝就算离得有一点距离 还是不难看出 她身上缠绕的病气之身 这是一个被病痛折磨了很久 即将游进灯窟的女人 公主 连夫人眉梢些微困惑 她目光看来 瞳孔泛着褐色 连夫人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连忙放下手中的针线 下了两步台阶迎过来 你是 迷腐公主板 她有些不敢确定 下宝甜甜一笑 乖乖行礼 连母妃 是我听小童说您病了 我来探望您 连夫人看了小童一眼 爱叹 你这丫头 怎得胡乱说话 下一刻 连夫人却看见小童怀里 还抱着那个包袱 她刹那皱了眉 已经猜到小童无功而返了 爱与下宝还在跟前 连夫人什么话也没说 小童却眼眶红红地解释 主子 奴婢带东西出宫 被禁卫军发现了 若不是小公主替奴婢解围 奴婢现在恐怕已经进了慎行司 到时还要连累您的事情被发现 小童吸了吸鼻子 公主殿下是好人 奴婢已经将事情原委 给她说除了 连夫人在看向下宝时 目光便有些闪烁 下宝眼眸清澈 长节微拢 连母妃 这里风大 不好说话 我能进去坐坐吗 连夫人连忙侧开身子 让出一条道路 自然可以 只怕我这里设施成就 招待不周 委屈你了 下宝迈着小脚走进店内 说着 怎么会啊 连母妃别忘了 宝是和娘亲从冷宫里出来的 冬天的时候 冷宫的窗子漏风 屋顶漏雪 日子过得结局紧迫 但因为有娘亲的照顾 宝一点也不觉得委屈 连夫人虚弱笑了笑 有些感慨 是呀 惠妃是个好命的 她也曾有耳闻 惠妃凭借女儿乖巧董事 宠获圣宠 现在正是炙手可热的妃子之一 但连夫人已经不介意恩宠了 她现在唯一希望 六皇子能够平安健康 进了那店 下宝觉得 连夫人果然没骗她 设施确实是陈旧了些 有的地方还刮落了漆 不过 连夫人大概是个 极爱干净的人 和小童两个人 将店内收拾得整洁干净 下宝坐在软榻上晃着小脚 面上一点不适的神色也没有 这让连夫人紧张的心情放松不少 小童端上一杯热茶给下宝 小家伙接过来 大口 喝了一杯 然后呼出一口热气 一路走来 我都冻得不行了 还好有连母妃这里的一杯热茶可以喝 这茶是两个月前的老茶 下宝不但不介意 还因此感慨 她双眸眯起 像满足的小猫 可爱又娇俏 圆呼呼的小脸 实在粉润乖巧 下宝没有架子和距离 让连夫人更加喜爱 宝 连夫人试探着温柔呼唤 谢谢你帮小童解围 我的事 可否替我隐瞒下来 下宝圆圆的眼眸看着连夫人 口吻诺诺的 连母妃 你已是强母之末 再不找太医来调理救治 您会拖垮自己身体的 虽说每次都让小童姐姐出宫开药 但看病是要对症下药才好 你每次买的那些药回来 若是真的有效 就不会到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了 她小手执着 拖腮道 如果六哥哥知道您耽误自己的身体 为了不影响他的前程 他恐怕会责怪自己一辈子的 燕豪也跟着说 世雅连夫人 六殿下如今才将满十二岁 已经小力功勋 假以时日 一定是一代大将军 可您若是身子不好 看不到这一幕了 岂不是永远的遗憾 连夫人像是被他们说动了 目光犹豫不定 口唇涅诺 可是 夏宝儿坐直小身子 她来之前就打定了主意 连母妃 从今天开始 我会叫一个相熟的神医叔叔 来为您诊治 但您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 有没有必要告诉六哥哥 您是六哥哥的娘亲 若是他知道 您为了他牺牲正多 他可能一辈子 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小家伙从椅子上跳下来 说道 我明天就带神医叔叔来 连母妃 你好好休息吧 放心好了 你的事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们一起努力 把你的身体养好 夏宝儿说着 粉唇一千 笑得清甜可人 眼里 尽数是细碎的光芒 连夫人心中大受感动 他忍不住问 宝 我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我非亲非故 我也不曾给惠非恩惠 为何你愿意帮我 夏宝儿扭头来看着他 精致乖巧的小脸上 有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他甜静地轻轻笑说 因为看到连母妃 我就想到了自己的娘亲 我有时候常在想 若是我和娘亲 在冷宫受苦的时候 也有人能帮我们一把 那该多好啊 夏宝儿的记忆深处 有着一段 不愿回首的日子 冷宫里的生活 让九公主受尽欺辱 夏宝儿从不曾向外 反复提及遭遇过的事情 只是因为 他永远记着书里教的道理 遭遇不幸是值得怜悯的 但也要将这股悲痛的力量 转化为永远积极向上的动力 夏宝儿永远乐观开朗 和这样的观念脱不开关系 可是 他也偶尔会想 如果那时 有人帮一帮九公主和惠妃 那该多好 现在他有能力了 他要帮助更多的人 就像阿斐哥哥说的那样 做一个有良知的好妖 很重要 夏宝儿和燕豪走后 小童看见莲夫人的眼眶红了 小童连忙宽慰 主子 您别难受 莲夫人捂着心口 摇摇头 我是深受感动 我总算明白 为什么宫里 但凡和弥妇公主接触过的人 无意不是夸她的好 小童 嗯 奴婢也觉得 公主真的很平易近人 看着公主的眼睛 就总有想要倾诉的想法 莲夫人看着 已经空空如也的宫门口 她很清楚 寻常人只想在宫中明哲保身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只有夏宝儿这样的孩子 遭受过苦难 所以 见到别人有相似经历时 才会想要伸出援手 她 也许就是老天爷 留在世间的一种慈悲 夏宝儿言出必行 出了莲夫人的宫殿 直奔太医院 她小脚迈得极快 燕豪险些追不上 公主啊 您等等奴婢 别跑那么快呀 燕豪在后头喊 夏宝儿小手提着裙摆 一溜烟冲进了太医院 燕豪姐姐 你快点 不是她不想骂 而是刚刚夏宝儿 看见莲母妃周围 沉沉环绕的死期 她没有见过六哥哥 但是她想帮她 留住莲夫人的命 所以 能快则快 一刻也耽误不得 太医院里 大家都在各司其职地忙碌着 一位魔药的医女抬头 看见小公主跑了进来 忙站起身迎过去 公主殿下 您可是有什么吩咐 夏宝儿探着小脑袋往里看 神医叔叔不在吗 医女愣了一下 玄机反应过来 笑着回答 您说的是郭太医吧 在的 今天正好是郭太医当职 她正在里头研读医书 夏宝儿便道 医女姐姐那你忙吧 我自己进去找她就好 她迈着小腿跑进楼内 轻车熟路的 找到了平时 郭胜旺最喜欢待的地方 一处摆在药柜后的躺椅 此时 郭胜旺一洗白衣 端地是一仙下凡似的 躺在椅子上打盹 面上还盖着一本 放反的医书 夏宝儿撅起小嘴 好啊 神医叔叔说 是在研读医书 其实是在偷懒睡觉 郭胜旺睡得正香 被这么一声指责 猛地惊醒 她慌忙起身 在看清来人后 原来是公主啊 郭胜旺重新从地上 捡起书籍 又躺了回去 她闭上眼睛 陈就是在研读 梦里与各位医生探讨呢 刚刚正说到关键地方 却被公主吵醒了 现在陈要继续去 跟扁鹊争论一番 请公主多担待 有什么事下次再来吧 夏宝儿鼓起粉塞 像一条气呼呼的小鱼 神医叔叔 狡辩得也太明显了 她揪了救郭胜旺的衣袍 神医叔叔 人命关天的事 做梦就不能先放放吗 郭胜旺不着掉地道 院里那么多太医呢 医术高超得更不少 小公主去安排别人吧 夏宝儿认真的皱起小眉毛 我很确信 这个人只有神医叔叔能救 他已经病了很久了 就等神医叔叔去起死回生 郭胜旺翻了个身 声音闷在书里传出 哼 我要是能起死回生 上次被绑在山寨里 我还至于被绑那么久 夏宝儿何其聪明 当即就明白了 神医叔叔还在计较 上次被山匪绑架 他却没有及时 带着他逃跑的事呢 小家伙眼珠一转 粉白的小脸上 显出几分灵动 他甜甜一笑 娇诺说 神医叔叔 所以说 你实在是大神仙啊 你明明有机会 给他们下药逃跑 但你没有这么做 还是抱着讲道理的心态 跟他们沟通 这简直是大好人哪 所以 神医叔叔不是没机会逃 而是不屑 以伤害人的前提讨 这种做了好事 还不愿宣扬的态度 宝儿实在是太崇拜了 小家伙一通马屁拍下来 郭盛望忍不住坐了起来 他哼了哼 公主 你上次真让陈寒心啊 还帮着外人 您明明跟陈更亲切 夏宝儿小手交握 扑扇长截 眼眸无辜又可怜 神医叔叔 当时情况危急 我大姐姐又怀胎不稳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 宝儿当然和神医叔叔最亲了 因为神医叔叔之前 还教过很多医术知识给我呢 小家伙为了表现自己 拉近和郭盛望的关系 他甚至主动提议 之前神医叔叔教我那套 针酒疗吸鼓制法 我已经学得滚瓜烂熟了 神医叔叔 我在你腿上 给你表演一遍好了 说着 夏宝儿扭头 艳豪姐姐 快拿针来 哎呀 郭盛望坐直摆手 不必了 我膝盖没有问题 不用拿我试 夏宝儿黑黑一笑 露出一口小白牙 神医叔叔明示出高图 我有机会再给你展示 听到图这个字 郭盛望眼中一亮 这小家伙 还算有良心 没彻底把他抛在脑后 这么久才来找他 还是因为别人的事 真是叫人生气 又很不下心不理他呀 郭盛望叹气 整理了一下衣巾 那你说吧 为了谁的事 又是什么病 夏宝儿看了看左右 小手捂在嘴边 悄悄地道 连母妃 郭盛望回忆了一下 才想起 宫里有连夫人这么一号人 只怪皇上的妃子太多了 他实在是没什么存在感 郭盛望喝了一杯茶 悠哉地翘着二郎腿说道 连夫人吗 他的病我有所耳闻 根本不是那种 一朝一夕能调理好的 所以之前突然听说他好了 我还觉得奇怪 不过事不关己 我自然也没必要去计较真伪 说完 他放下茶杯 行了 公主交代的是我知道了 下个月初 我就去给他把麦去 不行 夏宝儿拒绝得很快 神医叔叔 连母妃病得很严重 不能再拖了 明天我就带你去 明天 郭盛望惊愕 我的小公主啊 你想救人也要讲流程 连夫人的病需要一味草药 叫荆棘果 那个玩意太医院里有 但是包起来费事 就算是医女们都来帮忙 明早也恐怕没有一整包 夏宝儿不具难题 眼睛亮亮的 好说 那我和燕豪姐姐也来帮忙 郭盛望思生 你怎么不信呢 等着 我拿几颗给你看 你就知道多么难包了 他站起身 从药柜中的一个格子内 拿出几块荆棘果 递给了夏宝儿 这种果子跟鞍唇蛋差不多大小 外皮裹着一层小刺 夏宝儿拿到手上 什么话也没说 当即低着头扒了一个 但他手指焦嫩 煞时间就被小刺割出一条小口子 小姑娘的皮肤多么焦弱白嫩 血猪立刻就进出来了 但夏宝儿不哭不闹 还准备再包第二个 郭盛望急了 连忙抢过来 罢了 我来吧 公主歇着 自己的徒弟得自己宠着 不然看他受伤都心疼 郭盛望不解督呢 真是不明白 公主您一天到晚 怎么那么多时间做善事 连夫人和您关系不大 何必费尽管他 夏宝儿吃着受伤的小手指 含糊地说 做好事 不要理由啊 郭盛望无言以对 是他境界太低了 比不上公主的想法 夏宝儿不愿看到 郭盛望一个人忙碌 自己拿着小锤子 轻轻将皮壳敲开以后 再用小手将果子拿出来 燕豪也加入他们的包果子大队 一个时辰后 三个人及其余一女来帮忙的 共同努力下 总算是够一包的药量了 夏宝儿因着忙碌 小鼻尖上都挂了汗丝 脸颊红彤彤的 更衬得眼眸明亮 他拿手背抹了一下额头 神医叔叔 还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 这么热情 郭盛望看他一眼 实在不忍心 让这么可爱的小公主在忙碌了 但是让夏宝儿闲着 估计他也不愿意 郭盛望便捡起几个包好的荆棘果 递到了小家伙手中 公主啊 外头有磨果子的器具 你把这些磨成粉就好了 夏宝儿将果子捧在手心里 点点头 立即起身 就朝外走去 郭盛望见他这样积极 忍不住跟艳好感慨 像小公主这样毫无架子 还乐于助人的贵女不多见了 艳好瞥她一眼 有些骄傲的意味 那当然 我们公主平易近人 谁都喜欢 那边夏宝儿走到外面 自己蹲在碾槽旁边 将果子全部放了进去 他侧眼显得乖巧可爱 一旁有一女忍不住上前 公主 奴婢帮您吧 小心棘手 夏宝儿大大方方地 分给他几颗荆棘果 那我们俩一起扒 这样干活快 说着 他抓住碾棍 不嫌脏地 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开始研磨药粉 宫女健壮 也连忙跟上夏宝儿的速度 令宫女没想到的是 公主实在是亲和 总对她甜甜地笑 不一会 宫女就打心里喜欢夏宝儿 两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夏宝儿忽然感觉 有人在看她 她抬起头 朝感觉到的地方瞧去 那只是一片普普通通的墙头 连点花纹也没有 更无人在那边 奇怪 怎么会觉得有人注视呢 夏宝儿晃了晃小脑袋 没将此事放在心里 殊不知 宫墙的另外一面 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 飘然走过 她姿色尚成 仔细看的话 睫毛竟然是青色 那双水眸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每一处 练武场内 太子正在进行 今日的练剑课程 太子今日一身浸装 身姿飒爽 已是最好的年纪 早已凭借着出众的学识 英俊的面容 以及太子这个金光闪闪的身份 成为了京城里 炙手可热的夫君人选 也是多少闺秀的梦中公子 他弯弓拉剑 剑头对准红心 太子微微凝眸 猛地松开指头 冷剑离弦 正中红把 周围太子的仆从 立刻拍手叫好 几乎是这一瞬 有个女子惊呼的声音 从一旁不远处的房顶上传来 众人扭头看去 一位穿白长的姑娘 竟从房顶上滚了下来 正好摔在地上 太子的侍卫连忙挡在夏元宇面前 纷纷抽出配件来 难道是个女刺客 太子拧眉 透过人群 看向倒在地上的女子 只见她发出了一声疼痛的嘶声 慢慢地自己从地上爬起来了 夏元宇冷静的目光 上下扫了这姑娘一眼 她约莫十四岁上下 巴掌脸 柳叶眉 一双迎谋点七双 穿着通体雪白的衣裙 不染一点尘埃 不像是刺客 她和太子四目相对 这姑娘先不好意思了 她忙解释 是你射箭的气场太强了 我被震下来了 太子身上有龙气 凝聚在指尖的威力 寻常人感受不到 但她清楚得很 没想到 她话音一落 太子的长眉皱得更深 她身边的仆从 敲咪咪地跟夏元宇说 太子殿下 这个姑娘满口谄媚 一定又是想要靠近您的闺秀 太子逆她一眼 今日没听说有什么闺秀入宫 她看着不像 这时 那个姑娘忽然抬步 朝太子走来 侍卫们连忙严阵以待 纷纷举起冷箭 太子身边的大太监 扬起奸细的嗓门 你别过来 快点招出来 你是何人 白衣姑娘眨了眨眼 我 你是问我的名字吗 我叫常婉晴 她走到太子附近停了下来 目光好奇 你真好看 是夸下元宇的 太子觉得此人奇怪 她身边的太监小声说 殿下 这个姑娘 该不会是脑袋有问题吧 太子皱了皱眉 开口问道 你从哪宫来的 宫 白衣姑娘显然有些没明白 但她想了想 指了指天边 太子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 扬眉 冷宫 她指的地方 再走两个宫道 就是冷宫了 白衣姑娘没否认 反正她也听不懂 太子想到 从前她的宝妹妹 也是冷宫里出来的 一时间 就对面前这个 看似脑袋不好 有些神情恍惚的姑娘 给予了两分同情 她挥挥手 让侍卫们收起剑刃 白衣姑娘透过太子 看着她身后 桌子上的一叠糕点 她都是西风吃露的 想尝一尝 这个是什么味道 太子察觉到她的目光 侧身让开 示意太监端过来 随后 她将这盘糕点 递到了长婉晴面前 吃吧 长婉晴拿起一块 正想咬 却因为进驶大了 糕点的前半部分 竟然碎裂掉在地上 她的嘴刚张开一点 就这么愣在空中 扑吃 不知是哪个侍卫没忍住 笑了出来 太子扫去一眼 众人立马又晋升 夏元宇让长婉晴再拿一块 这次 她小心翼翼地拿起来 慢慢地放在嘴中品尝 好甜的滋味 还带着一股花香 长婉晴微微闭眼 仔细感受这个味道 她这一系列的反应 在夏元宇心中 更加肯定她 是个从冷宫里出来的 穿不暖 吃不饱 脑袋有问题的可怜人 夏元宇将整盘糕点 都递给了她 说道 都给你了 全都吃完也没问题 建议你别出冷宫太久 因为我听说 冷宫摸摸们 可是很严格的 说吧 她招了招手 是以仆从们跟上 便踏步离开 长婉晴看着太子的背影 又看了看手里的糕点 凡人真有趣 连他们制作的这些小东西 都那么好吃 当公鱼肥找到练武场时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穿着如仙子 不染一丝繁尘的长婉晴 蹲在练武场的大树下 吃第一嘴糕点屑 她手里捧着盘子 就像在王母身边 捧着玉露一样 非常慎重 长婉晴嘴里嚼着糕点 眼神里充满了 对人间的喜爱 直到一双黑靴 停在她面前 长婉晴抬头 来任一对冷情至极的眉眼 悬袍贺文 目不染沉 她挥了挥手 于斐 你来了 公鱼斐皱眉看着她 不多时叹了口气 师姐 说过很多次了 我姓公鱼 不是姓公 长婉晴哈哈一笑 原来如此 师父说你要来 没想到你的速度这么快 什么时候走 长婉晴不满 我刚来 为何要走呢 公鱼斐垂眸 冷冷说 你做事不靠谱 在人间逗留久了 谁知会不会引起轩然大波 长婉晴连忙抗议 我什么也没做 不仅如此 我方才还瞧见了下宝 公鱼斐不曾松动的眉头 忽然有了一丝顿色 你 你跟她说话了 长婉晴察觉到她的紧张 摆摆手 没有 我只是远远地趴在墙头上看着她 师父说的没错 下宝天赋一柄 法力不仅已经达到了 让我意外的程度 而且 还很可爱 虽说是公主 但非常乖巧 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还在帮别人磨东西 想到下宝的动作 公鱼斐的面上 不自觉地浮现一抹轻笑 宝一笑如此 助人为乐 乖且独一无二 长婉晴看着公鱼斐的表情 忽然歪着头打亮 公鱼斐的神色见收 冷淡质问 你什么眼神 长婉晴捏着下巴沉吟 我刚来到凡间时 在一个大戏院里面 听了一出 情郎追小姐的戏码 那情郎的表情 就同你眼下差不多 双目如星辰洒落 提到谁时 意义生辉 公鱼斐当即赤声 休要胡说 你不要在这里逗留过久 免得引人怀疑 办完事就回去 长婉晴放下盘子 有些不满 鱼斐 你何必赶我 我好歹是今年负责这一片土地 不云诗雨的水关 你多少尊重我一点 能不能先给我找个住的地方 最好是在皇宫 我喜欢这里 有漂亮的凡人 会给我东西吃 公鱼斐冷眼看他 有地方 就怕你住不惯 长婉晴兴奋地道 怎会呢 你快领我去 两炷香后 公鱼斐将长婉晴 关在了自己 关仓海的地牢内 长婉晴手握栏杆 把头卡在缝隙中 看着公鱼斐的背影大喊 师弟 这好像不对劲啊 你怎么把我关起来了 雨碧 他挥秀要强闯 却发现一点法力 都施展不出来 公鱼斐侧身道 劝师姐不要白费力气 这是归须集铁打造的监牢 对付你这样的蛟龙有奇效 你也不必担心 等到该诗云不语的时候 我会把你放出来 长婉晴怒而拍栏 你太不讲义气了 何必如此 公鱼斐避而不达 转身走出了地牢 不为别的 就唯恐长婉晴忍不住去找宝 将他下着 谁知道 师父心里盘算的是什么 这日 夏宝从国学府下课出来 顾学宇笑道 宝儿 今晚上真街有灯火会 我们一起去瞧 好吗 夏宝儿握着他的手晃了晃 学宇姐姐 对不起 我今晚有事 下学后要急着回宫 下次再陪你去好吗 如果你今晚去的话 可不可以帮我捎带一份月楼的点心 要芝麻红豆的 顾学宇眼唇一笑 点了点他的鼻子 馋猫 放心好了 我给你带 夏宝儿这才挥别顾学宇 抱着自己的书楼朝外走 还没到门口 就有两个归秀结伴返回 两人脸色都煞白 我还是在等等吧 我家丫鬟一会儿就来了 到时我再出去 我也是 真吓人呀 怎么站着那么些个土匪式的人 学夫也不派人管管 别是哪家小姐 招惹上什么江湖上的人吧 我听别人说 这样最是麻烦 那些人有时候不要钱 要命呢 他俩经过夏宝儿时 还强作欢笑 朝夏宝儿扶身点头 打个招呼 夏宝儿心中疑惑 会是什么人在门口 别是哪个坏蛋 来欺负他的同窗吧 这样想着 夏宝儿步伐加快 猛地跑出了国学府 学府门口围惧的学生更多 都盯着外头的某一处 窃窃私语 夏宝儿扒开人群 朝那边一瞅 小脸上顿时愣了愣 这不是山匪伯伯们吗 以不搭当家为首 他们四个当家全来了 还有五六个小弟跟着 一群壮汉站在一起 就算已经退到了墙根边 但还是足够惹人注目和害怕 四当家无火 率先看见夏宝儿 立即招手 公主 学府内的学子们 都朝夏宝儿看去 每个人都有些错愕 这些看起来就是江湖人的壮汉 居然是找公主的 夏宝儿开心地跑过去 布伯伯 你们怎么来了 布大当家一向沉稳 他笑了笑 伸手从小弟的手里 拿出一个油纸包 夏宝儿嗅了嗅 闻到了烧鸡的味道 我们今日正好休目 所以想来接公主殿下下雪 送您回宫 来 公主 这个给您垫垫肚子 夏宝儿眼中一亮 雀跃十足 真的吗 伯伯们总想着我 太感动了 对了 燕然姐姐最近如何 她好得很 脉象也很平稳 前几天还在念叨 好久没看见你了 最近课业繁忙 等过年我就去探望她 到时候伯伯们别嫌我叨扰 看着小公主 和一群不好惹的壮汉们远走 雪府的学子们 顿时陷入了鸦雀无声中 有人忍不住道 弥伯公主 怎么和这种人走在一起 也不怕自降身份 还没等别人回应 就有一道霸道的声音横插进来 你说的叫什么屁话 没见识就罢了 不懂就少开口 薛绍走出来 众人急忙给这个小沙神 让开一条道 他盯着方才猜疑的书生 口吻很不客气 你没看清楚吗 围首那人穿着袍服 按走兽纹路来看 应当是一位百夫长 最近公主劝了一伙山贼 归顺朝廷的事 你们不知道 书生有些不服气度呢 那不还是山匪 薛绍冷笑 山匪怎么了 人家能进朝廷 拿奉路吃饭 反倒是你 我看学破天 也考不上半个功名 书生被羞辱 顿时气急 他好歹也出身名门 这个薛家二公子 怎么能照着身份 随意开口奚落人 书生立即怒说 我只不过随口点评几句 又并非是诋毁公主 你怎么咄咄逼人 公主又不是你家的 薛绍本来已经打算想走了 文言回过头来 他向来有小沙星 小战神的称号 甚至跟着他爷爷上过军营 真正杀过人 这会儿眼神冰冷 泛着暴风雨前的沙发气息 看得书生倒退一步 有些畏惧 薛绍饱含怒火道 我表妹是五公主 弥妇公主也算我半个妹妹 凭什么就不是我家的 谁给你的胆子点评公主 下次再让我听见 陛下不管你 我也要将你揍个半死 信不信 书生不敢说话了 但依旧一脸生气 周围的学子们 唯恐出大乱子 毕竟这个薛绍 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 可能真的会动手的 大家连忙打圆场 算了算了 薛二公子 别跟他一般见识 薛绍冷哼一声 转身扩步走了 他走后 这群人才敢劝那个书生 你也真是胆子大 公主平易近人 或许不跟你计较 但你若是惹上了薛绍 那可就完了 书生甩开众人的安抚 薛家就了不起吗 他卧书直接走了 那边下宝跟着 大当家一行人 走到拐角处 确认避开了 同窗门的视线 才停住脚步 他看着大当家 小脸一派田径 那双乌眸 仿佛早已冻穿一切 布伯伯 你实话告诉我吧 今日你们来找我 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要寻我的帮忙 布大当家一愣 与身后几人对视一眼 他善善一笑 没有 下巴挑眉 真的吗 你说你们凶目 但你现在还穿着袍服 我知道这是一种冰服 你肯定是刚刚下旨 无需瞒我 你们这样兴师动众的来找我 可是谁出事了 他转念一想 小嘴微张 面色紧张 难道是嫣然姐姐 不不不 布大当家连忙摆手 不是我们遇到了麻烦 下宝更加困惑了 那是 无火拍腿 唉呦了一声 大哥 就跟公主说吧 这是瞒也瞒不住啊 他看下下宝 公主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的法眼 其实是我最近偶然得知 江湖上有个叫 圣楼的杀手组织 听说您服运高照 打算把您绑架了 在高价前卖给别人 山匪们都感念下宝的恩情 这会儿七嘴八舌的骂开 真不知这群圣楼 是哪个不长眼的开的 还想绑架公主 真是一响天开 我们多番打听 谁知他们 把姿态摆得太高 根本没有商量的机会 所以我们几个就聚在一起 打算天天送公主下学 夏宝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听清楚 竟并不担心 反而轻轻笑了出来 伯伯们 就为了这件事 几个当家对视一眼 小公主怎么不害怕呢 夏宝望着他们 小手捂唇笑了笑 放心吧 我一点也不怕 每天上学 都有侍卫哥哥们护送 下学以后 他们也还会来接 没有人能伤得了我 各位伯伯 感谢你们替我忧心 何况 若真是有人来 该害怕的 应该是对方才对 夏宝的原则就是 绝不害人 伤人 但如果有人要欺负他 也绝不顾惜容忍 几个当家游子不放心 坚持要接他下学 最后 夏宝好说歹说 才算让他们打消了想法 分别前 不打当家等人 看见夏宝语焉好 还有宫内的其余侍卫 会合才放下心来 夏宝从车窗里 探出小脑瓜 笑着看向一群 热心肠的山匪们 伯伯 你们别担心我 快回家去吃饭吧 别让家人等急了 不打当家表示道 公主 您对我们有恩 如果您有用得上的地方 随时开口 我们赴汤倒火 亦不容辞 夏宝白白小手 不要你们上刀山 也不要你们下油锅 只要你们安安稳稳 就好了 众人大受感动 马车缓缓行驶起来 夏宝朝他们挥手再见 直到他的马车 变成很小的一个黑点 山匪们才离开 车内 燕悬问道 公主 他们来干什么呀 方才看到那么多人 围着小公主 连他都吓一跳 尤其是这群人 坐过山匪 那蛮横气质 往那一站 路人都自觉离远了 夏宝怕说出实情 让燕好担心 更怕他告诉会飞 惹得娘亲也担忧 他抿了抿粉嫩的唇瓣 露出一抹甜笑 这些伯伯今日无事 来看看我 他们都是好人 他会有要帮忙的地方 燕好听了 深有感触 奴婢觉得 这些山匪 虽从前干的是 杀人掳掠的勾当 但比寻常的人家 更要重情义呢 他想了想 固自在旁边打算 那下次公主 如果要去看望他们 提前和奴婢说 奴婢做拿手的点心 给他们带去 对小公主好的人 就是对自己好 燕好开始喜欢 这群山匪了 车咕噜滚过水洼 带起一圈连衣 下板他们没能留意到的是 有个不起眼的身影 悄然跟在了 在水洼中留下一抹 冷峻的倒影 回到宫中以后 下宝儿仅吃了几口饭 就急着放下筷子 跑出浮华店 娘亲 我去找肥宝丸哦 惠妃呼唤了几声 宝儿 再吃点呀 唉 这孩子 燕好体贴到 娘娘不必忧心 公主长大不少 估计完一会 自己就回来了 惠妃感慨万分 笑着摇头 是啊 眨眼间 她已经从一团小小的模样 变成了一颗小树苗式的小姑娘了 也许再过几年 本宫就得追在她后面跑了 只盼望着时间再慢一点 本宫能一直陪伴宝身边 燕好觉得 再说下去 难免感伤 便主动跟惠妃说起了别的话题 此时 窗外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悄然跟上了跑远的夏宝儿 夏宝儿跑到她医院门口 高兴呼唤 神医叔叔 快来啊 我们该出门了 郭声望捧着饭碗出来 跟她一线似的打扮截然不同的气质 吃得满嘴鼓鼓 我说公主 您好歹让我把饭吃完 夏宝儿跑上前 小手抓住她 笑得甜甜和脚狭 去了再吃嘛 天色很晚了 再不去就迟了 小家伙拖着郭声望跑远 一路上留下郭太医的哀嚎 我的饭撒了 一旁屋顶上的冷峻目光 也随着夏宝儿远去 趁着没人 她悄然下来 再次跟紧了小公主 莲夫人的宫殿里 伺候的人不多 夏宝儿拽着郭声望跑道的时候 院门正有两个小宫女在说话 许是没料到 公主会突然出现 两宫女连忙晋升 公主 您怎么来了 夏宝儿伸了身膊 探着小脑袋往里看 诺诺询问 连母妃可睡下了 宫女们低着头 刚吃过半碗粥 夫人说是身体不适 已然卸下了 夏宝儿小脸上 顿时有了挫败 她看向一旁端着碗 还在心痛饭菜的郭声望 神医叔叔 看吧 我们到底还是来晚了 连母妃睡下了 就不好再打扰她 郭声望捏紧碗盐 咱们已经跑得够快了 公主 明天再来吧 夏宝儿急小声地叹了口气 好吧 只能如此了 怪她下学太晚了 耽搁了一会 正当夏宝儿和郭声望 要往回走的时候 店内突然传来 小童惊慌失措的哭喊 夫人 您怎么了 郭声望和夏宝儿对视一眼 郭声望面色一素 不好 她披下碗筷 和夏宝儿直奔店内 两名守门宫女 也急忙跟了进去 他们不知道的是 一个暗影也快步走进院内 一进内店 夏宝儿首先看见 连夫人歪倒在床边 而脚踏上 赫然是一滩鲜血 连夫人的脸色呈现僵白 仿佛有出气无尽气了 夏宝儿白嫩的小脸上满是惊骇 连母妃 不等她上前 郭声望已经急着捂住了她的眉眼 公主您别看 小童 带公主出去 小童哭着看过来 奴婢想去帮主子传太医 郭声望急了 传什么太医 宫里还有比我更厉害的吗 你们出去 别再这碍事 说吧 她就揪着小童 将她和夏宝儿一起推了出去 两名宫女六神无主地站在门口 焦急询问 怎么办呀 主子这是怎么了 下午还好好的 小童哭着抹泪 下午夫人精神好了一些 听说最近小公主想学习刺绣 于是就坐起来花了几个花样 打算绣出来送给小公主 却没想到主子过度劳累 吃了晚膳就说难受 方才 净壳出血昏了过去 夏宝儿紧闭下唇 小脸上端得是严肃和心痛 她并非想要学刺绣 而是为了陪舞姐姐才去的 却没想到莲夫人竟想回报她 多番打听她的喜好 想到莲夫人在里面生死不明 夏宝儿就更加难受了 她小脸神情凝重 盯着紧闭的门飞 一刻分神也不敢有 就在这时 郭胜旺的雨色稍显焦急 你们进来两个人 帮我熬药汁 小童和另外一个宫女连忙进去了 另外一个宫女也慌张去烧水起炉 夏宝儿有意避开正门 她转了步子 悄悄走到灰暗的殿雨侧面 一轮孤月照耀着庭院 莲夫人的生命 就像是夏宝儿身边的这棵枯树 片叶全部凋零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漏无声鸡也撑不过冬日了 夏宝儿见左右无人 她朝莲夫人的宫殿 缓缓伸出小手 刹那间 金光从她掌心爆出 顺着风丝丝缕缕地 将整个宫殿围绕起来 她能感受到 莲夫人今晚就要不行了 所以 夏宝儿拼尽全力 也要留住莲夫人的性命 但是她的灵力 根本还达不到 让人起死回生的程度 若这个人已经死了 夏宝儿根本没办法 让她重新复活 除非 是强行拘着她的魂体 不能离开这个身子 只要能办到 剩下的都要看 郭胜旺的能耐了 强制魂体不能出窍 这属于上乘仙术 夏宝儿只是小妖 施行起来十分困难 她起先 只是一只小手 但金光法力 要将魂体困住 实在太难 夏宝儿逼不得已 咬牙抬起另外一只手 两只小手 凝聚出极强的金波 兜头照住连夫人的宫殿 她一定要让连夫人活下来 夏宝儿强行 想要逆转乾坤 小鼻子下 开始流出一条鲜红的血柱 她没时间擦去 乌眸中满是坚韧 眼瞳中开始 散着金轮一样的色泽 一圈一圈 犹如连衣荡漾开来 连母妃 你一定要好起来 你还没看到六哥哥建立功勋 你还有心愿 没有达成 你不能死 夏宝儿的声音 犹如一道动听的符咒 轻轻地飘进了店内 昏死在病态上的连夫人 似有所感 眉头忽然慢慢皱起 正在失真 灌药的郭盛望 连忙操针按住穴位 又从小童手里 端来一大碗人参汤 给连夫人灌下 至此 连夫人的面色 才像是有了一点血色一样 小童健壮 哭着喊 主子 您一定要撑住 鬼差若来引您 千万别跟着走 您不能死啊 六殿下还未长大成人 夏宝儿为了困住连夫人的魂魄不离体 强行动用天地灵气 她猛地推力掐绝 以强势束缚 但这分明是超出她能力的强称 她开始感到有一些精神不济 再坚持一会 说不定连母妃就有救了 她流的鼻血 打湿了领子上的衣裳 留下暗红色的血迹 夏宝儿全神贯注的救人 丝毫没有留意到 一旁房顶暗处 趴着的一个身影 那人冷峻的眉目里染着悲痛神色 却看着夏宝儿姿势奇怪 仿佛在死死拽着什么 她当然不知道 夏宝儿手中紧捏的 是连夫人的生魂 但她隐隐察觉到不对 这个迷福公主 定然是在做什么事 不然为何 她会突然流出鼻血也不顾 还有 店里的连夫人到底怎么了 夏宝儿脚下 渐渐感觉力道虚浮 她就要压不住法阵了 好在不多时 小童欣喜地哭喊声传来 主子 你醒了 店里连夫人半睁着眼眸 还很虚弱的样子 方才是不是宝儿喊我了 我好像听见她哭了 是谁欺负她了 郭胜望满头大汗的跌坐一边 她心有余悸 若是再来晚一炷香的时间 连夫人就要撒手人寰了 好在是救了过来 没砸她郭神医的招牌 夏宝儿听到连夫人行转的消息 连忙跑进 连母飞 她第一时间跑到床榻边 紧紧握住了连夫人的手 连夫人的掌心 带着湿溺和冰冷 她江白的神色 无不昭示着 刚刚一脚踏进了鬼门关 宝儿 连夫人正要说话 却突然见她小脸上红色骇人 你怎么流血了 连夫人强撑着身子 用手指轻轻抚去 她鼻子下的鲜血淋漓 她顿时心疼地流下泪来 这是怎么了 夏宝儿这才想起来 方才她急着进来 查看连夫人的伤势 但忘记擦去鼻血 小家伙心虚地拿手背一抹 没事的连母飞 别担心哦 刚刚我不小心磕了一下 就出血了 郭盛望急忙从地上站起来 一手捂住夏宝儿的肩膀 仔细端看 她紧紧皱眉 公主啊公主 怎么说你才好 这般不小心 磕到哪里了 流这么多血 夏宝儿随口说了一个 台阶 骗人的滋味不好受 小家伙的声音显得有点小 连夫人心急如焚 竟然要拖着病体下床 为夏宝儿止血 夏宝儿急忙抬起小手制止 连母飞 你才刚刚转醒 还需要好好休息 不要为我担心了 沈亿叔叔在这里 我磕不坏的 等会就不流血了 郭盛望将夏宝儿 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 确认她除了流鼻血 没有再受别的伤 公主 跟我回她医院吧 先去敷敷草药 你这血流得太多了 夏宝儿点点头 不敢再留下来 吓到连母飞 连母飞 那你好好休息 明日我再来探望你 她小手贴心地 为连夫人噎了噎背脚 连夫人紧紧握着她的手 宝 若是你也不舒服 别总来看我了 我怕将病气过给你 你赶紧回去好好休息 我让小童送你们可好 夏宝儿忙摇头 小童姐姐还要留下来照顾你呢 再说了 宝有神医叔叔陪着回去 不要紧 如此 夏宝儿被郭盛望牵着 才在连夫人满是担忧的目光中 挥手离开 她维持着甜笑 等走过拐角 郭盛望还在续导 公主 你可从没这么大意过 怎么就磕得这么厉害 是不是被连夫人吓到了 哎 宝儿 她吓一声惊呼 是因下宝儿小脚一软 整个人趴在了地方 郭盛望急忙拽住她一只小手 下宝儿才没能狼狈地 完全跌到地上 怎么这么严重 你是不是看不清路了 郭盛望焦急地摸了摸她的额头 检查她是否有伤势 下宝儿虚弱笑了笑 神医叔叔 你可以背我吗 那还用问 郭盛望二话不说 直接将下宝儿捞到背上 看着她的小手 无力地垂在肩膀上 郭盛望觉得很是疑惑 怎么连夫人生死攸关以后 反倒是小公主反应厉害 下板大概是猜到了 郭盛望在想什么 她声音懦懦地 带着一点安抚 神医叔叔 刚才我在店外 一直祈祷老天爷爷 可以照顾好连母妃 我诚心诚意地祈求她 如果可以的话 就算让我受点伤也没事 所以我就流鼻血了 不过你不要担心 你瞧 连母妃不是好起来了吗 为了不让郭盛望担忧 小家伙扯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哪知郭盛望急了 斥则说 你怎能如此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往后不要乱许愿 宝儿你记住了 有我神医郭盛望在 不需要你付出代价 我也能把人救活 下宝儿眯起眼眸 星光翼翼 小脸娇俏乖巧 他点点头 软糯夸奖 那当然 从现在开始 神医叔叔 就是我心目里最厉害的人 之一 郭盛望很是受用这份夸赞 他哼了哼 所以以后 不准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 去帮助别人 知道了 哇 神医叔叔 你看 今晚天上的星星好多 郭盛望抬头 哪有啊 都被云雾遮挡住了 你这小家伙 又在扯开话题是不是 没有哦 他俩渐行渐远 殊不知身后的公道上 也跟着一道暗影 直到现在 暗影都几乎忘了 他的任务 是来刺杀夏宝儿的 但 他忍不住跟着他 想弄清楚真相 郭盛望带夏宝儿 到了太医院以后 他已经好受不少 力气也恢复很多 神医拧了手帕过来 替他擦掉血迹 又为他把脉 晨阴片刻后 郭盛望才说 小小的身体还挺健康 夏宝儿捏起一个小拳头 得意道 我娘亲养得好 他小脸白嫩 脸颊恢复了一些泄色 像一对将开未开的桃花 郭盛望摇头叹气 我送你回回飞娘娘那儿吧 夏宝儿犹豫了一下 神医叔叔 我自己去阿斐哥哥 那再玩一会儿吧 郭盛望皱眉 你都不舒服了 怎么还想着去玩啊 直接回去休息吧 在阿斐哥哥那也能休息啊 而且 他的棺仓海离得不远 过一条公道就到了 神医叔叔我走了 今天辛苦你了 夏宝一边说 一边挥着小手 跑进夜色里 郭盛望追出几步 哎 你至少拿个灯再走啊 太黑了 小心摔跤 不会搭 去找阿斐哥哥的路 我闭着眼都会走 小家伙的诺诺音 从远处飘来 郭盛望看着他的身影 走入拐角 才回到太医院里去 此时 当值的太医 正在隔壁的小房里休息 外头药桶也靠着墙 在被医书 郭盛望一边在架子旁 收拾药果一边嘟囔 阿斐哥哥阿斐哥哥 没良心的小家伙 也不知道喊一声神医 是否来听听 就在这时 一道闷闷的声音 从他旁边响起 迷父公主和连夫人 非亲非故 为何救他 郭盛望吓了一跳 扭头看去 方才背书的小药桶 这会儿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 他拍了拍心口 你怎么走路都没声 吓我一跳 为何他会救连夫人 这药桶 仿佛不会说别的话似的 坚持询问 郭盛望皱眉则生 能为什么 全宫谁不知道公主心善 也就他肯管连夫人 这连夫人是宠后 跟住在冷宫里没区别 又把自己的病情隐瞒下来 若不是公主大发慈悲 恐怕哪一日 死在了宫殿里都不知道 这孩子太傻了 总想帮周围的人 都忘了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他重新低下头 将手里的药格子 推了回去 絮絮叨叨 不是我说 牛儿 你今天怎么话这么多 声音也变得有点奇怪 好像还长高了点 正当郭盛望回头看去 哪里还有神妖妖童的影子 他一愣 连忙追出去看 除了一地月霜 连个鬼影也没有 郭盛望很是惊愕 他摸着脑门 走回太医院里 邪门了 难道是我出现幻听 这时 他看见原本背书的医童 还在老位置 靠着墙小声念书 郭盛望大惊 牛儿 你故意吓唬人是不 方才在我耳边悄悄说话 现在又坐在这里背书 医童抬头 表情纳闷 郭大人 您在说什么呀 我一直坐在这里背书 没进去跟您说话 以为您睡着了呢 这 怎么可能 你没看见 有个人出去了 医童的神情更加莫名 没有啊 我一直在这里 除了您回来以后 没见到有人进来 郭盛望犹如定格 冷汗从背脊一层层地渗出来 他扭头 右侧的庭院中 一汪冷冷的月光 正扑在地面上 不知是哪来的野猫 跳上宫墙 经走一旁枯树上的寒鸭 震翅离去 带来更加诡异的萧瑟感 郭盛望面色更加难看 不知想到什么 忍不住浑身抖了抖 医童见状 忙丢下书走来 关心道 郭大人 您没事吧 郭盛望搓着自己的胳膊 牛儿啊 我觉得大事不好了 我可能是撞鬼了 暗影将偷来的要同服 丢在无人经过的 潮湿闭塞的公道角落中 他顺着公道 脚步轻缓地走出 犹如暗夜中 一道不起眼的影子 方才下板 好像是顺着这个方向跑走了 他刚刚提到 他要去找阿斐哥哥 阿斐又是哪个哥哥 暗影正走在空无一人的公道上 月华混着寒霜 在青石路上折射出一抹银泽 突然 暗影的脚步一顿 他停在了公道中 目光盯着不远处拐角 一个小小的身影 下板从拐角里走了出来 月色下 他白痴小脸 甜静乖巧 但一双乌眸 却透出一股飞人的灵动 他定定地盯着面前的 这个不速之客 暗影穿着夜行衣 浓眉心眸下 拿黑面具挡住了大半面貌 可看身形 估计也不过才是个 十一 二岁的少年郎 下板阳眸 你为什么要一直跟着我 早在郭声望背着他的时候 下板就察觉了 但那会他刚刚释放过 大量的灵力 气息并不平稳 并且也没弄明白 这个人跟着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小家伙故意引开这个人 等在拐角暗处 好看看 他的目标是自己 还是神医叔叔 没想到 果然被他等到了 这个人 就是冲着他来的 他的目光坚定 与方才在连夫人店外 因担忧而哭泣的模样 截然不同 下板悄然用零食 试探他身上的气息 是个普通人 然而 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暗影定定地看了他许久 突然将自己的面具摘下来了 月色下 是一张极其英俊的脸 见眉心目 却不乏冷峻 脸庞稍显稚嫩 但却像已经保经风霜过似的 目光透着忧伸和沉静 虽然比太子哥哥小一点 但他几乎跟太子哥哥差不多高 更让下板意外地是 这个人明显像个刺客 如今却坦荡地 给他看见自己的面容 他在打算什么 虚于 只听暗影少年开口 我叫夏元林 或许你会愿意 喊我六哥 下板一愣 六哥 夏元林慢慢从暗处走出 直到夏宝面前 他娇小乖巧的面孔 看得更加清晰 夏宝很是惊恶 你是六哥哥 可是连母妃说 你在外面游学 夏元林点点头 以游学的理由 在外游荡 为何如此 夏元林目光沉入古井 因为不喜宫内的拘束 向往自由自在的边疆 草原还有江湖 夏宝很是不解 那这么多年 你都是在骗连母妃吗 六哥哥可知 连母妃身体很差了 夏元林的神情 终于了有了一丝波动 这些年在外 母妃定是不愿让我担心 每每信中 都只报喜不报忧 我从不知他身体 已经如此病弱了 说着 他拳头微微收紧 方才若不是跟着你 我恐怕永远都不会知道 夏宝看着他 乌眸闪烁着光泽 像是在确认他话中的真假 那 六哥哥跟着我 到底是为什么 夏元林望他一眼 毫无保留的交代 来绑架你 夏宝默默看了看夏元林 六哥哥难道就是圣楼里的人 夏元林犹豫了一下 还是坦白道 圣楼是我开的 夏宝吃了一惊 六哥哥打算来绑架我之前 不知我是你妹妹吗 六哥哥太坏了 竟要对妹妹下手 他软白的小脸上 浮现出一抹恼怒 更添力色 夏元林也像是很过意不去似的 略显冷峻的面上 也有一丝慌乱 在外漂泊已久 与妹妹又从未见过 所以 抱歉 夏宝小手插腰 因生气 白嫩小脸气鼓鼓的 那六哥哥闯荡江湖也就罢了 为何要去做杀手 还开了这样一个组织 夏元林面对妹妹的怒火 很失手足无措施的 并非我要开 是追随的人多了 便自己成立了 他们将圣楼交给我 我却从未管过什么 说着 夏元林从腰间摘下一块玉莓令 递给下榜 小家伙接过来 放在手中端向 玉令通体梅红色 雕刻成一枚精致的梅花模样 选用的是西瓜必喜 色泽剔透 水翠十足 这时 就听到夏元林说 这是圣楼楼主的令牌 持有他 就可以号令圣楼内的所有人 九妹 送给你了 夏宝儿捏着玉令的手一顿 盲缓给他 我不要我不要 六哥哥的东西 自己拿着吧 夏元林被拒绝后 脸色有些尴尬 他将玉莓令拿回来后 气氛一下陷入沉默 夏宝儿道 六哥哥想把我绑回去 当真是要卖个好价钱给别人吗 夏元林抬头看向他 只见小家伙乌黑灵动的大眼睛里 竟开始蓄了泪水和委屈 他手忙脚乱 九妹 别哭 对不起 是楼中的人提议 我心觉好玩 才 夏元林说到最后 干脆转身要走 我回去将他们都杀了 来给九妹赔罪 夏宝儿一惊 急急喊住他 不行 六哥哥你站住 别滥杀无辜了 脸母飞知道以后 他会伤心的 夏元林老老实实地扭头走了回来 到夏宝儿跟前捶手 像是等待他训斥的样子 夏宝儿的目光 从他的鬓角眉梢 看向他捶在身侧的手 这一定是一双很会使剑的手掌 虎口处有了轻微的薄茧 他虽从未看过 六哥哥夏元林 在武学上的造诣 但是 他曾从工人口里听说过 夏元林身手超绝 天赋一柄 他围剿过刘寇 应当是极其意气风发的一个人 夏宝儿生气归生气 此刻 只鼓着粉塞询问 六哥哥以后打算怎么办 再回到渗楼去做杀手 夏元林摇摇头 五母飞病了 我得回来照顾他 只是我要等到过年以后 否则突然回宫 五母飞便会起疑 夏宝儿听到这里 心中嘟囔 还算这个六哥哥有点良心 没想到 下一刻 夏元林却说 九妹 这几日我会装作暗卫 保护在你周围 因为据我所知 江湖上还有别人基于你的身份 想将你带走 夏宝儿能保护自己 何况还生着夏元林的气 六哥哥 你不要跟着我了 我能照顾自己 别忘了 你最初也想偷走我呢 夏元林的面色有一丝善善 他不善言辞 只道 对不起 我会弥补九妹的 说着 他匆匆抱拳 颇有点江湖人的豪气 我知妹妹生我的气 我保证只在暗处守护 绝不出来打扰九妹 与毕 他甚至不给夏宝儿反应的时间 转身伸手轻悦地跳上屋檐 眨眼间就跑得没影了 夏宝儿 哎 六哥哥 他刚想出言阻止 却感觉心口轻微一痛 方才消耗了太多灵力 是他铤而走险了 现在他必须要去阿斐哥哥那 找他要个抱抱 因为阿斐哥哥 总是有让他能舒适下来的能力 夏宝儿这样想着 便不管夏园林跑去了何处 转身往观仓海而去 此时 观仓海一片宁静月 龚与匪坐在半场的桌子边 点了一盏温黄的读书灯 正手持着一卷书 聚精会神地看 阿斐哥哥 握我来了夏宝儿的小脑袋 从窗子后升起 他故作声音忧怨 诚心要调皮 吓呼龚与匪一下 龚与匪抬眉看来 小家伙一双大眼睛故意翻白 小舌头外吐 大概是在模仿一只可爱的吊丝鬼 他不由轻笑 眉宇刹那间染上宠溺之色 好好的一个凉夜 你是哪里的小鬼 赶上我这来 夏宝儿眨眨眼 瞧着龚与匪嘟囊 是阿斐哥哥家的小鬼 那我现在能进去吗 龚与匪侧身 胳膊搭在椅背上 笑得默默 我这屋内有许多驱邪的法阵 你当真要进来 不害怕 夏宝儿立即绷紧小脸 故作严肃 桃花唇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 不怕 百里内的鬼都说 阿斐哥哥是好人 说吧 夏宝儿绕门进来 龚与匪起身迎接 正含笑温情 却突然看见 夏宝儿衣领上的血字 触目惊心 他眉头一冷 面色差时一变 哪里来的血 你受伤了 夏宝儿其实是来找龚与匪求救的 因着衣服上有血 他不能直接回福华店 否则娘亲一定会担心 既然是要求救 就不能跟龚与匪隐瞒情况 所以 他垂着小脑瓜 一五一十地 将帮莲夫人压魂的是说了 但 他隐去了 遇到六皇子这环 龚与匪眉色瞬间冷了下来 他握着夏宝儿的嫩嫩的手腕 宝儿 你现在法力高了 胆子也变大了 你可知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 强行压着莲夫人的魂 帮他起死回生 你是犯了大错 夏宝儿的眼泪 就在这时 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 巴哒巴哒的泪珠子 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 可是 我没办法见死不救 连母妃还有心愿没达成 说着 他扑进龚与匪的怀里 哭得让人万分怜爱 我是从他的身上 想到了我的娘亲 当初在冷宫里的时候 我病了 娘亲为了给我求药 却被嬷嬷们打破头 我知道这种日子的不好过 所以我想帮他 总不能等六哥哥回来 得知的却是他母妃的死讯 阿斐哥哥 我知道我错了 我会向菩萨忏悔的 龚与匪听到他哭 已经彻底心软了 他回手拢上夏宝的肩 一声沉沉的叹息 罢了 别哭了 这不是大事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受不了 夏宝连忙抬起头 点起脚 向他证明 阿斐哥哥你瞧 我没流鼻血了 只是那一下子很吓人 但现在没事了 他贴得很近 几次都差点要亲到 龚与匪的下河 他心思慌乱 连忙躲避 你 你去床榻上躺着 我看看你的原神 夏宝这才乖乖放开他 哒哒跑到 龚与匪的床榻上 轻车熟路地 踢掉自己的小鞋子 躺下来后 不忘自己拉起 龚与匪的被子 小手搭在锦背上 龚与匪见他这般 无奈一笑 他上前伸长 放在夏宝的眉心 晨曦感应 上次夏宝度过雷节 还未完全养好 今天又是强称灵力 与天作对 龚与匪要确定 他的原神有没有受损 好在夏宝只是灵力虚弱 并非受了严重的伤 龚与匪松了口气 他的手从悬空 变成放在了夏宝的额头上 他徐徐为他杜去灵力 这一路走来恐怕不好受 为何不换人来关沧海找我 我去接你 龚与匪声音沉稳 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 夏宝舒服地叹了口气 嗯 因为 总不能说他遇到六哥哥了 当时和神医叔叔在一起 不想他也跟着担心 就自己跑来了 龚与匪含兮一叹 没有说话 夏宝却舒尔睁开灵动的双眸 阿斐哥哥 你会一直这样陪我吗 龚与匪不假思索就点头 会 怎么问这个 夏宝儿想到那个鳞片 小手在被子底下 摸到了腰间悬挂的香囊 他眼眸中闪过一丝落寞 阿斐哥哥也会骗他吗 他咕咚说 没事 就是想问问 就在此刻 夏宝儿好像听见地下 传来什么东西撞墙的动静 他吓了一跳 什么东西啊 地面下有声音 龚与匪不动声色的脸眉 别害怕 大概是老鼠 夏宝儿一惊 老鼠 下一秒 他马上好奇地扑闪眼睫 是那种肥肥大大 很听话的吗 龚与匪顿了顿 是那种吃很多 且吵闹的老鼠 似是不愿夏宝生出更多新奇 从而想去查看 龚与匪淡淡转了话题 宝儿 你在此休息 我去换个视瞳过来 去跟回飞娘娘说一声 夏宝儿裹着小被子点点头 他捏着衣领上带血的一块 阿斐哥哥 千万别说我受伤了啊 你只说 我在你这里玩累了 睡着了 好不好 龚与匪倾笑 我自然知道 你好好休息 一会我就回来 夏宝儿躺在被子里 看着他出门去 这时 地砖下 发出更加猛烈的撞击声 他从床榻上 探出半个小脑瓜 仔细聆听片刻 夏宝儿懦懦感慨 听起来这个老鼠 个头真的很大诶 那乡龚与匪 跟一位侍童交代完毕 侍童来到了孵化殿内 恰好碰上 刚刚忙完正物的夏红墨 侍童将小公主 在观仓海玩乐 直至睡着的消息 启禀给了皇帝和惠妃 夏红墨的脸色 在烛光下 显得有些莫测 他挥挥手 让师童先退下了 过后 他才看着惠妃道 朕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呢 惠妃正在叠衣上 文言抬头 温笑询问 陛下指的是什么事 夏红墨俯弄着自己的下巴 一双俊眉 皱出一个狐疑的弧度 宝儿都七岁了 还这么年小过失 是不是不好啊 但他十三岁了也如此 那该怎么办 惠妃的动作一顿 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有些迟疑道 臣妾也是总听陛下说 小国师精通审法 与我们这等凡人不一样 宝儿就算黏着 旁人也不会多想 夏红墨看他一眼 物质摇头 朕觉得你说的不对 宝儿如此娇俏伶俐 又聪明可爱 谁见了不喜欢 他小国师修的虽然是天法 但到底骨子里还是个男人 只要是个人 就不可能不喜欢朕的女儿 惠妃听到这里 觉得皇上是一颗 宠女儿的心在作祟 他倾笑 陛下 宝儿一向知道礼数 大了自然就知道举止克制 您何必担心 夏红墨琢磨片刻 朕也是怕宝儿随小国师走了 走 惠妃有些诧异 夏红墨看他这个表情 呕了一声 也对 你还不知道 太书国师曾定下规矩 要小国师每三年出去云游一趟 今年正好是第三年 应该快走了吧 或许就是年后的事 惠妃对此事倒是没什么印象 只记得夏宝儿三岁的时候 宝与斐确实去云游了 他指南南道 小国师虽然貌似天人 可外表看起来终究才是个少年 这样出去 实在为他担心 夏红墨哼笑两声 你有的时间关心小国师 不如管管自己的女儿 朕每次来 宝儿不是在念书 就是在上课 不是在看小鱼 就是在喂肥宝 朕已经多久没跟女儿好好相处了 惠妃笑着道 是臣妾之过 明日就让宝陪陛下用晚膳 如此 夏红墨才心满意足 宫与斐回房以后 原本平淡无波的面色 忽然一正 因为夏宝儿正趴在床眼上 时不时用小手敲一敲地面 随后侧耳倾听 只听他敲完三下后 下面也会传来同样的闷闷的三响 宫与斐面色一冷 果真不该留长晚情在宫里 夏宝儿见他回来 好奇地掀起长节 阿斐哥哥 这个老鼠厉害了 还会回应我 宫与斐轻壳两下 宝 别完了 时候不早 要不要歇下了 夏宝儿大大咧咧地将自己外袍解开 宫与斐下意识侧头不看 待他那边稀稀疏疏躺进被子里后 他这才回头 为他盖好了被子 宫与斐拿起他的小衣服 夏宝儿便问 阿斐哥哥 这件衣裳是不是不能要了 我试试为你能不能洗掉 夏宝儿睁大眼眸 阿斐哥哥还会洗衣裳 宫与斐沉默了一瞬 他不会 甚至从没干过 但夏宝儿的这件小衣裳 除了他去洗 宫与斐还没回答 夏宝儿便摇头晃脑 眯起眼眸 我差点忘了 阿斐哥哥最厉害了 应当是会洗衣服的吧 宫与斐但笑不语 他抖了两下夏宝儿的外袍 就在这时 一个小荷包从里头掉了出来 许是夏宝儿之前打开来看过 荷包的开口都没有寄紧 里头的糖果 小泥人等东西全部洒了出来 宫与斐一眼就看到一片荧光闪闪 犹如士兵盔甲上的韩泽一样的东西 他当即皱了眉头 还不带戏看 夏宝儿猛地从床榻跳起 赤着小脚将东西全部捡了起来 他背对着宫与斐 心跳怦怦打鼓 小手匆忙地将龙铃和杂物 都塞回小荷包 夏宝儿故作无事地嘟闹 阿斐哥哥 你把我的糖都摔出来了 宫与斐却眉眼微尘 方才若是没看错 那是他的 铃片 小家伙什么时候得到的 从何处得到 他知不知道这是他的 夏宝儿一向依赖他 有什么事从不隐瞒 但这次他从没提起过龙铃的事 依照他对神龙的喜爱 怎会不说 难道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夏宝儿心虚地捏紧小荷包 默默地迈着两条小腿 爬回了床榻中 他还没想好 如何询问阿斐哥哥 怎么就被他发现了 两人互相对视一眼 彼此目光都有所躲避 宝儿 早点休息吧 好在 宫与斐仿佛没有什么奇怪的神色 他扶了扶夏宝儿的额头 便像是要出去的样子 夏宝儿盲问 阿斐哥哥去哪儿 宫与斐侧谋 笑得很轻 我去藏书楼 兴许要晚点回来 你好好睡觉 说着 他便低头出去 夏宝儿咕弄两下小嘴 望着宫与斐的身影 渐渐走出院子 直至消失不见 他才重新拿起荷包 努力寄紧 便放在了枕边 半个时辰后 宫与斐重新返回 他脚步放轻 却见棺仓海内 已是一片灰暗 看样子宝儿已经睡下了 宫与斐轻轻推门 透过仪式月华 走到了床榻边 他微微弯腰 谨慎提袖 打算将夏宝儿耳边的荷包拿走 然而就在这时 小家伙睁开了一双水灵灵的眼睛 里头半点困意也无 两人四目相对 他垂眸 淡然暮色中 续了失措 他抬眼 亮丽眉眼内 藏着洞察 阿斐哥哥 你在偷我的小荷包吗 夏宝儿骤然开口 打破沉寂 宫与斐就像是 摸到烫手山芋似的 猛地直起身 宝儿 我 不是 为何拿回自己的鳞片 也要像小偷 最重要的是 宝儿没有睡 竟像是在守株待兔 面对夏宝儿的 纯真无辜的双眸 宫与斐连狡辩的话 都不知从何说起 他该怎么解释 他借口去藏书楼 等他睡着后 返回偷龙林 宝儿会不会厌恶他 就在宫与斐心思慌乱间 夏宝儿就忽然哭了 这样的情绪来得突然 宫与斐一震 瞬间就忘了自己的局促 忙握住他的手 对不起宝儿 我并非要偷你的东西 而是 阿斐哥哥 夏宝儿非快打断他 他吸了吸小鼻子 你告诉我 龙龙 是不是那次为了保护我度过雷劫 所以受伤了 宫与斐一震 什么 夏宝儿主动从小荷包 掏出那片龙林 不愧是龙的所属物 眼下屋内没有点灯 这一点光芒也足够影视 夏宝儿小手捏着鳞片 眨白了眼瞧他 那次我记得 我受伤痛苦 遭受不住几道雷劫 说到这里 龙与斐的心已经怦然打鼓了 夏宝儿看着他 小家伙忽然停止说话 他小手捏着龙林 缓慢地靠近龙与斐 将龙林竖着贴在他额头上 就像是在模仿龙角似的 夏宝儿秀眉皱起 声音软糯 阿斐哥哥 好像那天的那个人 这个龙林 是不是你的 轰隆一声巨响 仿佛有雷劈在了龙与斐的心上 他那些不为人知的心事 就在这一刻全部蔓延了出来 就好像被打开盒子后的刘霞 砰砰砰炸满了心房 黑暗里 他的眉眼神色坚毅 透着打亮 而龙与斐很清晰地可以感受到 他的心跳加快 要不要承认 然而此时 真的有一声地动山摇的响动 从观仓海地下传来 带来巨大的摇晃 下板惊呼 龙与斐连忙将他护在怀里 只听一声细腻的龙吟冲天而起 紧接着电闪雷鸣 一条青椒破开龙与斐的屋顶 直入云霄 倾盆大雨数而降临 下宝仰着小脑袋 瞪圆了眼眸 云层中翻滚的那条龙 他虽然看不太真切 但为何那么像龙龙 只见青龙所到之处 无不带来雷雨 此情此景 十分像下宝在北斗的时候 和青龙一起诗云不语 这一瞬间 下宝什么都不想顾及了 他小手推开龙与斐 追着那条远行的青龙而去 龙龙 等等我 我有话要问你 龙与斐看着下宝化作一道金光 焦急地追了出去 他拧没咬牙 直到不好 若是让宝遇到师姐 长婉晴又会胡说八道一些什么 龙与斐连忙腾空直追 他一定要赶在下宝之前 抓住长婉晴 龙与斐的功力之身 自然是在下宝之上 他比下宝更快一步 直接挥秀 面色冷冷地将长婉晴 从云中抓了下来 长婉晴正觉畅游天空的痛快 却冷不防四脚被法光抓住 猛地掉进了皇宫后的小山的林子里 长婉晴恢复人形 吃痛爬起来 白色的衣裙脏了一半 师弟 你对我下手太重了 龙与斐来不及跟他解释那么多 只觉得下宝赶来的风声 近在耳畔了 他飞快地向长婉晴交代 一会饱若问起 你便说你不是 听到没有 龙与斐势而咬牙 往常地沉着冷静 荡然无存 反而显出一些急躁 长婉晴一脸愣神 什么意思 龙与斐还要再说话 却已经来不及了 下宝稳稳地落在他们身后 他水汪汪的乌眸闪过一丝诧异 阿斐哥哥 你怎么也追出来了 他的目光落在 龙与斐抓着长婉晴手腕的位置 龙与斐连忙松开 解释道 我见你追龙而来 想为你捉住他 宝 这个不是 不等他说完话 长婉晴已经顶开龙与斐 主动朝下宝走来 他眼神满是喜爱 看着下宝白嫩嫩的小脸 娇俏了五官 长婉晴没忍住 伸出手 捏了捏下宝的脸蛋 你就是宝对吗 我早就听说过你很多次了 龙与斐眉头一皱 将长婉晴的手挡开 别碰他 长婉晴被他一胸 色缩了下脖子 不就是捏捏小脸 师弟为何一副被抢人的不悦 夏宝水汪汪的眼睛 看了看龙与斐 又看向长婉晴 他忍不住试探询问 口吻懦懦的 你 你是个女的 一直守护他的龙龙 居然是女孩子吗 长婉晴想起龙与斐交代的话 立即摇头 我不是 龙与斐面色一黑 夏宝小手眼纯 十分惊讶 他上下打量长婉晴 只见他眉目如画 端蒂是不染世俗的清丽 身材曼妙 怎么看 怎么像个姑娘 夏宝更加困惑了 他挠了挠小鼻子 那龙龙 你是来找我的吗 长婉晴将龙与斐的交代贯彻始终 他微笑道 我不是 龙与斐挡在两人中间 他认真看着夏宝 宝 你先回去 带我找机会 给你解释清楚 夏宝小手 揪着龙与斐的袖子 似是不敢置信 更像是受了委屈 我只最后问一个问题 龙龙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约定 长婉晴一愣 糟了 这个怎么回答呀 师弟没说啊 长婉晴悄悄地 看向龙与斐的面色 后者给了他一记警告的眼神 这 师弟的意思是 继续否认 眼见着夏宝要哭了 长婉晴急忙摇摇头 我不是 夏宝小身子跟着一正 垂下小脑瓜 十分沮丧的样子 我知道了 他转身化作一道金光 刹那间不见 龙与斐急忙追上几步 宝儿 为时已晚 他回头 宝肠的眉眼里 带着一丝恼怒 师姐 你为何不知变通 长婉晴感到无辜 师弟 你这就冤枉我了 分明是你让我这么说的 龙与斐要解释 却不知从何说起 甩袖就要走 师姐 今年你事云不语 找个深山老林待着就可以了 像师父那样 总之别留在宫中 等我向宝儿解释清楚再回来 长婉晴一愣 追在龙与斐身后 太无情了师弟 你要和下宝儿解释什么呀 这般情急 莫非 他恍然大悟 你就是他口中 跟他有约定的隆隆 龙与斐脚步一顿 眉眼刹那间沉了下来 长婉晴见他如此表情 忍不住五副大笑 果真如此 怪不得 我执你素来性子冷淡 怎么碰到下宝儿 就毫无冷静 原来是有这一层原因 他无视龙与斐阴沉沉的眼神 摸着下巴琢磨道 你们俩会是什么约定呢 看他也如此在乎 很难不让人多想 龙与斐的声音里 藏着忍耐和切齿 与你无关 不准多问 这个师弟 还是如以前一样 脸色和脾气一样臭 长婉晴暴毙 不问就不问 不过他现在显然是误会了 师弟 你可不好收场啊 他嘿嘿笑了笑 凑近 要不要我帮你解释 龙与斐冷笑 你不帮到忙 我就要谢天谢地了 长婉晴柳眉倒数 这是何话 太欺负人了 不过看样子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的真身 为何要隐瞒呢 龙与斐博纯微敏 没有答话 并非他有意隐瞒 而是原本没想告知 等想解释的时候 已经迟了 更没想到 鲍尽将他当成人生伴侣 虽他可能是孩童戏言 但事已至此 他总要找个合适的机会 好好解释 但眼下鲍尔已经误会了 更让他无从开口 长婉晴见龙与斐面色复杂 便道 不如我去告诉他 其实我就是 跟他有约定的龙 虽然我跟你比起来 到底差了几个等次 不过外形也跟龙差不多 他话音刚落 便见龙与斐回身 袖中拢出一道悬光暗影 长婉晴连忙躲避到一边 龙与斐的法力 即向长婉晴 原本所在地身后的树干 刹那间小树断裂 轰然落地 长婉晴吃惊 师弟 你来真的 龙与斐冷色 若是真要伤你 方才这一下 你躲不过 师姐别同我开玩笑了 一切与宝有关的事 我都会来真的 长婉晴雨色愕然 眼睁睁地看着龙与斐的身影 走入暗夜 直至不见 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这家伙 变得有人味了 那乡龙与斐回到观仓海时 看到夏洪墨和惠妃已经来了 还有好多工人和太监 正在收拾被长婉晴顶破的屋顶 龙与斐一眼就看见 夏洪墨怀中的夏宝 像是睡着了 小脑袋已靠在父亲的怀里 小国师 夏洪墨看见他 转头走来 宝说忽然有雷击将房顶打破了 实在危险 方才那条云端里的青龙 可是极锐 他和惠妃听见轰隆一声的动静 就赶出来查看 却见观仓海上方 竟有青龙腾空而起 公鱼匪顿了顿 拱手起饼 陛下应当知道 雨水象征当年五谷风登 那条青龙是今年负责我们这一方面水土的雨神 确实算吉兆 夏洪墨一听 当即朗笑 抱着下板颠了两下 不愧是朕的福宝 竟然只是简简单单睡个觉 就能引来雨龙降下甘霖 批房子也不要紧了 多批几道 下宝小脑袋软绵绵地趴着 小手搭在夏洪墨的肩膀上 也没回应 公鱼匪的目光 时时刻刻都留意着他 小家伙却根本不抬头来跟他说话 惠妃以为他困了 便体贴询问 观仓海的屋顶漏了 一夜之间也补不好 小国师晚上睡在何处呢 公鱼匪拱手谢过惠妃关怀 我本就是修行之人 只要一片遮雨的眼下就能休息 谢娘娘体恤 惠妃叹息 想到他速来照顾宝 主动邀请道 浮华殿的偏殿虽整齐 就是有些窄小 小国师若是愿意 可以在偏殿先行安居 他看向夏洪墨 自然还要请示陛下的意思 夏洪墨倒是没什么意义 此时羽龙出现的极锐 已经冲散了 他对夏宝过度依赖公鱼匪的不满 他挥手道 小国师若是愿意就好 如果不行 宫中还有别的地方空着 可以暂居 公鱼匪宁谋看了夏宝的后脑勺许久 他拱手对惠妃和夏洪墨道 那就叨扰惠妃娘娘和陛下了 惠妃轻笑 这算不得什么 平日里你总帮本宫照顾宝 本宫一直没找机会感谢你 这不过是举手之劳 就在这时 夏宝总算出声了 像小猫一样哼起两下 爹爹 我困了 帮我回去叫叫吧 夏洪墨连忙答应 抱着夏宝走在了前头 惠妃则和燕豪简单说了几句 给公鱼匪暂居 公鱼匪就这样 静静地跟在夏洪墨和夏宝的身后 他面色看似平静 实则眉眼沉着复杂情绪 夏宝小手扒拉着自家爹爹 内心泛着淡淡的难过 喜欢了这么久的龙龙 居然是个漂亮大姐姐 唉 饱生艰难 最可恶的是 阿斐哥哥也不告诉他 方才阿斐哥哥抓着他的手腕 肯定是认识的 但阿斐哥哥对他很好 有什么隐瞒他的必要呢 小家伙想到这里 默默地抬起一双眼眸 扑扇长洁 瞧着身后跟随的公鱼匪 谁知 却与他幽默式的目光交汇 工人们提着明皇的宫灯 走在最后面 娘亲和艳好正小声交流 而公鱼匪 就一个人静静地跟在他们身后 像一块内敛孤单的玉 在夏宝看过来的一瞬间 他薄唇微张 像是要说话 他却重新将小脑袋埋了下去 他还没想通 等想明白了 再找阿斐哥哥询问 带回了福华店 夏宝墨抱着夏宝去了内殿 公鱼匪谢过惠妃 就进了偏殿 偏殿没有点灯 他竟坐在床榻上 微微凝神 想要入定打坐 最后不知想到什么 黑暗里 公鱼匪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一强之隔的内殿 夏宝也睡不着 惠妃和夏宝墨 一左一右地在他两边 早已进入梦乡 小家伙还小手捏被子 回想方才发生的事 龙汪是个大姐姐 还不记得他们的约定了 夏宝想到这里 一口阿乌咬住被子 哼记两下 坏隆隆 但是夏宝乌某转动 想到云端里的龙身 他是清晰地见过龙龙长身的 好像不是青色啊 想到这 他连忙钻出小被子 捏手捏脚地爬下床榻 从放在桌子上的小荷包里 拿出了那片龙林 黑暗里 闪烁着银色的光 对 没错 他家的龙梦 分明是白银色的 而且 今晚云端里的那只龙姐姐 身形非常瘦 胡须 好像也没有龙龙那么长 甚至 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也看不到非常高耸的龙脚 跟他家龙龙几乎不太一样 只能说身形有两分相似 难道 他根本就不是龙龙 小家伙带着这个疑问 睡到第二天一早 他等到爹爹去上巢 娘亲去串门以后 才跑出去 夏宝一路向着 昨晚发现龙姐姐的山小跑不断 直到他钻入林子 小手扶树 气喘吁吁 抬眼一看 一个白色的身影 躺在树上 好像在呼呼大睡 长婉晴正在做美梦 梦里 那个上次遇到的凡人 又给他送了好吃的糕点 还对着他说 龙女 我将一声供奉你 追逐你 他一边吃糕点 一边感动 那我就一直留在这里好了 突然 耳边传来奶声奶气的呼喊 龙姐姐 龙姐姐 长婉晴美梦醒来 睡眼朦胧 朝树下一看 昨晚见过的可爱小妹妹 正眨着比琉璃 还要澄澈的眼眸瞧着她 长婉晴却忽然浑身紧张起来 阴的昨夜才被师弟警告过 她在有关于夏宝的事上 都是认真的 夏宝看着龙女姐姐 默默地从树上滑下来 长婉晴规规矩矩地询问 这位小公主 你找我何事 小家伙晃了晃小脚 一副看穿一切的机灵模样 龙姐姐 你叫什么 长婉晴 夏宝眯了迷眼眸 你不是我认识的龙龙 对吧 我 长婉晴的额头 渗出一层冷汗 该死 这该如何回答 面对夏宝的灵动眼神 长婉晴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你觉得呢 夏宝何其聪明 几番打量 就知道这件事有内情 她鼓了鼓嘴 既然这样 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有一次我为黄奶奶治病 你过来找我 旁边的妙叫什么 长婉晴一正 这个问题也太难了呀 看着她满脸男色 夏宝心底恍然大悟 你果然不是龙龙 那为什么要冒充她 小家伙水眸里 让起困惑 长婉晴实在崩溃 说错了 师弟就要整她 她法力又没她高 也打不过 说对了 眼前的小姑娘 还不知如何难受 长婉晴忍无可忍 只好双手抱头 保小公主 你饶了我吧 师弟不让说啊 我确实不是 你认识的龙龙 师弟 夏宝歪头 是谁 就是那个叫 公与匪的国师 长婉晴说得很小声 色缩了两下脖子 她这么做的意义 我也没弄懂 但她就是这么交代的 夏宝水眸呼闪 你是说 阿斐哥哥 让你冒充龙龙吗 长婉晴连忙摆手 不不不 她最先追到我面前 让我不要说 我是你知道的那条龙 但我误会了她的意思 所以才 夏宝的表情 顿时复杂起来 灵动的眼睛 蕴藏着不为人知的情绪 也不知她在想什么 长婉晴小心翼翼试探 宝公主 你应该不会把 我跟你说的这番话 说出去吧 我还打不过公与匪呀 夏宝抬起长截 看着她半晌 忽然粉唇一牵 甜甜地笑了 婉晴姐姐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说着 小家伙喃喃自语 原来是这样 看来阿斐哥哥 一定就是龙林的主人 或者说 她一定知道内情 但夏宝心里 有更多的肯定 确认阿斐哥哥 就是龙龙 只不过 她没证据 而且 阿斐哥哥若要隐瞒 她也无从发问 但因有利丝这样的突破 夏宝很是高兴 其中当然还包括 得知她喜爱的龙龙 是男的 而并非姑娘 最后 她小脸甜静 面带笑意地跟常婉晴道 婉晴姐姐 我听阿斐哥哥说 你负责今年的降雨 辛苦你了 小家伙伸出手手 拍了拍常婉晴的胳膊 还不忘眨了眨 灵动水润的眼睛 只不过 姐姐千万别将这件事 告诉阿斐哥哥 若是她生气 你俩真的打一架怎么办 常婉晴浑身一抖 觉得很有可能 昨夜龙龙龙龙出手的那一下 打在她身上 就算不会死 也足够疼的 常婉晴连忙点头 没错 宝小公主 我只告诉你 我们俩一起向她保密 下宝乖乖点头 挥了挥小手说再见 便转身 哼着小哥蹦跳走了 常婉晴盯着她的背影 颇有些纳闷 原来将实情说出 下宝也不会不开心 那师弟到底在犹豫什么 她无所事事 在下宝走后 自己一个人走下了山 不知不觉中 又来到了练舞场 还没走进门 就听见憎憎的射箭声 常婉晴探头 只见之前那位 给她高点的好心凡人 今日又在这里练剑了 日光下 太子夏元宇身姿齐长 颇有些玉树临风 比之常婉晴见过的 一些仙君也不差 她默默地看了一会 直到太子收起剑簇 回头看到她的方向 你又偷偷跑出来了 原来她早已发现了 她站在这里 常婉晴不好意思地挪动出去 点了点头 太子目光一扫 见她今日比上次所见 还要狼狈一些 裙摆落着污泥 连头发也凌乱些许 夏元宇微微叹气 挥了挥手 一旁的小太监 便端出糕点 双手奉给常婉晴 这次的糕点 跟上次的也不同 通体红红 大概是红枣泥捏的 呈现的是小兔子形状 常婉晴食指大动 捧过来一口一个 还不忘感慨 你真是个好人 太子微微凝眉 看常婉晴狼吞虎咽的样子 施舍几分糕点 就是好人了 这个宫女在冷宫里 过的是什么日子 一旁的太监 递上白金 夏元宇接过擦拭额头的汗 趁着休息的空荡 他顺嘴问道 你之前过得难道很苦 没吃过这样的东西 常婉晴一边咀嚼 一边认真思考 之前都是天南海北的跑 三界之中 师父让去哪儿 就去哪儿了 他嘟囔说 算是吧 我没吃过这么甜的好东西 也没什么自由 只能听别人的 夏元宇望着他的眼神 带了两分同情 常婉晴咬了一口红泥膏 含糊地询问 大好人 我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太子身边的太监 立即呵斥 大胆 太子殿下的名讳 岂容你过问 常婉晴一正 原来眼前的人是太子啊 怪不得他身上有隐约的龙气 除了公与匪这样真正的龙族 以及他这种修炼到火候的蛟龙 天底下 常婉晴最喜欢的气息 就是人黄身上的蕴 他忍不住凑过去 一双信眼将夏元宇 来来回回地打亮了一遍 太子皱眉 看什么 常婉晴黑笑 坦白说 你身上很香很好闻 夏元宇刹那间 耳根红了 他虽贵为太子 但因秉性暴躁 很少有人 确切地说是女人敢在他面前这么放肆 眼前这个宫女 看起来不像是妄想贪图富贵 飞上枝头的人 难道冷宫这个地方 当真容易使人疯疯癫癫 夏元宇不由地想到妹妹下板 他听说过 从前板和会飞在冷宫里的时候 没少挨打 常婉晴不知太子想到了什么 他的眉眼 立即就沉着浓浓的阴郁色 夏元宇瞧着他 冷口询问 你平时挨打吗 常婉晴想了想 便连连点头 指着自己的裙摆 吸了吸鼻子 昨晚就差点被打一顿 还好我闪得快 不然 不然师弟那个臭小子 真的要跟他动手 他的肯定 让夏元宇心头 更加蒙上一层同情 他顺着常婉晴手指的方向 看见他裙摆上沾着污泥 还有两三根小草 你这是怎么弄的 难道被人打到地上去了 常婉晴低头一瞧 毫不在意地说 哦 没事 这是我昨晚睡在大树上蹭到的 不要紧 他拍了拍裙子 眨眼间又去抓了一块糕点 夏元宇却皱起了眉头 睡在大树上 冷宫里欺负人的境地 已经如此了吗 连睡觉的地方也不急雨 他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姑娘 常婉晴虽偶尔做拍优雅 容貌更是不染凡尘的清理 但一举一动 半点里一举止都没有 维雅中透露着粗俗 但粗俗中 又藏着他的一抹独特 仿佛随时跳跃在 仙子和奇女的边界 夏元宇宁神沉吟 从今日起 你来东宫试末吧 虽我要求严苛 但至少会与你一个住的地方 想吃什么糕点 也可以满足 常婉晴一愣 连忙拿手背 抹掉嘴角碎屑 当真 他终于不用住在 失地的地牢里了 常婉晴喜若狂 猛地扑过去 搂住夏元宇的脖子 太子 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他想了想觉得不对 连忙补充 最好的凡人 比公鱼匪那个臭湿地 对他都要好 夏元宇冷不防被他抱住 急忙用手拽开 常婉晴的胳膊 他白皙的面颊上 闪过可疑的红痕 休要胡言乱语 才春 带他回东宫 换一身干净的衣裳 再和公司的管事说一声 冷宫里的这个场 太子一顿 又问 你叫常什么 婉晴 天一连幽草 人间种婉晴的婉晴 夏元宇眉头舒展 原本以为你目不识钉 还会被诗 常婉晴性言闪烁着光彩 他一点也没有因为太子说 他不认字而不高兴 反而笑咪咪的 这是我师父给我起的名字 意为 小草饱受雨水的禁烟 终于得到上天的恋爱 雨过天晴 还有师父 冷宫里没有公务司的严家看管 竟能衍生出这样的阶级 夏元宇一时为之不迟 常婉晴却想的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他从前只是一条修行的蛇 后来有幸得到 太数真人的点拨 才能化为蛟龙 变成庇护一方的羽神 修行的时候 他也好几次 差点被上山采药的人抓走 做成药材 历经千辛万苦 才能变成蛟龙 所以太数真人说 现在他是雨过天晴 苦尽甘来了 常婉晴想到这里 忽然道 太子 你就像垂帘我的上天 看到我可怜 肯给我一余房屋安居 我会报答你的 等师弟问起 他就有理由拒绝出宫了 漂亮的凡人邀请他入住 可不是他赖在这里 哼 还是太子所邀 到时看师弟还能说什么 而常婉晴不加掩饰的热情 让夏元宇数字面色不自然 他像是生怕太子反悔似的 扑过来抱住他的胳膊 小鸟依威似的贴着 我住哪里 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夏元宇犹如碰到了烫手的烙铁 急忙撤开手臂 呵斥众媚 我的侍从会带你去 但你要先好好学会规矩 说着 他转头跟太监交代了几句 便道自己还有事 要先走了 方才他擦汗用的白帕 被夏元宇随手丢在了地上 众人前后拥护着太子离开 常婉晴盯着他身形齐长 气质轻贵的背影难闷 他要学什么规矩 反间的规矩吗 不管怎么样 常婉晴到底弯腰 将太子扔掉的白金 捡起来拍了拍 然后揣进了自己的怀里 说了要报恩的 先帮他把东西洗干净好了 因为 他被关在地牢里的时候 就是听师弟说 要给下榜小公主洗衣裳的 这一定是特别的表达友好的方式 常婉晴高兴地捧着 夏元宇不要的东西 落在一旁小太监的眼里 觉得他当真是个不正常的工人 太子殿下不要的汗金 也要收藏起来 这个姑娘可能有怪癖 但夏元宇已经吩咐的是 小太监还是会找办 他端起专业微笑 长姑娘 这边请吧 夏宝纳乡 弄清楚了龙林的问题 下午就开开心心地上学府去了 而宫与匪为了解开 他和夏宝之间的误会 专程在他下学的时候 等在国学府门口 日暮四合 太阳的余晖很快沉下山头 到了傍晚快入夜 寒风明显就比白天要更加猛烈起来 将一些积水了的地方 吹出薄薄的一层碎冰 今天轮到夏宝和顾学宇 一起帮夫子整理书籍 他因为心情不错 哼着小曲 小手怀抱一落书籍 正走在走廊上 打算将这些书放到书阁里头去 突然 夏宝不慎踩到了结冰的地面 脚下一半 整个人朝廊外跌去 手里的书籍眼见着也要变成一地狼籍 然而 不等夏宝自己反应 就忽然被人抱住 惊变就在这一瞬间 周围准备回家的学子们 目瞪口呆地看着不知何时出现的黑衣少年 他戴着一个极其普通的铁面具 没有人看清他是怎么出现的 只知道 在弥府公主要摔出廊外的刹那间 他就出现了 不仅稳稳地将夏宝抱在怀里 还飞快的几个剑步 抓住了要散落一地的书籍 夏宝扑扇长劫 呆呆地都没有回过神来 六哥哥难不成一直站在暗处吗 他被夏宝林放在地上站稳 他又将那些书籍 重新交回了夏宝的手中 面具后的一对星眸 确认妹妹无视后 才一个轻功跃上屋顶 眨眼间又消失在众人眼前 短短的几个动作 仿佛不过几个呼吸的瞬间 待夏宝林消失不见 学子们才纷纷回过神 气嘴巴舌地嘀咕起来 这人是谁啊 伸手也太好了吧 还用问 肯定是迷赋公主身边的暗卫啊 暗卫就敢如此亲密地环抱公主 那不然要眼睁睁地 看着公主摔出去吗 顾学宇听闻动静 抱着一堆书匆匆跑来 宝 你没事吧 他忙将书放在一旁 看着神情乖巧中 透着一丝蒙呆的夏宝 顾学宇上下将他打量了一遍 好在没摔出什么问题 夏宝回过神来 摆摆小手 学宇姐姐 别担心 我没摔着 顾学宇拍了拍心口 说是虚惊一场 随后两个人结伴 又将书送去书阁 期间 夏宝看着夏园林离开的方向 乌黑灵动的水眸里 闪过一丝疑惑 六哥哥的轻功 真的好厉害啊 不过他一直藏在暗处 他也不能暴露他的身份才是 这一切 也被薛少看在眼里 他原本想上前 帮夏宝将书搬走 但刚抬起一步 一阵风吹来 险些将他的毡帽吹飞 薛少按住帽子 暗自咬牙 罢了 还是等头发长出来许多 再去吧 他转身向门口走去 便看见 龚与匪一身悬袍喝场 极其轻贵 高冷地站在那里 犹如一尊黑的剔透的玉 就算只是 简单地立在寒风中 众人的目光 也不由自主地随着他看去 也早有几个姑娘红着脸 一边看着龚与匪 一边小声说话 谈论着什么 但龚与匪目光不偏不倚 似是在等人 薛少自然知道 他在等夏宝 毕竟 龚与匪的腰间 至今还拴着下膀那个新手 绣出来的荷包 他一身轻贵装扮 荷包的出现 显得很不和谐 龚与匪不惧仇 一直戴着 薛少想到这个 他没抢到的荷包 心里就气不打一出来 龚与匪作为国师 看着清冷 实则强势 这时 他余光恰好看见 周太夫的贵孙周俊楚 与有人走了出来 薛少眉梢一挑 心生一计 他快步走过去 拦住了周俊楚 周俊楚拧眉 薛二公子 找我有事 薛少故意声音扬起 好让龚与匪听到的程度 周公子 你不是一项最紧张 迷腹公主吗 方才他怀抱书急 差点摔跤了 怎么不见你去关心 周俊楚确实没看到 文言一惊 宝可有事 说完 他干脆就要转身 回学府再去看看情况 薛少一把拽住他 笑着莫测 别去了 公主身边有忽花使者 也轮不到你去关心了 方才他差点摔跤 从天而降 一个身手超绝的少年 直接将公主抱进怀中 确认他无事才又走了 你说 这种在暗地里 默默地关心和维护 还有你什么事 周俊楚的眉头 直接皱了起来 薛少话中有话 一死大胆露骨 周围这么多人都看着 他到底想干什么 周俊楚面色冷下来 他抽开被薛少捉握的手 微整衣襟 公主贵为金枝玉叶 担心他的安危 应当是我们每个人 都有的责任 你怎可大庭广众胡说八道 坏公主清白 薛少正要反驳 没想到周俊楚却真的生气了 一向温润的他 再次怒斥薛少行为荒唐 公主的安危不顾 却由枪滑掉的当众谈论 以此为乐 薛二公子 恕我直言 你这是小人行径 我被当以你为耻 说吧 周俊楚直接和有人离开 刘薛少一人站在原地 他心觉自己又说错话了 但他实在是气不过 公与匪和下榜那么亲近 听见有别人保护下榜 公与匪难道会高兴 想到这里 薛少扭头 朝公与匪站的位置看去 但他实在没想到 就这么一眼 忽然和公与匪对视上了 公与匪的暮色犹如深渊 看似平静的水面 藏着让人恐惧的漩涡 他的薄唇微调 整体表情看似不像在笑 但薛少却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一丝嘲弄 尤其是公与匪的目光 好像在说 就凭这点手段 想到方才周俊楚对他的一番指责 薛少气不打一处来 甩袖就走 公与匪看着薛少 就好似在瞧一个漂亮小丑 无知凡人 他冰彻的目光 在薛少走后 按下去些许 学府内 夏宝和顾薛瑜已经忙完了 夏宝却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薛瑜姐姐 你先走吧 我想到上次有一本书 想在书格里找一找 顾薛瑜看了看天色 犹豫道 可是时辰不早了 要不我留下来 帮你一起 夏宝小手摆了摆 没关系啊 我有艳豪姐姐来接我 薛瑜姐姐倒是快回家去吧 我看一会就走了 如此顾薛瑜才点了点头 那明天再见宝 挥别顾薛瑜后 看着她的身影离开院子 夏宝才小脸凝神 懦懦地说 六哥哥 我知道你在 出来吧 房梁上人影一动 穿着近装便服的夏园林 悄然落下 九妹 你找我 望着她一红冷泉式的眼神 夏宝小声地叹气 六哥哥 你守着我的话 怎么去做自己的事啊 夏园林面色顿了顿 我没有别的事做了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守在你身边 夏宝瞧着她这般 心觉六哥哥 真是个固执的铁男子 她小手挠了挠鼻尖 诺诺说 可是六哥哥 你不是我的暗卫 这样守着我 会不太好的 夏园林思索片刻 那我去将九妹的暗卫打晕一个 暂时冒充她 夏宝小手扶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唉 罢了 六哥哥 若你不神出鬼没 出现在众人面前 会有人认出你的身份吗 夏园林沉吟 父皇 太父 向将军 宫里的母后和母妃们 还有太子哥哥和四哥 应当都能认出我 别人恐怕不行 因为我离京时间早 在这里也没什么朋友和熟人 小家伙点了点头 那六哥哥若是不在宫中的时候 就不用藏在暗处了 夏宝想了想 又说 你要是想跟着我 在回宫之前没地方去 也不用藏着掖着 我喊你哥哥 他们也会以为只是侍卫搭 那 九妹你不生我的气了 夏园林试探询问 夏宝小身子一顿 随后插腰哼了哼 两码事 六哥哥想要绑架我卖给别人 我还生着气呢 他话音一转 但是生气归生气 我也不愿我哥哥总是东躲西藏 要学会站在阳光下 六哥哥 夏园林认真的将夏宝的话记在心里 并对他点点头 九妹 我会好好弥补你的 你消消气 说着 夏宝背着小手 摇头晃脑 那我们现在出去吧 今日燕豪姐姐会来接我 对了 燕豪姐姐会认出你吗 夏园林摇头 这才放下心 兄妹两人朝外头走去 夏园林始终下意识慢下宝一步 总是保持着一个保护的姿势 仿佛此时要是有刺客冲出来 夏园林也能毫不费力 给予致命一击 夏宝停住小脚 他也跟着停下来 小家伙叹口气 扭头看去 六哥哥 你要跟我并肩走啊 夏园林习惯了浑身充满戒备的状态 但为了听妹妹的话 他还是走在了夏宝身边 可不知不觉中 又会主动落后他一步 最后 小家伙逼得没办法 小手握着夏园林的手腕 就这样拖着他往外走 到了门口 燕豪已经瞧手已盼好久了 见到小公主的身影出来 燕豪连忙迎上来 公主 您可出来了 再不来 奴婢都想进去找您了 忽然 燕豪看着下榜身边的夏园林 一惊 这是 兄妹俩看到燕豪的反应 纷纷心头一震 糟了 难道燕豪 见过六皇子 谁知下一秒 燕豪笑出来 公主 这是您的心童疮吧 说吧 他朝夏宝儿几没弄眼 殿下又认识新朋友了 夏宝儿小手拍了拍心口 燕豪姐姐有时候真是吓死人了 夏园林绷紧夏合 说了句 你好 小家伙抬头看哥哥一眼 见他实在紧张 似乎从没这样和别人交流过 夏宝儿扑斥一笑 嗯没错 这是我刚刚认识的 哥哥 燕豪姐姐 我们现在回宫吗 燕豪信以为真 道 公主 奴婢正想跟您说呢 叶大哥请奴婢带话 想请您和小国师去他的酒楼用饭 因着上次无鬼斑财 夏宝儿和公余匪处理了以后 叶景凡那栋酒楼的生意爆火起来 叶景凡对公余匪和夏宝儿感激不尽 所以才一直想做东 请他们吃顿好的 夏宝儿倒是没什么意义 问道 我可以带这哥哥一起去吗 燕豪芒说 自然可以 公主说什么都行 夏宝儿点了点头 那你回宫去叫阿斐哥哥来吗 不用呀 奴婢刚刚还看见小国师了 哎 这会儿人怎么不见了 夏宝儿一正 阿斐哥哥来接他了 就在这时 燕豪朝他身后笑着挥手 小国师大人 您回来了 刚刚奴婢已经和公主说过了 夏宝儿扭头看去 和公余匪一双薄冷的双目对视上 此时此刻 他的小手还紧紧拉着夏园林的手腕 公余匪的目光 难免看到了他紧牵的小手 他的眉头不自觉地拢了拢 夏宝儿刚想甜甜一笑打招呼 奈何想到阿斐哥哥骗他的事 他决定按兵不动 假装自己还在生气 并且找个机会 好好追问阿斐哥哥真相 想到这里 他小脑一撇 不看他了 公余匪慢慢走到夏园林面前 两个少年一般高 一个冷谋煞人 一个沉静内敛 他想到方才薛少说的话 这就是在关键时刻 突然出来就绑的人 夏园林看着公余匪 他原本也想打个招呼 但看九妹的态度 似是不愿意理会这人 妹妹的态度 就是她的态度 他也微抬眉眼 尽显冷峻 甚至下意识测了测身 挡了夏宝一半 不给公余匪看 公余匪拧眉 眼冷的暮色里 汹涌翻滚着黑浪 把儿 公余匪沉声 这是谁 他问得非常直接 燕好站在他们中间 不知为何感受到一股 电光火石的摩擦感 奇怪 怎么有一股硝烟的味道 夏宝被他冷不丁一问 有些心虚地看了看别处 这是我认识不久的 哥哥 倒也没有说谎 他姓林 公余匪不动声色伸手 将夏宝的小手 从夏元凌的手腕上拽下来 他诞声说 我们去吃饭 然而 令公余匪万万没想到 夏元凌直接挡住他的方向 又将夏宝的小手拽了回来 这下 公余匪没有放手 他紧紧握着夏宝的嫩白手指 而夏元凌抓着夏宝的手腕 两人眼眸对视 刹那间生了电流似的 并都在彼此眼中看到了不悦 公余匪 他在不悦什么 认识宝的时候 这个人还不知在哪里 夏元凌 妹妹是他的 这个人抢什么抢 燕好忍不住钻出来打圆场 公主 奴婢给您说个悄悄话 有了燕好的解围 夏宝才被他从两个少年当中拉了出来 燕好牵着夏宝走在前头 时不时回头看一眼跟在后面 互不搭理的两个少年 他颇为担忧 公主 这到底是谁啊 小博士大人好像很不喜欢他 夏宝没法解释 含糊说 这就是林哥哥嘛 阿斐哥哥那儿 我找机会会给他解释清楚的 说到这里 夏宝一愣 不对啊 为什么他要给阿斐哥哥解释 阿斐哥哥是哥哥 夏元凌也是哥哥啊 燕好却说 可是奴婢觉得 小博士不高兴呢 夏宝更为困惑 可是燕好姐姐 他为什么要不高兴 那真的只是我哥哥 燕好手捏下巴 一副过来人的成熟口吻 奴婢猜想 是因为公主殿下 一直以来都很黏小博士大人 但这个林公子 就好像半路杀出的程咬金 让小博士大人 觉得他在公主心里的地位下降了 夏宝更是不解 这样比喻不对 阿斐哥哥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难道我跟太子哥哥 还有四哥哥亲近 他会不高兴 燕好仔细想了想 皱眉思生 好像也没见到小博士 为了太子殿下和四殿下生过气 下一秒 燕好也反应过来 公主 您的比喻才不对呢 太子和四皇子 好歹都是您的亲哥哥呀 跟这个林公子可不一样 夏宝粉唇动了动 没说话 这也是亲哥哥啊 现在还没办法告诉燕好姐姐 他们一行人 坐着马车去夜景凡的酒楼 一路上 夏宝坐在中间 宫与匪屈膝坐在左侧 夏园林守在右侧 两个人将小家伙夹的 像个肉馅包子 夏宝轻轻挪了挪身子 想往右边靠一下 谁知宫与匪握住他的手 主动将他往自己这边拉了拉 甚至 他还缓慢地腾出了一些空位 却万万没想到 夏园林又往夏宝身边凑了凑 宫与匪冷眉紧锁 这不知进退的凡人 到了九楼门口 叶景凡早已等候在此 看到他们一行人下来 叶景凡迎上前 公主殿下 小博士大人 这位是 夏园林微微汗手 冷硬说 我姓林 板儿的哥哥 这是妹妹给他的名字 宫与匪文言 如双认识的目光 看向夏园林 艳好连忙打圆场 这个林公子是公主的同窗 叶景凡笑了笑 原来是林公子 几位里面请 夏宝他们进去后 才发现楼中空无一人 现在正是傍晚用膳时分 怎会没客人呢 叶景凡许事看出 夏宝小脸上的疑惑 温笑解释 今日想着要好好招待公主 所以对外打样一日 夏宝小小吃惊 叶大哥哥 那就打扰你生意了 上次小国师大人和公主殿下 帮了我这么多忙 这点回报算不上什么 他引着几人落座 饭菜是早就准备好的 琳琅满目地 被店里的伙计们端了上来 让叶景凡没想到的是 夏宝身边 龚与匪和夏园林 抢着坐了过去 艳好只能被迫 和叶景凡坐在一起 龚与匪和夏园林 面上都像是平静无波似的 这桌子上 现如今最高兴地 莫过于叶景凡 他扭头 朝坐在身边的艳好 柔和宠溺一笑 艳好顿时脸红 轻轻拧了他一把 你不是要感谢公主和小国师 赶紧说啊 看我坐肾 叶景凡连忙端起酒杯 站起身郑重表达感谢 公主殿下和小国师大人 都是看惯繁花锦绣的人 我虽有一些余钱 但想必珍贵的东西 你们早已看过了 我就不再拿出来 搬门弄斧 只能诚心备下一桌饭菜 感谢公主和小国师大人赏脸 更感谢你们 帮我这酒楼度过一劫 夏宝面前的小酒杯里 倒了一层薄薄的酒水 他太喜欢这股甜甜的滋味了 当即小手一伸 就要去拿酒杯 谁知 一只修长的手 从旁按住酒盏 他扭头一看 公鱼匪淡淡摇头 你不能喝 夏宝鼓起粉塞 有些不满 可是我要回应叶大哥哥 叶景凡忙说 公主殿下不喝也没事 我只想表达我的诚意 就在这时 让人都没想到的 夏元林突然站起 拿起桌子上的小酒坛子 一眼而尽 他面不改色 喝酒如同饮水 喝完以后 他放下酒坛子 做了一个十分江湖人的抱拳动作 妹妹的酒 我带了 这个举动 将叶景凡还有艳好 看得目瞪口呆 夏宝连忙为他解释 林哥哥性格比较洒脱 叶景凡了然地点点头 但接下来的场景 原来才是更奇怪的开始 首先是夏宝伸出筷子 加了一个鸡翅到碗里 然后夏元林就以为他很喜欢吃鸡翅 不仅细心地将骨头剔 还将肉用勺子压碎 再放到妹妹的碗里 他做这些举动的时候 宫与匪目光冷的 像是可以动人 艳好默默地看着 感到汗颜 夏宝白白小手 哥哥 我吃不下这么多啊 夏元林则大大方方将碗递过去 你吃不下的 可以给我 那些夏宝吃剩下的残羹冷制 他都不介意照单全收 这是他亲妹妹 夏元林怎么可能嫌弃 但在宫与匪眼里 夏元林这个人一举一动 都充满了讨好夏宝的味道 他不动声色垂眸 慢条丝里地用筷子 包出许多笋丝 放到了夏宝碗中 这是他爱吃的东西 小家伙果然拿起筷子 大块朵頤 叶景凡笑着招呼 公主喝汤吗 我给您盛一碗 他话音刚落 公与匪和夏元林同时伸手 一左一右地按住了 夏宝的另外一个空碗 看样子 都是想给他盛汤 叶景凡忽然愣住 这是个什么情况 唯有明白缘由的燕好 悄悄地伸出手 还是奴婢来揍公主吧 两位少爷歇着 一顿饭吃下来 下班感到很是难受 他必须得赶紧找机会 跟阿斐哥哥说清楚啊 阿斐哥哥今晚又是怎么了 变得奇奇怪怪 谁知 他们饭吃完后已经入夜 天空飘扬起细碎的白雪 犹如漫天洒落的盐栗子 燕好原本是想拦着小公主喝酒 却没成想自己一杯一杯地喝多了 他们走出酒楼的时候 叶景凡帮忙 把燕好放进了夏宝的马车里 公主 奴婢棒不棒 醉酒中的燕好闭着眼 一脸傻笑 夏宝小手眼唇 痴痴一笑 他对叶景凡道 叶大哥哥 林哥哥他在京城里 还没有落脚点 可否请你先收留他几日 夏圆林芒说 我可以睡在树上 不行 下雪了 会很冷的 夏宝反驳 叶景凡倒是笑得和煦 没问题 我家宅子住个百人绰绰有余 林公子就留下来跟我走吧 夏圆林不安地看向夏宝 妹妹 小家伙朝他摆摆手 林哥哥 你要是不想我生气 就先听我的 如此 夏圆林才同意 公与匪跟夏宝进了马车 他不动声色挑帘 暮色沉沉地看着夏圆林 直到马车行驶离开 咕噜噜地进入血液 公与匪的指尖妈撒 眼眸深沉 他只要轻念法咒 方才那个凡人 明日就会消失在天地间 可他一向崇尚爱护众生的道法 从不曾主动害人 现在如此 是生了邪念 连公与匪自己都没有察觉 他眼波微动时 眼眶内圈一轮血色若隐若现 龙杏本邪 若放任心魔 只会后果严重 公与匪却满心都在想 宝是他最真实的存在 这个人的出现 会不会抢走他 他已无法冷静自持 也不能镇定思考 公与匪内心深处 竟衍生出了 害怕失去的心魔 他法力高强 任由这股邪力 走向四肢百脉 指尖微动 只要他想 请客间就能要了一个凡人的命 就在这时 他耳边传来一声 懦懦的呼唤 阿匪哥哥 这一声清零零的软音 将公与匪从黑暗的深渊里 拉了出来 刹那间 他眼眸清明 神思归为平静 方才 他差点破了规矩 公与匪侧手看去 夏宝在离他很近的地方 目光担忧地看着他 外头小雪纷飞 砸在马车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轻响 车内没有点灯 围借着一点暗光 能看见夏宝白嫩的小脸 一双灵动眼眸 波光炼焰 粉唇娇嫩 夏合尖尖 夏宝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 他察觉到 刚刚的阿匪哥哥 好像很烦躁 他在生气 也忍不住用小手 盖在他的手掌上 阿匪哥哥 你没事吧 宝 公与匪开口 声音竟有些低沉沙哑 他方才差点做了什么 面对宝的关心 公与匪甚至觉得有些惭愧 他不语的态度 在夏宝眼里 更加引起他的担忧 阿匪哥哥 你今日好奇怪 你是不喜欢林哥哥吗 公与匪顿了顿 不知如何作答 只好回应简单的一声 嗯 夏宝眸光看了看一旁 醉得昏睡得咽好 小声说 那我跟你说秘密吧 林哥哥其实是我六哥哥 他偷偷跑回京城 没告诉连母妃 所以悄悄地跟在我身边 打算过年后 就假装刚刚进京 再回宫 公与匪一正 反应过来 六皇子 他听说过这个六殿下 常年在外踩队 夏宝连连点头 又简言一害地 将他与六皇子相认的过程 说了一遍 到最后 真相大白 公与匪薄纯紧敏 从夏宝的角度看去 他的面色很是不好 小家伙难免担心 不会这么说了 阿匪哥哥 还是讨厌六哥哥吧 实际上 公与匪正在为了自己 方才凸起的邪念自责 内疚 他是修道之人 怎可以一己私欲 坏了生命伦常 险些 就被邪念控制心神 夏宝紧张地看着他的时候 公与匪忽然嘀嘀地说了一声 对不起 嗯 夏宝歪头 阿匪哥哥为什么说对不起 公与匪低垂着眉眼 影子都显出 孤寂沉沉 方才一时一气 让你为难了 宝 对不起 夏宝连忙摆动小手 阿匪哥哥一定是对六哥哥有误会 才会这样的 我一点也没有为难啊 只要阿匪哥哥别不开心就好了 六哥哥只是人傻了一点 但他不是坏人 公与匪陷入百般自责中 师父说得对 陷入心魔 则万劫不复 若是方才真的伤了六皇子 宝知道真相 并会不惜 他险些酿成大错 公与匪微微侧谋 宝儿 你不生我的气了 长婉晴的是 其实 夏宝忽然打断他 阿匪哥哥你不必解释的 我知道婉晴姐姐不是我的龙龙 那日是一场误会 公与匪一愣 没想到他都猜到了 也对 宝如此聪慧 怎会看不出端倪 但 他知道自己 其实就是那条龙了吗 夏宝儿却没有继续说下去 他小手拍了拍公与匪的手背 阿匪哥哥 以后有什么事 要跟宝儿直接说答 不管阿匪哥哥做了什么 只要跟宝儿坦白 我永远不会生你的气 公与匪望着他 眼中色泽微动 几次薄唇倾签 像是准备说什么 夏宝儿也一直在等待他主动坦白 这件事 他的追问和逼迫 都没有意义 只有阿匪哥哥自己愿意说 才是尊重他 但 公与匪到底没有开口 他只是不知为何眼眶泛着很轻的红 哑着声音说了一句 宝 我可以抱你一次吗 夏宝儿没想到他会提这个要求 连忙点了点小脑袋 下一秒 他就落入了公与匪的怀中 此时 随着马车微微晃动 车帘内卷入几片雪花 落在了两个人的发烧上 这不是夏宝儿第一次和公与匪拥抱 但是 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 无所不能 神通加深的阿匪哥哥 心事重重 夏宝儿忍不住用小手 轻轻地拍着公与匪的后背 无言的安慰 最为动人 公与匪薄唇勾出苦涩的笑 他绣着夏宝儿的发香 夏宝儿却说 阿匪哥哥 生事保护天下太难了 你要是累了 就趴在我怀里休息一会 什么也要睡觉的 公与匪倾笑不已 眉间预色舒展许多 他在夏宝儿边沉声说 宝儿 要好好长大 夏宝儿一愣 玄机甜甜笑说 那当然 我每天都乖乖吃饭睡觉 长大速度也很快了哦 他嘴唇孽诺 想着要不要和阿匪哥哥 提一下13岁和龙龙的约定呢 但就在这时 公与匪握了握他的小手 夏宝儿的长肉柔软细腻 被他全部钻在长中 小家伙忘了发问 倒是感觉到 阿匪哥哥的情绪真的不高 他一定是累了吧 守护苍生 真的太辛苦了啊 夏宝儿决定 不那么快跟他提起 和龙龙有约定的事了 毕竟只要阿匪哥哥在 他也不急着逼问 马车载着他们回到皇宫 向宁负责将醉醺醺的艳好扛回去 龙与匪便牵着夏宝儿走在公道上 就在这时 突然远方传来噼里啪啦的炮烛声 夏宝儿一听 盲笑着说 对哦 阿匪哥哥 明天就是除夕了 他去月蹦跳 在龙与匪身边 眼眸亮晶晶的 像一只可爱的小鸟 我马上就要八岁了哦 夏宝儿比出八根小手指 龙与匪倾笑 宝儿到时 一定会修为更加精进 即便我不在 也不需要担心了 夏宝儿小脸上的神色连忙一收 小手蒙摆 不行 没有阿匪哥哥 宝儿遇到困惑的时候怎么办呢 害怕的时候又去找谁 龙与匪但笑不渝 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走到了浮华店的门口 惠妃早已迎了出来 并没有因为艳好醉酒就责怪他 因为惠妃知道 艳好最近对那叶景凡也是心事重重 女孩子家的心意 惠妃懂得 她指挥小宫女将艳好抬去西夏 目光朝门口看来 惠妃温笑招手 宝儿小国师 快来 我问了两盅蛋羹给你们 夏宝儿眼中一亮 她连忙说 阿匪哥哥 我们快去扒 我娘亲做的蛋羹最好吃了 龙与匪却身行不动 道 我还需观沧海 看看屋顶修气得如何 今夜就暂时不借助浮华店了 宝儿先回去吧 别让惠妃娘娘等急 夏宝儿一愣 但很快她点点头 笑着和龙与匪说 明天除夕 街上一定有好玩的 阿匪哥哥 记得来找我啊 说吧 小家伙转头 跑向惠妃的怀中 她小嘴诺诺 大概是跟惠妃说了 龙与匪要去观沧海的事 惠妃朝龙与匪抬起头来 温温一笑 龙与匪拱手 朝她伸身作衣 直到 惠妃牵着夏宝儿转身进去 母女两人轻轻地笑声 隔着门窗也能传出 望着店内温柔的灯烛 龙与匪博传 牵起宠溺地笑 她其实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宝儿已有了那么多人 愿意为她前仆后继 皇上和惠妃都十分疼爱她 她此行离开 没有后顾之忧 入夜时分 长婉晴爬上一个法华塔 顾及的屋顶 刚一上来 她就被风吹得打哆嗦 师弟 这里也太冷了 你怎么喜欢在这看景色 龙与匪屈膝坐在这里 目光远眺 眼眸深深 她望着皇宫错落有致的防颜屋舍 以及更远处 京城的这些纵横迁没的住所 长婉晴默默地坐在了她旁边 你真的要走啊 龙与匪点点头 声音随夜风传来 语气淡淡 心魔一日不除 我随时就有可能堕神 到时邪性爆发 会使天下生灵涂炭 长婉晴私生叹气 所以说啊 天生是龙 好像也没那么好 还要担心会被心魔吞噬的问题 以往她说这话 都会被龙与匪一顿毒蛇对回来 然而这次 她却没有言语 她扭头 看着龙与匪的侧眼 师弟很显然心事重重 她双手后撑 看着天上朦胧的月色 不过你放心好了 你不在的时候 我会为你保护好宝的 龙与匪听到夏宝的名字 才给了长婉晴 一个冷冷的眼神 她道 你不给她帮到忙就算不错 宝心思敏捷 许多时候都比你强 长婉晴插腰 师弟 我知道宝乖巧可爱 你也不能这么贬低我呀 好歹我还是师姐呢 龙与匪只是冷笑 但没说话 长婉晴感受着夜风拂过 她眯了眯一眼 不过你一声不吭地走 好像不太好吧 我听过人间的戏曲 有个书生进京赶考 对心上人不告而别 回来的时候 心上人都嫁人了 你这一走 没有个三年五年 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龚与匪冷眉缓缓皱起 要步了那么久 气 长婉晴显然不信 我知道你要去 归虚极寒地封杀心魔 那个地方进去容易出来难 里面凶兽横行 何其凶险 就算你拼上了一身修为 恐怕出来的时候 魂魄都丢得七零八落 所以我说 师弟 你真的要走吗 这个问题你可要考虑清楚 不就是心魔吗 师姐多帮你看几本书 找找解决的办法 大不了问老头 他肯定不会对你见死不救 龚与匪垂眸 师父早已提醒过我 是我一意孤行 犯了忌讳 师姐恐怕不知 我今日差点对宝的六哥下手 心碎易动 险些要他灰飞烟灭 长婉晴大吃一惊 是活人 龚与匪暗自点头 长婉晴呜呼哀哉 你 你真是疯了 他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龚与匪一定要离开一阵子 前去归须寒地封杀心魔 因为他已经起过杀心 下一次若是真的杀了活生生的凡人 便是犯了天规 到时候 师父也保不住他 何况龚与匪法力雄厚 若是真的入魔 那该是多么恐怖的场景 他可是千年来 最为凶狠的一条龙神 当初师父太数真人 为了保住这条龙脉 又能造福苍生 便早早地在天道将龚与匪 避落到凡间以后 连忙收他为徒 才迫使他走上正道 看来龚与匪封杀心魔 刻不容缓 长婉晴最终深深叹口气 好吧 福获有命 师弟 你加油 记得去和宝刀个别呀 龚与匪却摇头 不去了 免得见到他 可能舍不得走了 说吧 他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 师姐 替我将这个交给他 长婉晴捧着信 他猜想 师弟会跟宝说什么呢 他现在应该还不知道 下宝已经知晓他身份的是吧 长婉晴不打算多问 他将信放到袖子里 准备明日就带给夏宝 事已至此 他只能故作轻松 哈哈一笑 既然你要走了 要不我送你一场鱼 加重一下离别的气氛 龚与匪沉谋淡漠 不必了 你下雨 明天除夕 宝如何去看灯 长婉晴撇了撇嘴 心想 他走得不声不吭 宝不伤心才怪 哪还有心情去看灯 龚与匪沉谋看他 我不在的时候 你可以住在观仓海 屋顶虽然是破的 但你想必不介意 长婉晴瞪大眼睛 怎么可能不介意 我告诉你师弟 宫里有好心人 给我房子住 不仅不露雨 也不潮湿 还有桌子椅子小板凳 我饿了的时候 还有糕点吃呢 想到太子 长婉晴就忍不住 心心眼崇拜 他人真的非常好 哎 要不是你走得太急 我都想带你认识一下 龚与匪的眼神却冷冷的 你最好不要向外透露 你的身份 以免招来祸事 古籍里记载 蛟龙的珠子 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凡人当中有好人 也有不少坏人 惦记蛟龙珠的更是不少 长婉晴立即坐起身子 摆摆手 像是嫌他啰嗦 我知道 你怎么和师父一样 放心吧 那个叫夏元宇的人 肯定是个大好人 他确认过了 龚与匪站起身 选色衣袍随风扬起 记住宫里的这个法华塔下 压着龙脉 能保朝待太平 不能在此周围动工 长婉晴默默记下来 你也不和宫里别人告个别 不必 他们都知我历来有游历的习惯 唯一给皇上留了信 在他桌子上 随后 龚与匪侧手 目光优深 师姐 我走了 替我照顾好宝 一阵狂风大作 长婉晴抬秀挡住眼前 等他在一开手臂时 龚与匪已经消失了 长婉晴躺在法华塔上 看着月异朦胧 薄云围绕 他暗自琢磨 到底是什么情感 才会生出心魔呢 真可怕呀 希望我永远都不会 跟师弟遭遇一样的经历 长婉晴又坐了一会 原本打算像龚与匪一样 心怀天下的 看一会眼前的山河 但仅仅眨眼的几个瞬息 他就觉得冻得受不了了 连忙默默地爬了下去 除夕的喜悦 洋溢在宫廷四处 国学府也是最后一天上课 然后就要休假了 但夏宝却罕见地逃学了 他坐在棺仓海里 这里什么都没变 但就是很安静 外头鞭炮连天 热闹非凡 却好像离这里很远很远 夏宝手中捏着一封信 长婉晴坐在一旁 生怕他伤心 嗯 反正师弟他就是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很快就会回来 他说因为太着急了 所以不辞而别很抱歉 但想说的话都在信里了 从长婉晴的角度看去 夏宝的小脸侧颜 凝着沉重的神色 他垂着雨节 平时波光练艳的眸中 此刻暗淡无光 阿斐哥哥 居然不告别了 夏宝看着手中的信 上面简单几句叮嘱 出自公于斐之手 导儿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踏上了一段必须要去的征程 我不在的时候 你要保护好自己 也请你相信 只要你在的地方 我拔山涉水都会回来 暗时长大 神明的小姑娘 这封信寥寥数据 已被夏宝看了好几个来回 他今早很开心地起床 跑到观仓海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长婉晴站在廊下 夏宝花了好一会 才能接受公于斐真的离开了的事实 小家伙抬起头 目光暗淡 看着房间内的摆设 架子上的书 都是平时阿斐哥哥爱看的 他走得很匆忙 甚至书桌上 还摊着一卷没有和尚的书 那上面有他做的批柱 房间里的一切 好像昭示着他 随时可能会回来 就像以前一样 突然站在哪里 淡漠的眼里引起笑意 朝下板招手 越想 就越难过 长婉晴急了 哎呀 你不会是要哭了吧 板儿好宝贝 你可千万别落泪 他跳起来 急得满屋乱转 想到从前被当作羽龙王的时候 有一村子的村民 给他跳舞唱大戏 当时那个场景 很是好笑有趣 于是 长婉晴连忙搜长瓜度 学着当初的戏曲 声音时高时低 为了逗下板开心 用尽浑身解数 下板抬起眼眸看他 即便长婉晴自容清理 但眼下模样滑稽 不像唱戏 倒像是跳大神 小家伙没忍住 扑斥一下又笑了出来 他小手擦掉眼角的泪珠 婉晴姐姐 谢谢你 不过不用担心 阿斐哥哥说过他会回来 就一定会回来的 我会等他 多久多晚我都等 在此之前 我要好好履行 我跟他的约定 按时长大 好好吃饭 说吧 下板拍了拍 自己粉嫩的小脸颊 鼓起精神向外走去 婉晴姐姐 我要去忙了 等待阿斐哥哥的日子里 我也有好多事 要做呢 长婉晴看着他小身影跑了出去 总算呼出一口气 好在他没太伤心 我提前想好的一肚子词 都没地方用了 下宝一路跑到了 肥宝住的宫殿 他小手挥退这里的下人 反手降门关上 肥宝本来趴在他上休息 看到小主人来了 一个猛子坐起来 哈翅哈翅的吐舌头 尾巴摇得厉害 下宝将脑袋埋进了 肥宝厚厚厚的毛发中 才声音不大的乌液出来 肥宝 阿斐哥哥走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 凹犬听不懂 只知道小主人很伤心 他乖巧地趴回地上 任由下宝埋头哭泣 下宝却忽然想到 阿斐哥哥说去了一个征程 会不会遇到危险 想到这里 他急忙钻进了 太树真人的意识 老天爷爷 这声带着饱满哭腔的呼唤 险些让太树真人 从打坐台上跌下去 他稳住身形 小丫头 何事喧哗 下宝盲问 我最在意的人今天离开了 我怕他遇到危险 我可以为了他跟你祈福吗 太树真人默不作声 为了公与匪 跟他祈福 傻孩子 公与匪去的是归须 九死一生的地方 他也想保护徒弟 但归须在三界之外 太树真人也无能为力 这 太树真人头一次容色缓和 欲言又止 下宝以为他不愿意 哭腔里包裹着恳求 老天爷爷 求你啦 你肯定也听说过他 叫公与匪 是我们这里的小国师 他做了好多好多好事 维护了世间太平和安稳 太树真人不忍告诉他真相 便道 你心意若成 他定能受到福泽庇佑 无需担心 听到他的承诺 小家伙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太树真人听着那边抽气的小鼻音 忍不住道 小丫头 既然公与匪是维护天下苍生的神 那他就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在他没回来之前 你可以好好休息道法 他在进步 你也不曾后退 下宝眼眸一亮 对啊 他要变得更强更厉害 老天爷爷 上次你教我的 我都学会了 这次教一点什么心的 太树真人颇绝无语 我让你自己去精进 你倒是想跟着我学起来了 因为老天爷最厉害了 紧接着 下榜师斩撒娇猛蛙公术 不停地恳求 太树真人无法 只好耐心 开始了今日的讲解 时光如白居过细 过得飞快 在公与匪离开的时间里 六皇子夏元林 从外云游归来 当天进宫 就常跪在莲夫人的病榻前不起 莲夫人因着儿子回来 且病情受到了重视 一日日地好转起来 夏宝白天在国学府上课 晚上和郭盛望学医术 夜里做梦 还在跟太树真人一起打太极 大姐姐夏启悦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早产下一名男婴 夏宝很高兴 在大公主的邀请下 为自己的第一个小外甥 起了一个名字 段玉衡 玉衡 是阿斐哥哥教过他的 北斗第一星 也是最亮的那一刻 小外甥很年夏宝 抓纠难一日 就抱着夏宝不放手 过了一年 大公主夏启悦和丈夫段书安 带着孩子离开京城 云游天下便上美景去了 这段期间 燕好和叶景凡也互表心意 两人约定 再过五年 等夏宝长大 燕好就嫁给他 这件事 还常被惠妃和夏宝拿来打去 燕好以后 真的会成为一个 鼠地气鼠到眼发晕的人 有一段时间 肥宝还看上了四皇子夏元彤 从外头抱回来了一只小白狗 奈何他身形太大 小白狗看见他就瑟瑟发抖 最后肥宝不得不伤心落寞 夏宝为此安慰了爱宠好久 好在肥宝是个看到骨头 忘记一切的乖狗狗 这段无疾而终的暗恋 随着小白狗讨丢而结束 就连幽怜 也偶尔趴在池子边 跟夏宝学着念书 经过这么久的温养 幽怜已经学会控制体内的邪性了 甚至功力缓慢地增长 时不时 他就化身小鱼 飘在池子里 晒着太阳 吃着宫女们丢来的糕点 日子别提多安逸了 太子哥哥身边 多了一个笨手笨脚的是墨女童 叫常婉晴 虽然她总做错事 但太子很少训斥 大家都知道 常婉晴是弥妇公主的好朋友 日子一晃 三年过去 夏宝十一岁了 从之前的小丫头 逐渐出落得亭亭有志 三月 正是草长英妃的好时节 春日阳光极好 照射在太夫府上 折出波光淋淋的光运 鸟儿在枝头欢快地跳着 一辆低调奢华的马车驶入巷子 停在了太夫门口 两列侍卫随马车停在门口 他们目不斜视 气势森严 燕好率先下了马车 她转身撩开帘子 便有一只鲜鲜速手扶住车篮 一只可爱的粉驴随之伸了出来 下来的小姑娘 瓶瓶玉立 身形苗条 下河尖尖 一双灵动的水眸出去妩媚 又不乏清冷 红唇不点燕 肌肤白腻 挤腰的末发被打扮成蓬松的云瓶 发间粘着实心漂亮的珍珠不摇 一举一动 都无不着显着贵气 下宝仰头看着太夫府上 一片浓浓的暗云 这云普通人是看不见的 当一个家族中 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时运走低 寿命减少时 就会出现 这时 周俊楚从那里匆匆出来迎接 他也已变得温文儒雅 如玉公子 此刻见到下宝 脸上的愁色被冲淡些许 宝 很感谢你能来看看 我爷爷 他今日早晨又渴血了 听说你来 吃了药后 精神好了不少 周太夫病了半个月了 郎中 太医 连郭胜旺都去了 就是束手无策 说白了 老人家到了年纪 也是时候了 不过周太夫这病来得突然又邪门 所以 周府的人总是抱着希望 毕竟下宝一直有福运加深的传言 也许让他来看看老爷子 会好许多 受到邀请的下宝 一点也不忌讳老人病重 赶着上午 一早就来了 小的时候 他在御书房 周太夫就教过他许多道理 这是一师一友 更是像爷爷一样的存在 他病得严重 下宝自然也不放心 他倾起红唇 太夫爷爷又呕血了吗 上次神医叔叔回宫 说病情暂时稳住 但要好好服药才行 怎会又渴了呀 说着 他提群登上台阶 从周俊楚身边走过时候 身上的蓝香 沁人心皮的传来 周俊楚有一瞬间的神情恍惚 他望着下宝的背影 一时出神 他已停停 再过两三年 必定是名动天下的美人 现在 下宝在京城 已经具有美名 众人都知道 宫廷里皇上 养在掌心中的宝贝 慢慢地长大了 弥妇公主 不仅聪慧伶俐 且沉稳大气 犹如一朵 含苞待放的牡丹 在哪里 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 周俊楚对下宝的喜爱 一天比一天强烈 可惜他总是保持距离 恰到好处地 刺子婉拒周俊楚的好意 下宝高高在上 犹如不可触碰 靠近的云端线子 俊楚哥哥 那边这么多道士 是做什么 他软声询问 将周俊楚 从起司里拉出来 他连忙上前几步 和下宝并肩 道 因为祖父 最近身体太差 我父母做主 请了永安冠的道士来 祈福严寿 下宝又看了那边 正在念念有词 指天鹤地的道士们一眼 便收敛了目光 在这世上 任何一个道士 都不如阿斐哥哥厉害 要是阿斐哥哥在 也许太父爷爷的病 已经好了吧 公主殿下 一声轻柔的呼唤 将下宝的思绪拉回 他扭头看去 周太父的儿子和儿媳 也就是周俊楚的父母 正快不迎来 两人向下宝行礼 被他抬了抬 束手制止 周伯伯周伯母 我这次来 就是想看看 太父爷爷的病情 我爹爹也很担心 这些虚理就不必了 周家夫妇连忙点头 由周大人领在前头 众人边走边说 我父亲半个月前 去参加了一个诗词画作展 他平日里最喜好 收集这些明示作画 那次去也跟平时一样 但回来以后第二日 就说头疼 到了傍晚 竟就起不来踏了 周大人叹气说着 不仅太医和郎中来了 都束手无策 什么药也吃过是变了 就是好不起来 周夫人跟着抹泪 眼眶都红了 上次郭神医来瞧过 说只能吊着命 但要着手准备后事了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撒手人还了 夏宝儿听到这里 只能惋惜安慰 太父爷爷得高望重 老天会眷顾的 伯父伯母别太难过 到了周太夫的门口 突然之间 夏宝儿细细的柳眉皱了皱 他好像察觉到了 一丝奇怪的味道 但仔细去闻 又找不见 夏宝儿抬坟旅走入 周太夫听见声音 强撑着病体坐起来 公主来了 他快步入内 看见周太夫面色枯搞 一双手瘦骨临寻 满头发丝 也尽数变白 这是遭了大罪呀 他还想起身给夏宝儿请安 被他小手按住肩膀 太夫爷爷 我是带我爹爹 还有我自己来瞧你的 你好好地躺着 我们坐着说会儿话 周太夫虚弱地点点头 周夫人便在他背后 放了一个软枕 供他叔父靠着 公主 这件事您和陛下 也不用担心了 老陈到了岁数 是时候撒手人还了 夏宝儿抿了抿粉唇 目光透着不忍 太夫爷爷别胡说 您能长命百岁呢 周太夫含笑摇头 老了 如今看到公主健康成长 出落得漂亮聪慧 老陈能想象到 三年五年后 公主该是何等的中灵玉秀 可惜老陈要看不到了 夏宝儿乌眸闪了闪 有泪意被他压了下去 我想到五岁那年 他在玉树房玩 结果打翻了爹爹的艳台 正好染了 他桌子边刚披好的一堆奏折 太夫爷爷为了帮我解决此事 从中午一直抄到傍晚 才将那堆奏折领摸完 太夫爷爷自己考究 爹爹都没发现端倪呢 周太夫也想到此事 扶着白胡须笑了笑 老陈这一辈子 也就对字幕笔法还有画作感兴趣 周太夫若是要临摹一个人的笔记 能做到八九分的相似 夏宝儿眼波流转 听说太夫爷爷病之前 又收了几个画作墨宝 宝儿也想看看 不知可不可以啊 周太夫忙说 有何不可 郡楚 你将墙上挂着的话拿下来 静就在墙上 夏宝儿回头 看着周郡楚将一个帘子挑开 这才露出了一幅画作 怎么还要用不藏起来 许事看出夏宝儿的疑问 周郡楚道 爷爷买回来的时候说 这是个古画 平时不欣赏的时候 要拿不遮着 不然画上的字幕就要褪色了 夏宝儿微微皱了皱细眉 这般宝贝奇特 拿来我瞧瞧 周郡楚将画展开 拿到了他的面前 夏宝儿立即就又嗅到了 那一股奇怪的味道 像香味 又不太像 原来就是从这个画上传出来的 这个画作的宣纸也很是奇怪 寻常纸张都泛着朴黄 而他透着焦黄不说 上面的水墨都像是刺进去的 不是流畅的笔画 倒像是一滴一滴淋上去的 这个叫美人睡海棠图 是两百年前陈国画师大如罗宁生画的 周太傅跟着解释 夏宝儿垂长节细看 画上 果然是大片大片的海棠 一个身姿窑窍的美人睡在里头 大朵海棠挡住了他半边脸 只能瞧见露出来的那一半 实在美艳漂亮 夏宝儿伸出指尖 想要摸一下 谁知周郡楚 飞快地握住了他的指尖 宝儿小心 他满怀关心的叮嘱 这画上有特殊的倒钩 我上次碰了 就划伤了手 下一刻 他发现手中触碰软腻细嫩 这才反应过来 碰到了夏宝儿的手 急忙松开 耳根通红的解释 对不起 一时情急 夏宝儿清冷绝力的眉眼 倒是没有多余的神色 只当是被人不小心碰了一下 他收回手 仔细瞧着画上 果真如周郡楚所说 一些花蕊的地方 从那里镶嵌着倒钩 此举显得花蕊栩栩如生 仿佛正在开放似的 但他不喜 夏宝儿嘟囔道 这般危险商人的画作 太夫爷爷也买 周大人在旁说 我父亲碰到喜欢的话 就一定要买下来 劝了都不听 虽然生病了 但还时常将画 拿下来欣赏一遍呢 这里人多 夏宝儿没法凝神看看 画上有没有什么端倪 他摆摆素手 我爹爹有一幅千军万马 所向披靡图 也很不错 是三百年前战国许子昂的画作 那是我爹爹的私藏 我想与太夫爷爷做一个交易 你把这个美人睡海棠的给我 我将我爹爹那幅给你 可好 周大夫一听 病容都好了几分 当真 徐藏 那可是号称百年 才出一位的画作神童 夏宝儿轻轻一笑 慢力无端 只要太夫爷爷愿意换 我明日就拿来 毕竟我瞧这海棠美人 倒是挺美的 周大夫立刻就同意了 夏宝儿跟周家的人说好 明天就带着画再来一次 他要将海棠美人图 带回宫里好好看看 这上面到底有什么古怪 恰好周太夫说了一会话 感到精神不济 要休息了 夏宝儿便起身告辞 周俊楚一直送到了门外 宝儿 可要明日我去接你 夏宝儿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必了 我也不是没有马车 太夫爷爷病了 你该多伺候在病榻前才是 说吧 他向周家夫妇汉首告辞 便姿态万千地上了马车走了 弥妇公主这样好 真不知天底下有哪个男儿配得上他 周家夫妇看着马车的影子 如是感慨 马车上 燕好还想着方才周太夫的病情 公主 您别说 周太夫如今看着 就像是病入膏肓的人 一张脸辣黄 眼下乌黑 奴婢刚刚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都吓了一跳呢 记得半个月前 看他还是精神抖擞 怎么这么快就病成这样了 燕好一阵唏嘘 夏宝儿没有言语 他精巧漂亮的眉眼 虽望着窗户外 但显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如果他没感觉错 太夫爷爷一定是被什么东西吸了洋气 这几年阿斐哥哥不在 一开始妖物们忌惮他的名声 都不敢冒进京 可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发现小国师的气息不再精诚了 一些妖魔鬼怪 便都趁机来作乱 好在夏宝儿和长婉晴就能对付的了 日子倒也相安无事 但如果周太夫真是妖物所害 他又不得不出手帮忙 因为阿斐哥哥不在 守护他想要守护的地方 执着地等待他回来 这就是宝如今的打算 他粉嫩剔透的指尖 慢慢地摸上脖子上的一个吊坠 这是夏宝儿贴身佩戴的 他拽着绳子 将吊坠从衣裳里拿了出来 日光下 银白色的龙铃 闪烁着跟当年一样的华泽 夏宝儿看着微微出神 此时此刻 阿斐哥哥在哪里 在做什么呢 远在三界之外的归虚寒净 一片白雪茫茫 放眼望去 有的地方结了巨大的冰山 寒气森森 这里是没有昼夜之分的 天空永远是一片灰蒙蒙的样子 冰雪上 四处散落着凶兽的残肢 一地都是鲜红的血 一个衣袍褪 却难掩盖其猛事的人 提着剑 慢慢地朝着最后一只凶兽走去 公鱼匪的眉眼 变得比当年更为冷情很绝 他已十六岁 长眉下 是更为俊美 线条顺畅的眼轮 鼻挺的鼻梁下 薄唇紧敏 每一个垂眸的瞬间 都流露出神的屁腻与冷漠 面前的凶兽步步倒退 伤痕累累 但公鱼匪没有迟疑 他抬起手中长剑 猛地一挥 凶兽刹那间被撕成两半 倒在血泊中不动弹了 从凶兽身体中 飞起一团蓝色的铃 被公鱼匪修长的手掌攥住 他将衣袖中的乾坤带拉出来 轻松一抖 便有数百个铃一样的气团飞了出来 这些光体在空中凝结 煞时间 大地震动 冰河开裂 天空从辉煌 逐渐变成暗屑的黑红 公鱼匪目光淡漠 仰头静看 直到这些灵体 化作一只巨大的上古凶兽 这只凶兽外形如狗 长着锋利的毛发 巨大的脑袋上 却没有长眼睛 但它会唤起人内心的恐惧 这就是混沌 四大凶兽之一 混沌虽看似没有眼睛 但脑袋的方向 却直直地看着公鱼匪 他声音好似从腹腔中发出 阵龙发聩犹如雷响 寻无何事 公鱼匪神色从容 斩杀378妖兽 未患混沌 吞我心魔 他在此不知年月 只是从刚进来时 被十几个凶兽撕咬并反击 早已伤痕遍体 但公鱼匪一次又一次咬牙挥剑 虽失败过 可从来都是马上就爬起来 以不要命的态度 杀光了龟须的凶兽 终于站在了混沌的面前 相传 龟须境里 杀光所有异兽 就可以拿他们的魂灵 但混沌毕竟是凶兽 有的人来找他吞噬邪灵 却将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 面对公鱼匪这样从容坦然的人 混沌是第一次遇见 他缓缓低头 靠近公鱼匪面前 嗅了嗅他身上的味道 龙族 混沌的声音 带着一丝隐忍的渴望 他声如雷响 如可知 一旦进了无腹 说不定乳就要和心魔双双殒灭了 这样的风险 公鱼匪一早就得知 他昂首 一炮烈烈 知道 乳如此坚持 为何 心魔不除 可有影响 许是看到龙族匪这样无惧无畏 连混沌也有了一丝追问的兴趣 有 龙族淡淡道 影响我靠近我的姑娘 影响我喜欢她 影响我拥抱她 影响我保护她 混沌没有说话 只有龙族匪的目光愈发坚定 眉眼深沉 粉身碎骨 筋脉重铸 也要破除心魔 若是有人跟龙族匪同行 此时此刻 恐怕就会明白 他为什么被凶兽打断了骨头 还要坚持留下厮杀 为什么一次次跌倒 还要撑着剑站起来 为什么血浆视线模糊 他也不曾因为疼痛皱眉一次 有信念的神 最为神通广大 混沌低头 张出血盆大口 冷风袭来 仿佛白鬼哀哭 他吃过很多人 不在乎再多一个龙神 但他也开始期待 几千年来会有一点不一样 龙族匪要尽快回去 因为 真的很久没见到宝了 不知他现在过得如何 可又长大 头发 可曾变长 龙族匪手握冷剑 衣袍纷飞 在大雪漫天中 走进了混沌体内 他的背影 决绝 又孤注一掷 远在京城里的夜 月色不够明亮 躲在一层薄云后 夏宝本睡得昏昏沉沉 夏洪墨在另外一张床榻上 和惠妃也睡得正熟 现在女儿长大了 夏洪墨就不能和她一起睡了 所以她决定 在女儿床榻边 再坐个床 有时候忙完 就愿意跑来 看着女儿的睡颜 守护宝贝闺女 是最重要的事 但安静的室内 熟睡的一家三口 被德权公公在门外一声 焦急的通禀吵醒 陛下 大事不好了 周太傅奄奄一息 眼看得快不行了 周大人拿了令牌进宫 想请太医去救命 夏洪墨急忙坐起来 按着腥松的眉头 什么 不是之前还能吊着命 突然就不行了 快 将宫里的太医 都给她请过去 德权公公连忙去照办 夏洪墨也睡不着了 匆忙起身披衣 也惊醒了灰飞和夏宝 她率先安抚乖女 太傅若是突然走了 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宝乖 你和你娘亲再睡一会 说着 她摸了摸夏宝如扑的黑发 眼见着夏洪墨要往外走 夏宝急忙穿鞋下地 跌跌 我去太傅府上看看 夏洪墨连忙说不可 外头天正黑着 你在福华殿休息就是 跟去她那干什么 宝啊 周太傅若是将死之人 这不吉利 夏宝一双水眸 灵动非凡 白皙的面上却端地严肃 爹爹 我好像知道 太傅爷爷为何发病 你让我去瞧瞧吧 我保证不会连累自己 说着 夏宝眼眶都急红了 太傅爷爷将我从小看到大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他死得不明不白 夏洪墨紧绷面色 犹豫不决 夏宝只好握着他的手 来回摇晃 哭声恳求 爹爹 好好好 夏洪墨只得挥手同意 你想去看就去 宴好 照顾好公主 慧妃也一起身 宝 娘亲给你烧着水 回来后还能沐浴 再好好休息 夏宝连忙点头 头发也来不及数 穿好衣裳 就带着烟好跑了出去 公主出行 又是深更半夜 几乎畅通无阻 不过一会的时间 夏宝就到了周太傅府中 这时太医已经到了 就在周太傅的门前 急得团团转 病情来势汹汹 刚刚进去的时候 卖息都弱了 永泉学可真久过 先将人就过来 就这么昏着不行 太傅身上能扎的地方 都扎遍了 人参寒在舌下没停过 郭盛旺在其中指挥大局 眉头皱着 再试试我上次说的药方 速度要快 赶紧去煎药 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下板来了 齐齐请安 下板声音透着急色 别在乎虚理了 太傅爷爷如何 一旁周夫人在周大人怀里直哭 说着 上午还好好的 晚上就不行了 一直说呼吸补上来 好似有人掐着她的脖子 昏迷前说了一句 不许动画 便一直没醒了 下板秀眉一皱 她当即道 神医叔叔 你和几位太医数百 继续想办法 周伯母 请将太傅爷爷房间里的画 拿给我 周夫人愣了一下 虽不知下板要画何用 但还是点点头 身边的丫鬟便立即走进去 将那副包在不理的话 带了出来 下板拿着 转身就走 恰好碰见周俊楚 板儿 你 她飞快地打断了周俊楚的话 俊楚哥哥 将你的院子借我一用 周俊楚愣神点头 连忙带着她去 到了院子里 下宝将她往外推 别进来 在外面等我 此时 她神色冷艳 月色下白皙的面孔上 更显绝美 周俊楚 涉于下宝的威势 只敢愣愣地听从她的吩咐 艳好见怪不怪 他们家公主 总是有各种各样 解决问题的办法 到了院子里 下宝直接将画扔在地上 她垂眸 神色冰冷 口气不善 你再敢作乱声势 威胁周太夫的身体 我就将你一把火烧了 信不信 躺在地上的画卷 静静的 什么都没发生 下宝粉唇淡漠 不见棺材 不掉泪 她转身走进屋内 拿着灯烛出来 直接扔在了画上 刹那间 画作被点燃 有什么东西咆哮着飞了出来 下宝这才看清 这是一团黑雾一样的东西 她只有一双美人的眼睛 神情愿毒地看了一眼下宝 便直接逃离此地 下宝皱了皱眉头 孽障 还想跑 说吧 她幻化一道金光 追着邪灵而去 周郡楚站在院子门口 半天听不见 里头有动静传来 她担忧下宝的安危 连忙想要推门进去查看 却直接被燕好拦住 哎 周公子 公主不是说了吗 让您在外头等她 要是公主看到您 就这么闯进去了 会不高兴的 周郡楚咬了咬牙 只好退了回来 就在这时 前院传来吵嚷的动静 周郡楚的贴身小丝 匆忙跑来 少爷 院子门口来了一个道士 说咱们府中妖气冲天 要给太妇大人驱邪 周郡楚一惊 什么人问清楚了吗 关键时候 别什么奇怪的人 都往府里放 老爷和夫人已经赶过去了 小的来跟您说一声 周郡楚担忧父母 关心则乱 于是他跟燕好道 燕好姑娘 请你在这里等宝出来 我去去就回 燕好点点头 眼看着周郡楚跑远了 燕好摸着下巴琢磨 这个时候突然出来 一个什么道士 真奇怪 而下坝那边 已经追着画中邪灵 来到了京郊山中 一片蔚蓝月色 将无人的山野 衬托出几分诡异 下坝懒得在追 束手一挥 金光刹那间 犹如腾空而出的铁链 怦然将邪灵紧锁 听着他发出 不男不女的嘶吼 尖锐的叫声 下坝轻一分履 走到他面前 毫不畏惧地 抬起长节打量 这是一个 不能更弱的邪灵了 靠依附在画中 稀释人的惊气而生 甚至 还没上次下坝和长婉晴 联手解决的 那个耗子精厉害 太傅爷爷买画回来 就被这个画中邪灵缠上 但 这件事不知为何 总是处处透露着诡异 下坝冻了动纸间 这个邪灵就画为粉碎 随风而出 实在是太轻易了 让他感觉到 有一次不对劲 从太傅爷爷 突然带回这幅明示画开始 他不予耽搁 转身画作一道金光 又返回了周太傅府中 下坝拉开院门 脚步匆匆 本想去查看 太傅爷爷的病情 是否有好转 这时 等在门外的燕好迎上来 公主 您事情做完了 他侧头 发现夏宝身后的院子地上 散了一滩灰烬 燕好用手捂唇 画烧了 夏宝恩为一声 静静解释 这话有古怪 我不喜欢就烧了 等太傅爷爷 醒来我再做解释吧 现在他的身体如何了 说着 夏宝脚步匆匆 朝周太傅的屋子走去 燕好道 方才您可能没听见 有个小厮书门口 来了一个道士 称太傅府上有妖气 周公子都去前头看情况了 夏宝身形猛地顿住 倒是 是不是阿斐哥哥 他急忙提群 飞快往前跑去 哎 公主 您等等奴婢 别跑这么快呀 小心摔跤 夏宝心跳加速 白皙的脸颊上 因快跑浮现出娇嫩的红 他一双眼睛 迎润起从未有过的明亮和喜悦 夏宝飞快跑进 周太傅的院子 此时已经很多家丁奴仆 都聚在门口查看 他停下脚步 呼吱呼吱地喘着气 夏宝做好心理准备 用手顺了顺发丝 又整理了一下衣裙 才慢慢地走上前 或许当真有一种叫 敬香情窃的东西 才能让夏宝这一刻恼怒 自己出来的匆忙 连头花也没赞 阿斐哥哥 不会不认识他了吧 他满怀喜悦地走上前 听见里头传来周大人的声音 道长真是妙手回春 不过简单是法 竟然就能起死回生 紧接着是周太傅虚弱的感慨 之前也来了几个道士 都没能解决 没想到道长一出手 我就好了 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这个声音 好陌生 下板一正 脚步却已经走到了门口 周府的家仆 全部给他让出了一条路来 下板暮色争中地瞧着李坚 周太傅鞋靠在床榻上 面色已不像之前死白 反而透出一点生机的红润 而周家夫妇和周俊楚 都围在床榻边 他们对面 站着一个穿着道袍的中年男人 不是阿斐哥哥 下板定定地看着 直到周俊楚目光瞧来 顿时迎过来 宝 祖父没事了 那倒是刹那间扭过头来 与下板对视 这个中年倒是 天庭开阔 两眼如有火炬 细长脸瘦靴 两撇八字胡 透着一股事故 而且他右眼上方 有一条从眉毛竖着下来的 一条细长的刀疤 他看着下板的眼神 让他很适不适 就好像在打量一件货品的价值 夏宝收敛起复杂的心思 他不走了进去 听说太夫爷爷没事了 周俊楚忙道 这位道长来得及时 已为我祖父驱邪 线下人醒了过来 真是老天保佑 夏宝柳眉微宁 看向那道士 敢问道长 查清楚是何妖念 道士拱手 是一缕游魂 看见太夫大人上了年纪 气虚体弱 故而缠上 现已被我驱赶 撒滑 夏宝暗自被齿咬唇 望着这个道士 目光里弥漫着不喜 这是个江湖骗子 误打误撞 才救了太夫爷爷 可惜他已经将那幅画烧毁了 邪灵也被他诛灭 无从考据这个道士所说真假 这位可是府上的小姐 那倒是询问 周夫人解释说 这位是弥府公主 道士恍然大悟 连忙坐一躬身 贫道玄机子 见过公主 她说话时 一双眼睛还不忘分出余光来 偷偷打量夏宝的神情 这让她更是不喜 夏宝压下不快 勉强露笑 既然太夫爷爷好转 那我也不担心了 这便回宫去将喜讯告诉爹爹 周太夫强称病体 想要起身送他 也被下板压下 太夫爷爷好好休息吧 有机会 我会再来看望您的 对了 刚才您的那幅 美人睡海棠图 对我一不小心烧毁 我明日会让工人来送之前 答应您的明示化作 好弥补您的损失 周太夫摆手 似是根本不在意了 区区化作 公主若是烧了开心 老陈也不心疼 看他神色语气 不像是客套说辞 但夏宝可是知道 他昏迷前 乃妖物操控着周太夫 说不准换话 若话中邪灵 只是想吸取洋气 那宫中人更多 为何害怕跟他走 还要让周太夫 突然发作病情 如此诡异 夏宝不欲再多留 怀揣疑惑离开了 玄机子的目光 却像是一条毒蛇 黏在他后背似的 等到离开了太夫府 他才觉得好受点 坐在马车上 夏宝玉手挑帘 看着周府上方 那属于摒弃的黑雾消散 他才百般困惑地 放下帘子 是有蹊跷 他要找时间 好好想一想才好 燕好在一旁 困得昏昏欲睡 夏宝却望着 天上皎急的月色 暗暗叹了口气 还以为是阿斐哥哥 回来了呢 玄机子因看似帮了大忙 他又称自己是 云游四海的道士 所以周家夫妇热情邀请 请他在府中留宿几日 并怀愿禁地主之意 带道士玄机子 看遍京城的好风景 玄机子只推锯了两下 便硬承下来 他救了周太妇 就是周府的贵人 吃得住的 都是最好的 玄机子被周府的丫鬟 带着进了自己的院子 是一个两层小楼 宽敞开阔 五脏俱全 周夫人道 道长 你也受累了 那你先休息 若有需要的 使唤丫鬟去做就好 玄机子拱手 周夫人切勿操心 平道从前 封餐露宿习惯了 现在受你们精心照顾 更不会有何不适 时候不早 请您回去休息吧 带周夫人走后 玄机子才转身打量屋内 顺便坐在了桌边 叫来了伺候她的小丫鬟 这几日要劳烦姑娘 在我跟前侍奉了 我这人规矩少 但必须要遵守 现在就说给你听 一 晚上我喜欢打坐练功 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能进来 否则会影响我修道法 二 我每日要放一只烧鸡 给供奉的祖师爷 劳烦你们五十前准备好烧鸡 拿到我的房间来 三 平时没有我的允许 不用走进内室打扫 如有需要 我会换你来的 小丫鬟当即就觉得 这三条古怪 但修道之人 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癖好 她也没多问 便点头硬下 奴婢都记住了 丫鬟退下后 玄机子熄灭烛火 室内重新沉入一汪黑暗中 玄机子细细缩缩的脱掉外袍 露出精瘦的上身 但若是有人看见 她胳膊上的疤痕 定要吓得屁滚尿流 因着玄机子的右臂上 仿佛被人用刀刻上了一个恶鬼面具似的 那凸起来的肉疤 猙獰可怖 乍一看去 像一个人脸 玄机子静念一道咒语 一阵黑雾从她胳膊上蔓延出来 在空中化成一张丑陋的鬼脸 星红的霜 眼散着丝丝邪气 找到她了 鬼脸开口 声音低沉 如同某种兽类 玄机子点了点头 错不了 一定就是这个弥妇公主 她不仅坏了我们在北斗的好事 跟那公鱼匪一起重塑龙脉 还将我们之前豢养的梦魔灭杀 这次我好不容易布局 让周太傅跳了进来 结果又是她的坏事 若不是 我就守在附近 今日就要来迟了 她杀了话中邪灵 周太傅定会转醒 好在我来得及时 鬼脸重重地恩了一声 她这样棘手 看来我们寻机 要先将她杀了 玄机子的五官 显出几分刻薄和阴森来 当然 现在公鱼匪不在京城内 是我们趁虚而入的最好时机 我已经获得周太傅的信任 相信在过不久 我只需要十点手段 就可以让她将我举荐给皇上 等给皇上下了药 这天下 浸在我们手中 话中邪灵的是 又过去几日 周太傅的身体 奇迹般的好转 朝廷中的人 很快都知道 有一个隐士高人 帮周太傅度过了生死之关 他们当中有的人 甚至去周太傅府上探望的时候 顺带让道士帮自己看首相 测气韵 从前公鱼匪在的时候 他秉持天机不可泄露的态度 且脾气冷然不好接近 让一众想要算挂的官换门 望而却步 现在好不容易逮着一个 看起来挺厉害的道士 一一传百 大家很快就都找上门去了 宫内 草长英飞 空气中都弥漫着春日里的花香 观仓海的门被人 吱压一声轻轻推开 有人手拿一朵芙蓉 悄然走了进来 内饰的踏上 蜷缩着一个长发披散的姑娘 她长节微拢 甜静精致的脸上 一片娇柔的睡意 长暗情悄咪咪地 将芙蓉放在了夏宝儿的发上 黑如铺的发 衬着粉嫩的芙蓉 果真清成果色 夏宝儿感受到动静 睫毛一颤 才慢慢睁开了眼 待看清是长暗情后 她闭了闭眼 晚清姐姐 怎么又是你呀 长暗情笑咪咪地 我就知道 你又在这里睡觉 刚刚陪太子练剑的时候 发现花坛里的芙蓉开得不错 所以踩了一朵 专门来送给你 瞧 多好看 自从公寓匪离开后 夏宝儿就有个习惯 总是跑到她这里来午睡 大家都知道 她也许是在 等某一个一睁眼的时刻 就能看见小国师出现 夏宝儿御守 撑着身子坐起来 如铺长发 便从肩上滑落下去 她粉嫩的指尖捏着芙蓉 目光灵动地看了看长暗情 恐怕 你是又被太子哥哥训了 专程来躲我这儿的吧 长暗情仿佛被人猜中心事 整个人心虚地看向一旁 我才没有 真的没有 长暗情看着夏宝儿 拨光闪闪的眼眸 只好缴械投降 她无奈哀嚎 宝儿妹妹 你找机会帮我跟太子殿下 说说情可以吗 我上次真不是故意 在她沐浴的时候跑进去的 我听到扑通一声 以为她在里头摔倒了 谁知进去后才发现 居然是她因奏折生气 而扔了一个东西 当时她光溜溜的 我俩四目相对 别瞧我只是一只蛟龙 也知道羞的 她不怕给我留下阴影就罢了 后来还不停地让我抄书 背书 端茶 做饭 刺秀 用这些办法来折磨我 美名其约是给我练规矩 薄 我好苦啊 呜呜 夏宝儿粉指眼唇 痴痴一笑 太子哥哥只是嘴硬心软 他带你好着呢 常婉晴悠怨地看她一眼 你俩是兄妹 你都帮着她说话 唉 要是师弟在就好了 她肯定会帮 罢了 她再也是帮你 夏宝儿听到公语匪的名字 默默垂下长节 面色有一些黯然 常婉晴自知说错了话 忙转口插开话题 哦对了 还没问你呀 那周太夫突然就好了 是怎么一回事 夏宝儿这才打起精神 双手抱息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和常婉晴讲清楚了 常婉晴坐去她身边 下巴搁在手背上沉饮 如此说来 这个倒是真是诡异 去的时间都那么恰好 而且我听说 朝中好多人都去拜访她 求挂算命 之前太子有门客推荐她 也去问问前程命运 都被我拦下来了 好端端地问这个做什么 问她还不如问我 虽说我是个半调子 但肯定比那人强 夏宝儿忍俊不禁 说着 总之我会密切留意 这个玄机子的举动 她若是个坏的 还要麻烦婉晴姐姐 跟我一起把她赶出京城 常婉晴拍了她心口 放心吧 我俩并肩作战那么多次 我可没给你拖过后腿 要是师弟知道她这么努力 一点也没给夏宝儿添到忙 甚至还得夸夸她 眼瞧着时间不早了 常婉晴站起身往外小跑 宝儿妹妹 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 算着时辰 一会司一局的嬷嬷 得来教我刺秀了 我若是不去 太子殿下定要揪着我训 先走了 夏宝儿朝她挥挥手 看着常婉晴跑进日光里 常婉晴本是 师云不语一方的羽龙 按理说一年过去 她就可以离开 前往下个地点了 但她留在京城里 一待就是三年 夏宝儿知道 也许是阿斐哥哥 跟她叮嘱了什么 也许 是常婉晴舍不得太子哥哥 才不走的 又过七八日 天气晴朗 夏元彤跑到福华殿 邀请夏宝儿 跟她一起去街上走走 宝 春日刚来 好多卖纸鸳的 还有漂亮的簪花 四哥带你瞧瞧去 夏元彤生的 更加眉眼俊朗 外表风流倜傥 浑身上下拿金玉 养出来的尊贵感 如今是多少京城少女的 梦中情郎 此时 夏宝儿正牵着 肥宝在院子里散步 闻言倒是没什么兴趣 但夏元彤极力邀请 惠妃也笑着说 肥宝交给我 你就出去走走吧 如此 夏宝儿才慈别娘亲 跟四皇子坐马车离了皇宫 到了街上 两人还没下马车 夏元彤已经滔滔不绝地 向他介绍了许多好玩的 宝儿你好久没上街了 知不知道 香透池又出了好多新的糕点 还有迎客县那个酒楼 从江南请来的厨子 我之前带了一份 回去给皇总母尝过 都说好吃呢 今天哥哥先带你去 把所有新簪子包下来 我们再去吃饭可好 夏宝儿笑着点头 四哥哥 每次一出宫 你就开心得不行 德飞娘亲为此没少说你 夏元彤毫不介意 抱肩冷哼 母妃她就是想催我成婚 太子哥哥都没着急 我着什么急 不说了 到了 走 咱们下去 她牵着夏宝儿走下马车 兄妹俩却顿时 被一旁吵嚷的声音 吸引去目光 夏宝儿定睛一看 原来是京城最大的药铺前 排起了两条长龙队伍 发出的嘈杂声 是其中两个人不知 因何事起了争执 险些大打出手 好在周围的百姓 将他们彼此拉住了 夏宝儿驻足瞧着 微微皱眉 没听说京中出了什么病 怎么这么多人在此开药 夏宝儿童奸妹妹发问 便丢了一定银子 给旁边卖唐人的摊子 她询问摊主 老人家 这么多人病了 是怎么回事 摊主收了银子 笑呵呵地热情解答 哟 公子小姐还不知道吧 最近城中出了一种怪病 得了的人身上 都会突然起脓炮 模样恶心 味道还臭 这些人都不幸感染了这种病 在这里等着看大夫呢 夏宝儿眉头皱得更深 好端端的 怎会发生这种事 夏宝儿童奸妹妹不喜 叫来小丝 豪制百两白银 将附近周围 所有药铺里制农泡的药都买下来 以我妹妹弥妇公主的名义 免费散药 说吧 她拍了拍夏宝儿的肩 哦别担心了 有四哥在呢 这病来得突然 说病过阵子就不见了 咱又不是没有钱 给得起 夏宝儿却难免担忧 就怕治标不治本 药材有限 京城里的人却远远的比较多呢 没过两日 还真让夏宝儿的忧虑成真了 城中开始大面积地爆发这种病情 且比当年夏宝儿遇到过的那种红蟹 更为严重 不好根治 甚至有一户人家 竟然因此病 皮肤溃烂而亡 事情闹大以后 不少人跪在皇城门口 祈求施药救命 夏宝儿正在御书房里 和几个心腹大臣商量对策 夏宝儿坐在屏风后 一边吃雪梨一边听着 顺带着冥思苦想 看看能不能出点主意 帮上忙 就在这时 德权公公从外通禀 陛下 周太夫进宫了 正在外求见呢 哦 夏宝儿扬眉 他病才好没多久 怎么就折腾进宫了 太夫大人说是有事起奏 还带了一位道长一起前来 夏宝儿吃雪梨的动作一顿 柳梅刹那间猝起 又是玄姬子 他听见跌跌挥手 传吧 不多时 外间嘻嘻嘻嘻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是周太夫和玄姬子 给皇帝请安的声音 太夫 真准了你在家休息 怎么还想着亲自跑一趟宫中 有什么需求 何不换人来说 一生就好 周太夫颤颤巍巍地道 陛下 事关重大 老陈不得不亲自来一趟 道长 还是您来说吧 玄姬子点头 拱手称 近日城中怪病横行 经贫道夜观天象 发现守月充日 是一病之兆 而解决这个怪病的源头 就在宫内 夏宝儿心头一跳 预感不好 果然 下一秒玄姬子又道 贫道所观方位 应是在宫中法华塔下 龙脉气息欲结拥堵导致 若要解决 必须将法华塔 推倒重建一座阁楼 胡说八道 夏宝儿忍无可忍 迈着步子走了出去 他居高临下看着玄姬子 小博士 大人公于匪在的时候 就曾说过 法华塔乃龙脉的关键位置 你要将他推倒重建 安得什么心思 玄姬子显然是没想到 夏宝儿居然也能在御书房出现 看来还是低估了皇帝 对他的宠爱程度 竟允许他共伤国师 玄姬子心中琢磨 看来要更加小心应对才是 他拱手聂纯 看似恭敬地说道 贫道自然不敢推翻 小国师从前所说 但 现在龙气欲结不下 公主一定也听闻 城中多发怪病 您所说的公于匪国师 又多久没出现了 公主心里可清楚 夏宝儿御手捏拳 藏在袖中 对眼前这个玄姬子 实在没有好感 还不等他说话 夏宏儿末已经怒了 他拍桌斥责 怎么跟公主说话的 朕不管你是哪来的倒是 你给朕哪来的 回哪凉快去 什么龙气欲结 有病治病 别扯这些虚的 朕不信你所说 快滚 说吧 他起身握着女儿的手拍了拍 好声好气的哄 宝儿啊 别跟他生气 气坏了爹心疼啊 这个王八蛋胡说八道 爹爹这就让人给他赶出去 你放心 除了公于匪的话 别的也倒是 我一个字都不信 夏宏儿末话音一落 德权公公就挥手 让禁卫军上前 一左一右地架住玄机子往外拖 玄机子还在大喊大叫 竭力为自己辩证清白 陛下 您不能在这个时候犯糊涂啊 是不是龙气欲结 只要您跟频道去法华塔一看便知 频道是绝不可能撒谎的 夏宏儿末根本不听他废话 只听着周太傅 眉眼凝着不满 他语气凉嗖嗖的 周太傅 朕也心疼你是一代老臣 今天你带这种神棍进宫胡闹的事 朕就不跟你计较了 但你要当真是老的分不清别人说的话真假 你就早开口 朕给你批告老还乡书 保证让你好好的回去一养天年 周太傅浑身一颤 花白的胡子跟着一抖 他拱手 模样似是快要哭了 陛下 老臣都是为了设计和百姓呢 城中多少人因为怪病穷困潦倒 咱们国库虽然有钱 但能支撑到几时 带到了强弩之末 一切就都晚了呀 陛下 夏洪莫不耐烦地皱起眉头 刚要怒斥老皮肤多嘴多舌的时候 一旁一道清理冷静的声音横插进来 好 夏宝白皙俏丽的面容上 凝着镇定 既然那个倒是 口口声声说是 法华塔下的龙脉出现了问题 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我会劝说爹爹配合修气 如果他说的是假话 夏宝转身 裙摆在空中划过一个利落的弧度 他静止拿下夏洪莫悬挂在墙上的宝剑 蹭了一下抽了出来 美人握剑 气势如红 眉眼冷艳绝情 我就当场杀了他 夏洪莫连忙走过去 小心翼翼的红女儿 乖宝 咱可不兴动武 杀几个人没事 别伤到你自己啊 夏宝扭头看向皇帝 爹爹 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个倒是说的是真是假 阿斐哥哥现在虽然不在 但是他说的话不会有错 我倒想看看 龙脉如何预解了 方才被拖走的玄机子 又被拉了回来 他抹了一把头上冷汗 朝夏洪莫和夏宝拱了拱手 多谢陛下和公主信任 夏洪莫牵着女儿 看着玄机子就不耐烦 赶紧证明吧 别惹公主生气 又耽误朕的时间 玄机子见皇帝态度如此粗暴 心里隐隐不满 臭皇帝 现在就让你得意一阵子 看到时候你被下药中毒以后 该怎么求他 一众人浩浩荡荡地 朝法华塔走去 那玄机子走在最前头领路 夏宝玉手握剑 跟在后面 眼眸冷冷 他忽然冷笑询问 虽然玄机子道长没来过宫中 但竟然对法华塔的位置很是熟人 竟不需要宫人引路 玄机子似是早就料到 他会这么问 这会儿 头也不回 宫敬回禀 龙外被压的位置 散出层层浊气 公主没有修炼法门 自然闻不到 看不见 夏宝儿心中冷吃 胡说八道 他替阿斐哥哥 守了皇宫好多年 从未见过他所说的浊气 他倒要看看 今日这个神棍会搞什么鬼 法华塔建立在湖边 此时正值春日午后 融融日光懒洋洋地铺洒 牵动湖边杨柳依依 此时此刻 日光充沛中的法华塔 犹如一根定海神针 静静地立在此处 守护着一代人的安危 一群人等在台阶下 而夏宝儿还有夏红墨 就随玄机子 踏上十几层白玉台阶 到了法华塔一层门口 玄机子转过身来 目光从夏红墨那 移动到夏宝儿身上 夏红墨不耐烦了 将女儿往自己身后拉了啦 你还磨磨唧唧地做什么 不是要证明吗 快一点 玄机子仿佛势在必得 他高深默测笑了笑 陛下 公主 频道知道 公与匪国师法力通天 你们相信他也在所难免 但你们很快也会明白 频道所说不是假的 夏宝儿冷冷地注视着他 夏红墨白手催促 少废话 玄机子骤然从腰间抽出配剑 台阶下的禁卫军 刹那间也抽出剑对阵 生怕他伤了皇上 好在 道士的配剑 好似是木头所做 只见他咬破手指 沾写画符 随后凭空出现一团火焰 木剑便搅动火符 画出道道白烟 玄机子大喝一声 起 夏宝儿皱了皱眉 下意识拉着自家爹爹 后退一步 台阶下的众人 也瞪大了眼睛 打算瞧个一清二楚 然而 玄机子一声吼过 片刻后都没有任何动静 大家鸦雀无声地看着他 玄机子心觉不好 又重新做法 再呵斥一声 起 还是一样的没有动静 夏宝儿猛地横剑 拿剑锋对准了玄机子 片子 玄机子吃惊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就在这时 一个让人完全意想不到的 冷淡声音 从众人头顶传来 你是在等火孵化鬼 为你驱使吗 夏宝儿浑身一震 水眸瞬间睁圆 头上一道身影掠过 停在了他的身后 咣当一声 他手中的剑掉在地上 夏宝儿没敢回头 生怕自己是在做梦 身旁的夏宝儿莫 却扭手看去 惊讶喊出 小国师大人 你回来了 德权公共的欣喜声 也跟着传来 小国师大人 真的是您了 三年不见 您总算回来了 夏宝儿这才猛然回身看去 台阶下 好久不见的故人 就站在那里 两人四目相对 周围的风景骤然褪色 只能看到彼此眼中的身影 公鱼匪变高了 眉眼更为深邃寒冷 薄唇紧敏一条线 发如乌墨 清冷孤高 往这里清零零的一站 不说话 也能夺人眼目 公鱼匪眼中的夏宝 比他离开时 大变样了 他长发至尖 取眉风夹 敷白赛雪 又肩红唇娇润 已经有了以后 他13岁时 倾国倾城的影子 在归屈寒境里的时候 每当他被凶兽扑倒 被啃视身体 他脑海中闪过的 都是宝儿寒兴带孝的眼眸 他在脑海里 刻画过许多自宝儿 长大的样子 现在真的见到他 让公鱼匪更加确信 当年跟在他身后的 小奶团子 真的长大了 望着夏宝儿 身姿俏丽地站在那发震 公鱼匪心中一阵不安 他当年走得匆忙 宝儿会不会至今 还在责怪他 就在公鱼匪犹豫 要怎么开口的时候 夏宝儿突然提群 快步飞奔下台阶 期间因跑得太快 甚至身形一歪 差点崴了脚 就这么一段 短短的台阶 夏宝儿险些 从上头滚下去 夏的夏洪诺 夏宝儿在他身后大喊 震得饱啊 你慢点跑 他话音刚落 夏宝儿已经扑进了 公鱼匪的怀抱中 这一瞬间 大家都能听见 公主撕心裂肺的哭泣 阿斐哥哥 你怎么才回来 他的头已在公鱼匪怀中 哭得伤心欲绝 公鱼匪只觉得 一股温香冲进了怀里 他轻轻用手掌 揽住了夏宝儿的肩 听着他的哭声 公鱼匪微微垂手 沉沉地说了一句 对不起 来晚了 夏宝儿急忙抬头 哭得脸颊飞霞 云病尽乱 不晚 我还没变成 头发花白的老嬷嬷 只是这三年 过得像三十年一样那么久 他每一天都在期盼 公鱼匪能回来 公主的话 引来周围的人一阵倾笑 德权公公不知为何 眼眶湿润 看着眼前少年少女相拥 他也忍不住心潮澎湃起来 德权公公拿手指 刮剧眼泪 回来就好啊 就在这时 他余光发现 法华塔上一个人影 悄然一动 德权公公瞪大眼睛 大喝一声 臭到是要跑 夏宏儿末原本不满 公鱼匪将女儿搂得那么紧 闻言回头 果然发现 玄机子竟想趁机逃跑 皇上一个剑步上去 抬腿就给了玄机子一脚 夏宏儿末当年身手非凡 如今上了年纪 底子也不差 将玄机子一下踹倒在地 夏宏儿末冷冷垂眸 来人 将这妖道抓起来 装神弄鬼 主动找上门 果真不安好心 公鱼匪这是开口道 陛下 先将他关进地牢 我有话要审他 亲卫君将玄机子拖走了 夏宏儿末见女儿依不舍的模样 闭了闭眼挥手 你们俩毕竟从小玩到大 宝儿天天去帮你打扫关沧海 你刚回来也累了 你俩先回去说话吧 原本以为 自家乖女会说几句好听的话 哄哄他这个做爹的 没想到 夏宏儿末话音刚落 夏宝儿就极其高兴 拉着公鱼匪的手往前跑 阿斐哥哥 我带你回去 匆匆留下一句 陛下 告辞 两人的身影 很快顺着公道跑远 夏宏儿末背着手站在那 他看了看一旁缩着脖子的德权 又看了看女儿的背影 日光下 一国之君无奈笑叹 好久没看到宝这么高兴了 这世上 有三件事最为难得 破镜重圆 兵势前衔 他往前走 德权公公跟在他身后 夏宏儿末扭头 问道 德权 你猜猜下句是什么 德权公公公身 挠了挠挠门 一脸困惑 这 奴才觉得应该是 好事连连 夏宏儿末给了他额头一个抱敲 庸俗 下一句 是故人重逢 别来无恙 德权公公恍然大悟 捂着额头上的包黑笑 不愧是陛下 那边下板拉着公语匪 一路跑回官仓海 小姑娘高兴得气喘吁吁的 眼眸成澈而明亮 她指着官仓海里一音设施 阿斐哥哥 你走后 我都没让他们动过 你看 他翻出一本书 当年你看到的那一页 我专门还是如此夹着呢 就怕你回来以后忘了 公语匪垂眸 修长地直接俯过一尘不染的桌面 窗台上 一只短小的瓷瓶里 插着一朵桃花 夏宝儿为了留下他存在过的痕迹 确实都没有动过他屋内的摆设 公语匪抬不朝里头走去 夏宝儿却忽然想起什么 急忙跑到了他前头 他脸色通红地拦住了公语匪 阿斐哥哥 你等等再进来 夏宝儿把他推出屏风外 公语匪忍不住凝眉 怎么了 他小跑进内室 马上就好 夏宝儿急急地将他床榻上 自己盖过的被子叠整齐 穿过的衣裳塞进床底下 之前阿斐哥哥不在 他就将这里当成第二个住所了 夏宝儿收拾完 呼出一口气 白嫩小手抹去额头上的汉字 但当他扭头看去时 公语匪长身斜靠墙壁 正眉眼化血寒春般 朝他笑的意义 夏宝儿面颊立刻红透了 这 阿斐哥哥 我不是有意把你房间弄乱的 公语匪含笑 语气柔和 没关系 我要谢谢你 在我离开后 也如此精心打扫我的住处 夏宝儿羊头得意 红唇一千 那当然 我每一天都在等阿斐哥哥回来 说到这里 两人相对无言 唯有情绪在彼此眼中翻滚 夏宝儿不知为何 眼眶又红了 他诺诺说 阿斐哥哥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你去了什么地方云游 过得很苦吗 公语匪自打看见夏宝 薄唇边的笑意便止不住加深 不苦 还好 他说得轻描淡写 公语匪没有告诉夏宝 他经历了怎样九死一生的事 也没有告诉他 他是如何从归须恶地里爬出来的 他愿为他捐此身 不回万里前程 为他死死又生生 只为 日后能共度世事生生 此时此刻 常婉晴坐在幽怜的池子边 一边晃脚 一边吃糕点 幽怜悄悄露出了半个头 然后吐出一口水 你不去看公语匪 他们俩刚刚就在这里晒太阳 结果看见公道那边 下膀像一只蝴蝶 牵着公语匪往棺仓海跑 常婉晴还以为自己眼花了 幽怜倒是很淡定地说 宝儿等的人终于回来了 常婉晴吃着糕点含糊不清 两个人刚刚重逢见面 我这个时候去打扰 太没眼力见了 幽怜嗷了一声 他淡血色的眼眸 盯着池子里游荡的小鱼鸟 湿漉漉的头发 粘在面颊上 默默地发起呆来 就在这时 常婉晴猛地站起身 好似被雷击一样 浑身发抖 糟了 太子殿下来了 我先跑了幽怜 幽怜眼睁睁看着常婉晴跑远 而离得很远的太子 看见她的身影 沉着脸去追她 幽怜摆了白手 眉眼呆滞 她是不懂 为什么下板那么想等公鱼匪回来 为什么常婉晴这么怕太子 又舍不得离开 就在这时 幽怜听到不远处公道上 传来声嘶力竭的反抗声 她一动目光看去 忽然浑身一僵 公道那边 是一群禁卫军 压着玄机子走过 幽怜盯着玄机子 脑海中的回忆再次重现 她血红色的双眼 泛起仇恨的海浪 双手死死握紧 这是那个 带头杀了她族人的恶道 观仓海内 下板哭着哭着 又粘到公鱼匪身上去了 她像幼时那样 用束手扒拉着公鱼匪的脖子 挂在她身上 耍赖撒娇 但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公鱼匪没办法再将她 轻易抱在怀里 何况 下板早已出落的婷婷玉立 身姿妩媚 公鱼匪的手放哪儿 都觉得不合适 她将这身子坐在床榻边沿 下宝便半趴在她怀中 刚刚哭过的声音 还带着一丝少女的娇软 阿斐哥哥 你为什么都不抱我了 公鱼匪耳根通红 宝儿 你长大了 我 阿斐哥哥抱一下吧 就一下下下宝 眨巴眨巴委屈的眼眸 你不在的时候 我把京城管得可好了 难道不值得一个抱抱吗 望着她闪亮晶润的水眸 公鱼匪只好妥协 她轻轻环抱住下宝 感受她贴在身上的柔软 下宝儿看不见的地方 国师公鱼匪闭了闭眼 强压悸动的情绪 公鱼匪感觉身上 就仿佛被火烧了一般 她怀中的下宝儿 却像是幼时得了糖一样高兴 下宝儿开心至极 趁着公鱼匪不备 巴搭一口亲在了她的脸颊上 公鱼匪恶然睁眸 宝儿 你怎可 下宝儿挤眉弄眼 放心好了阿斐哥哥 我记得的 你交过 没人的时候 就可以香香 我何时交过 很久以前 我亲你 你说这里人多 那不就是 人少便可以吗 下宝儿眨了眨无辜的眼睛 公鱼匪按了按眉心 你还这样亲过多少人 一个也没有哦 我也可以这样亲别人吗 不行 公鱼匪斩钉截铁地 否决了她的危险想法 下宝儿笑弯了眼眸 对呀 我记得阿斐哥哥说过 男女瘦瘦不亲 不可以随便亲人的 公鱼匪心头一跳 试探询问 那你亲我 可知是何意 知道呀 你是哥哥吗 哥哥没事 谁说哥哥没事 哥哥也不行 他长眉微拢 乌光闪烁 下宝儿挠了挠 白嫩的脸蛋 目光出现一丝困惑 但他还是努力点点头 把公鱼匪说的记在了心里 公鱼匪至今总算明白 他的宝儿 虽然身体长大了 但被皇上和会妃保护得太好 定然不太明白 男女大方的道理 以后要看紧他了 下宝儿坐直小身子 青龙妩媚的眼眸眨呀眨 问道 那阿斐哥哥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 你问 有一次 我偷偷看见 婉晴姐姐睡觉的时候 太子哥哥切了他的额头 这是什么意思 公鱼匪正要去倒茶 身形一僵 太子殿下为何这样 不代表学好变霸了 对那娇龙也吓得去嘴 他不知怎么解释 只顾作镇定淡淡 他们做的不是好事 宝别去问 但也不要效仿 下宝儿若有所思的欧了一声 公鱼匪背对着他 自顾自的倒了一杯茶 一口凉茶下肚 他那心中的热火总算灭了一些 殊不知 身后的下宝儿屈膝坐在床榻上 眼眸流转间 暗藏一抹脚侠 阿斐哥哥还将他当成小孩子呢 两人坐在一块 下宝儿将自己白嫩 没穿鞋袜的小脚 塞进公鱼匪的怀里 他这是幼时就爱做的事 但现如今 在公鱼匪看来 少女的动作如此引人瑕疵 下宝儿心无旁念 将周太夫撞鞋 又到城中怪兵横行 再有玄机子进公的事 全部告诉了公鱼匪 公鱼匪皱眉 此事看起来 都是玄机子一人所为 下宝儿连连点头 先给太夫爷爷设陷阱 又祸害城内百姓 阿斐哥哥 他真的可恨 公鱼匪抚了抚他的长发 城中的情况我已知晓 别担心 但我今晚审完他 明日我就会去安抚百姓 我也要去 下宝儿急忙表达想法 阿斐哥哥 现在你去哪都不能丢下我 你不在的时候 我修为精进 努力钻研法术 已经很厉害了 可以给你帮忙搭 公鱼匪轻笑 好 你的好事回答的哪一个呀 是带我去 还是去哪都不丢下我 公鱼匪一愣 下宝儿歪头 眼眸明亮地看着他 这小家伙 何时变得如此机灵古怪 下宝儿撅嘴不满 如果是两件事都答应 你得说两个好 我都答应 下宝儿轻轻挑唇 笑得明眸善赖 他伸出软白的小手指 拉钩 公鱼匪却握着他的手 慢慢贴到了自己的心口上 沉声温笑 不用拉钩 我说真的 心可以作证 下宝儿满意至极 又缠着公鱼匪聊了好久 但不管他怎么问 公鱼匪就是对他去了哪里守口如瓶 这让小姑娘很是苦恼 惠妃知道公鱼匪刚回来 下宝儿肯定舍不得那么快离开关仓海 于是到了晚间 惠妃安排宴好 准备了一桌子真修佳肴 宫女们端着菜肴鱼灌而入 供公鱼匪和下宝儿享用 下宝食指大动 筷子率先挑了红烧肉 主动放到公鱼匪碗里 阿匪哥哥 你很久没回来了 蔡大厨叔叔的厨艺又精进很多 快尝尝 公鱼匪含笑点头 下宝儿的筷子忙活不停 但一口没加给自己 全部是往公鱼匪碗里放去 燕好在一旁见状 忍不住轻轻笑了出来 公主 您的喜悦都快爬到煤烧了 不过这样的重逢好时刻 怎么能没有好久呢 奴婢这就去御膳房搬一谈过来 说吧 燕好笑着转身出去 下宝儿听说有酒 漂亮的眉眼 顿时眯起满意的弧度 公鱼匪侧眸见她如此 慢声说 最多一倍 下宝儿一愣 粉嫩白皙的翘脸上 满是沮丧 阿匪哥哥 我都长大了 你还要管我喝酒呀 哪里长大了 分明还是个小姑娘 她闻言 撅嘴哼了哼 就在这时 长婉晴突然跑入 她来不及打招呼 气喘吁吁地说 不好了 幽怜去寻什么道士报仇 结果错将她放出大牢 宝儿 师弟 你们快去看看吧 下宝儿一震 连忙站起来 什么 她粉履一脉 匆匆往外跑去 公鱼匪相比之下 面色冷静 她起身 并叮嘱长婉晴 师妹 我随宝儿去看看 我们不在的期间 麻烦你看护好皇宫 长婉晴连连点头 快去吧 这里交给我 下宝儿和公鱼匪出来的时候 发现接近傍晚的天空 原本应该是彩霞一片 落日容金 但眼下 却因腰道玄机子做了手脚 自东边开始 一大片乌云压城 下宝儿和公鱼匪 连忙化作两道光芒 朝乌云最浓厚的地方飞去 离近了 下宝儿才看见 乌云里 竟然是大量的恶鬼 他们咆哮着 要去京城里肆虐一通 玄机子站在成交入口的位置 不停失念法咒 招鬼换血 她衣袍飘忽 上身赤着 露出精瘦的胳膊 当她转过头来的时候 下宝儿才看见 她胳膊上的令人作呕的人脸肉疤 下宝儿当即皱眉 赤声 臭妖道 早就应该把你杀了 幽怜在哪 将她交出来 玄机子洁声大笑 弥妇公主 你三番四次坏我好事 我找你算账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你要是想找那条小黑理 诺 她就在那里 你敢过去吗 顺着她指的方向 下宝儿看见幽怜倒在树下 似乎昏迷不行 下宝儿连忙台步就要过去 公鱼匪一把握住她的手腕 宝儿 别动 她眉眼冷冷 色宁寒芒 只见公鱼匪修长双指一并 横过空中 微微一滑 便凌空有火符燃烧殆尽 这时 下宝儿才看见 地上竟然显行了一圈阵法 若是她刚刚再往前踏一步 就要掉进玄机子的陷阱中 下宝儿咬牙 卑鄙 玄机子饶有兴趣地看着公鱼匪 不愧是有国师圣誉的公鱼匪 竟然轻而易举 能看出我的困腰阵 久仰大明 我早就想见识一下你的本领了 听说你是从金仙太术真人 不知今天我召唤白鬼席成 以你现在神力半损的身体 能撑到什么时候 神力半损 下宝儿一惊 圆眸正了正 连忙回头看向公鱼匪 只见她眉眼沉冷 凝末般寒泽意义 饶是如此 她微微拧起的眉头 招视着公鱼匪 现在应当有些吃力 下宝儿扭头 又看向那些聚集了白鬼的云层 怪不得方才一直到现在 这片云都没有再移动半分 原来是阿斐哥哥 从头到尾都撑住了 他们前进的脚步 玄机子笑声狡诈 城里病的人那么多 他们每个人都去庙里 祈求你的庇佑 那个时候你在哪呢公鱼匪 失去了神的保护 他们自然就少了给你的香火 没了百姓们的信奉念力 再加上你现在虚弱 这位想必不好受吧 下宝儿忙 跑到公鱼匪身边 他小手扶住了他肩膀 阿斐哥哥 我也能帮忙 说吧 他宁西运气 小手交握 缓缓催生出巨大的妖力 漫天的狂风卷来 带着嘶嘶语气 天空开始电闪雷鸣 玄机子杨梅有些惊讶 哦 小小鱼妖 竟还会呼风唤雨 我真是小看你了 说时迟那时快 倾盆大雨都头降下 但一滴都落不到 下宝儿和公鱼匪的身上 他们头上 仿佛有无形的罩子一般 下宝儿抬了抬右手 玉色的指尖凝聚法力 雨滴便变成 一根根尖锐的剑雨 风锐的剑头 对准了玄机子 他精致的眉眼泛的无情 清灰水袖 水剑猛的激发 根根正中玄机子的身体 然而 就像是根本杀不死他一般 仅仅水剑只是穿过他的身体 便马上变成了一滩水渍 怎么会这样 下宝儿再次凝力 凝水成冰 射向玄机子后 他也半点事都没有 甚至 他的指尖 还微微感到了灼伤的痛处 下宝儿猛的缩手 退后一步 他柳眉紧拧 盯着玄机子 公鱼匪握住下宝儿的手 让他先保存体力 冷声道 他修的是活法 专门克制你 不要和他硬碰硬 会耗损精力 玄机子满脸得意 笑得猥琐又卑鄙 公鱼匪神力半损 下宝儿更不是我的对手 今日你们俩加在一起 都阻止不了白鬼清城 他朝前走进几步 声音猖狂 公鱼匪 你且看着 自己守护的子民饱受撕咬 是一种什么感受吧 等你死后 我就将这小鱼腰千刀万剐 偷了他的内丹 再吃掉他的皮肉 说到这里 他看向下宝儿 眉眼如画 唇似猪丹 玄机子哈笑 目光贪婪 他这张人皮生得漂亮 老到我也许久没碰女人了 在杀他之前 不妨先快活快活 这人下流至极 下宝儿怒不可遏 正要抬手给他一击 公鱼匪却忽然挥秀 一道灵力封刃顺着风刮去 正中玄机子左脸 原本水冰不入的他 刹那间被公鱼匪 寄出去好远 玄机子擦着地面 摔出一段距离 在爬起来时 身形亮腔 险些站不稳 扑哧一声 他扶着地 呕出一口鲜血 在抬头时 发现公鱼匪眉眼冰冷 提着龙铃剑 朝他抬靴走来 而他们头顶 凝聚了白鬼的乌云 依旧纹丝不动 玄机子含着血 笑得癫狂 我明白了 这小妖是你的软肋 你竟然想跟我拼命 公鱼匪周身狂风大作 仓后的灵力平地而起 将他墨发吹得纷飞 而他眉眼 是前所未有的冷静 沙发 玄机子还要说话 却被公鱼匪一把扼住了脖子 从地上慢慢拉了起来 他双脚渐渐悬空 盯着近在咫尺的公鱼匪的双目 才发现 他的眼轮外圈 竟然变成了沉金色 夏宝尔在他身后担忧不已 阿斐哥哥 玄机子被捏脖梗 公鱼匪指尖微微泛白 可见使劲至极 玄机子喉咙里 发出咯咯的骨骼碎裂的声音 公鱼匪 你要和我 同归于尽 公鱼匪眉眼低垂 冷峻如无上神起 他薄唇慢起 杀你 须费几分力 玄机子只感到他手下 慢慢施力压紧 紧随而来的 是从脚尖开始溃烂的痛感 公鱼匪 竟然想让他行神俱灭 玄机子绝不会坐以待毙 他嘀嘀一笑 你到底还是中了圈套 玄机子话音刚落 他肩膀上丑陋的肉疤 突然火了过来 幻化作一团黑雾 随后张开血盆大口 猛地咬住公鱼匪 下宝大惊失色 阿斐哥哥 他急忙想要追来 谁知地上另有阵法 突然在下宝的周围 燃起熊熊烈火 他被这灼热烧的浑身发烫 下宝是小妖 最怕炼丹的火 即便他照出阵阵寒冰抵挡 都无济于事 然而就在这时 公鱼匪的龙龄剑 被他挥入火阵中 以下宝为原心 砰的一下 炸开数百道冰雾 将热火隔绝 玄机子大笑猖狂 模样疯癫 你被我的毒魔咬了 在有几个眨眼的瞬间 你必将化为一滩血水 公鱼匪却不动声色 薄唇挑起一抹冷笑 是吗 他缓缓收力 强悍的神力 一寸寸地将玄机子的骨头粉碎 玄机子的神色 逐渐变得慌张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没事 公鱼匪没有回答他 反而眼中金轮更甚方才 玄机子甚至生出 不敢直视的敬畏之心 望着公鱼匪的眉眼冷情 玄机子终于明白过来 他是神 力量半损 杀一个道士 还是绰绰有余 到底还是小看他了 传闻 公鱼匪是千年难遇的神奇 自出生就有蔑世的本领 藩掌是众生的活 副手是众生的灾难 眼见着公鱼匪一心要他死 玄机子悄然操纵毒魔 打算从公鱼匪背心给他一击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幽怜 强撑着受伤的身体 猛地袭来 一举斩掉玄机子 长了肉疤的手臂 他摔滚在地 但马上又爬起来 扑过去撕咬断臂 肉疤毒魔 没了血液的公养 马上惨叫着 变成一团灰烬 不 玄机子一声惨叫 玄机子在他的惨叫声中 于公鱼匪手下 化作一具燃烧着的躯体 直到变成一堆灰烬 彻底不见 公鱼匪缓缓收手 在一掐掘念咒 冷淡的眉眼里 藏匿俊冷 他身掌对准 白鬼咆哮的云层 威易钻手 众鬼犹如被神法笼罩 煞时间灰飞烟灭 下宝周围那团邪火 也彻底化作一滩浇溪 他连忙跑到公鱼匪身边 阿匪哥哥 然而公鱼匪却身形一晃 下一秒 竟跌地半跪 下宝吓得连忙 想上去扶他 谁知 公鱼匪伸手 示意他不要靠近 宝 去扶幽怜 公鱼匪声音沙哑 强忍焚心痛楚 下宝见一旁 幽怜趴在地上 大口喘息 像是很难受 他很想去照顾幽怜 但是 他现在真的很担心 公鱼匪的情况 下宝挪动焚履 又上前一步 阿匪哥哥 我想看看你有没有事 你让我掺着你吧 别过来 公鱼匪突盗 下宝原地正住 只能看着公鱼匪 半跪在地上的背影 十分心疼 他的勉力强撑 在下宝看不见的 公鱼匪的正面 就控制地长了出来 公鱼匪无数次 想要压下体内乱冲的法力 但都是徒劳 他在归虚和混沌大战了一场 本就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现在又强行大量动用法力 所以 压不住龙身了 怎么办 难道要当着板的面 化作一条白龙 就在这时 公鱼匪只觉体内 有一股灼烧的痛楚 他闷哼一声 连半跪的身形 都要稳不住了 下板急哭了 阿匪哥哥 他不管不顾地扑过去 两只手刚扶着他的胳膊 像捏到了坚硬的 犹如盔甲一样的东西 下板一正 再一抬头 公鱼匪额头上的龙脚 清晰可见 相比体内的剧痛 公鱼匪更为慌张 下板得知了他的身份 他会不会怪自己 这么多年来都在隐瞒 公鱼匪慌忙开口 薄 我 下板就哭得更伤心了 阿匪哥哥 我早就知道你是龙龙 三年前我就知道了 我不怪你骗我瞒我 只要你能好好的 我愿意一直假装不知道 你受了好重的伤 不要勉强了 他哭着将头埋进公鱼匪的怀中 我不会问你是不是龙龙了 只要你别走 公鱼匪一阵 宝儿竟然以为 是他猜测龙的身份 才逼得他不得不离开吗 他低头看着怀中的小姑娘 泪眼婆娑 玉指紧紧地抓着他的袖子 好像真的怕他随时离开一般 他的宝儿 在这三年里 到底因为他的离开 想了多少委屈自己的事 公鱼匪哑声苦笑 宝儿 没有你的责任 是我 下宝儿却突然捧住他的脸 水眸成澈经营 油带泪痕 神情却无比认真 阿斐哥哥 当年我杜雷杰 是你将法力给了我 才让我相安无事 我一直想找机会报答你 说吧 他跪在公鱼匪怀中 捧着他的下颌 轻轻地将红唇送了过去 这一瞬间 公鱼匪薄肠的眉眼猛得一正 一旁趴在地上的幽怜 又默默地假装 低头继续昏死过去 公鱼匪争中之间 早已忘记推开下宝 而他的法力 源源不断地从唇中度入 渐渐抚平了公鱼匪体内的焚心之痛 他慢慢地能掌控法力 龙身也重新压制下去 二人语中保持着亲吻的姿势许久 公鱼匪才连忙面红耳赤地推开了他 宝儿 可以了 夏宝儿上下打量 果然 见公鱼匪额头上的龙脚不见 手臂上的鳞片也退下去 他这才眼泪重聚 猛地扑过去 搂住公鱼匪的脖子 阿斐哥哥 我以为你又要走了 公鱼匪抱着怀中颤抖的娇躯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 哑身安抚 我不会走了 答应过你的 一直不走了 夏宝儿这才止住眼泪 他连忙跑去查看幽怜的伤势 好在 幽怜伤得不重 就是被玄机子偷袭了 夏宝儿的小手扶过幽怜的伤 幽怜羡慕悠悠 宝儿 你也可以给我肚气 夏宝儿歪头 还没等他说话 公鱼匪已经走过来 幽怜伤势不重 莲花池里休养三日便好 我们回去吧 说完这话 他脸色仍有些苍白 但目光却是有意无意扫过幽怜 好像还给了他一记警告 幽怜仰天 假装没有看见 夏宝儿不放心 他连忙去搀扶公鱼匪的胳膊 阿斐哥哥 我们去那边的送别亭休息一会吧 幽怜的伤势被夏宝儿治愈太半 他默默地爬起来 那我先回宫了 夏宝儿重重点头 我晚上再去看你 幽怜化作一道黑子的光离开 夏宝儿扶着公鱼匪 去亭子中小座歇息 这时 透过公鱼匪露出来的手臂 隐约可见上头不折的伤口 夏宝儿一惊 软嫩小手连忙掀开他的袖子 只见一道道 触目惊心的长条伤口 正外翻 散着血气 阿斐哥哥 你疼不疼 眼见着夏宝儿又要哭了 公鱼匪只好以实情告知 先安抚他 宝儿 你不需担心 这时就伤 体能低落时才会出现 不要紧 我此次游历在外 与一头凶兽恶斗才留下的 夏宝儿的小手 轻轻碰了碰他胳膊上的伤 痘大的泪珠 又滚落了下来 阿斐哥哥 你到底是去了什么地方呀 公鱼匪一顿 长指刮去他的泪珠 薄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一五一时告诉你 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 可好 夏宝儿小手抹泪 乖乖点头 公鱼匪见他这般 眼泪止不住似的 忽儿薄唇一抿 倾笑名义 记得从前 你是个不爱掉眼泪的小姑娘 现在频频为我落泪 实在抱歉 夏宝儿声音低浓 阿斐哥哥 不用你说抱歉 我现在已经变得很厉害了 只要有什么事 你让我和你一起面对 就好了 公鱼匪汉手 郑重回应 好 后来两人要回宫 他见夏宝儿乖巧可爱 刚哭过的面颊 带着漂亮名利的粉红 公鱼匪心头一动 宝儿 你还能掺着我吗 夏宝儿连连点头 他小手抱紧公鱼匪的胳膊 努力扶着他前行 公鱼匪侧手 谢谢 九天神佛 请允许他 此时此刻 寸心大乱一次吧 而在这不久之前 皇宫内 常婉晴站在太子的东宫院子里 警惕地盯着不远处的乌云 于普通人看来 这就是一团过于阴沉的语云 但常婉晴 可是真真切切地看见了 里头翻滚的白鬼 他要时时刻刻防备着 万一失地失守 让这些鬼东西进到皇城来 太子坐在窗前读书 是不是抬眼看了一眼院子里的常婉晴 他保持抬头望天的姿势 已经很久了 这个蠢女人 太子按了按眉心 丢下书走出去 常婉晴 太子假意冷生 你少做这副哀伤的模样 若是真的不想去摸摸那学刺绣 我不强迫你去了 常婉晴像是没听清 他头也没回 就胡乱挥挥手 知道了殿下 你赶紧进屋去 外头危险 危险 太子环顾左右 除了山雨欲来 风刮得稍微大了一些 东宫号称第二个小皇宫 防卫措施堪称铜墙铁壁 哪里有危险 夏元瑜扯了扯嘴角 刚想冷笑欺负他 没想到 天上忽然响起一道炸雷 紧接着 是诡异的闪电划过云层 常婉晴反应激动 大喝一声 小心 他转身 第一时间将太子扑倒在地 还不忘用手臂 紧紧护住了他的头 强迫他埋在自己心口 寝客间 暴雨如注 将二人彻底浇湿 常婉晴警惕地 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根本没留意到 夏元瑜在他怀中先是愕然 随后面色升起诡异的红 这个女人在做什么 常婉晴死死地压在他身上好一会 直到负责端茶送点心的小太监经过 看见两个人倒在地上 手里的东西都吓掉了 太子殿下 常姑娘 你俩没事吧 小太监狂奔过来 将常婉晴拉起来 又扶起倒在最下面的太子殿下 只见夏元与白皙俊秀的面颊沾染雨水 一摆更是一片泥泞 常婉晴好不到哪里去 但目光依旧注视着云层 不多时 他展开一抹笑 没了 小太监见他神态疯癫 露出一抹看病人的眼神 太子怒斥 常婉晴 你发什么疯 常婉晴扭头 这才留意到 太子一身狼狈 他急忙掏出手帕 给他擦雨水 当然是徒劳无功 对不起对不起 太子殿下 我一心想着保护您 刚刚打雷的时候 还以为有鬼来了 有鬼来了 夏元与都要气笑了 你是不是被我逼着学习 都疯魔了 常婉晴知道 太子是个普通人 看不见他所能见的 这时跟他解释也没用 他干脆低头 一副做错事的胆怯和内疚 要不 太子殿下你把衣服脱下来 我给你洗干净 夏元与冷笑 用不着 之前见识过你洗衣服的本领 一共就让你洗了两件 一件袖子洗掉了 一件衣白洗破了 我还是穿上才知道的 常婉晴善善一笑 缩着脖子 不敢说话了 太子瞪他一眼 赶紧去把你一身 试衣服换了 等我请你 哦 常婉晴小跑着离开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太子低头 看了一眼手中的丝帕 悄然攥进了掌心里 玄机子被杀以后 周太傅自觉错信妖道的话 险些害了皇上 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 他病好没多久 就自请回家养老 朝中官职 一应全部还给了夏洪墨 但对于夏宝和公鱼匪来说 玄机子虽然死了 可城中的怪病 还没彻底解决 虽然没有人继续感染了 可是 之前那些生了病的人 还没好全 夏宝原本想帮忙想办法 但公鱼匪却安慰他称 自己已经找到了计策 他已经耽误了好几天 没去国学府上课 便放下心来 回到了学堂上 这日 临近下学的时候 顾学宇递给了夏宝一个药包 里面放着墨箱子 墨箱子 就是能化解任何毒的良药 只有苗江圣女 才能知道制作办法 宝 我看最近你和小国师大人 太辛苦了 我也不知道墨箱子 能不能对这种怪病有效 总之我做了许多 若是能派得上用场最好 你快拿去给小国师吧 不然他天天在那里 也挺辛苦的 夏宝一正 阿斐哥哥 他在哪里呀 学宇姐姐说的是 在他听来 十分陌生 顾学宇也有些讶异 你不知情 小国师大人 他每天白日 都在自己的庙里 释放治病的法福 我昨日回家的途中看见 好多排队的病人 等着求医道夫救命呢 我以为你知情 担心你也要去帮忙 怕你累着 夏宝根本不知道 他每天下学回去 用完晚膳 再去观仓海的时候 公余匪早已坐在桌前问书 看到他来了 还不忘抬眼 温笑默默 原来 他上学的时候 阿斐哥哥 竟然一个人面对这些 夏宝听老天爷爷说过 修道之人 若是要在死物上赋予法力 必先折损自己的精气 就如同他可以往头发上吹口气 就能附上自己一点法力 但这也是需要代价的 轻则会感到疲惫 重则还不知如何耗损身体 夏宝接过一包墨箱子 谢谢学宜姐姐告诉我 下学后 他急忙来到了 供奉公余匪和太树真人的寺庙附近 夏宝没敢直接走过去 而是趴在街道拐角 偷偷地探出一个小脑袋 往门口看 只见他目所能及处 全是排队的长龙 这些人身上长着可怖的红肿 更有甚者会当场龙炮破裂 不仅剧臭无比 还疼痛难忍 夏宝悄然走上对面的茶楼 从二楼偷偷观察被人群包围的公余匪 他一袭悬袍 面目无情 但手中笔墨游龙走缝 不多时 一张救人性命的法符就输成 百姓们接过符咒 对公余匪感恩戴德 转身拿着回家泡水服用去了 夏宝没有上前去打扰他 反而是站在角落里 静静地看着 直到公余匪看天色不早 站起身拱手自别百姓 声称明日还会来 便长身其力 向皇宫的方向走去 夏宝急忙转身跑下茶楼 钻进自己的马车里 他催促车夫 快 我们快回宫 车夫受了公主命令 将车轮架的飞起 不多时 回到宫内 夏宝确定公余匪还没到 他急忙站在了一个不起眼的 宫道拐角等待 他等很久 月明星熙的时候 公余匪的身影 才出现在宫道的拐角 月色下 他衣袍轻轻摆动 面色白皙 眉目却无意识地拢着 忽然 龚余匪身形一晃 眼看着要跌在地上 夏宝小手舞唇 险些冲出去辅助他 但下一秒 龚余匪就极快地辅助了公墙 他白皙的额头上 满是薄汗 幽深的暮色里 已有强撑之色 夏宝鼻头一酸 很是难受 他的阿斐哥哥 是庇护世间的神明 上次和玄机子一战 他还没彻底恢复元气 如今就半分单个都没有 在那里耗费精血送法符 他每次见到自己的时候 该是如何忍着心中的煎熬与痛苦 假装无事的 夏宝不敢想 龚余匪扶着墙喘息片刻 便勉力朝前走去 现在他法力还没完全恢复 不然 早就发现了夏宝的藏身地 等到他的身影 完全消失在公道的时候 夏宝才落寞地跟上 待他像往常的时辰一样 出现在棺仓海时 果然 龚余匪已经换了一身衣裳 面色如常地坐在桌前读书 看见夏宝的身影 出现在院子门口 龚余匪抬头 朝他温笑宠溺 明晃晃的笑意 犹如一滴水墨 将周围的紧致颜色 彻底渲染 少年就坐在窗下 满目星星般的笑意中 尽是少女的身影 夏宝慢慢挪不走去 待龚余匪看清时 他居然眼眶红红 蓄了眼泪 龚余匪面色一变 急忙出房来 轻轻握住他的肩 宝 谁欺负你了 夏宝玉色的指尖 紧紧地揪住他的袖子 他摇摇头 没有人欺负我 声音带着软糯哭腔 只是我突然很想 阿斐哥哥 怕你又走了 龚余匪闻言 才舒眉一笑 我不会走了 你放心 好吗 夏宝点头 眼泪却像是止不住一样 龚余匪揽着他的肩 两人坐在台阶上 并肩看星辰浩瀚 阿斐哥哥 夏宝诺诺询问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 龚余匪面不改色 眉眼如宁春风 静心打坐 功力逐渐恢复 你全体不用担心了 夏宝沉默一瞬 乖巧点头 他将小脑袋 靠在龚余匪肩膀上 一双漂亮的肋眼 看着满天繁星 红唇喃喃 阿斐哥哥 你可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啊 龚余匪轻轻揽住他的肩头 许下承诺 好 我保证 不会让你担心太久 两人又相伴无言地 一起坐了一回 夏宝收整情绪 便朝他挥挥手 故作开心地回了浮华店 龚余匪在他走后 才按了按心脏的位置 那里隐约的疼痛 让他备受煎熬 不得不说 混沌到底是上古凶兽 在里面就算被他吃了心魔 再爬出来 也几乎跟八皮抽骨 没什么两样了 龚余匪缓缓运气 他将烛火一吸 早早地躺在了榻上 答应过宝他要快点好转 他要尽快恢复法力才是 然而 到了半夜 众人都睡熟的时候 一道倩影 悄然从浮华店 捏手捏脚走了出来 夏宝化作一道光 直飞天际 夏宝的身影 飞快地掠过京城内外 他所见 有许多饱兽 能抛怪病折磨的百姓 在这样的深夜里 他们睡不着觉 等待着天亮 等待着国师的法咒 能将他们从痛苦中解脱 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得救 阿斐哥哥要何时 才能全部将他们治愈好 夏宝翘脸上 蓄着一丝凝重 他长劫微锤 思索片刻 便下定决心 飞到京城中 最高的一个中心点上 以前 他为了救感染疫病的 皇宫侍卫宫女 也曾借过天地灵气 那时他还很小 大面积的施法 让他险些化为灰飞 好在有阿斐哥哥 帮他稳住元神 才得以恢复 后来 他为了救皇奶奶 也借过观音寺的神力 那次他更加熟练了 虽然最后 也险些被天道惩罚 但 夏宝儿已经摸清了方法 这一次 他已经不是当年五岁的孩子 他早已变强了许多 阿斐哥哥说过 要做一个好妖 何况他作为公主 又怎能看着百姓们 饱受病魔折磨 夏宝儿红唇深深吐息 他的衣裙 被烈烈清风扬起 夏宝儿精致乌黑的眉眼 在漫天繁星映照下 更为青龙妩媚 他慢慢张开双臂 眉心凌厉大放 天地灵气 家诸我身 戒法 无数看不见的清气 从夏宝儿的眉心贯穿进去 又从他一双玉手指尖留下 无形的金光水波所到之处 无不引得老树开花 病人得救 众人好梦 狂风呼啸 夏宝儿勉强稳住身形 这次跟前两次有所不同 他没有觉得 铺天盖地的灭顶压力 反而 只是觉得有些心口发闷 望着脚下 那硕大的京城 夏宝儿预指掐绝 增加了金光流淌的速度 但很快 他就开始察觉到 身体一阵阵刺痛 指尖下 能流淌出的水波 也变少了许多 方才的施法 还远远不够就所有人 夏宝儿沉心静气 两手相交 飞快念咒掐绝 同一时间 只听见山崩地裂的声音 不远处的一座小山 竟然从中开裂出来 源源不断地山泉水 变成了一条小溪流 从中流淌而出 漫山遍野的花争相开放 还没睡着的人 被这声动静惊注 急忙出来查看 夏宝儿两只葱指一树 在灰壁横扫 漫天金光 比之前都要胜大几倍 兜头降下 犹如甘霖 只是 这个时候 夏宝儿的小鼻子下 开始流淌出鲜红的血色 他拿手背一擦 便继续施法 催使看不见的水流金光 去到城中的每一处 救人 成了他此时此刻的执念 远在深山洞府 打坐修炼的太树真人 察觉到夏宝儿的气息变化 他骤然睁眼 掐指一算 许久 是一声重重的叹息 这女娃 哎 就在这时 夏宝儿身边 忽然想起一道 极极的关心 宝 你再这样下去 自己先耗损严重了 先收手吧 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常婉晴是被一声地动山摇的猎响吵醒的 他慌忙追逐气息飞来 看到的 就是夏宝儿以身为法器 引天地灵脉 就是人的模样 夏宝儿抹掉刚刚涌出的血流 他眼神坚定 口吻却有些虚弱 婉晴姐姐 我现在所做的这些 和阿斐哥哥比起来 又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呢 她为了维护京城百姓 不惜强称病体 我身为公主 又怎能坐视不理 常婉晴急了 话虽如此 你也不能如此不管不顾 你现在用的身体 只是繁胎肉体 撑不住的 夏宝儿仿佛没有听见他的劝阻 他挥动水袖 一道道红光大圣 水波金光 犹如咆哮着的猛浪 将城中的病气 冲洗得一干二净 常婉晴焦急不已 这个时候 按理说 师弟早就能察觉到动静 赶过来了 怎么眼下还不出现 眼看着夏宝儿鼻血打湿了衣裳 常婉晴再也顾不得许多 飞身就抱着夏宝冲向一旁 他施法被终止 和常婉晴两次交手 都因疲惫被对方制服 常婉晴压着他的手 拽着他往皇宫的方向飞 你就别逞能了 方才那些已经足够就人了 哎呀 我真是被你挤死了 就算佛祖来了 也没有像你这样 大肆释放法力 还以自己为法器的 这不是受虐吗 夏宝儿虚弱地看了看他 婉晴姐姐 我只是想帮一帮阿斐哥哥 不想看他那腰辛苦 常婉晴深深明白地点点头 行了 你俩为彼此付出的事 我心知肚明 你别再说话了 省点力气好恢复 不过片刻 常婉晴落在棺仓海 他抱着夏宝 快步朝李坚走 失地 快点 你的宝儿又施法救人了 他快晕过去了 公余斐确实虚弱 他听见常婉晴的呼唤 才忽然惊醒 猛地起身走出 就见夏宝儿衣襟上全是血迹 而他小脸惨白 正在常婉晴怀中虚弱地呼吸 宝 宝儿 公余斐上前 将他从常婉晴怀中接出 夏宝儿在他怀中 才勉强笑了笑 阿斐哥哥 我救了很多人 你不要那药辛苦了 你答应过我的 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他伸出血迹斑斑的御手 想要抚一抚公余斐的侧颜 却到了空中 便没了力气 好在公余斐一把握住了他的手指 别说话 我带你去莲花池 夏宝儿虽然虚弱 但不知为何 露出了很是满足的倾笑 他眸光溢溢 嘴唇毫无血色 却更加妩媚动人 我早就不是当年五岁的小女孩了 我不需要你一直站在身前保护我 我想跟你并肩 夏宝儿声音低落地道 隆隆 我说过的 早晚 我会追上你的脚步 你守护天下 我 守护你一个人就好了 公余斐已经快步来到了莲花池边 心疼万分地皱紧冷眉 却因为夏宝儿说的话 身形微微一正 这是他三岁时说的 原本以为是戏言 却没想到 夏宝儿将所有的话 当作承诺来履行 他的小姑娘 为何如此明媚乖巧 仿佛这世间一切最美好的事物 都配不上他的好 公余斐哑声 别说话 好好睡一觉 眨眼间 他已经来到莲花池旁 并轻轻地将夏宝儿放进池子里 幽怜原本趴在池子边望天发呆 健壮 默默地为他们让开了绝佳的池塘赏乐位置 夏宝儿被公余斐放进池子 他乌黑的长发 顿时如海藻般散开 波光淋漓的水面 照耀出他洁白如软玉般滑腻的肌肤 水底顿时荡起浅浅的蓝光 将夏宝儿左右包围 不停有水珠飞上来 像一条条活泼可爱的小鱼 亲吻他受伤的地方一般 夏宝儿自觉功力慢慢恢复 精神也比方才好多了 只是 他欲指还死死地握着公余斐的修长手掌 他靠在池边 长发披散 眼神说不出的娇俏和妩媚动人 但夏宝儿毫无察觉 他只是过分依恋公余斐 于是 他轻轻晃着腿 让自己浮在水面上 说道 阿斐哥哥 我今晚立功一见 你要不要夸夸我 公余斐倾笑 低手 与夏宝儿底额 半赏才哑声道 谢谢你 宝 两个人犹如最亲密的好朋友 公余斐坐在池边 陪夏宝儿说话 一旁的长婉晴无语望天 瞧起来我现在还挺多余的 幽怜 我们走吧 幽怜淡漠的血目看过来 我就住在这里 你让我往哪儿躲 长婉晴语色 也对 反正师弟在这 我就不操心了 先回去睡大觉咯 拜拜 他走后 幽怜化作一条小黑理 钻入水中 他开始思考 要不要搬个家 是搬去宫中的观赏水潭里 还是不远处的那个银湖中呢 次日 夏宝儿主动没有去国学府上课 反而和公余斐 去了他的寺庙外 两人走下马车时 已经有许多百姓站在那里 瞧手以盼 他们的精神头 比昨天夏宝儿看见的 要好多了 不少人看见公余斐后 喜色大呼 小国师大人 多亏您的法福 让我们好多了 一旁有人纠正 什么小国师大人 再称呼为国师大人了 对 国师大人 我们大家伙都好得差不多了 一定是您神力庇佑 公余斐却牵着夏宝儿的手 眉眼淡淡 目中含笑 其实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 而是天上有神女 也在关注大家的安危 夏宝儿一愣 和公余斐四目相对 他弯眉而笑 如玉公子 俊美贵气 那边百姓们煽呼声传来 我就知道 神明不会抛弃我们的 之前那个臭道是玄机子 才是不安好心 他给我看过婆娘生男生女 结果他说是个女儿 生下来分明是个儿子 天知道 我多么想要个闺女 就是 他不仅乱看手相 还胡说八道 我做了女人那么多年 没有人发现 我是男扮女装 他却说我天生女子命 你说气人不气人 众人陷入一片鸦雀无声 扭头看去 是一个戴着粉花 身穿裙子的魁梧男人 众人 这个玄机子 果然是骗子 这样也能看走眼 一时间 众人对公与匪的呼声更高 国师大人 我们挨家挨户 都准备了很多鸡蛋 新鲜的菜 还有蔬果 想要送给你 这么多日 你费尽力气 帮我们治病 辛苦你了 是啊 之前大家得了怪病 都没时间来进乡了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请你收下吧 公与匪和夏宝对视一眼 夏宝开口道 各位叔叔伯伯 阿姨婶婶 国师他以维护 大家的福祉而努力 只要你们平安无事 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了 这些东西 你们拿回去吧 他说完话 公与匪便跟着点头 人群中有人认出来是夏宝 是弥府公主 公主代表着皇帝的意思 一定是皇上 也在关注我们的安危 谢谢国师 谢谢公主 人群中的呼声越来越高 热情难却 一定要将东西 都塞进公与匪的庙里 夏宝无法 公与匪朝他安抚一笑 转身走到桌边重新坐下 即便是回馈百姓的善意 他也要做点什么 前来送蔬果和鸡蛋的百姓 每人都可以获得一张 公与匪亲手绘制的平安符 众人自觉排起长龙 一时间热闹非凡 竟跟过年差不多 夏宝则在一旁 与宴好一起 将百姓们送的东西放在一起 奈何东西实在是太多 他忙了一会 就相悍淋漓 但夏宝从不喊辛苦 有百姓来跟他说话 他也笑着回应 众人顿时觉得 国师虽有神仙的美名 但他一点也没有距离感 公主更是平易近人 让百姓们心中感到极大的安全感 就在这时 一辆马车停在门口 有个熟悉的人迎走了下来 少年还是酷爱近装 一袭黑衣 玉冠束发 端地是眉眼冷峻 夏宝挥了挥手 欣喜喊道 六哥 公与匪抬头 和夏元林对视一眼 两人仿佛都想到 当年争风吃醋的荒唐 夏元林面色有一丝不自然 虚余 他朝公与匪拱拱手 眼含抱歉 公与匪更是摇摇点头 两人兵势浅显 六皇子走到夏宝身边 不由分说 就开始帮妹妹整理百姓们送的东西 听说你今天没上课 来这里帮忙 我怕你累着 一起吧 夏宝自然高兴 田校询问 连母妃今日感觉如何 有了妹妹这么多年的精心照顾 母妃她恢复得很好 就是前阵子一直说 想送你一副刺绣 夏宝点点头 放下心来 连母妃精神好了 就是我欣慰的事 不用送刺绣了 就在这时 一辆豪华阔绰的马车 猛然杀在他们身边 夏宝和夏元凌扭头看去 太子和四皇子 接二连三走了下来 九妹 夏元彤早已长成 风流俊秀的少年郎 她一身粉衣 更显眉眼风流 一拼一笑 都让身边的姑娘红了脸颊 夏元彤走到六皇子面前 用胳膊碰了碰她 六弟 你真是不够意思 自己跑得飞快 怎么着 就想你在妹妹面前出分力 不告诉我和太子哥哥是不是 夏元凌眉目冷静 盯着四皇子片刻 说道 对 夏元彤险些 被这个不明 则已一鸣惊人的六弟 气到耿住 你倒是狡辩一下呀 承认得这么大方 那边太子递来手帕 十分心疼夏宝的满头香汗 宝儿你累了 去马车上休息会 这些让哥哥来 夏宝接过手帕 贫笑乖巧道 谢谢哥哥们 然而 他并没有转身去马车上休息 反而是走到公鱼匪旁边 用手帕给他擦了擦汗 两人相识一笑 虽然没有说话 但好像已经胜过千言万语 四皇子夏元彤捏着下巴 暗自琢磨 我怎么觉得 九妹和国师之间有点奇怪 太子看他一眼 哪里奇怪 九妹是不是太依赖国师了 而且你看他笑的 这样灿若艳阳 我曾经看到太子哥哥 看长姑娘就这种眼神 夏元彤沉吟断定 肯定有猫腻 太子面色一变 洋装正惊 斥责道 有个屁 一天到晚就你想得多 赶紧搬东西 说吧 太子率先弯腰去忙碌了 四皇子还是疑惑 他扭头问六皇子 六弟 你说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九妹是不是对国师特别不一样 说着 他对上六皇子夏元彤 一双古井无波的眼眸 四皇子摆摆手 罢了 你就是个习武的呆子 我估计你什么也看不出来 问也是白问 与毙 他也加入了太子的忙碌 留六皇子夏元彤 一人在原地眨了眨眼 他面色淡淡 心中却在想 太子和四皇子都知道得太晚了 妹妹对公与匪不同 他三年前就看出来了 但夏元彤一向不是个多嘴的人 干脆没说 只埋头干活 如此忙碌了两三天 百姓们的热潮才退去 夏宝这日下学 被一位龟秀拦住了去路 对方名叫于秀秀 是一个三品巡抚的女儿 她以性格骄纵文明 但因为会做人 所以哄的学府里有许多小姑娘 是她的拥护者 于秀秀知道夏宝得宠 又是公主 身份尊贵 一开始 她拉拢夏宝没能得手后 也不再主动接近夏宝 她骄纵她的 不冒犯公主好了 两人一直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这一次 她主动拦住夏宝 让夏宝很是惊讶 公主 于秀秀倾笑 性眼弯弯 鹅蛋脸透着粉嫩 马上花巢结了 御楼刺绣比赛 你回去吧 御楼是个建立在江边的两层小楼 每逢花招节 上元节 都会举办女子的活动 每到那时 都是相隐不绝 人头攒动 夏宝很少参与这样的节日 一般都只是跟公余匪 或哥哥姐姐们去 听言 她白白手 不了 最近我要问书 没什么时间 于秀秀显得有点失望 您学习都这么好了 夫子时常夸奖 还要问书呀 她毫不气馁 又提起奖品 听说 获胜者 可以拿到一张绝世龙宫图 是前人吴梦贤一次做梦 去了龙宫里遨游 醒来时提笔话的 夏宝一听龙宫 便犹豫了一下 若不是于秀秀不知道 龙宇匪的真实身份 她险些要以为 对方在拿这个诱惑她 最终 夏宝还是摇摇头 我不想去 于秀秀只好兴兴地走了 她走后 顾学宇才抱着书上钱 幸好你不去 薄 我听说她策划着一件事 夏宝好奇 什么事 这个于秀秀 也到年纪要相看傅家了 虽然才13岁 但想要提前将自己的贤淑名气 在京城里传扬开来 而且 她更是秀得一首好女工 之所以邀请你 我猜是知道你一向不善女工 若到时候公主输给了她 她可有的文章做了 夏宝没想到是这种原因 听来幼稚 她扑斥一笑 她为自己筹谋这么大一圈 就是为了踩着我的名声被人夸 顾学宇微微点头 总之你别去 我听别人说 她为了这个比赛筹备了一年 可谓是有备而来 夏宝想到龙宫图 心中倒是有些感兴趣 不过去不去也没想好 文言 只是汉手 随后跟顾学宇作别 出了国学府 让夏宝没想到的是 龚宇斐竟然已经站在门口等她了 阿斐哥哥 她扑过去 轻易地拉住了她的手 今天又有空来接我了 龚宇斐轻笑 想带你去看个东西 你眼下可有时间 夏宝乖乖点头 自然 阿斐哥哥相约 我何时都是有空的 两人结伴 乘坐马车 朝街市去 直到在供奉龚宇斐的庙前 马车才停了下来 这里的墙外 还放着被许多百姓们堆积的蔬果 这是当时龚宇斐和夏宝商量下 一起决定 京城里也许有吃不起饭的人 只要诚心做好事 就可以来寺庙外 自行拿一份蔬果 全靠自觉 这么久了 也没出现过东西被偷盗的事 此时已经临近黄昏 四关门了 龚宇斐和看门的老人说了一声 便带着夏宝走了进去 阿斐哥哥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 龚宇斐温孝默默 之前的事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 保案中帮我出力不少 所以 我怎可独自享受百姓们的爱戴和供奉 但你与我身份不同 不适合令苏妮申被放在这里 说吧 龚宇斐领着夏宝 进了供奉他的那所偏店 他指着自己你向脚下 一个眉眼精致 雕刻仔细的小人 我只能用此法 将你一起留在庙中 夏宝一愣 定神看去 那小牧人的眉眼 果真像极了他 阿斐哥哥 龚宇斐含笑 有了香火供奉 与你修为增进有奇效 只是这牧人乃我自己雕刻 手法生疏 要是不好看 你别生气好不好 阿斐哥哥自己雕刻的 夏宝望着许久 水润的眸中 犯着感动 他一举抱住龚宇斐的脖子 像幼时那样 全部挂在他身上 谢谢你呀 神明大人 龚宇斐先是一正 玄机含笑低手 不客气 我的小姑娘 他认真的说 你作为我最真实的 朋友 我向你承诺 会永远陪在你身旁 你也不用担心我 随时离开了 往后都不会了 夏宝根本没察觉到 他言语里的停顿 只物质感动得连连点头 阿斐哥哥 拉钩 神明不可以骗人 我此生永都不骗你 夕阳下 两人相视一笑 院子里 传来老人壮中的声音 鼓韵声悠远轻旷 斜阳泼洒 映照这绝佳人间 这几日 夏宝儿总是往莲夫人 内跑得格外勤奋 连带着 夏宝墨要是想要见宝贝闺女 那都必须趁着奏折批完的空档 去莲夫人内看她 每次夏宝墨去的时候 都发现夏宝和莲夫人 坐在一起学刺绣 女儿拿针线 夏宝墨心中是 一百个一千个担心 这不长眼的针头 会不会将女儿刺伤 总是刺绣 会不会熬坏眼睛 夏宝儿是个极其认真的人 虽然聪慧 上手快 但刺绣这样的东西 必须要十足地耐心 每一线也不能错 否则就要全部重来 夏宝墨看到 女儿紧皱的柳眉 终于忍不住道 宝儿啊 过来歇会 爹爹问你几个问题 夏宝儿抬起头来 白净轻密的脸上 有了一丝笑容 她拿着绣绷子起身 坐到了夏宝墨对面 怎么了 爹爹 夏宝墨见她还手捧绣线 愁眉不展地说 乖宝 你是不是担心爹爹 被谋权篡位 夏宝儿一愣 旋即颇绝好笑 痴痴眼唇 爹爹 您说什么呢 我怎会这样想 那你是不是担心 爹爹请不起 天底下最好的绣娘 说到这里 夏宝儿极其聪慧 爹爹 难道我对女工感兴趣 您就担心成这样了 夏宝墨哀声叹气 女工这个东西 有绣娘会就行了 你一个乖宝 食指那么嫩 要是扎破了怎么办 何况这个东西枯燥乏味 虽说学一门手艺 傍身不错 但你用不着 若是喜欢什么绣品 爹爹给你叫最好的绣娘来 夏宝儿粉唇撅起 绣娘平时能帮 难道我去参加比赛 也能替代我做吗 比赛 夏宝墨拧眉 什么比赛 月底的花招节呀 御楼刺绣赛事 我要去的 而且还想拿第一 夏宝墨一听 就这种事 你不早说 等着 爹爹这就下令 让御楼把奖品给你 夏宝儿水秀一篮 不行 爹爹 这种玩事 若是拿权力压人 还有什么意思 我要赢得堂堂正正才行 他歪手 眼眸乌黑水润 以诚为本 以身作则 这是娘亲教我的道理 夏宝墨着急拢眉 要是没拿到第一怎么办 那也没关系呀 至少我尽力过了 夏宝墨还要再说什么 夏宝儿便站起身 主动给他倒了杯茶 又乖巧十足地 给自家爹爹捶腿捏肩 好爹爹 您就别管我了 全力以赴后 结果是好事坏 我都能接受 说吧 他又拿起绣线 坐到廊下 采光好的地方去练习了 夏宝墨面色不渝 但没当着女儿的面 表现出来 在他眼里 他家宝儿就是最好的 什么全力以赴 平时不需要出力 都能得到最好的 何况拼命努力过后呢 夏宝墨朝一旁 在帮夏宝苗花样的 莲夫人招了招手 压低声音 你过来 待莲夫人凑近 皇上一阵耳语 莲夫人一阵 旋即点了点头 皇上放心 臣妾也早有此意 不忍看宝如此辛苦 会将您的吩咐办妥的 如此 夏宝墨才放下心来 一年一度的花招节 终于到了 当天 风和日丽 天空澄澈蔚蔚 燕子结伴飞过穷空 端地是艳阳美好 玉楼临水而见 是个二层高的小楼 场地宽阔 可容纳不少人 这时 一层和二层 都占了不少龟秀和公子 而玉楼外 一早就停满了 各色华丽的马车 这次的女工比赛 虽是姑娘家们的玩乐 但也有不少公子 来看热闹的 往年的这个时候 听说还有公子 看中谁家绣品 当场一致千金买下 夏宝和顾学宇下了马车 顾学宇为夏宝 理了理被春风吹起的流苏 他道 早前听你说不来 竟又改变主意了 夏宝笑得眼眸弯弯似月牙 这不是临时抱佛脚 也敢供学习了几天 所以想来试试 若说不定 就拿了第一呢 顾学宇却有些讶异 因为夏宝的性格 一向不是喜欢争夺风头的人 除非 他是真的喜欢 且想要那个奖品 两人结伴上楼 艳豪捧着长条盒子 里头放着夏宝 准备了多日的绣品 公主 一声熟悉的呼唤 引得夏宝侧目 他看着柳羞主手拿折扇 笑意明朗地穿过人群走来 修竹哥哥 你也来凑着热闹 柳羞竹今日一身金袋白肠 极其富贵无双 又兼职气宇轩昂 竟显出几分鹤立鸡群的感觉 那当然 柳羞竹说着 将折扇刷的一下展开 哪里有生意 哪里就有我 下板扬眉 下河尖尖 眼神灵动 什么生意 这说法可就大了 每年都有人会花钱买 自己看上的绣品 尤其是第一名的 我打算观察看看 能不能剪个漏 万一有冤大头 对我台价顶上去了 我也好从中 捞一笔不小的银子 说到这里 柳羞竹凑近下板 拿扇眼唇 低语道 而且 往年都有人喜欢跟拍 意思就是 明明他可能 对这个绣品不感兴趣 但看大家都想要 于是他也跟着抢 我今年就找了 这么几个绣品 打算造造噱头 到时候看看 会不会有人上钩 下板听完 默默点了点头 羞竹哥哥 你身上有一种味道 柳羞竹急忙闻了闻 自己左右两边袖子 那闷 没胃啊 油 吞金瘦的味道 说吧 下板眼唇一笑 拉着顾雪宇上楼离去 徒柳柳修竹 原地愣了一会 才反应过来 他将折扇 王掌心一敲 这丫头 损我呢 下板的出现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人群中不少窃窃私语 公主都来了 那绣品头盔 肯定是他的了呀 不一定吧 从前没听说过 公主善女宫 咋 你是不是笨 公主要是没拿第一 皇上能高兴吗 大家都不由地想起 很久以前 各自的爹娘都警告过他们 这个京城里惹谁都可以 就是别惹公主 皇上为了公主发起怒来 根本不会跟你讲道理 也不会顾念什么人情 一时间 众人都觉得 这次御楼女宫比赛 头奖非迷福公主莫属了 很快 时辰一到 御楼外有人然放鞭炮 竞祝赛事开始 此次负责女宫比赛的 是京城里有名的秀房 那个头奖龙公图 据说就是他们花大价钱买来的 而办这场赛事的原因 无非也是维护自家招牌以外 趁机向固定人群 出售自家的产品 秀房的掌柜 是个扎着乌黑麻花辫 眼神油亮 身姿窑窍的江南女人 姓钱 虽然现在她年过四十 但风韵有存 据说年轻的时候 还是江南最为出名的秀娘 早年在皇宫里当差 但怕皇上的暴力 无情哪日烧到自己身上 坐满25岁就出宫了 前掌柜一眼就看见 人群中最为精致漂亮的少女 夏宝正倚靠栏杆 春日水上的微风拂过她的发丝 更为她渲染上一股 难以言喻的娇俏 不愧是皇上养在手心中的宝 就是生的动人 前掌柜心知 今日绣品第一名 怎么说也要给公主了 然而 参赛的姑娘当中 最为紧张的 还要属于秀秀 她是期盼夏宝来不假 主要是想让公主为她做衬 因为她可是调查过的 迷腹公主并不善女工 但 眼下看着夏宝风轻云淡的模样 她又有点心里没底了 因为于秀秀 这才想起来一个事实 大家都会讨好公主 给公主投票的 即便她的秀品真的不错 也不会受到重视 若是只拿了个第二名 还不如不参加 除非 她在女工的秀工上 有着完全能超出 夏宝一大截的优势 于秀秀眼珠一转 好在她早有准备 她招手换来婢女 而于几句 便见婢女点头 转身将一个缘和报警 前掌柜在台上笑说 现在 有请各家闺秀小姐 将自己的秀品呈上 并在花牌上 写下自己的名字 夏宝从燕豪手中 接来盒子 说上自己的名字 挂上去后 才让燕豪转交到了 台上前掌柜的手中 本次一共有秀品23件 都是姑娘们 早在规格里开始准备的 夏宝的那幅叠绕枝 是临时报佛脚学出来的 线条简单 好上手 且为了尽贤雅性 她还在一旁提了诗 当一件件秀品挂在墙上的时候 大家看得目不转睛 人群中时不时有人 发出蛙的惊叹声 每一幅 都比夏宝的秀品 更为精致好看 她心中默默叹气 原本想要尝试一下 没想到还是失败了 不过也不要紧 一会谁拿了头盔 她去请对方给她瞧一眼 龙公长什么模样便好 这时 燕豪有些疑惑 公主 怎么没看见您的那幅秀品啊 夏宝一愣 怎么会 她抬头扫尸一圈 琳琅满目的秀作 就是缺了她最简单的叠绕制 怎会这样 此时此刻 前掌柜已经开始 将一些秀宫有瑕疵的秀品 剔除了 到了最后 还剩下三张秀品 一个是梅兰竹菊 还有一个是花开富贵 另外一个 则是喜鹊绕梁 前掌柜含笑看了一眼花开富贵 伸手摸上秀线的纹路 不由地赞叹 没想到 公主的女工 竟竟站到这个地步 下板一愣 什么 只见那幅花开富贵 主要构图是一朵 非常惹眼的巨大牡丹 牡丹的每一片花瓣 都拿金线和水红色香蕉秀下 考验的不仅仅是秀者的耐心 更有勾线的能力 无论如何 怎样看 都是一幅完美无缺的秀作 这样的功夫 没有个七八年的熟练 是绝秀不出来的 前掌柜将秀品翻了一个面 背面竟然是牡丹还未胜放 含苞娇艳的模样 这就是一个 更考验技术的双面秀了 前掌柜心中吃惊 如今天底下 会双面秀的人寥寥无几 公主会这门手艺 难道是得了宫里那位莲夫人的真传 前掌柜和莲夫人 都是江南来的秀娘 但莲夫人当年名头更胜 以一首绝妙无双 栩栩如生的女工 闻名天下 弥符公主尽得她真传 相比之下 周围两个秀品就暗淡许多 于秀秀在底下搅着手帕 眼眶红红的 强忍着不让眼泪掉出来 为什么还是下榜更胜一筹 分明没听说过她会女工 前掌柜捧着秀品 一遍又一遍 爱不释手的观摩 底下已经有公子迫不及待的开价 五百两 一千两 柳修竹急忙跟了一句 一千五百两 这时没人跟了 因为大家一看是柳家少爷开口 那自然是抢不过 谁有他钱多 柳修竹倒也不急 没人跟价也无所谓 买个公主的秀品回去供着 有何不可 谁知 这时有一道轻力的声音传来 前掌柜 抱歉 这幅秀品不是我的 众人顿时晋升 朝那个方向看去 果然是迷符公主夏宝 她目光定定 温柔似有波澜 我的秀品远远做不到这么超绝 大概是今日出门走得稍急 将我的女工师傅的作品带了出来 夏宝淡然处之 请你将我的那幅秀品撤下来吧 既然不是我的东西 我自然不能以此参与比赛 众人一阵哗然 迷符公主何必承认 即便秀品不是她的 谁还敢指责她不成 前掌柜也有些争忠 她很清楚 能做到双面秀 还栩栩如生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连夫人 但她没想到 小公主竟然如此诚实 前掌柜左右为难 不想得罪其余人 更不想将这么好的秀作拿走 毕竟连夫人可是风扇许久 很少再有她的作品流出 余秀秀等不及了 前掌柜 你还发什么呆 公主都这样坦诚了 你还想自杂招牌不成 快看另外两幅如何吧 如此 前掌柜也只能当着众人的面 将花开富贵的秀品拿下来 还给了下榜 迷符公主含笑淡淡 一点窘迫的神色都没有 相反 只是让燕好收好了这幅秀作 其实她现在想来 也不难猜 今早出宫前 连夫人特地要了她的叠绕枝 说是要最后帮忙审看一下 大约就是那是被吊的包 不过 她也很能理解 连夫人此举何意 定是爹爹想让自己夺得头筹 不忍看自己伤心 下榜此时此刻 心里头没有委屈 只有被家人宠爱和照顾的淡淡喜悦 周围传来极小声的稀疏议论 无非都是在说 迷符公主如此坦诚 与头筹失之交臂 多么可惜 但更有人感慨 公主的秉性实在温良 不仅性格好 还如此诚实 不以出身高门 而是压旁人 更追求公平 下榜本就名声好 此举更是令所有人都高看她几分 顾学瑜主动握住了下榜的手 她给了一个坚定的眼神 下榜与她相视一笑 闺蜜之间的默契 是不言语 也知道对方想什么 他们都是不屑借助别人的帮助 而获得什么的人 要赢就要堂堂正正 那边于秀秀却无心关注 大家议论公主什么 她一心盯在台上 前掌柜的点评 因为公主的花开富贵 被拿下去了 剩下的就是她和另外一个秀品比赛 于秀秀正是那幅喜鹊绕梁秀座的主人 前掌柜扭头陈吟打量 慢慢说道 这幅梅兰竹菊 虽胜在似君子的利益 且用线不同 针法不一 算得上是佳作 只不过 这里秀的有一个地方寓意不好 它指着竹筒上隐约点出来的梁朵小花 竹子开花 是不好的兆头 我想 我更觉得喜鹊绕梁好一些 这幅绣作 不仅采用的是雕袖 为了突出喜鹊灵动扑扇的翅膀 还选用了特殊的绣线 玲珑线 在座的小姐们都知道 玲珑线已一裂一段 但光泽非凡出名 且用嫁昂贵 稍微粗心点的秀娘 就容易崩断秀线 以至于秀作撕毁 重头来过 这喜鹊绕梁 并无断线处 确为可贵 若说做今年的女工头盔 倒也是名副其实 于秀秀的面上 顿时洋溢岂止不住地笑 周围有姑娘知道 是她的秀品 关系好的 就开始出声吹捧起来 这样的秀法 好像是于家小姐的吧 她一向仔细呢 说的是呀 秀秀在女工上下的功夫可多了 秀出来的东西 既漂亮又生动 于秀秀故作谦虚含笑 只摆了白手 示意大家别说了 实则两只粉驴来回蹭了蹭 早已等不及 前掌柜宣布 她是今年的头盔 将公主都比了下去 这件事 明天一定会传遍京城 前掌柜正要说话 突然有一道声音横插进来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玲珑线稀少还贵 几个月前 我就一直盯着京城里的个大秀房 都说被一个外来口音的秀鸟买走了 于姑娘这秀座上用了不少的玲珑线 是从哪里买的 众人朝说话的方向看过去 柳秀竹靠在桌边 风流地挑着眉 折扇轻摇 眼里满是审视 于秀秀心里咯噔一声 当即就有一项 看不惯柳秀竹那种 有钱人的高高在上 平时又不敢轻易得罪的人 开始替于秀秀发声 柳公子这话说的 难道只有京城能卖玲珑线吗 他不能是从别的地方买的 柳秀竹摇着折扇 悠闲走到喜鹊绕梁这个秀座前 是吗 这么凑桥 我还专程打听了那个秀娘 也是擅长玲珑线秀 他邪逆于秀秀 口吻凉嗖嗖的 于姑娘 真是好巧啊 于秀秀不敢直视柳秀竹的眼神 方才有多期待登台的头盔 现在就有多如坐针毡 一旁有人觉得 定是柳秀竹当众为难姑娘了 于秀秀一向人缘好 此时此刻帮他说话的 更是不在少数 柳秀竹冷哼一声 你们也不必这么激动 刘晓爷我跟于姑娘 本就无冤无仇 此番不过提出疑惑罢了 怎么 怀疑他秀品作假 还不许人说 行啊 于姑娘 我现在将我马车里 剩下的玲珑线都拿给你 你就当众秀个蝴蝶 要是能不断 我不仅当众给你道歉 还将这玉楼买下来送给你 如何 于秀秀的脸色忽然煞白 玲珑线 如众人所知 是极其脆弱一段的 但他胜在色泽华美 可即便如此 也要使用他的秀娘独具经验 且认真细心 于秀秀虽勤学女工 但他根本没有这么炉火纯青的技术 千算万算 他都没想到 柳修竹竟然能知道 那个外来秀娘的事 于秀秀手宁帕子 低着头一动不动 身旁的朋友仍旧为他打抱不平 秀秀 你就上去秀一个给他看 他这么冤枉人 你得让他知道自己错了 就是 还能白转一栋玉楼 于姑娘 我相信你 于秀秀耳边越来越多的附和声 以至于 他的面色愈发红烫 被当场拆穿的话 他在京城里也不用做人了 就在这时 他眼珠一动 看向一旁栏杆下 涓涓流动的江水 于秀秀灵光一闪 当即生出一个主意 他忽然一手掩面 雨带哭腔 这是我彻夜努力而出的成果 被柳公子三言两语 就置于这样干大的境地 原本就是我的秀品 我为什么要证明这是我的 你可以道歉 但对我造成的伤害 难道就不严重了吗 说着 他哭着冲到了栏杆边 做事要挑下去 于秀秀自己的丫鬟都吓了一跳 急忙跑来阻拦 小姐 他一手拉住于秀秀 于秀秀却止不住地哭 让我死了算了 他这么奚落我 糟蹋我的秀品 我怎能受这种委屈 于秀秀的话 仿佛一旦激起千层浪 大家都忘了去思考 柳秀竹说的是不是真的 反而七嘴八舌地指责柳秀竹 太过分了 对一个不熟悉的姑娘这样 实在失礼 就是 仗着家里钱多是多 就可以这样目中无人 太可怕了 秀秀都想要寻死了 都怪你 柳秀竹拿折扇敲着掌心 你们还讲不讲道理 他就是做假了 不敢承认 下板见于秀秀手握栏杆 一直在做要翻过去的动作 而他的丫鬟 也像是装装样子似的 主仆俩哭得生死力竭 将众人的怒点渲染到最高 就在这时 下板眼尖 瞧见那丫鬟袖子中 好像藏了一方手帕一样的东西 他欲止不动声色 轻轻一挥 一张一模一样的喜鹊绕梁绣品 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因着颜色皎洁无瑕 一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方才吵闹的人群们 陷入一阵寂静 大家盯着地上的绣品 又看了看台上 挂在前掌柜背后的那个 主仆二人 发现大家不说话 也停止了你哭我喊的趋势 于秀秀回头 发现柳秀竹已经快步走来 捡起了那张绣品 两相对比 柳秀竹意料之中的吃笑 哟 这不巧了吗 这两个绣品 怎么一模一样啊 于秀秀脸色难看 他放弃跳江 转身扑过去 要抢柳秀竹手中的绣品 谁知柳秀竹反应更快 直接一个侧身 避开他的墙墙 他定睛一看 发笑连连 是我看走眼了 原来还是有不一样的 柳秀竹拿着这个绣品 走到前掌柜身旁 对着众人展开 好让他们看得真切 你们方才为于姑娘说话的 此时是不是又要说 于姑娘她记忆高超 且闲得无聊 准备了两幅 她指着绣品上 左边多出来的小字 但是什么样的姑娘 才会把自己的名字都绣错 不少人凑前一看 那绣品左下角 原本该是绣绣两字 却写成了绣绣 一幅作品如此是巧合 若是两幅呢 柳秀竹转头看到墙上 挂着的喜鹊绕梁 更是大笑不止 看来这个空有手艺 但没文化的绣娘 连于姑娘的闺名 怎么写都不知道啊 前掌柜将两幅喜鹊绕梁 拿下来对比 果然都是绣绣两字 通常功夫好的绣娘 确实大部分出身都不高 有几个能识字读书的 已经了不得了 柳秀竹打开折扇 悠闲打风 我直说吧 也不跟你绕关子了 省得他们还说 我要逼死你 你家请来的那个外来绣娘 在她反复购买玲珑线的时候 就被我留意到了 她出身不高 出手却阔绰 原本也没什么好注意的 只可惜 小爷我刚好也想要玲珑线 便萌生出了 从她手中中金买回一些的想法 但多番打听下 才知她居在于府 不仅很少出门 更是难得见一面 我想她忙碌的时间 应该都是 在帮你赶工这两件绣品吧 于秀秀紧咬下唇 周围的人 也不再帮她说话了 柳秀竹不慌不忙地冷笑 我本就跟你不熟 所以当时也没多想 现在看到这样多的玲珑线 出现在你自己的绣品上 于姑娘 你说是你自己绣的 是否太不可信 连弥府公主都是发现绣品不对 马上指出自己的问题退赛 你凭什么顶得这个假的绣品 妄图得到头盔 柳秀竹一语点醒旁人 大家开始嘀咕 就是啊 她怎么这样 不会绣就不会绣呗 刚刚公主都毫不避讳地承认了 你懂什么 她肯定要面子 想得第一 却没想到柳秀竹知道内情 方才帮她说话的那些好友 也不敢再吭声 只觉得没面子急了 仿佛被于秀秀利用了一般 心里泛着苦水 余秀秀还要最后狡辩 你胡说 我没有 柳秀竹不耐烦地打断 你若是死不承认 我倒是有个更简单的办法 我去将那个秀娘叫出来 你家多少银子聘用她的 我给双倍 三倍 只买她一句真话 余姑娘 你敢赌吗 余秀秀知道 今天自己是无论如何 也会被揭穿了 她握拳 身子轻颤 抬起眼睛来 目光里满是愿赌 柳秀竹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凭什么这样指责我 我背后学女攻下了多少努力 你知道吗 我只是想要一个第一名 有什么错呢 你这样咄咄逼人 考虑过会为我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柳秀竹听她倒打一耙的控诉 用的还是方才试图混淆试听的 道德绑架招式 她不耐烦地挖了挖耳朵 我考虑这个干嘛 非亲非故的 少跟小爷我套近乎 余秀秀吃别 你 这人油盐不尽 还狂妄无比 余秀秀将求助的目光 看向周围的好友 却发现 他们竟然都低着头不语 平日里都缠着她 跟她做好姐妹 这会儿倒是要划清界限了 她自认倒霉 上前抢走那两幅 由别人守秀的作品 直接带着丫鬟落荒而逃 众人一阵唏嘘 她好谨慎 她出意外 竟还准备两份 估计花了不少钱吧 那当然 也可怜那个秀娘了 玲珑线可是很难秀的 竟然还要一下子秀两幅 夏宝儿将大家的议论声收落底 她不动声色地 扶了扶自己的流苏 顾雪宇站在她身边 却有些愧叹 都说三人成虎 这些人不便清白 一会污蔑柳公子 一会唾弃于小姐 实在如墙头草 风来倒 让人寒心了 夏宝儿轻轻抿唇 清雅一笑 雪宇姐姐 当个笑话听罢了 前掌柜心有余悸 差点就因为错判 砸了自家招牌 不怕选出有瑕疵的秀座 就怕选到带秀甲的 这岂不是让比赛失去了意义 想到这里 前掌柜又对公主高看一眼 最后 前掌柜选了那一幅梅兰竹菊 魏宝这件绣品不会出事 她特地等了许久 见无人有异议 这才宣布 这幅梅兰竹菊 为今年女工头盔 一场御楼女工赛 就在众人的感慨唏嘘中结束 夏宝儿和顾雪宇登上马车 正要回去 公主 柳修竹朗笑着朝她马车 快步走来 夏宝儿撩莲 长眉莲娟 面如芙蓉饱满娇俏 修竹哥哥 你还有何事 今日御楼上叫你出尽了风头 你该不会是没耍尽微风 又来欺负我了吧 柳修竹摇善哈笑 你就别打去我了 我是来感谢你的 我今天差点一千多两拍走了 不是你的秀作 那是连母妃的秀品 别人想求都求不着 你也不要 柳修竹不动声色笑了笑 不回答此话 只说 实则我也是来分享喜悦 刚拿了头盔 要不请你和姑姑娘去吃一顿好的 下板一愣 不是梅兰竹菊的秀作 得了第一名吗 他还看着那个有些普通的姑娘 上去拿的锦盒 突然 下宝恍然大悟 是你的人 柳修竹得意挑眉 对呀 我不是说了 为了控制价钱 从中赚一笔 我也会找几个秀娘 扮成龟秀 进去比赛 原本只是抱着事实的运气 没想到还能拿第一 都怪公主你坦诚 还有余秀秀倒霉 恰好被我知道她做假的事